被是吉摩柳控制的这七头妖兽,有四头六级妖兽,分别是身高近两丈的银背魔猿首领,头顶有脚,带有蛟龙血脉,腰身成人环抱不过的玉角森然,身高丈许,有能切斤断银齿许长指甲的暗金孔爪雄,有一盏超过两丈,钩爪如玄铁,青眼穿青石的青眼雕。 值得一提的是,那一条玉角森然正是秦然和李诗英,那夜遇到的那条不是金文云豹的巨蟒。 有两头七级妖兽,分别是杖许身量,有八根穿心长毛猪腿,几百射魂夺破覆衍,附下一张人脸,骇人心神的试魂人面珠,普通狐狸身量,但有纯白毛发,骨厚七尾,娇小可爱,妩媚动人的七尾妖狐。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头七级妖兽的身量要比那几头六级妖兽小得多,特别是七尾妖狐,它就像个小不点,普通至极,毫无威慑力。 由此可知,就算是妖兽界,也不是以体型决胜负的。 有一头八级妖兽,正是一头玉雷独角牛。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雨夜中被追风她妈追着到盗箭门前的玉雷独角牛,正是这一头玉雷独角牛的伴侣。 那天是雨夜,天色黑,隔得远,秦然其实看得不是很清楚,对玉雷独角牛的印象只有最后那一道披向她的神雷。 她当时以为玉雷独角牛,不过如此。 但现在正面面对着一头玉雷独角牛,秦然默默穿越时间回去,收回了那句话。 眼前这一头玉雷独角牛,其身高高过五丈,身上蓝黑配色,视若雷霆,带着雷电的刚猛和爆裂,十分霸气。 更是头顶那根蓝道发黑的角,让人看到了雷弓手中的电锥。 看着这家伙,秦然不由地想,追风她妈真是头很虎,能捕捉这玩意为实。 又想,追风那憨货长大了,能干赢这玩意儿。 又想,苏长青能干赢这玩意儿。 想着,她不由地看向了苏长青。 苏长青举起手中的追踪盘,朝另外几人说道,追踪盘已启动,列位,好运。 说完,她便将追踪盘放到身上,提着剑,往前一闪,便到了玉雷独角牛身边。 跟玉雷独角牛那庞大的身躯比起来,苏长青仿佛是犀牛身上的翠鸟,毫不起眼。 但下一刻,此方天地忽有一道巨大的银灰色皮链斩下,正斩在玉雷独角牛身上。 猛,玉雷独角牛痛叫一声,身上有蓝色电弧闪动,直往苏长青而去。 苏长青直接冲出去开战了,情然根本没机会反驳。 她很想说她其实连四级妖兽都打不过,但已经没机会说了, 违巾之计,就是赶紧找个弱一点的对手混时间。 比如那只看起来争鸣恐怖的视魂人面珠。 但她刚摸出剑,还没冲出去,从她身后便忽然传出一道白影, 白影里传出白若曦的声音,说道, 秦兄,那只七尾妖狐更好对付,便留给你了。 秦燃直接疑惑,七尾狐好对付? 你哄小孩呢? 谁不知道九尾妖狐是神兽? 深具九尾妖狐血脉的七尾妖狐能比野生杂牌的视魂人面珠差。 秦燃是万万没想到,白若曦竟是同道中人,一时不防被抢先了一步。 可恶! 秦燃咬咬牙,只得看向那只看起来妩媚多姿, 弱小可怜无助,惹人怜惜的七尾妖狐。 这只七尾狐狸,浑身毛茸茸的白色毛发,似雪花似棉花, 风一吹来,她的毛轻轻分开。 她一双狐眼,有九分妩媚,一张狐唇有七分风情, 顾盼之间仿佛天地间难得的美人。 秦燃心生爱怜,不忍下手伤害。 难怪咒王被打几迷惑。 秦有可,糟了。 秦燃悚然一惊,猛地摇头。 曹! 中招了! 哪有什么妩媚佳人! 那是狐妖的魅惑之术。 无声混沌,有声宇宙,秦燃急忙将单风的无名恋神口诀运转起来, 闭上眼睛,片刻睁开,才觉心神一片清明。 再看那狐狸,还是狐狸样了。 呼! 秦燃轻呼一口气,默念恋神诀, 提着剑,慢慢向那狐妖慢慢靠过去。 剑秦燃在极短时间,就从自己的魅惑之术中挣脱, 气味狐妖眼中,不由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小小的惊丹修士,也有这样稳固的心神吗? 再剑秦燃过来了, 他便人立起来,忽然怪叫一声, 向前一跳,忽然消失不见。 狐狸消失,秦燃急忙停下, 将剑举起来,在身前小心警戒。 四周,其他战场, 奇云和简元杰正被四只六级妖兽追得到处跑, 白若曦正小心翼翼地围着那试魂人面珠转悠, 避开试魂人面珠的毒。 苏长青和玉雷独角牛追逃到半空中了, 抬眼却看不清具体身形, 只不时有剑气和神雷从空中落下。 忽然,一只七尾狐从秦燃身后扑来, 秦燃侧身让开, 回身拿剑往七尾狐身上砍去, 七尾狐张嘴一口咬来, 将剑咬住, 再一用力, 啪,剑碎裂开来, 七尾狐再将找钱掏, 往秦燃脑子掏去。 眼看秦燃就要被吃脑花了, 他于关键时刻一低头, 在回身, 手里出现一只大顶, 当, 他一顶敲在七尾狐扑过来的脑袋上。 他秦燃会各屁的剑法, 这或时常拿把剑在手上, 不过是为了拉风和迷惑视听。 他真正会的, 只有这种朴实无华的举顶杂人的招式。 七尾狐被一顶敲晕, 差点没回过神来, 眼见秦燃再不讲武德的举顶杂来, 他慌忙后退, 再施展术法, 于此间消失。 草, 玩不起, 秦燃按骂, 骂的, 你隐身, 老子也隐身。 他心下一动, 施展术法如梦似幻, 将身体变作水形态。 水本来就是透明的, 再加上它有意调整, 竟真的有一种隐身的味道。 如果不仔细去看, 是看不出他的身形的。 狐狸隐身消失了, 秦燃也隐身消失了, 于是, 此处战场, 竟打着打着, 没人了。 然而, 说起来都是隐身, 但人家七尾狐的是天赋神通, 而秦燃的隐身, 根本不算真的隐身, 很容易被看出来, 没多久, 他就被七尾妖狐看穿, 一巴掌将他从隐身状态删了出来。 一次正面交锋, 一次神通交锋, 两招之后, 七尾狐对秦燃的实力有了大致了解, 便也不装了, 直接从隐身中跳出来, 嘴爪并用, 直往秦燃扑来。 这七尾狐速度全开, 全力进攻, 一时之间, 仿佛有只无数的狐妖朝秦燃攻过来。 秦燃本来就不擅长战斗, 此时提着一只笨重的鼎, 更是挡不住七尾狐的猛烈攻势。 不消片刻, 他身上就出现了无数的抓痕和齿痕。 他疲于应对, 总感觉自己再过一回, 就要死了。 妈的! 秦燃暗骂一声, 忽然把九州顶收回汽海, 在七尾狐狐再一次攻来时, 他将身硬抗, 以此施展出镜花水月。 便见七尾狐撕咬而来, 秦燃避让不开, 被一头撞中, 撞出十几道身形, 那些身形跌跌撞撞地抛飞, 从四面八方飞了出去。 七尾狐抬眼一看, 见到半空中的十几道分身, 很明显地, 他的嘴角出现了讥讽的笑, 跟九尾狐一族比分身。 只见他七条尾巴一摇, 整只狐消失不见, 在一晃眼, 此地便凭空出现了七只一模一样的狐狸。 他们的屁股上面, 都只有一条尾巴。 一条尾巴一条命, 和秦燃那劣质的水分身比起来, 人家这才叫做正儿八经的分身, 所谓天赋神通。 啊? 半空中正施展如梦似幻隐身起来的秦燃, 看到这七尾妖狐这一手, 整个人都傻了。 他怎么感觉, 他被狐作玩客啊。 同树幻剑, 可以制造幻觉, 但人家的被动技能是魅惑, 术法如梦似幻, 可以隐身, 但人家的第一天赋技能是隐身, 术法净花水月, 可以召唤水分身, 但人家的第二天赋技能是分身, 他根基修为扎实, 但人家直接比他高两个大的境界。 这波是真迹了。 秦燃抬头去看高空中的苏长青, 但苏长青被银白色剑气, 和蓝色雷电包裹着, 根本看不到。 没有当面告别, 是我失礼了。 他只得在心里默然道, 不是兄弟不给力, 实在是能力有限, 再不走就得挂了。 咱们后悔, 无妻。 七尾狐的六个分身, 去追秦燃的分身了, 那本体忽然发现, 隐身在半空中的秦燃, 当下身形一晃, 一找, 拍在了秦燃身上。 这一下拍的时辰, 秦燃被直接拍飞, 甚至身上有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也被拍出来了。 什么正纹石啊, 什么雷结丹啊, 都被拍出来了。 而且这些被拍出来的东西, 也很奇怪, 他们被拍出来后, 有的是自有落体, 落到了地上, 比如镇纹石盒子母猪, 但有的却凭空受了力, 横飞了出去, 比如雷结丹和地盐丹, 都飞到了山谷中的白骨堆里。 然后, 秦燃被拍飞后的飞行轨迹, 也很奇怪, 他在半空中, 划了一个横向的半弧线, 呈折返曲线, 直接给抛飞回迷雾里去了。 半空中的七尾狐, 抬起自己的爪子看了看, 搞不懂这一招为什么那么奇怪, 这就是他们这种不变换成人的腰瘦的一个弊端了, 脑子总是不够用。 正在远处挨打的简元杰, 看到了秦燃这边的操作, 顿时心知肚明, 知道秦燃这是跑路了。 毕竟他是同道中人, 也一直在寻找机会开溜, 只是碍于脸皮的厚度, 到现在也还没跑。 不过, 既然秦燃已经优先开溜, 打了样了, 那他也不必再装什么证人君子了。 他很有江湖道义, 临行前还给秦燃使了个眼色, 但秦燃愣了一下没看懂, 但他也不再管, 本来也不是多熟悉的同门, 能提醒他开溜, 已经是人至意尽了。 在之后, 青眼雕追来, 简元杰转身开跑, 但跑着跑着, 几经波折, 险向还生, 死里逃生之后, 他最终被青眼雕一翅膀扇飞到迷雾里去了。 白若曦跟试魂人面珠打着打着, 忽然发现, 西伟胡到他这边来了。 他回身向山谷方向看去, 但浓雾遮掩, 什么也看不见。 他脸色阴晴不定, 男男道, 我知道, 你们根本不是来阻止是吉摩柳的, 你们是来帮助是吉摩柳的, 你们想要献祭整个横断山脉, 帮助是吉摩柳河道。 所谓的定位, 是方便您长老带着道剑门, 无银剑宗和知生谷, 三个横断山脉宗门的高阶修士来这里送人头, 要以高阶修士和高阶妖兽优先喂养是吉摩柳。 但是为什么啊? 他想明白了很多, 只有这个想不通。 难道是想要一个河道七的修士? 可是陵南先宗的河道七不是多如牛毛吗? 其实从陵南先宗的人最开始出现的时候, 秦燃就意识到这件事不对劲。 是吉摩柳每一千年会爆发一次, 每次爆发都会带来无数的恐怖和死亡。 而陵南先宗明明就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把士吉摩柳解决了呢? 若是觉得是吉摩柳的爆发是正常的自然规律, 那么这次也不应该来啊。 然后就是, 陵南先宗明明有很多高阶修士, 甚至是仙人, 为什么不排一个修为更高的来? 而只是来了一个化神器的长老。 您长老为什么不跟着一起, 找到士吉摩柳, 大家一起出手, 配合着他, 直接干到士吉摩柳, 而要去找什么宗门的高阶修士? 这一切都不合理, 除非是他们故意的, 卫士吉摩柳河道创造机会。 这不是我能管的。 秦燃连连摇头, 急忙把这些东西都甩出脑海, 施法感应自己留下的镇纹石, 变明方向, 朝着最近的镇纹石飞去。 这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吗? 李诗音道, 此时他正遇着剑, 抱着龙七七, 边上跟着一只踩着风的追风, 准备去主风找人玩, 但还没到主风。 主风广场上, 正有一道又一道的顿光飞起, 都朝宗门外飞去。 每一道顿光的气势, 都很恐怖吓人, 少说都是圆银七的长老。 这么多圆银七? 李诗音停在空中数了数, 一口气飞出去二十几个圆银七, 好恐怖。 追风圆溜溜的眼睛, 追着顿光一道一道地看, 向小猫咪追着光点看, 等最后一道顿光飞起了。 他喊道, 爸,爸, 便要追着顿光飞出去。 哪有你爸爸? 李诗音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 将他拍老实了, 看到人就喊爸爸, 傻的, 今天不给你吃圆圆了。 李诗音带着龙七七和追风来到主风广场上, 忽然发现广场上的人也比平时多很多, 围了一群又一群, 吵吵闹闹的很是喧嚣。 他仔细听, 发现那些人的话语都离不开几个关键词, 妖兽暴动是吉摩柳白色柳絮妖丹, 以及道果。 道果是什么? 有人问。 有人科普道, 化神河道知道吧? 元神河道之后变成什么了, 知道吗? 道果! 那就是元神河道之后的东西。 而花草树木这些妖兽一旦合道, 就跟普通的水果一样开花结果。 道果是吉摩柳的道果会变成一个真的果子, 这么神奇。 李诗音嘖嘖赞叹。 这时, 秦然已经循着镇文时的印记来到了最近的地方, 那棵煞雪龙谷树树下。 但当他走进那煞雪龙谷树的时候, 忽然发现树下有三个熟悉的身影。 他心下一沉, 一一看过去, 正是苏长青、白若曦, 以及齐云。 秦兄为何走得那么匆忙? 苏长青向秦然见礼, 温和笑道, 真是一个玉面公子。 苏兄! 秦然赶紧还礼, 笑道, 我不小心被那七味壶一找拍进了迷雾中, 迷失了方向, 兜兜转转, 来到了这里。 没想到, 还能这里再次见到苏兄, 实是幸事。 原来是这么回事, 苏长青道, 我还以为是秦兄发现了什么。 这苏长青真是会说话, 只一句话就叫秦然后背直流汗, 抢笑起来, 说道, 苏兄说笑了, 我还能发现什么? 比如, 我其实是带你们来送死的。 苏长青笑得温文儒雅, 比如, 我们并不想再是秦摩柳河道前就消灭他。 他问道, 难道秦兄没有发现吗? 我还以为, 秦兄早就发现了。 秦然的心, 在一瞬间就坠入了深渊。 苏长青这么说, 看来是没打算放过他了。 意识到这一点, 他的身体一阵阵发冷, 他能轻轻松松从七尾湖的湖爪下逃走, 但能从苏长青手下逃走吗? 秦然额头上都是汗, 脸上的笑已经撑不住了。 苏兄在说笑什么呢? 那天, 我去担风寻秦兄, 劝秦兄带路时, 与秦然说过, 是秦摩柳的分神, 是一种特殊的分神, 是秦摩柳的河道, 是史上最强的河道。 那么, 苏长青笑着, 很有耐心地为秦然解释, 秦兄有没有想过那个最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 是秦摩柳的功法, 是哪里来的? 他能在灵南玉, 从一棵小小的柳树苗, 成长为一头九级妖兽式秦摩柳, 这个成长环境谁给的? 他没等秦然回答, 自顾自地给出了答案, 是灵南先宗给的。 不然怎么可能突然有一句仙尸, 刚好落在这里呢?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了, 是秦摩柳一直没有被除掉? 秦兄知道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 想来秦兄早就想到了吧? 知不知道暂且不论, 秦然心下确定, 但死肯定是死定了。 仙尸恰好就是灵南先宗的仙人, 他身上携带的功法, 恰好就是适合树木修行的功法, 一门可以无限分神的功法。 苏长青笑看着秦然, 这么多的巧合, 又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一门最强分神功法, 需要一门最强的合道功法。 这门分神功法, 是灵南先宗前辈所创, 但没有人练过, 我们需要一个成功案例。 当然了, 还有尽可能多的道果。 苏长青与秦然详细介绍他们的目的, 一般而言, 一个修士只会有一枚道果。 但拥有无限分神功法式的吉摩柳不一样, 理论上, 只要他能吞噬到足够多的生灵, 他可以接出无尽的道果。 试验功法和收获道果, 这就是灵南先宗布局上万年的目的。 真是魔鬼。 听苏长青这话的意思是, 只要是吉摩柳能够承受, 他们甚至可以牺牲整个横断山脉区域, 包括附近的国家, 秦然听的通体发凉。 他之前觉得, 明长老真是个好修士, 因为他阻止了道剑门长老猎杀吴伟妖狐, 还以为他会是这个世界的妖兽保护大使, 现在想来, 他不杀吴伟狐, 不过是想留给是吉摩柳罢了。 他之前觉得, 苏长青是个有君子之风的修士, 玉面公子, 温文尔雅。 现在想来, 他竟然如此幼稚, 可笑。 他一直教育李世英说, 这个世界极其危险, 修士不可能有一个好人的。 没想到, 他自己竟被苏长青的外在形象骗了过去。 你们推演功法就推演功法, 要道骨就要道骨,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既不需要功法, 也不需要道骨。 秦燃颜色一正, 与苏长青诚恳说道, 我只想活着。 现在河道还没有开始, 三大宗门的人也还没有道场。 秦兄不能走。 苏长青说道, 我可以投降, 加入你们。 秦燃说道, 苏长青摇头, 不是我不相信你, 只是觉得死人才不会走漏消息。 简元杰已经死了吗? 他必死了。 秦燃呢? 秦燃指了指苏长青边上的秦燃。 你不杀他? 哈哈。 苏长青长笑一声, 问秦燃, 你以为此次进仙仪之地, 最先死的是谁? 此一言, 叫秦燃豁然开朗, 记忆飞速倒退。 他想起进入仙仪之地集合前的那一刻, 那时他总觉得迷雾中有东西, 总觉得迷雾中的队友, 似人非人, 不对劲。 看来那个时候, 秦燃就被害了。 时间再走一些, 楚霸天的腿受伤之后, 搀扶他的一直都是齐云。 而后楚霸天在受过伤后, 进入蘑菇空间依旧不长教训, 第一时间戳破气泡。 看来楚霸天是中了齐云的招。 在之后, 他们遇到触手怪物之前, 正追着一个背影。 那时候, 他总觉得那个背影眼熟。 现在想来, 那个背影就是齐云的背影。 秦燃看向齐云, 齐云的身形迅速变换, 消退人的身形变成了一只模样猙獰的, 漆黑的, 猴形。 其实齐云早就死了, 跟着他们的, 一直是这只猴。 鬼猴。 苏长青解释道, 是猴子的魂魄形成的精怪, 而这个魂魄还很幸运, 因为他吃过仙人的尸体。 所以只有我没死了。 秦燃问道。 对。 苏长青点头。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不用死。 秦燃最后挣扎问道。 苏长青看着他不说话, 白若曦默默地把剑拔了出来。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 秦燃低头叹息。 白若曦身上有白色的羽毛不断升起, 消失, 他一步一步地向秦燃走去。 他走得慢很谨慎, 因为他相信秦燃不会束手就擒, 同时他也相信秦燃是个足够强大的对手。 迷雾浓浓, 白若曦的身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一直到, 秦燃感觉到他坚韧的封印。 他抬起头, 朝白若曦身后大喝道, 你们还在等什么? 还有人? 是谁? 白若曦怂然一惊, 因为他完全没有感知到。 他急忙回头, 看到迷雾中那颗煞血龙骨忽然动了起来, 他的树枝成毛羞羞羞地向他刺了过来。 师兄小心! 他提醒一声, 举剑去接, 但当他的剑刃和那树枝长毛相接触的时候, 他却感觉是披在了空气中, 如若无物。 换术, 他瞬间醒悟过来。 他回身再向秦燃看去, 正见到秦燃单手提着顶的顶脚, 形象霸气凶悍, 已到镜前, 举着大顶像大刀一样, 劈头盖脸地朝他砸了下来。 形势危机, 白若曦怜一声轻贺, 雨剑。 就见他将双手持剑, 整个人向前一飞, 浑身白雨混沌缠绕, 在瞬间炸开, 炸成了无数只白色飞雨, 白雨向前狂涌, 每一只飞雨都变成了一把飞剑, 将池顶的秦燃全数包裹住。 那迷雾中的无数白雨一散一合, 便回了白若曦的身形。 他在地上持劲力, 回头去看秦燃的位置, 已经没有秦燃了。 又是分身! 白若曦恨得牙痒痒, 这家伙阴险狡诈, 诡计叠出, 滑溜得跟泥丘一样。 但他无法, 只得回去找苏长青, 他毕竟不可能找到秦燃。 苏长青正副手, 看着煞穴龙骨, 脸带一丝自信微笑。 师兄! 白若曦来到苏长青身后。 跑了? 苏长青问道。 嗯。 没事。 苏长青伸出手, 手上有一颗振蚊石, 他笑道。 他只能靠振蚊石认路, 他跑不掉。 白若曦松了口气, 点点头, 又看向煞穴龙骨, 问道, 他们怎么办? 苏长青也看向煞穴龙骨, 摇头道, 我们确实是来除掉士级魔柳的。 虽然过程有些不同, 两位前辈知道具体情况, 是不会为难我们的。 两位前辈? 白若曦往边上寻去, 看到在那边雾海中, 正有一只彩蝶在迷雾中飘摇。 秦燃的身形在迷雾中慢慢变得凝实, 他向后看一眼, 发现苏长青和白若曦并没有追过来。 但, 他并没有放松。 因为现在没有追过来, 不代表他们之后也追不上来。 毕竟之前他从山谷开溜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追上来。 而且, 有一个问题, 秦燃优先先礼清楚, 在前往下一个镇文石所在地之前, 那就是, 这次苏长青是怎么找到他的? 他已经把子母猪给扔了。 照理来说, 身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与苏长青有关, 苏长青也不可能拿到跟他有关的随身物品。 除非, 秦燃看向手里的镇文石, 我留镇文石的操作被他发现了。 但就算是苏长青发现了镇文石, 也就是毁了而已。 因为他和白若曦都是剑修, 照理来说, 他们是看不懂镇法的。 更别说返乡利用别人已经布下的镇法这种操作了。 据秦燃对剑修的认知, 剑修首先要的是纯粹。 一个优秀的剑修, 没有什么是手中的剑解决不了的。 他们很少有涉猎其他领域, 更别说还有很高的造诣。 而苏长青作为一个领悟了剑义的剑修, 那就是剑修中的绝世天才, 不可能涉猎其他专业。 但, 以如今的形式判断, 却只有这一种可能啊。 苏长青是懂镇法的。 当排除所有的不可能, 剩下的那个可能不论多么不可思议, 那都是事实。 于是, 不管苏长青懂不懂镇法, 秦燃都只能假定, 前面每一棵镇纹石所在之处, 都会有一个苏长青在等他。 在迷雾中探寻的时候时候, 加上五次校准方向, 秦燃一共留下了十棵镇纹石, 煞雪龙骨树那里已经去过了, 于是还剩下九处。 然后下一处, 就是遇到触手怪物的地方。 触手怪物还在那里吗? 苏长青会等在那里吗? 秦燃不知道, 他只有先过去看看。 按照惯例, 秦燃先是施展如梦似幻, 变成水形态隐身, 在施展净花水月, 愤出分身去探路。 而与先前的团队赶路不同, 那是摸着黑小心翼翼地走, 现在秦燃是知道方向的赶路。 那么, 赶路的速度就不是之前可以比拟的。 不消多时, 他就来到了第二处镇纹石处, 这里没有苏长青, 只有触手怪物。 嗯? 触手怪物? 秦燃隔着老远, 看到迷雾中摇摆的触手, 心下一惊, 急忙施展身法, 不要命地逃窜。 触手怪物发现了他, 便有触手抽来, 好不容易甩掉了触手怪物, 秦燃来到了蘑菇空间。 这里除了正中心的那朵蘑菇外, 在空间边缘, 还有一个断了一只腿的人形蘑菇。 楚八天只有骨头了, 蘑菇从他骨头里长了出来, 让他看起来还有人形。 就是诡异得很。 没敢在这蘑菇空间多逗留, 秦燃只是路过这里看了一眼, 便飞速离去。 一处一处地小心试探, 一处一处地谨慎排查, 一连过去六七处, 都快到迷雾边缘了, 但还是没有苏长青的身影, 秦燃几乎都以为是自己想多了。 其实在这迷雾中, 苏长青根本找不到方向。 在迷雾出口处, 也就是六人组第一次集合的位置, 秦燃第一次留下正文时的位置, 苏长青就在这里盘膝坐下。 他身上散发出来一圈银灰色的光, 将周围的迷雾驱散。 而在他这圈干净的银灰色光芒内, 白若曦抱着剑站着, 很安静。 鬼猴在那里不住地挠痒, 总是不安静。 他们在这里等了很久了, 很久很久, 久到白若曦怀疑秦燃是不是从其他地方溜走了, 毕竟那么一个滑溜的人。 就是这个时候, 前方雾气中忽然从模糊到清楚地出现了一个人。 那人身形偏瘦, 是清秀脸庞, 这一席青衫很有些书生文气。 他自迷雾中漫步走出, 脸上带一点笑容, 又有几分阳光温满。 他仿佛一个富有学识的, 胸有抱负的, 品格高尚的将要进京赶考的读书人。 白若曦向他仔细一看, 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 他忘不了跟这个人战斗时的恶心感, 真身、假身、 隐身, 打了几个回合, 连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他真的太阳光了。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第一反应是这个, 然后一道剑气闪过去, 那白语剑气将那人劈成两半, 落在地上做一滩水。 果然是假的。 他就知道。 苏长青笑着, 向迷雾的另一个方向朗声道, 秦兄何不现身一剑? 苏某已经再次等候多时了。 白若曦这才也跟着往那个方向看去。 过了一会, 再很近处, 就仗许远, 有一道身形凭空凝实, 秦燃带着笑出现。 他看着苏长青周身展开的光环, 问道, 这雾气的厉害之处在哪里? 苏长青笑着, 道, 他会吞噬修噬体内的法力。 笔制蘑菇包子如何? 秦燃继续问, 要你多管? 白若曦不爽秦燃很久了, 眼见他哪壶不开提哪壶, 当下又是一道剑气过去。 秦燃侧身, 轻松让开剑气, 不理白若曦看着苏长青继续问道, 那你还有力气战斗吗? 秦兄可以过来试一试。 苏长青笑着, 不必了, 秦燃摇头, 他朝迷雾外的方向指了指, 道, 我直接出去就好了。 话说回来, 我与你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就算你想毁了整个横断山脉, 杀光北楚国和玄秦国的人, 那也与我无关。 我为什么要与你打架呢? 我这个人生来就不喜欢打架。 秦兄竟然是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说实话, 我很失望。 苏长青道, 那你以为我该是怎样的人? 大义凛然, 心怀天下。 秦燃道, 别傻了, 修行者。 修士就是自私自利的。 嗯, 苏长青抬头向天上看去, 笑道, 我以为秦兄不一样。 秦燃一识无语。 怎么样, 你还能动吗? 秦燃问道, 不能动的话, 我就要走了。 见秦燃直接忽视自己, 白若曦大气, 你当我不存在吗? 秦燃瞥他一眼, 又看回苏长青, 自负道, 我打不过他。 但我要走, 他拦不住我。 秦兄自便, 苏长青点头, 秦燃便向迷雾外的方向走去。 他走了两步, 忽然停下, 回头问苏长青, 我很好奇, 你一个领悟了建议的剑修, 怎么也精通阵法? 谁与你说了, 我是剑修? 苏长青回道, 什么? 秦燃一愣, 就见苏长青忽然抬起手, 五指张开, 向下一拍。 秦燃急忙抬头看去, 只见到头顶有一张银灰色丝线交织的网, 向他罩了下来。 一个用剑的, 并且拥有剑意的修士, 居然不是剑修。 这是秦燃无法理解的。 但当他抬头看向那张网下来的法力网时, 知道自己被法力网锁定住了, 无处可逃, 他就知道苏长青没有说谎。 仅凭这一手法力锁定, 就可以知道他在法术方面的造诣不弱于他的剑术。 幻剑! 但, 锁定计也不是不可以破解, 只见秦燃眼眸里有星辰一般的光闪过, 他没有对苏长青施展幻术, 而是对那张网下来的那张法力网施展了幻术。 他的灵魂虽然和肉身的契合度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他的灵魂足够强大。 首先, 他的灵魂是现代人的灵魂融合了这个世界的灵魂, 本来就是两个灵魂的强度。 其次, 他一直在修习丹风的无名炼神口诀。 如此强大的灵魂配合上幻术系铜术、幻剑, 竟真的使那张网陷入了幻境, 突然一歪, 往边上网下去了。 秦兄对术法的运用真是天马行空。 苏长青赞道。 而见苏长青的往未进攻, 白若曦举起剑飞出苏长青的法力光环, 向秦燃刺去。 飞鱼! 他身上亮起白光, 无数的白色羽毛浮现, 将它包裹, 叫他变作了一把巨大白羽之剑。 那白羽巨剑速度飞快, 一剑刺中秦燃。 你这是真甚? 白若曦恨恨的, 我看你怎么赖撇。 然后他就见秦燃轰然炸开, 整个人散作无数道, 分身四下逃逸。 他再向前一看, 面前哪还有秦燃的身影? 这也能跑? 他实在不敢相信。 他跑不掉? 苏掌卿抬手一抓, 便有神龙哀鸣之声响起。 秦龙手, 啊? 装作分身混入迷雾的秦燃的身形忽然一顿, 进而觉得周身的迷雾在向他缩紧过来。 他抬眼一看, 这些迷雾飞速下成形, 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龙爪, 将他抓住, 猛然按下。 碰! 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被一只白茫茫的龙爪一把按在地上。 好轻哪! 白若曦赞一声, 提着剑就冲过去。 他还仍未知, 便有白语剑气, 先至, 一道白色剑直往秦燃脑袋上招呼。 轻梦如水。 秦燃低喝一声, 一道透明水盾在他头顶凝成, 挡住了白若曦的白语剑气, 而后同归于尽, 散为水花。 白语和水花之间, 白若曦飞过来, 拿着剑, 刺了过来。 梦幻泡影。 随着一声出, 秦燃身上套着的气泡飞速胀大, 撑开龙爪一丝剑气的同时, 趁着龙爪被气泡撑起, 他猛地用力, 一股将龙爪掀翻开来。 似水年华, 他不做丝毫停歇, 直接施法将自己融入雾气中, 消失不见。 再迅速从白若曦侧身显现, 双手举起九周顶, 一顶砸向白若曦。 赤鱼。 白若曦双手握剑, 身上剑光流转, 背部忽然出现一双白色的翅膀, 翅膀的每一片羽毛都是剑气。 秦燃这一顶砸下, 正好砸在这一对翅膀上, 翅膀硬生散开, 那无数的剑羽朝秦燃倒卷而来。 草! 秦燃没能反应, 全身的衣物在瞬间就成了碎屑, 剑气再卷来, 又带出一道道血痕, 以及无数红色雷光。 他的肉身是以劫雷铸就救的, 那里还残留有雷光少许。 凭着肉身强度, 秦燃硬抗了一波剑气, 带着红色劫雷顿入雾气中, 在出现时, 他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遮住浑身细密的剑伤, 出现在另一处。 此次交手斗法, 双方于电光伙食之间出了数种法术, 而秦燃更是以一人之力正面对抗了白若曦和苏长青, 然后全身而退。 怎么说呢? 就这次交手, 秦燃至少可以吹一、一、十年。 我同你讲, 就之前那个灵南仙宗的清传弟子, 叫苏长青那个, 皆言其同辈无敌, 有仙人之姿。 但有什么用呢? 我只用一只手, 就镇压了他。 你问我, 为什么只用一只手? 因为另一只手, 要同时镇压他, 同为天才的师妹。 秦燃停在半空中, 脸色沉重, 又有一个气泡缓缓生成, 将他再次包裹, 遮挡雾气的同时, 包扎伤口。 这一波交手, 气泡被白若曦一箭劈开, 叫秦燃第一次与这仙仪之地的雾气亲密接触, 并且, 他还与一般人不一样, 他是施展似水年华, 融入雾气中接触, 这不叫亲密接触, 这已经可以叫水乳交融了, 所以他的感受比苏长青等人的感受要更清楚一些。 而苏长青没有跟他撒谎, 这雾气确实会吞噬法力, 或者说是吞噬修为。 他的金丹在他融入雾气中的短短时间内, 就被啃掉了一层皮。 难怪强如苏长青都不得不打坐下来, 以法术驱散雾气。 秦兄这一手术法, 真是令人羡慕。 苏长青见秦燃再次以气泡将雾气隔绝, 说道,可感受到这雾气的威力了。 听了苏长青的话, 秦燃忽然想明白一件事, 笑了起来, 与苏长青道, 我气泡隔绝雾气, 可以长时间在这雾气中留存, 我不受雾气影响, 可是你们呢? 秦兄这么说, 可真是提醒了我。 苏长青也笑了起来, 他站身, 抬手一换, 便于手掌上方换出一个气泡来。 这气泡与秦燃的气泡是差不多的, 不过秦燃的气泡是无色透明的, 跟水泡差不多, 苏长青这个泡泡是银灰色的, 跟他之前施展的剑气的颜色一样。 苏长青意念一动, 那气泡变大, 将它装进去, 他再使气泡紧贴身体, 为自己敷上一层银灰色的皮肤。 怎么样? 他向秦燃问道, 我这一手梦幻泡银渴, 还入秦兄法眼。 你, 你怎么会? 这一手, 又是秦燃所想不到的。 他脸色未变, 向苏长青问道, 世间诸斑法, 我以造化演知。 苏长青道, 秦修, 此所谓, 造化道经。 道, 道, 道经。 听到这两个字, 秦燃下的嘴唇不住颤动, 这苏长青比他想象中还要吓人。 你修习的基础功法是道经。 什么是道经? 修行是什么? 修行就是寻先问道, 争取成先, 尽量问道。 此道经的道, 便是寻先问道的那个道。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真正的道, 是不可说, 不可闻, 不可见, 不可感知的。 而道经, 是那些在修行路走到尽头的人, 将自己感悟大道后, 与人说出来的感悟。 所谓道经, 从某种程度来说, 就是可视化的道。 虽然, 道被说出来了, 就不再是那个长道了, 不再是那个高于一切, 永恒不变的道。 苏长青, 所修行的, 就是这样的功法。 这太过恐怖。 难怪, 他能以金丹修为站出手怪物, 以金丹修为与八级妖王玉雷独角牛, 打得有来有回。 他修行的道经, 理应如此。 跑, 赶紧跑。 秦燃掏心窝子的讲, 不骗人的讲, 这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他以此身未有的施法速度, 变成变水, 然后不顾一切损耗的钻进迷雾中, 化为迷雾, 往迷雾外顿逃而去。 秦兄, 何必这么着急? 苏长青跟着生化迷雾, 卷起白若曦, 追着秦燃出了迷雾。 秦燃被着实是被苏长青给吓到了, 他慌不择路, 以强行融入迷雾, 牺牲修为的方式逃了出来, 到外面森林了后, 他也没放松, 还闷着头跑路, 直到跑了很久很久, 他京剧的心才有一点平复, 然后他才有心打量起四下环境来。 此处是原始森林, 没问题, 有高大的树木, 低矮的灌木, 虫制, 小动物, 妖兽, 修饰, 等等。 修饰? 秦燃忽然发现不对, 为什么在横断山脉深处会有那么多修饰? 他头顶就飞过去了好几个修饰。 比如这个时候, 就有两个修饰小心翼翼地驾着云, 向着迷雾的方向从他头顶飞过去。 他们还交谈着。 其中一个修饰说道, 那是吉摩柳是九级妖兽, 异常强大, 不是能轻易被制服的。 到时候定会爆发大战, 我们只需要躲在后面, 躲远一点, 等他们两败俱伤了, 上前去捡些琐碎即可。 另一个修饰硬喝道, 据说, 那是吉摩柳不只是接一颗道果, 他会接许多颗道果。 我们小心些, 说不得还能捡到道果。 是急, 是急。 秦燃看着他们的身影远去, 在原地愣住了。 他们, 疯了吗? 他们难道都看不到 横断山脉深处的高阶妖兽 都消失不见了吗? 他们死的死, 逃的逃, 被控制的被控制, 都不在了呀? 他们难道不知道 九级妖兽, 原因七大佬, 化神七大佬的恐怖吗? 那些东西挥挥手, 毁天灭地, 不是他们离得远就能幸免的。 他们难道身处在横断山脉之中, 连是吉摩柳的传说都没听过吗? 一千年一次的柳絮爆发, 记忆力这么差的吗? 居然赶上去捡了。 秦燃是真的想不通。 看到了吗? 这就是修士, 苏长青的声音传来, 秦燃看过去, 他就站在不远处的树枝上, 也看着天上往迷雾而去的修士。 温言道, 我们只需要放出现一只地, 有道果这个消息, 他们就会源源不断地赶着去送死, 根本不需要什么阴谋诡计, 谋略布局。 是吉摩柳自然有充足的养分。 秦燃很清楚修士都是什么样子。 他只是不能理解, 贪婪就贪婪吧, 贪婪是修士的本能, 但是他们在贪婪的同时, 智商为什么会那么低? 这明显是个陷阱, 但因为陷阱里有块甜品, 他们就不管不顾地跳下去。 这不是贪婪, 这是愚蠢。 道界门主封广场上, 李世音发现那些人 不只是谈论是吉摩柳的事而已, 他们还有所行动。 慢慢地, 有修士或是御剑或是施展法术, 从滬山大镇飞了出去。 一个一个又一个, 广场上的人逐渐变少。 这些人要干什么? 李世音不懂, 是吉摩柳不是很危险吗? 他懵懂得记得师父说过, 爸爸, 忽然追风有低声道。 什么? 李世音向追风看去, 只见他正盯着空中那些 飞出山门的修士, 一颗毛毛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爸爸在哪? 他问道。 爸爸。 追风忽然激动了起来, 脚下生风, 往前一扑, 扑到半空中, 追着那些修士跑过去了。 追风! 李世音一时没反应, 追风会来这一手, 急忙将剑玉拾起来, 拽过龙七七, 去追追风。 但追风这祸, 跟他爸爸一脉相承, 干啥啥不行。 跑路第一名, 踩着风跑得飞快, 李世音一时之间, 竟追他不上。 他们一追一跑, 慢慢地出了道剑门, 往横断山脉, 在仙仪之地去了。 秦燃向天空望着, 发现飞过去的修士, 都只是低阶修士, 连金丹七都少有, 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们在仙仪之地待了多久。 他向苏长青问道。 三天, 苏长青答道。 您长老他们已经进仙仪之地了。 秦燃问道。 其实秦燃之前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 那就是苏长青手里的万里追踪盘, 子母心灵珠这种用于沟通, 定位的法器。 其中, 子母心灵珠不是只可以给秦燃他们进入这几个进入仙仪之地的人, 还可以提前给宁长老一颗。 万里追踪盘不是一定要到士极魔柳跟前才可以启动, 而是可以一直启动着。 进而可以推断, 宁长老他们不是一定要等秦燃他们有了士极魔柳的具体位置后再行动, 而是可以拿着子母心灵珠感应着万里追踪盘掉在他们身后一起行动。 或许, 秦燃又想到在他们找到士极魔柳所在的山谷的同时, 也许宁长老也已经带着人摸到那个山谷了。 他们早已经进去了。 苏长青回道, 在我回过头来追杀你们的时候, 宁长老就已经接手那气头妖王了。 秦燃心下一片灰败。 他还幻想着, 等从苏长青手里逃脱, 在带着三个傻孩子远走高飞之前, 去找掌门将事情陈述清楚, 能少死一个就少死一个。 他毕竟不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 他来自一个文明的世界。 可是现在不必了。 来不及了。 他喃喃道。 是啊, 来不及了。 苏长青叹道, 苏长青的话音一落, 秦燃就感知到什么。 他抬头向空中望去, 隔着原始森林中的高大树木的枝叶, 看见横断山脉深处。 迷雾之上, 蓝天白云之下, 有一朵又一朵的纤细娇柔的白色柳絮, 随风飘摇而起。 漫天的白色柳絮, 在蓝天下, 随着风自由纷飞, 唯美而又浪漫。 可真美啊。 白若曦站在苏长青身边, 看了看天空的柳絮, 又看了看苏长青的侧脸, 感叹道。 而同一时刻, 在仙仪之地最深处的那个山谷中, 天上地下零散的有几十个修士, 他们正逃窜着, 反抗着, 战斗着, 呼喊着, 惨叫着, 咒骂着。 因为除了他们, 这里还有飘满了白色柳絮, 那一朵又一朵的白色柳絮, 落到他们身上, 穿透他们的护体神通, 穿透他们的护身法器, 穿透他们的衣衫, 沉入他们的血肉, 融入他们的肌里。 不多时, 他们的身体便开始干瘦, 枯狗, 除了柳絮, 这里还有一根又一根的如链子, 如鞭子的柳条, 是吉摩柳的全部柳条都动了起来, 像山谷中的所有修士进行攻伐, 像铁链一样抽打, 像绳子一样捆绑, 像长矛一样动穿, 他一束独占几时修士。 看着天上唯美的画面, 苏长青忽然笑了起来, 他回身去看秦燃, 地上还有个秦燃在那里, 望着天上的柳絮。 他抬手斩出一道剑气, 将那个秦燃撕碎, 摇头叹道, 这求生意志, 可真是顽强啊。 师兄, 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 白若曦很不理解, 虽然秦燃确实很强, 与他一般战力, 也确实有点东西, 能以普通的天赋达到这等水准。 但他跟苏长青比起来, 却差得太远。 他很有趣, 不是吗? 苏长青笑道, 而后他脚尖一点, 整个人飞离树梢, 化作一道剑光远去。 剑光是剑修所独有的盾术, 以身化剑, 不仅速度顶尖, 还具有相当的攻击力。 但极难领悟, 就连白若曦现在都还没能学会。 他见苏长青先一步走了, 急忙换出飞剑, 脚尖一点, 踏上飞剑, 追着苏长青去了。 在原始森林高大的树木间穿行着, 苏长青对秦燃的气息总是若有若无的, 需要时不时停下来确定位置, 追杀进行的极其困难。 看来秦燃不只是施展了如梦似幻隐秘身形, 还施展了某种法术以隐秘气息。 仙移之地上空, 有越来越多的柳絮飞起来。 那些柳絮, 轻飘飘地, 向横断山脉各个方向进发。 它们自由飘飞, 也自由落下, 落在森林中妖兽身上, 落在动物身上, 落在树木上, 落在花草上, 落在地上。 它们娇弱无害, 轻柔无比, 落地无声。 苏长青的灵觉十分发达, 它会惊受不住回头去看, 便会看见柳絮像下雪一样, 落在地上, 落在树上, 白茫茫的。 白色柳絮覆盖, 不消多时, 动物植物妖兽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了下去。 苏长青便不敢多看, 只教自己把注意力放在秦燃身上, 继续去追杀。 天上柳絮看似轻轻柔柔, 像雪花一样, 看起来飞行速度很慢。 但实际上, 柳絮从横断山脉深处向外围推进的速度很快。 像雪花从一个地方下到另一个地方去的速度。 柳絮的推进速度快到, 不比苏长青追杀, 秦燃的速度慢多少。 就远跟在苏长青身后, 横断山脉除了核心区域的那些高阶妖兽跑得跑死的死, 被市集魔柳祸害得差不多了外, 横断山脉中断, 外围的妖兽还依旧存在。 现在柳絮雪落而下, 这些妖兽生命受到威胁, 本能地往外跑。 森林中, 一只妖兽, 两只妖兽, 三只妖兽, 很快地, 妖兽形成兽群。 一个兽群, 两个兽群, 三个兽群融合, 很快地, 兽群形成兽巢, 如海浪一般, 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兽巢。 在这一刻, 整个横断山脉的妖兽, 为了活命, 都疯狂了, 向外奔逃。 巨大的兽巢起于横断山脉的每一头妖兽, 起于每个细微之处, 就在一追一逃的苏长青和秦燃身边, 不断有妖兽意识到危险, 都向外跑去, 他们身边的妖兽便越来越多, 最终汇聚成妖兽群。 他们, 也成了向外奔涌的兽巢的一份子。 因为兽巢, 秦燃无法继续隐身, 苏长青很快发现了他, 但同样受限于兽巢, 苏长青很难向他动手了。 秦燃和苏长青的速度是要快于兽巢的, 他们在各种妖兽中穿行, 翻山越岭, 向横断山脉外而去。 他们的速度极快, 没用多久, 就穿过了横断山脉中段, 来到了横断山脉外围。 然而越是向外围跑, 秦燃的速度越是慢了。 因为站在外围的土地上, 秦燃忽然想到, 道剑门就位于横断山脉外围, 无银剑宗和支生谷也是。 玄秦和北楚镇守横断山脉的军队, 也在横断山脉外围。 李世文的天侧军就在这里, 横断山脉外面, 还有许许多多的玄秦国、 北楚国百姓。 兽巢, 柳絮, 他们, 能活下来吗? 秦兄, 看剑。 秦燃停下来了, 但苏长青却没有, 他很快追上来, 打了声招呼, 一道剑气向秦燃而去。 剑气来得太快, 秦燃无法来不及躲闪, 只得施展如梦似幻, 将身体变成水, 以硬抗剑气。 这剑气一剑斩过去, 将秦燃化成的水仁, 一剑切成两截, 剑气穿过它, 将不远处一棵巨树斩断。 水仁断裂又复原, 变回秦燃的样子, 他脸色一白, 嘴角有鲜血流出。 剑意, 如梦似幻的水形态, 能免疫大部分伤害, 特别是物理伤害, 但这一道带有剑意的剑气, 却让秦燃受了重伤。 他刚刚变回人形, 苏长青又迟见到了境前, 战灵爵。 剑状, 秦燃指得轻喝一声, 激荡体内法力, 将自身速度拉快两三倍, 显之又显地避开了苏长青的剑锋。 战灵爵第二层。 苏长青点头道, 秦兄的天赋其实不低。 他说着, 带起剑气, 狂风暴雨地向秦燃攻过去。 战灵爵有九层, 每一层对法力的运用程度是不一样的, 能使自身的法力增幅两倍, 说明秦燃已经将战灵爵, 修行到第二层了。 而秦燃得到战灵爵, 不过五六天时间能练到第二层, 说明他的恋武天赋其实还不错。 秦燃全力激发战灵爵, 以自己粗鄙的战绩在苏长青精妙的剑法下苦苦支撑, 不时已如梦似幻硬抗伤害, 再以似水年华顿逃, 且战且退。 周围又不停有妖兽奔腾而过, 有不幸地被苏长青的剑气碰到的, 当场变作两劫, 又被逃窜的秦燃撞到的, 被撞的内脏破损, 消失在兽巢之中。 秦燃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剑, 又跑了有多远, 只知道苏长青剑气如雨, 根本没有停下来。 这时苏长青在一剑刺来, 忽然有阴笋飞过, 那阴笋瞬间被剑气搅成水墨, 秦燃得以避开剑气。 苏长青在向前, 一脚踢中秦燃手臂, 叫秦燃整个人横飞出去, 砸在边上山石, 将山石破碎大半。 半个小山坡都坍塌了。 秦燃从泥石中钻出, 没有停顿, 继续往前面跑。 但他刚刚飞起, 就发现了一件事, 下雪了。 他不由停下, 抬头看, 天上有一朵一朵的白色柳絮落下来了。 苏长青也发现, 柳絮飘过来了, 他收剑, 往天上看, 天上是密密麻麻的柳絮, 都往地上落。 往地上看, 地上有一头又一头的妖兽倒下, 妖兽倒下, 瞬间变作干尸。 将军! 柳絮! 前面忽然有人在高喊。 秦燃看过去, 这才发现, 他已经被苏长青追杀到横断山脉边缘位置了。 而那边山林之间有许多士族, 他们守着几个小山丘, 企图以凡人之躯阻挡受潮。 而在其中一个小山丘上有一百甲长枪少年郎, 他浑身是伤, 勉力站起, 看到横断山脉那边柳絮如大雪一样飘过来。 他脸上被漆黑的血所掩盖, 眼神木然, 看不到任何表情。 那是李诗文。 他没有听秦燃的劝离开横断山脉, 而是继续驻守在这里, 企图守住北楚国横断山脉边境。 漫山遍野, 有数万将士守着几座山头, 山脚下, 有疯了一样的兽群在不管不顾地横冲直撞, 天上, 有如雪花一样的柳絮在飘飘洒洒。 这几万将士, 兽群他们守不住, 柳絮他们无法理解, 打不过, 逃不了, 只有无穷无尽的绝望。 伤重地躺在地上, 伤轻地站着, 他们看着像大雪一样覆盖过来的柳絮, 几万人就这么正正地向远空看着。 半空中, 秦燃看着那边几万将士的绝望, 停住了, 因为他也很绝望。 你有遇见过这样的场景吗? 他问苏长青, 苏长青有遇见过。 他知道, 让是吉摩柳河道会死很多人, 很多修士会死去, 很多生灵会死去, 他有预想过这样的场景。 可是, 可是啊, 脑子里想过, 想过几百万人死亡, 永远没有亲眼见到几万将士站在寿巢中等死来的震撼人心。 他没想过会是这样。 苏长青在秦燃不远处, 他看着前面有柳絮落下, 落到一个士族破损的战甲上, 柳絮消失, 然后, 那士族干枯下去。 一个, 两个, 三个, 几百个, 几千个, 转眼间, 几千个为国暴身的热血男, 从鲜活的人变成了干尸。 苏长青回头, 后面森林中, 山野间, 树梢上, 有着无数的干枯的妖兽尸体, 飞禽, 走兽, 百虫。 尸体倒在乱世间, 尸体挂在枯树上, 柳絮扑速速落下, 人间变成了地狱。 原来, 是这样的。 苏长青难难道, 原来是吉摩柳河道, 吞噬万物是这样。 苏兄, 我想你也不必追杀我了。 这时, 秦燃的声音传来。 苏长青看过去, 看到一朵又一朵的白色柳絮, 落在了秦燃身上, 落在他的头发上, 落在他的肩膀上, 然后像雪花一样落到人的身上, 融化, 消失。 从踏足修仙这条路起, 我无时不刻不再恐惧。 我总觉得, 自己下一秒就会死, 死于某个大能随手丢下的神通术法。 我想过自己的各种死法, 很多很多, 秦燃看向苏长青, 但我没想过, 自己会被柳絮吸干而死。 我知道, 是吉摩柳很厉害, 很恐怖, 但我没想过, 自己会因他而死。 我以为我至少可以逃命到其他疆域去。 苏长青身上也落了柳絮, 但他身上的柳絮并没有融化。 对于他, 柳絮仿佛是寻常的柳絮。 一朵又一朵的柳絮在他身上, 他的肩头变白, 他的头发变白。 我是这个世界的过客, 死了也就死了。 但我还有一件事情放不下, 就是我那个傻徒弟。 于是在此恳求苏兄此事, 秦燃与苏长青交代一言, 诗音的修行天赋很高。 你若是看得顺眼, 请你收他为徒。 你若无心收徒, 请将他遣送回家, 因为他不适合修行界。 至于追风和龙七七, 追风让他自由吧。 龙七七请让他走上先到正途, 听了秦燃的遗言, 苏长青莫然, 他点头就要硬下。 但这时他忽然反映过来一件事, 那就是, 为什么别人对于柳絮都是沾之即死, 根本活不过片刻功夫? 而秦燃却能在这里说这么多台词? 交代完遗言, 秦燃闭上眼睛, 展开手, 朝向天, 想以一个尽量体面的姿势死去。 他等着融入体内的柳絮将自己吸干, 但等了好一会, 他发现自己还是好好, 还活着, 还没有死, 根本没有被柳絮吸收的迹象。 秦燃皱眉, 这才运转神识往身体内室, 然后发现, 他的身体里不断有红色电花冒出。 红色的电光, 分明就是劫雷。 而除了鸡里里面的劫雷, 丹田里面, 九州顶也在不断释放劫雷。 这些劫雷从从丹田到肉身里, 将侵入体内的柳絮全部灼烧殆尽。 劫雷? 苏长青看着秦燃身体里流转的红色雷光, 惊一道。 他知道秦燃以劫雷炼体, 但是, 那些残留在身体里的劫雷还有这等作用。 秦燃还能以这种方式苟活下来? 秦燃不有苦笑。 他向前看, 满山遍野的枯谷, 原始森林变作沙漠, 生机消亡, 人间变炼狱, 那几万将士, 仅有少许, 还没有沾染柳絮。 此等末日景象, 叫他横空生出一种, 所有人都死了, 就他还活着的错觉。 他细细看, 看到李世文还活着, 他正被无数枯骨埋在身下, 那是他被手下将士扑倒, 将士们以血肉之躯, 为他争取了一口气。 还要杀我吗? 秦燃向苏长青问道。 苏长青看着满地枯骨, 没有说话。 不杀我的话, 我先去见线朋友。 见苏长青没有不说话, 秦燃继续说道, 而后身形一展, 来到了李世文身边。 他在枯骨上蹲下来, 向枯骨下的李世文问道, 为什么没走? 李世文听到声音, 转头过来, 看到是秦燃, 眼里顿时闪现希望之色, 他激动起来, 向秦燃这个修士求救道, 救,救他们, 求你救救他们, 我无能为力。 秦燃摇头, 他抬头看天上 洋洋洒洒落下的柳絮, 仿佛落雪一样无穷无尽。 他说道, 我只是侥幸未死, 我也会死。 现在他身上 还有哔哔哔哔的电光流转, 柳絮一旦靠近, 就会电流被烧焦。 可是, 这电光又能持续多久呢? 这只是残留在他体内的劫雷而已。 李世文眼里的西迹退去, 他平复下来, 重新变得麻木。 好一会后, 他回答起秦燃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走? 我是保家卫国, 镇守边疆的将士, 因为有危险到来, 所有我要走。 为将者, 灵敌时不思对敌之策, 而思亡命之策。 这不是凡人所能应对的灾难, 秦燃说着, 向别处看去, 忽然那边, 将士失手间, 有觅食的老鼠在进进出出, 鼠鼠这种东西啊, 真是什么地方都有。 他扔一块石头过去, 将鼠鼠射死, 然后继续说道, 也不是修士所能应对的。 苏长青跟了过来, 停在半空中, 看了一眼李诗文, 依旧没有说话。 这本来是他们该解决的事。 秦燃指了指半空中的苏长青, 但是, 他们选择道过。 所以, 我们都要死。 秦燃说着, 想起那次李诗文请自己喝酒, 便往乾坤代理翻番, 翻出来一壶酒水来。 他给自己灌了一口后, 递给李诗文。 没有下酒菜, 将就一下。 他说着, 忽然想起刚才的鼠鼠, 笑起来, 也不是没有。 你用烧鸡请我喝酒, 我以甜鼠还之。 他过去将鼠鼠的尸体捡过来, 取出一把剑, 给鼠鼠做手皮毛切除树。 但见刚刚划开鼠鼠的皮, 秦燃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这漫天的柳絮, 鼠鼠是怎么活下来的? 李诗文饮了一口酒, 抬头看着满天的白色柳絮, 忽然笑道, 要是有怕冷的小娘子, 见了这不冷的雪, 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 他说着, 向秦燃看去, 却见秦燃一手拿剑, 一手捉鼠, 呆在那里不动了。 他以为秦燃中招, 沾染了柳絮, 笑着的脸不由地抽动了一下, 但还依旧笑着。 再饮一口酒, 他叹道, 秦兄, 一路走好。 我真傻, 真的。 秦燃忽然说道, 李诗文一愣, 没死。 他在见秦燃是一副思索的模样, 问道, 你想到什么了? 我单知道衣服, 法器挡不住柳絮, 神通术法隔不开柳絮, 却不知道山石土地可以挡住柳絮。 秦燃道, 鼠鼠打地冻住在地下, 因此没有受到柳絮的侵袭。 这只能说明柳絮时不入地面。 且抬头看, 漫山遍野都是洁白的柳絮。 那些柳絮停留在地表, 而没有侵入地下。 地下? 李诗文不解。 秦燃却没有回答他, 直丢开鼠鼠和剑, 握起拳, 运起法力, 一拳砸在地上, 将地面砸出一个深坑, 再一拳将深坑变大。 让开! 这时, 苏掌青的声音传来, 秦燃回头, 只见苏掌青换出一只巨大的擒龙手在半空, 握着拳就要砸下。 秦燃急忙让开, 那只银灰色的大手便往地面一砸, 直砸地地动山摇, 地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坑。 苏掌青在持剑下来, 带起剑气, 往凹坑底溜达一圈, 便叫这凹坑周遭和底部都变得光洁了。 你们都下去吧。 秦燃与李诗文道。 李诗文这时也理解秦燃的意思, 从尸骸中爬出来, 站在山上往四下里看, 见到满山的森森海谷。 哪里有半个活人? 不必了。 他笑着摇头, 我已无言在狗活。 见他的样子, 秦燃叹了一口气, 飞升起来, 带出一条水流, 往几座山头巡视一圈, 再回来时, 身后的水流带上多了几十个士族。 这几十个士族, 就是七万天侧君最后的士族了。 秦燃将士族都丢到凹坑底下去, 然后走到李诗文面前, 将他单手提起来, 道, 他们还需要你。 说完, 将李诗文也丢下坑去。 如果我还活着, 我会回来救你们。 如果我死了, 这位苏先生会来救你们。 如果这位苏先生也死了, 你们就自求多福。 秦燃把自己乾坤代理所有的壁骨丹都丢给了李诗文, 然后以水流卷来泥土, 将这个泥坑封上, 流了通风口, 在抽干泥土里面的水。 看到秦燃只是把将士们封到泥坑去, 自己没有下去的意思, 苏长青不由地问道, 你呢? 像秦燃这样狗命的人, 不第一时间把自己埋下去。 家里还有三个傻孩子。 秦燃说道, 哈哈哈哈, 苏长青忽然大笑起来。 原来, 即便是像秦燃这样的人, 也还是有比他自己的命更重要的东西。 既如此, 陪我去看一看吧。 他与秦燃说道, 看什么? 秦燃不解。 苏长青沉默片刻, 向横断山脉外面看去, 回道, 看看这人间惨剧, 到底是怎样一幅画卷。 说完, 他以身画剑, 向横断山脉外飞去。 秦燃犹豫了一下, 他是有一点理解苏长青的想法的。 但, 他毕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所以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才以身画水, 跟着苏长青向横断山脉外飞去。 其实李世文是有做尝试的, 只是撤离横断山脉附近几百万百姓这么大的事, 他实在是无权决定。 他到底只是一介五夫。 他只对自己的营地有完全的掌控力, 将之撤离了。 更多的, 他无权过问, 只有尝试救他们。 只是柳絮飘过来, 更甚于天灾, 他七万天侧君, 全死于横断山脉。 而现在漫天的柳絮飘过横断山, 向村庄进发, 向城池进发。 于是便见得千里飘絮, 万里赤地, 满城白骨。 这整个过程, 甚至不见血, 甚至没有恐惧, 甚至没有尖叫。 有的是诸如这样的对话。 哇, 看, 好大的柳絮。 是啊是啊。 咦? 你怎么萎缩了? 啊? 你怎么变成骨头了? 一路过来, 与在横断山脉中所见的是一样的, 都是天上地下一样白, 森林变赤地, 生林变枯骨, 万里无人烟。 出横断山脉十几里, 苏长青便不再往前飞了。 他在空中停了下来, 看着下方被柳絮覆盖了的死城。 白色, 死界。 他不敢再看, 转过身, 看向横断山脉最深处。 但柳絮如大雪, 一朵朵掩盖了他的视线。 秦然追上来, 看到又一座白色死城, 沉默着。 柳絮继续向前飘飞, 真的, 苏长青对视吉摩柳吞噬万物的场景, 是有所预料的。 只是亲眼看着几百万人, 生林死去, 和他想象中的感受, 很极大差距。 他发现, 他自己站的位置没有那么高, 他发现自己的心境不够高, 远远没有太上望情。 秦修, 帮我个忙。 他忽然开口, 对秦然说道, 什么? 我知道你, 将在雷结之下封印的劫雷, 留在了视级摩柳树根之下。 我希望帮我个忙, 将劫雷引发。 秦然疑惑, 苏长青知道自己, 留了劫雷丹。 然后他知道自己留了劫雷丹, 为什么不处理掉? 引发了也没有用, 不过金丹七的劫雷罢了。 秦然摇头道, 我会阻止是秦摩柳的柳絮, 苏长青道。 而是秦摩柳的柳絮消失之后, 他就会开始杜劫。 如果你在引发劫雷, 以劫雷感应他的核道劫, 确保他的天劫一定触发, 不再生成柳絮。 以劫雷引发天劫, 这个操作是有可行性的。 听苏长青这么说, 秦然有所异动。 但, 这有个前提, 你要怎么清除这些柳絮? 他问苏长青, 苏长青深吸一口气, 既然是我一手造成的错误, 那就我自己偿还。 他体内的法力忽然高速运转起来, 法力运转的气势压迫到秦然, 迫使秦然不得不后退。 这架势不对啊。 你要干什么? 秦然向苏长青问道。 苏长青不答, 他闭上了眼睛, 暗自推演, 暗自计算。 片刻之后, 他睁开眼睛, 轻吐出两个字, 造化。 他身上便有剧烈的光亮起来了, 秦然不得不闭上眼睛, 拿手挡光。 等光弱了一些后, 秦然再向苏长青看去, 发现苏长青整个人都变得虚化了。 他亮着光, 但身体虚化。 而在他深周, 不断有银灰色的柳絮生成。 这些银灰色的柳絮生成后, 立马到卷上天空, 仿佛有吸引力一般, 像空中那些白色的柳絮飞去。 秦兄, 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认识你, 是苏某的荣幸。 苏长青笑着向秦然抱拳道。 秦然已然明白苏长青这是在做什么了, 他是以造化道经推演出是秦摩柳分神柳絮的功法, 再进行逆向推导, 施展出来。 但是秦摩柳毕竟是尽道的修为, 所以苏长青只得以自己的性命清除柳絮。 其实, 这一整个饲养是秦摩柳的局, 苏长青只是执行者, 不是策划者。 他能有这样的觉悟, 情然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他虽然没有说话, 但抱着拳向苏长青恭敬一礼。 光越亮, 苏长青越须, 当光再次亮到极限后, 苏长青消失了。 那光轰然炸开, 无数的银灰色柳絮从光中炸出, 向着横断山脉倒卷而去, 追风不是随便发疯的, 他是感知到秦燃有危险才发疯的。 他的感知觉不是人类可以理解的, 冥冥之中感知到秦燃有危险, 所以才去追那些去仙夷之地的修饰。 想要去就秦燃。 但很不凑巧, 他刚刚追出去的时候, 正是秦燃被苏长青追杀的时候。 那时秦燃拼命隐秘气息, 他再感知不到, 而去,也就是秦燃刚刚离开的仙夷之地。 兽群在往横断山脉外逃窜, 修士在往横断山脉内探寻。 追风七级妖兽的气息迫使其他妖兽都绕着他逃命。 他得以带着李诗英和龙七七在山林中轻松穿行, 速度比他们快了许多。 而他们跑得越快, 越早见到仙夷之地上空的柳絮, 再跑些距离, 便一头撞进了柳絮之中。 追风提前预知到柳絮的危险, 急忙欲拾起风来, 将周遭的柳絮都吹开, 开辟出一个空白领域, 将他和李诗英、龙七七都保护其中。 领域外,柳絮中, 一个个修士, 一只只妖兽接连倒下, 枯萎, 变成白骨。 李诗英有些害怕, 又想到秦燃, 便有了恐惧。 秦燃可是在横断山脉最深处, 他恐惧秦燃可能已经死掉了。 我师父呢? 他急忙揪住追风问道。 爸, 爸, 追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个时候, 秦燃正在被苏长青暴打, 在追风的感知中, 前面也有秦燃气息, 后面也有秦燃的气息, 但都不强烈。 他猪脑过在, 根本想不明白, 最终懵懂地举起爪子, 向仙仪之地指了指。 那快追啊。 这回李诗英知道极了, 直接给追风脑袋, 上来一巴掌。 哎, 笨死了。 两人继续往仙仪之地跑, 但龙七七忽然开口阻止道。 我觉得, 我们还是应该回去。 这太危险了, 看, 都死了。 李诗英和追风一眼停下, 看向龙七七, 龙七七指了指枯树, 白骨。 这地狱一般的景象, 李诗英忽然想明白, 不管秦燃死还是活, 他都应该去找找, 那是他师父。 可是这两个家伙, 就没必要去, 前面太危险了。 这么想着, 他与龙七七说道, 要不你回去吧。 龙七七脸上一黑, 指着柳须说道, 我只要出去, 立马变成蛇骨, 一个呼吸都撑不过。 那追风让送你回去。 李诗英再说道, 正好追风也回去, 我一个人去救师父。 这对卧龙凤雏, 两个傻孩子, 潜意识里觉得, 家里是安全的, 完全没想过。 柳须之下, 横断山脉, 还有没有安全的地方? 还在商讨回不回去的问题。 龙七七迟疑起来, 问道, 那你呢? 他还有一丁点良心, 担心李诗英会被柳须吞噬。 李诗英看了看外面的柳须, 将轻心剑拔出来, 运起法力, 斩出一道剑气出去。 剑气横空, 斩断柳须无数。 这柳须也不过如此, 等会我以剑气开道, 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师父。 他这个方法, 一看就很不靠谱。 就好像, 有武林高手吹嘘自己剑法高超, 耍起来泼水不尽, 于是有人识舵他, 请依此在暴雨中行走一般。 龙七七比李诗英稍微机智一点, 意识到这是不行的, 那柳须沾之即死, 哪有那么多剑气阻隔? 你这, 行吗? 他还是问道。 龙七七确实是怕死, 在他看来, 为秦燃付出性命也不划算, 他还是想逃的。 没问题的, 李诗英自信满满。 那, 那好吧。 龙七七知道, 李诗英的方法不靠谱, 但他还是硬了下来。 于是, 他那一丁点良心, 也被狗吃了。 龙七七上前, 去拉追风, 抢笑着, 追风, 一边拉, 一边示意追风回头走。 但他似乎忘记了, 他一直骂追风是跌宝男来着。 追风为什么疯了一样追出来? 就是感觉秦燃有危险了。 现在连秦燃的影子都没有找到, 他又怎么可能走呢? 爸爸。 他向龙七七摇头, 爪子往横断山脉深处指, 道, 爸爸, 危险, 在。 龙七七用力拉追风, 但根本拉不动。 追风现在老大一只, 得有成年的阿拉斯加那么大, 他哪里拉得动? 他是人, 你是妖兽。 龙七七拉不动, 情急之下, 竟说出了这句话。 此话一处, 风卷领域里, 顿时安静了。 李诗音看向龙七七, 他想不到龙七七会说这样的话, 他想说点什么, 但没有说出来。 追风也看着龙七七, 好一会, 他说道, 爸爸。 他便不在里龙七七, 只往横断山脉深处走。 追风一走, 李诗音和龙七七就, 指得跟上。 但一直没有人说话。 撞进柳絮之后, 原始森林枯萎, 遍地白骨, 一派地狱景象。 越是往横断山脉深处走, 遇到的人越少, 人越少, 其修为越高。 渐渐地, 有人发现了这个三人队, 发现这只可以遇使风的幼年玄冥灵虎。 他们需要各种神奇操作, 才能躲避柳絮。 追风只需要将风吹起来, 三人组附近的人越来越多。 终于有人忍不住, 欲起飞剑, 一剑刺入追风的风卷领域。 李诗音持剑而挡, 但被一剑斩飞。 能在柳絮之下活到现在的人, 都是极强的人, 甚至只是强还不够, 还得有特殊技能, 能躲避柳絮。 这些人, 几乎没有住机器, 都是金丹七, 甚至有原因散修。 追风, 快走! 李诗音急忙喊道, 龙七七的原形是一头毒蛇, 但他现在没有一点修为, 而追风只是幼年状态, 修行之路刚刚起步。 他们面对到金丹修士, 可以说, 没有战斗力。 三人之中, 只有天赋一柄的李诗音, 有挨打的能力。 龙七七见状, 直接扑到追风背上, 喊道, 快跑! 追风回看了看李诗音, 见李诗音确实没有战斗的意思, 是要跑路, 这才撒鸭子地往前疯跑而去。 李诗音垫后, 但也是没有机会出招, 都是在挨打。 他只尽量防守, 一边防守, 一边往仙仪之地跑。 当三人逃到了仙仪之地的迷雾之外时, 李诗音已经重伤叠血, 是强弩之末了。 你们进去! 李诗音鼻子里嘴巴里, 都有止不住的血在流, 但他没有倒下, 一人持剑, 要以助击修为挡住追来的十几个金丹修士, 为龙七七和追风争取一线生机。 不, 不! 追风看到李诗音的样子, 知道他快坚持不住了, 再走, 他就要死了。 追风没有走, 反身走到李诗音前面露出乳牙, 弹出指甲, 面对着那几个走进他领域的坏人。 见状, 龙七七别无他法, 从追风身上下来, 献出圆形, 吐着杏子瑟瑟发抖。 一个又一个高阶修士, 挤进追风的风卷领域中, 三个傻孩子一退再退, 退到迷雾边, 再退无可退了。 李诗音抹去脸上的血, 运起法力, 提剑上前, 决意拼死当场, 轰隆。 就在这时, 天空中忽然一声闷雷响起, 吓人一惊, 又有一股恐怖的压迫力, 从天上猛然压下, 叫在场众人的膝盖, 脊背都经不住弯下。 他们抬头向天上看去, 正见到天上风云变幻, 千云层层卷来, 都向仙仪之地中心处聚集。 是狂风, 是黑云, 是雷暴。 那景象骇人。 是劫云。 有广博之士出生道, 是何道劫? 是那士级魔柳, 开始肚劫了。 时间往回到几分钟, 在仙仪之地正中心的山谷处, 那宁长老正踩在一朵洁白的云上, 在半空中欣赏着谷内美景。 他抱着胸, 看着白色柳絮扑下, 无数柳条飞舞, 有施血横飞, 有一个个修士沾染柳絮, 被柳条锁起来, 飞速干枯下。 他看着那些修士, 施展着低烈的神通术法, 他听着他们或战斗或死亡的吼叫, 他眼里毫无波动, 甚至引有笑意。 站吧, 杀吧, 死吧。 他在心里催促到, 都死了才好, 全都未给是吉摩柳, 可以接出更多的道果。 而就是在这术法神通乱飞, 柳条破空, 修士们绝望幕后的时间点, 匹刹, 忽然有一道血色雷霆, 从市集摩柳树下的白骨山下倒劈出来。 这道雷霆的威力并不大, 在座多半都是原因修士, 能察觉出那只是厉害一点的金丹杰而已。 只是, 问题是, 他们在那道雷霆之上, 感受到了天杰的气息。 天杰? 有人喊道, 山谷竟被那一道劫雷劈得安静了。 劫雷, 有人确认道, 好。 忽然有一种不可辨别的嘶吼, 在这山谷中骤然响起, 连绵不断地一直响。 这嘶吼回响在山谷的任何地方, 但却叫人无法确定它具体在何方。 直到某一刻, 谷内修士向山谷中心处, 那棵剧烈抖动着的大柳树看去时, 他们才反应过来, 是那是吉摩柳在痛苦呻吟。 这棵树, 在惨叫, 轰隆。 天上凭空有雷声响起, 顿时狂风大作。 劫, 雷劫, 天劫, 河道劫, 是吉摩柳要杜劫了。 顿时, 此地乱成一团, 逃得更多, 死得更多。 都想往迷雾中跑去, 不管之前多么恐惧是吉摩柳的厉害, 不管之后多么眼馋是吉摩柳的道果, 此时, 和盗劫才是他们最大的恐惧。 提前了? 宁长老愣在了原地。 这就开始杜劫了? 这才哪到哪了? 此地的修士都没有死完, 整个横断山脉区域的生灵、 天地灵气都没有吸收完。 这就开始杜劫了? 是那道劫雷。 他反应过来, 是那道劫雷勾连了天地, 强行引动了士吉摩柳的河道劫。 而且, 那道血红色的劫雷, 还叫他眼熟, 这劫雷太特殊了。 秦然。 他咬着牙, 眼里满是怒火。 李诗英往天上看了看, 玄机便看向侵入领域的修士, 他不在乎什么河道劫, 不在乎什么士吉摩柳, 他只想救师傅, 只想带着两个小家伙找到师傅, 然后回丹风。 他体内的法力继续运转, 占灵绝全开, 剑上剑气逐渐高涨, 一味和秦然发现相同的躲避柳絮的方法的修士, 此时将自己全身裹在泥石里。 那些泥石上沾满了柳絮, 叫他看起来像个野生石头人。 这个修士见李诗英见势在起, 丝毫不耸, 合身一撞, 当先向李诗英撞了过来。 占灵绝。 李诗英将占灵绝催动起来, 迎着石头人对冲过去。 剑气先行, 石头人避开, 李诗英不再出剑气, 接住石头人撞过来的是, 剑气满剑, 一剑斩下。 两相交接, 李诗英被石头人一头撞飞, 差一点就摔出了追风的风卷领域。 哇! 他吐出一大口血, 侧卧在地上, 几次尝试都爬不起身来。 只抬起头, 向那石头人看去, 看见那石头人连带着臂膀, 左手完全被他砍掉了。 石头人看不见表情, 但见其眼神, 里面又惊又怒, 他不敢相信自己会被一个铸鸡出气的修士砍断了手。 他一边尝试止血, 一边退了回去。 追风上前警惕这些人, 龙七七让尾巴伸过去, 将李诗英扶起来。 你把这壶转让给我们就好了, 何必这么拼命呢? 这时, 又一个浑身燃着阴风炎的女人走了出来, 向李诗英劝导。 李诗英强行挣脱开龙七七的尾巴, 勉强站着, 他再次抹掉脸上的血。 他没有说话, 但他手里的轻心剑, 上面的剑气在兴奋, 在代替他回答。 追风已经跟他李诗英的家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抛弃, 出卖这种事。 李诗英勉力一笑, 运起法力, 主动向那拥有阴风炎的女人杀过去。 真是从没见过这么强的助击器修士。 这女人感叹道。 他抬手丢出一盆火, 正巧丢在李诗英攻过来的必经之路上。 以他判断, 李诗英现在处于冰死的状态, 只要被他这阴风炎烧终, 那就必死无疑了。 他没有力气避开他这一道火焰。 可惜! 他为李诗英探完。 木然! 然而, 就在这时, 李诗英忽然一声断鹤, 他体内顿有星河流转, 阴风炎女戏看过去, 看见那星河画作剑在李诗英身前成形。 本命剑! 他惊道! 木然剑只向前一刺, 便将那阴风炎分成两半, 再丝毫不作停歇, 继续向那女人刺去。 女人及时反应过来, 伸手一拍, 将刺来的木然剑拍飞出去。 诗英已经持剑到他身前了, 剑为剑尖, 人为剑身, 瞬间, 穿胸而过。 下一刻, 阴风炎泻。 那女人身后, 李诗英持剑现身, 终是无力支撑, 栽倒在地上了。 手也握不紧轻心剑了, 使她落到地上, 木然剑自动飞回, 插在他身旁。 他想起师父的教诲, 师父说, 剑是剑修的命, 剑丢了, 剑修也就死了。 他一直记得师父的话, 他的剑一直握得很紧。 可是现在, 他握不住了。 要死了吗? 李诗英看到领域外的漫天的白色柳絮, 心下如此想着。 师父说过, 人固有意思。 死了就死了吧, 只是, 李诗英很遗憾, 他还没有找到长生药, 也没有。 爹爹, 娘亲, 哥哥, 以后都见不到了, 师父也见不到了。 他脑子里清晰地出现爹爹, 娘亲和哥哥的身影, 然后师父的身影也加了进去。 师父和爹爹他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还有追风, 还有龙七七。 听人说, 人死的时候, 脑子里会清晰地浮现出自己的一生。 在这一刻, 李诗英仿佛看到了。 他看见外边柳絮中, 有个身影疯了一样地往这边冲过来。 那个身影他很熟悉, 师父。 他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是快死了的一响。 人死的时候, 是会见到自己最想见的人的。 他想, 他以后要给师父讲, 向他炫耀。 他看见师父冲进追风的领域来, 过来将他抱起。 师父看起来很紧张, 都要哭了。 师父! 他喊一声, 然后觉得很开心, 笑起来。 他是死在师父怀里的, 这很不错。 只是师父太笨了, 大约还不知道自己的心意。 他伸出手, 去摸师父的脸, 他老早就想这么做了。 他很想知道, 为什么那么腹黑的师父, 会长着一张清秀的脸。 手感意外的还不错, 然后他喃喃道, 师父, 师姻很喜欢你, 你知道吗? 他以为自己要死了, 以为看到的是幻觉, 只想把自己心底最深处的想法说出来, 在死之前。 师父抱着他, 这个他意想中的师父, 流着泪不住点头, 连声道, 知道, 知道, 师父知道。 他不知道, 像他那么笨的人, 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喜欢藏在心里, 会从眼睛满溢出来。 丹风上的人都知道他的心意, 龙七七知道, 追风知道。 连路过丹风的晚风都知道。 他忽然觉得害羞, 又想起自己的形象不好看, 浑身上下脏兮兮的, 都是伤, 肯定不好看。 他想抹一把脸, 让自己干净一点, 但他做不到。 幸好师父很聪明, 看出了他的心思, 帮他擦干净脸。 师父的手果然不温热, 毕竟他那么阴险。 师父, 要把脸擦干净, 是因为他想问另一个问题, 师父, 你喜欢诗音吗? 师父愣了一下, 然后说, 喜欢, 喜欢, 师父喜欢。 于是他觉得欢喜, 觉得羞涩。 师父再给他喂丹药, 像上次他们流落横断山脉一样。 师父的心虽然是黑的, 但师父真的很温柔, 像他第一次见到师父时的样子。 师父虽然对他很凶, 但师父人真的很好。 师父, 虽然不会打架, 但师父, 跟演艺小说中策定江山的谋士一样。 他以前以为他, 不可能喜欢文弱的读书人。 他现在知道自己, 只是没有遇到师父。 丹药他都吃下了, 然后觉得浑身暖洋洋的, 叫他想睡觉。 睡觉? 睡了就会死吧? 他不想死。 师父, 我不想睡觉。 他说道, 睡觉, 就好了。 师父劝他, 他摇头, 师父便抱他起来, 他看到师父看向前方, 眼里有他从未见过的兄弟杀气。 他听见师父问他, 想看师父打架吗? 他早就想看了。 想啊, 想啊, 他点头道, 那师父教你打架。 他听见师父说道, 要杀一个人, 最好是用热兵器, 其次是冷兵器, 最后才是以武术生死相搏。 秦然把李诗英背到背上, 取出一个绸带, 慢慢将两人绑牢固, 在修仙界, 最好是提前布置阵法, 将人引导阵法中, 其次是用道具和毒, 最后才是斗法。 如果真的到了, 必须要用战斗解决的程度, 那么诗英你记住, 他背着李诗英蹲下, 将李诗英的两把剑捡起来, 左手倾心, 右手木然, 战斗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将敌人打趴下。 进入风卷领域者, 一共十三人, 除去一个刚刚结阴的, 其他都是金丹七, 都不是金丹前妻。 他们看着秦然, 把李诗英绑到背上, 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 但他们不以为意, 只以为这是打了小的来老的经典桥段, 老的是一个金丹前妻的小修士。 十三高阶修士, 打一个低阶修士, 怎么可能让他们重视起来? 而要怎么把敌人快速高效地打死? 秦然运起法力, 瞬息之间勾连起两把剑, 剑上有无色运光亮起来, 敌人害怕什么地方被打, 我们就打什么地方? 打, 弱点, 秦然会战斗吗? 龙七七变成小女孩形象, 靠着追风, 好奇问道。 追风憨憨地看着秦然, 摇了摇头, 她没见过秦然正面打架, 她会使剑法。 龙七七又问道, 追风又摇了摇头, 她没见过秦然练剑。 对面的人本也不将秦然放在心上, 但看到秦然瞬间感悟两把剑时, 表情还是稍微严肃了一些, 这人有点东西。 不过也就严肃了一点而已。 谁知道, 之前秦然是不是就感悟过这两把剑。 感悟不是恋化, 感悟只是理清法器的内部结构, 是自己的法力能在法器内通行而已。 而恋化是与法器血脉相连, 是一种生死契约。 诗音, 看好了。 秦然最后说道, 李诗音趴在她的肩头点了点头, 她整个人都是软趴趴的, 只有一双眼睛亮晶晶得很兴奋。 哄。 秦然突然发力, 整个人轰然炸开, 炸出十三道身影, 每一道身影都持着剑像一个修饰工具, 速度极快, 转瞬变质。 什么? 速度太快, 这些没把秦然放在心上的修饰根本没有计较到, 这不是一个经单七修饰该有的速度。 他们来不及分辨眼前的人是真是假了, 只得出手应对。 空间中有声音响起, 是秦然的声音, 他声音温柔, 像讲课一样。 这个人左臂受了伤, 那么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左边。 目标是我。 那石头人脸色微变, 尽全力向前一拳, 将面前持剑斩来的秦然一拳砸碎。 假的? 他心下微松, 以为还是秦然的宜兵之计。 噗! 但就在这时, 凭空里出现一把剑, 从他左手被砍的位置刺了进去。 啊! 他惨叫一声, 看过去, 秦然背着李诗音的身影在那里出现, 他将右拳一握, 不管不顾, 一拳轰向秦然。 秦然右手握着木然剑, 成拳, 迎着石头人的拳头, 对轰了过去。 碰! 作为体修的石头人, 被秦然一拳轰飞。 秦然的身形晃了晃, 看着半空中的石头人与李诗音说道, 找到敌人的弱点后, 切记将这弱点撕开, 最好, 一击毙命。 哄! 那石头人还没有摔到地上, 还在空中时, 突然炸开。 煞时间, 血水和肉渣建设了整个风卷领域, 又像血雨一样落下。 在这场血雨之中, 秦然温柔的声音继续叫导李诗音道, 因为敌人不傻, 他们会很快把自己的弱点藏起来。 一, 一招。 一招就将一个体修干净利落地杀了。 剩下的十二个修士, 心里都生起了恐惧。 体修士出了名的命印, 但却被人跨境界一招秒杀。 那名原音修士看得更清楚一些, 刚才那一瞬间, 秦然看起来只是用了分身扰乱众人的视线, 实际上, 他在他冲出来的一瞬间用了不止一个法术, 他用了至少三个法术, 分身、 隐身和爆炸。 能在一瞬间施展出三个法术, 而且能和体修正面对全完胜, 这根本就是那种顶级天骄。 而这正是秦然能被苏长青所称赞的施法速度和肉身。 苏长青曾观李秦然杜劫, 罚出赞叹, 这人各方面都是完美的, 让他有一战的想法。 那原音修士有了退意, 不是他打不过, 而是他想得更多, 像秦然这样的人, 他的背后, 他的师父该是多么恐怖。 血语之中, 秦然看向剩下的十二个人, 说道, 师父跟你说过, 金丹气的肉身会在金丹的照耀下无限变强, 金丹的体魄轻易不能攻破。 可是, 金丹体魄在恐怖, 金丹修士也是人形, 人体该有的弱点, 金丹修士一个也不会少。 比如体内, 比如穴位, 比如要害关键。 他说着说着, 整个人忽然消失不见了。 又隐身了吗? 这些修士心下顿时一紧, 暗自运转法力, 警惕起来。 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那边的秦然才刚刚消失, 这边之前受伤的阴风炎女子就忽然惨叫起来。 众人看过去, 那里突兀地出现了一个秦然, 他手里双剑刺出, 一剑刺入这女人胸口, 之前被李诗英穿透之处, 一剑刺入这女人眼睛, 人体薄弱之处。 段数这么快, 有人在心底疑惑。 不, 不可能这么快, 这么快, 不可能不被我们察觉。 有聪明的修士看出了端倪, 在她消失之前, 她就已经隐身了。 那个突然消失的, 根本就是分身。 那刺入女人胸口的剑往下一拉, 精准地切进谭中学, 切破这女人的中丹田, 致使金丹掉落出来, 那刺入眼睛的剑横拉, 削掉了这女人的头盖骨。 秦然收剑转身, 与李诗英道, 一打多的要义是什么? 是永远不要落入敌人的包围圈, 是永远使自己, 面对一个敌人。 那女人在身后倒地, 白色的红色的留了一地。 尽管修行界, 都是冷酷无情之辈, 但看到秦然以这般狠利的手段, 顺杀两人, 剩下的十一名修士, 是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特别是那原因七修士, 一来是人越老越怕死, 二来是他, 本来就怀疑秦然的背景不得了。 这下见秦然再次干净利落的杀人, 便再也忍不住, 反身逃出了风卷领域。 而一剑修为最高的人都跑路了, 剩下的本身就恐惧的人, 更是忍受不住, 纷纷逃出了风卷领域。 在战斗中逃跑, 会将自己的后背留给敌人。 秦然说道, 提着双剑, 升空而起, 出现在迷雾之外, 狂风之上, 柳絮之中, 战场上, 所有背后重剑的人, 都耻辱的人。 一听秦然有赶尽杀绝的意思, 那些修士便跑得更快了。 目送那些人远去。 远处有银灰色的柳絮倒卷过来了, 秦然抬头看向乌云密布的天空, 白色柳絮渐渐消失。 雪停了。 他与李诗英轻声道, 嗯。 李诗英趴在他背上, 搂着他的脖子, 脑袋枕在他肩上, 看着他的下额, 软糯的声音从鼻腔里出来。 苏长青逆眼是吉摩柳分神之法后, 秦然印下承诺, 以手中的震纹石, 勾连留在迷雾和山谷中的震纹石, 以形成震法, 然后凭借震法激活了 是吉摩柳树下的杰雷丹。 激活杰雷丹之后, 秦然心忧留在家里的三个傻孩子, 感知起他留在李诗前昆带上的印记, 然后惊恐发现, 他们已经跑到仙仪之地了。 他魂都吓没了, 立马速度全开, 然后才在最后关头赶到了这边。 幸好是他秦然, 擅长逃命跑路, 不然换个一般的金丹修士, 肯定是赶不上的。 虽然现在是安全了, 但秦然还是心有余悸。 师父, 李诗英忽然娇声唤他。 嗯? 秦然应一声, 低头去看李诗英。 趴在他肩头的李诗英, 正看着他的侧脸, 傻乎乎地笑着, 也不说话。 完了, 秦然心下感叹, 这孩子本来就傻, 现在又几经生死战斗, 法力, 身体, 潜力透支过度, 怕是更傻了。 他不由地开始计较, 什么丹药可以抹除透支的影响, 什么丹药可以弥补透支掉的潜力。 师父, 李诗英又叫他。 怎么了? 他柔声问道。 没事, 就是想喊你。 李诗英的身体虽然恢复一些, 但脑子还没回过神来, 还以为自己要死了, 眼下都是幻觉。 他把下巴搁到情然尖头, 又娇憨地喊。 师父, 天上飘飘洒洒的白色柳絮渐渐少了, 银灰色的柳絮在悄然变多。 这时, 天上又风云变幻, 有雷声滚滚传来, 千云层层, 灰色的雪。 秦燃站在空中, 看向仙仪之地深处, 李诗英趴在他背上, 嘟嘟囔囔地说着话。 他有一句没一句地逗弄李诗英, 等待世纪魔柳的河道节开始。 地上, 追风发现落下的柳絮好像变了, 在他的感知中, 新落下的柳絮好像不危险了, 便慢慢地撤去了风卷。 他抬头一看, 看到秦燃, 便有些兴奋, 踩着风就要扑上去。 人小鬼大的龙七七眼急手快, 一把拽住他的尾巴, 示意他不要不识场合。 可是追风完全不懂, 无视他的眼神暗示, 甚至生气他阻挡了他和爸爸贴贴, 不再理他, 猛地用力继续朝秦燃扑去。 龙七七一个不察, 没有松开追风的尾巴, 被追风直接拖上了空中。 爸爸! 追风高喊一声, 扑向秦燃。 他毕竟是虎, 喉咙和嘴巴的结构与人不一样, 说话依旧含糊不清地, 总是带着年轻虎的喵喵气声。 追风, 不管掉在自己尾巴上的龙七七, 也不管趴在秦燃背上的李诗英, 只一头就撞进了秦燃怀里。 他吐着舌头拱来拱去, 闻着秦燃的味道, 极其兴奋。 不愧他爹饱难支撑。 只是, 他对自己的体型力量是一点数都没有。 他现在已然比得过一只强壮的阿拉斯加了, 有大几十斤。 一头撞过去, 直撞的秦燃胸闷发昏。 刚才跟石头人正面对一拳都没受伤这么严重。 但毕竟是追风的一番热情, 秦燃却只得安抚。 他心里又有了那个担忧。 他想起之前在山谷中看到的玉雷独角牛, 有十几二十米高。 按照那个比例换算下来, 追风少说也会长到十米以上。 十米的追风兴奋地扑过来, 那个画面太美, 他不敢想。 安抚了追风, 又把李诗英从背上抱下来, 秦燃换出一个透明气泡, 让一家四口飘浮在空中。 他在气泡里坐下来, 李诗英黏糊地抱着他的手, 贴在他身上。 追风不甘示弱地蹲坐在另一边, 大爪子也按在秦燃尖头, 看了看追风的大爪子, 秦燃感觉背脊有点凉。 而龙七七则安静地趴在毛茸茸的追风身上。 来都来了, 看一看河道结再回去。 秦燃不敢乱动, 玩笑道积累些惊艳见识。 积累惊艳, 自然是玩笑话。 这世间有几个人能合到? 轰, 他正说着, 天空中的第一道雷劫已然蕴满, 轰隆一声劈下。 这是一道蓝色的雷柱, 这雷柱知粗知大, 就算他们在仙夷之地外, 也看得清清楚楚。 锦霄神雷, 还是九霄雷劫? 秦燃皱眉。 这是吉摩柳为了合到, 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 天理不容, 惨绝人寰的是, 但最终渡的天劫, 还是最经典的九霄雷劫。 这很不合理, 为什么他渡的劫那么奇怪? 连记载都找不到。 哦吼! 天劫的威严压迫, 也传到了这边, 这激起追风的血脉, 他不由地朝那劫雷目吼了一声。 他还是未成年虎, 声音乃里乃气的, 虽也有些威严, 但更显得幼稚。 你叫什么叫? 龙七七自然也害怕天劫, 又被追风的吼声吓到, 不由地往追风后脑勺拍了一巴掌。 追风突然被打, 有些不爽, 但他呲了呲牙, 还是委委屈屈地忍了下来。 一道蓝色雷柱之后, 劫于郁郁片刻, 又两道黑色神雷劈下, 劫了一波一波的有条不紊的落下。 秦燃看着雷劫, 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为什么这个雷劫, 是一二三四这样等差数列? 而他的雷劫, 一三九二十七这样的等笔数列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八波天劫, 是八道纯白的玉霄神雷, 玉霄神雷落下, 天地一片大白。 众人虚眼避过之后, 龙七七忽然开口问秦燃, 你有没有发现雷珠越来越像龙了? 他这么一说, 秦燃也发现了, 这劫雷确实像是八条玉龙从空中扑下。 而他们正说着, 天上那正在孕育第九波劫雷的劫云中, 突然有一声龙银响了起来。 啊, 真是龙。 要这样的话, 秦燃就不困了, 这位才对吗? 九霄雷劫有什么意思? 九霄神龙劫才够位? 啊! 天地间又是一声龙银响起, 忽然有金光大作。 秦燃顶着金光细看过去, 看见那边有一条金灿灿的金色巨龙 从天上中张牙舞爪地飞下来, 直接向仙仪之地扑下。 这条龙显然有了某些规则, 秦燃他们在这边隔着渡劫地老远, 但看那金色神龙时, 依旧感觉他如在眼前。 那汹涌澎湃的威严气势, 压得人只想跪下。 哼! 仿佛是星辰坠落地面, 一声闷响从仙仪之地深处传到这边, 地面跟着摇摇晃晃, 像是地震一般。 仿佛过了几百年之久, 秦燃才从那金色神龙的气势下醒来, 不由地赞叹, 道, 好一条神龙! 再过片刻, 天上层云慢慢散去, 天色重新变得清明起来。 天节过了, 这就结束了。 秦燃出声问道, 虽然是九霄神龙节, 有金龙灵士, 但和他的天节比起来, 感觉还是差了一些。 他扶着李诗英慢慢站起来, 看向仙仪之地的方向, 眼睛眯起来。 虽然天节过去了, 但是, 真正的战斗, 好像才刚刚开始。 道国! 他喃喃道, 就算是他情然这般惜命的人, 面对那道国的诱惑, 也经受不住内心的躁动。 而就在他纠结着, 要不要过去看一看时, 有一道形貌奇特的风, 从仙仪之地内吹了出来。 从仙仪之地吹来的风不大, 就是微风, 但是他的样子很奇怪, 看起来像一个在水面扩散的水波纹, 以仙仪之地为中心, 往四方扩散。 小心! 秦然提醒一声, 使气泡变小变厚。 这风看起来诡异, 不知道有什么危险。 但追风却忽然出声道, 那个, 好吃! 秦然向追风看去, 追风正眼巴巴地看着吹过来的微风, 嘴巴张开, 甚至有口水流了出来。 好吃! 秦然直接疑惑, 但他犹豫了片刻, 还是决定相信追风的本能, 收了气泡, 让他们都暴露在微风之中。 而被这微风一吹, 秦然惊讶地发现自己身上的伤势在飞速复原, 战斗了一天的身体暖洋洋的, 疲劳被消解, 有一种清爽的感觉。 这不像是在风里, 倒像是在药狱里。 这, 这是! 吹着风, 他仔细体悟, 不由地惊呼道, 这是生命之力, 是复苏之风。 他又往四下看去, 发现微风所过之处, 那些被是吉摩流所吞噬了的草木, 满地的枯黄都有了复苏迹象。 有青草复苏, 有黄转青, 有树木种子发芽, 飞速长成幼苗。 这确实是复苏之风。 这风哪来的? 秦然心下发问, 然后自己给一个答案, 是天道对此地的补偿。 他向仙仪之地中心看去, 想起河道节最后那一道金色神龙节, 心仪这蓬勃的生命力, 是那道劫雷带来的。 毕竟雷霆是毁灭, 也是复苏。 这是生命之力, 你们快尝试吸收。 他对三个喊道, 不管这生命之风是怎么吹起来的, 对于在这场劫难中存活下来的生灵, 都算是一种莫大的机缘, 或许是数以亿计的生灵死去, 才换来的一场血淋淋的机缘。 李诗英听了秦然的话, 连忙盘坐下, 运转功法, 吸收起这生命之力, 以修复伤势, 增强肉身。 而追风早在秦然发现是生命之力之前, 就已经张大嘴巴, 朝着风吹来的方向, 大口大口地喝起了风, 至于龙七七, 他爬到追风身上坐下, 运转起这些日子偷学到的功法, 也尝试吸收生命之力。 见他们开始吸收生命之力了, 秦然摸出丹药瓶, 收集了些生命之风, 然后也在空中盘膝坐下, 引着生命之风入体, 以滋润体魄。 这场风吹浮了好久, 大约是一场从仙怡之地中心, 吹往整个横断山脉区域的风, 要使整个横断山脉复原。 单风四人组正巧在仙怡之地外, 算是从头吹到尾了, 兽意满满。 微风停息, 秦然站起身来, 握了握拳头, 心下保守估计, 这波风吹得他的肉身素质上了两个等级。 他向边上的三个孩子看去, 李诗英还闭目修炼着, 其实傻徒弟已经醒了, 只是这时他伤势完全恢复, 脑子里想起了一些羞耻的事, 不好意思睁眼。 而追风最早开始吃风, 也最快结束战斗, 这时已经在空中撒泼起来了。 兽意应该是最高的, 她的身体肉眼可见地大了一圈。 要说在这场生命之风的吹拂下, 兽意最小的, 大约要数龙七七了。 这姑娘变成人形之后, 还没有正式走上修行之路。 之前秦然想帮她确认灵根, 以引她入门, 但这姑娘心思太重, 以为她别有所图, 便骂她是怪叔叔, 一次糊弄过去了。 于是在生命之风下, 她只得按她偷学来的功法, 吸纳生命之力, 自然效果甚微。 龙七七看着明显大了一圈的追风, 眼神复杂, 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感受。 一饮一拙啊。 秦然感叹道, 要是龙七七已然开始修行, 以此次生命之风为契机进行筑击, 那她将会是最大收益者, 可最终, 她不过得了个心理安慰奖。 什么意思啊? 龙七七知道这大约是在嘲讽自己, 很不爽地问秦然。 小孩子心思不要那么重。 秦然笑着与她说道。 他们正说着话, 仙仪之地那边忽然有新的动静传过来了。 秦然望过去, 只见仙仪之地中心, 那翻滚着浓浓迷雾之处, 有一颗柳树在光速变大, 它顶出迷雾, 继续往上生长。 很快, 其枝叶便高过了云端, 成为了一颗字面意义上顶天立地的柳树。 它的柳条已然变得极其粗大, 从云端垂下来, 像是天道垂下来的秩序之链, 上帝之鞭。 随着仙仪柳的身形定下, 又有几道顿光从她身下的迷雾穿透出来, 带着各种法术剑气, 向着她攻伐了过去。 仙仪柳将柳条挥动起来应战, 它每一根柳条便是一根秩序之链, 而它仿佛有千万根秩序之链, 站立极其恐怖。 它每一次挥动柳条, 便会有破空之声响起, 隔着几千米远, 也听得清清楚楚。 那柳条所过之处, 又有视线曲折, 四十空间都被她抽弯了, 其攻伐范围之广, 柳条边缘, 仿佛能抽到这边来, 枝端破人的风一叫, 秦燃几人不住后退。 打起来了, 秦燃叹息道。 此前苏长青说过, 视级柳柳会有两个虚弱期, 一个是将柳续全部散出去的那一刻, 因分身太多, 导致本体虚弱, 一个是视级柳柳刚刚杜结成功之时, 它此时必然已经受伤, 也必然没有适应核道期的实力, 其战力也是极低的。 虽然看起来, 还是很恐怖就对了。 秦燃本以为灵丹先宗, 会在前一个虚弱期, 干掉视级柳柳, 没想到是后一个, 他真的很想以最坏的心思, 来揣摩他们这些灵丹先宗来人, 但他真的不敢想他们会献祭, 整个横断山脉区域的生灵。 灵丹先宗, 这真的不是人, 而是仙了。 他们没有一点人性了。 不知道打不打得过, 结果会是怎样? 但秦燃还是得祈祷您长老他们, 能干掉视级柳柳, 因为如果视级柳柳缓过这一波, 必然会造成更恐怖的灾难。 视级柳柳都提前杜劫了, 实力应该更弱才对。 没理由打不过。 敖屋, 追风被视级柳柳的柳条激起兽性, 不由地朝着那边战场, 发出一声唬响。 龙七七吓了一惊, 急忙拿手去舞追风的嘴, 阻止追风笑叫。 但, 他没计较自己的手太小了, 而追风的嘴太大, 他一伸手去舞, 直接把整只手都塞进追风嘴里去了。 哎呀, 你别吵吵。 龙七七骂道, 把那东西引过来了, 打死你。 他从追风嘴里取出湿答答的手, 嫌弃地在追风身上擦了擦。 看了看两个吵闹的小孩, 情然开始纠结, 是直接溜, 还是过去看看。 这场战斗的结果, 可是倒果呀。 他看着那汗天动地的战斗, 那种层次, 稍微泄露点气息, 都能将它拍死。 可是, 那毕竟是河道七的倒果, 这是高阶修士的战斗, 最终, 他开口说道, 也看看吧, 就当增长剑士了。 龙七七若有深意地看他一眼, 没有说话。 那颗贯穿天地的魔柳, 终究还是倒下了。 来自灵南仙中的宁长老, 施展分身神通, 分身变作一个几千米高的巨人, 打穿士极魔柳的千万条秩序之链, 贴身到士极魔柳树干处, 在施法, 变换出一把近千米长的巨剑, 将士极魔柳一剑, 拦腰斩断。 士极魔柳上半截树干栽倒下来, 向着秦燃这边的方向倒下。 那半截树干在半空中, 枝条划过空间, 有呜呜员员的声音响起, 听起来像是哭声, 士极魔柳在哭。 他的树干破开迷雾, 轰然砸在地上, 一时间震得地动山摇, 那迷雾生腾, 空白出好长一条沟壳。 士极魔柳顶端的枝叶, 就从眼前落下去, 隔得很近。 他落地掀起来的巨大气流, 直叫秦燃衣袍裂裂, 几乎站立不稳。 他看着被盗卷的迷雾掩盖的是极魔柳树干, 有一种填土埋焚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心下忽然有些悲凉。 明明这棵树为了河道, 吞噬了整个横断山脉, 制造了无数杀结, 用恶魔来形容它, 会显得恶魔很不够资格。 可是就是这样一棵杀生魔术, 魔柳,魔鬼, 叫秦燃觉得悲凉。 如果把视角拔得足够高, 高到自然的程度, 高到天道的层次, 就会发现, 士极魔柳吞噬生灵, 只是这世间的正常规律而已。 就像狼吃羊, 虎吃牛, 老鹰抓兔子, 绝对不能说狼, 虎, 鹰, 有什么错。 这也是为什么士极魔柳的天节很正常。 因为在天道看来, 士极魔柳做的事情合情合理, 只是从人道看来, 士极魔柳罪恶滔天。 可是啊, 士极魔柳做了再多的恶, 变得再强, 强到河道, 也不过是棋局里的一颗棋子, 只是灵南先宗用以培育到果的棋子而已。 再挣扎, 也翻不出灵南先宗的手掌心。 他置于灵南先宗, 亦如香蕉树置于农家。 该摘果实了, 就随手将树砍了而已。 哎。 秦然叹了一口气, 按下身形, 静迷雾去, 与李诗英三人道。 你们再次不要动, 我去去就来。 静迷雾, 找到士极魔柳的树干, 一只柳条收紧乾坤袋, 以作纪念。 这就是修仙世界的另一个恐怖之处了, 任人修为再高, 也得警惕自己是不是更高修饰布局中的棋子。 秦然刚刚收好柳枝, 还没有下一步动作, 迷雾深处就有人冲了过来。 从迷雾出来四人, 有男有女, 有三人背上附件都停在士极魔柳枝端之上, 俯视树下的秦然。 未附件的是一黑袍青年, 他贺问秦然, 你是何人? 到剑门秦然, 虽然这青年看起来是青年, 但他的修为气息远在秦然之上, 恐怕是原因期修饰, 而以原因计算, 那么他就是个几百上千岁的老妖怪。 面对这种人, 秦然的姿态放得很低, 老老实实回道, 晚辈恰好在迷雾外面, 剑士极魔柳倒在这里, 好奇心使然, 过来看一眼。 到剑门, 黑袍青年冷笑一声, 又喝道, 是极魔柳, 岂是你等小辈能看的? 没有自知之明的东西。 说, 你是不是剑了倒果? 这人言语中的厉害来得莫名其妙, 秦然皱眉, 忽然注意到另外三人一女两男都背负着长剑, 不由得心下一沉。 无银剑宗。 少在外面活动的他, 这时才反映过来这四人的身份。 也只有无银剑宗的人会无缘无故地针对倒剑门的人。 因为这两个宗门同在横断山脉中, 宗门性质又相同, 平日里没少发生碰撞。 晚辈怎会剑到倒果这种东西呢? 秦然当下便开始计较跑路方案, 对面四个原因期那是真的打不过。 你说没剑到就没剑到。 黑袍青年呵斥道, 过来让老子搜一搜, 搜了身才能证明你的清白。 眼见这人得寸进尺, 是一点余地都不留。 秦然知道今天怕事不好善了。 他忽然笑起来, 道, 我说没剑到就没剑到。 秦然的态度忽然转变, 变得不卑微了, 叫那黑袍青年很不爽。 他骂道, 小小金丹修士, 还敢在老子面前嚣张。 便抬手一引, 一把短小的飞剑自他体内飞出, 一剑快如闪电, 向秦然飞去。 这飞剑很快, 但快不过苏长青的剑气, 秦然精准地抓着时机, 身形一引一显, 便是飞剑自他身体中穿过去了, 而他毫发无损。 无垠剑宗的原因就这水平。 他抓紧时间嘲笑, 又道, 莫说我没有剪到道果, 就算我剪到了道果, 那也是林南先宗的。 就算林南先宗不要, 那也是我的。 关你们几个老不死的什么事。 他这一通嘴炮AOE惹恼了其他人, 那个粉衣中年妇女形象的女修士 一把把背后的剑拔出来, 朝秦然道, 道剑门的人本事不大, 口气不小。 晚辈只是想到一个问题, 几位前辈莫非是想私下吞了林南先宗的道果吗? 秦然笑道, 正好我与林南先宗的人相识, 可以与他们细说。 无垠剑宗四人的面色顿时沉下来, 眼底色彩明灭不定。 最终, 想到那半死不活的宁长老, 四人对视一眼, 有了答案。 飞袍青年笑起来, 向前一步, 那把飞剑飞回他指尖, 滴溜溜地旋转。 他与秦然说道, 真是个蠢货, 本也只是想戏弄你一番, 没想要伤你性命。 没想到你这小辈不识好歹, 非要把剑命留在这里。 秦然一点也不慌, 一点也不恼, 很有礼貌地浅笑一下, 向这四人问道, 杀我, 你们配吗? 狂妄。 那粉衣妇女持剑往前一点, 便有粉色雾气壮的剑气向秦然刺去。 这一剑飘摇而去, 那道剑门的小子顿时被吓傻, 不敢动弹, 被直接一剑刺中了, 就这呀。 粉衣妇女不屑道, 于是, 那道剑门的傻小子身形一闪, 化作一滩水落到了地上。 都说你们不配了。 秦然的声音忽然在远处蒙蒙雾气中传回, 这无垠剑中四人一惊, 什么时候替换了分身? 他们细看过去, 却也看不见秦然。 被细耍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黑袍青年头发冲起来, 将手中的飞剑抛上半空, 忽悠便做一把杖许长的巨剑, 他就要向秦然声音传来的地方飞去。 你不会这么笨吧? 声音所在, 就是真身所在。 秦然绩效的声音又从另一个方向传来, 他还好心提醒道, 比起我来, 你还是注意注意你们后面吧。 有惊喜哦, 堂堂原因修饰, 竟被一个小小的金丹漆修饰几次戏弄, 这黑袍青年气得肺都炸了。 他不管不顾, 飞剑只展秦然声音传来的方向。 他这飞剑飞出去, 还没传回消息, 他边上的粉衣妇女突然开口喊道, 张师兄, 黑袍男子回身, 看一眼粉衣妇女, 再顺着他的视线往身后看去, 只见他们身后, 远处迷雾浓处, 有好些高阶妖兽, 沿着是吉摩柳的树干, 向他们这边来了。 那些妖兽, 没有低于五级的, 什么五尾妖狐, 什么金文云豹, 什么银背魔源, 什么七彩吞天蟒, 那只五尾妖狐朝他们问道, 你们把盗果藏哪里去了? 妖兽的感知觉, 总是要比修士的强许多, 其实在世吉摩柳的白色柳絮灾难越演越烈之时, 横断山脉深处的高阶妖兽, 就已经察觉到了危险。 有很多高阶妖兽, 在那时, 就已经撤离横断山脉。 这其中的代表妖兽是, 追风他妈。 所以, 那个雷雨夜中, 到底是玄冥灵虎在猎杀玉雷独角牛, 还是玉雷独角牛, 在奉命追杀玄冥灵虎, 其实是搞不清楚的。 当然, 他们兜的最终结果是, 追逃到了道剑门, 追风他妈是逃跑失败的案例, 但有更多的高阶妖兽, 是成功逃走了的。 成功逃走了的代表妖兽有, 与秦燃两次会面的五尾妖狐。 狐族从来是狡猾的代名词, 他们自然早知道厉害, 提前开溜。 五尾妖狐第一次见到秦燃和李世英流落横断山脉, 是在他跑路途中, 第二次遇到秦燃渡劫, 是他溜到横断山脉的边缘雪山了。 他是准备借雪山的地势, 观察横断山脉的时局变化, 方便他做出合理应对。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会有这么多高阶妖兽出现在这里。 所以说, 只要是智慧生物, 那都是有贪欲的。 贪婪, 不是人族的特性。 高阶妖兽是有很高的智商的, 他们或许不会说话, 没有系统的语言, 但他们确实有很高智商。 这些高阶妖兽知道危险, 知道是吉摩柳会吞噬整个横断山脉以河道, 同时, 他们也知道机缘, 知道是吉摩柳河道之后会有道果, 渡劫之后会变得虚弱。 简而言之, 不只是人类修士想着简陋, 这些逃脱了是吉摩柳控制的高阶妖兽也在想着简陋。 甚至, 他们是处于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黄雀卫, 在人类修士解决了是吉摩柳之后, 最后出来抢夺胜利果实的一方。 面对无尾妖狐的结问, 黑袍张姓青年感觉有些耳熟, 似乎, 他在几秒之前问了一个金丹修士同样的问题。 风水轮流转, 这么快就转回来了。 他有点想笑, 向五尾妖狐反问。 你们也想要道果。 智商高, 不一定会说人话, 像五尾妖狐这样掌握多种交流方式的, 显然就是这群妖兽的发言人了。 不要用问题回答问题, 他笑起来, 就算是狐狸身, 也有相当的妩媚美感。 我问你道果呢? 然而张姓青年很不给他面子, 吃笑道, 山野妖兽, 也有资格染指天才地宝。 人类在进行物种分类时, 说的都是人类和其他生物, 自然而然带着一股文明生物的傲气。 这种傲气融进了人类血脉, 修士一开口说话, 也是妖兽, 妖精, 妖怪, 而不是具体的狐妖, 猴妖, 狼妖, 也是自然而然有一种高傲态度。 这种高傲态度, 在人类与其他生物时, 仅凭文明二字就有足够资本, 但在修士面对妖兽时, 修行和文明这些东西就不太够格了。 说明白些, 就是修士在普通的妖兽面前装一装, 是可以的, 但在传说中的神兽仙情面前时, 该低调还是得低调。 因为人类修士不一定有别人聪明, 打起架来也真的不一定有人家厉害。 特别是普通修士面对到神兽仙情时, 就要格外小心, 格外低调了。 至少, 眼前这四位无音箭宗的修士在面对到拥有神兽九尾狐血脉, 且化形成人又修行到原因期的无尾妖狐时, 他们是真的没有资格高傲。 于是见这张姓男子如此居高临下的态度, 无尾妖狐很不高兴, 开口说道, 先咬死他们, 之后再做检查。 他身后的十几只高阶妖兽便起起落落, 将无音箭宗四人飞速围了起来。 担心迷雾外的三个傻孩子会有意外, 秦然在摆脱那张姓男子之后, 不敢耽搁, 静止出了迷雾, 找到他们。 李诗英在秦然进迷雾之后就不再装了, 他满血复活, 跟追风玩闹了起来。 现在秦然见出来, 他多少有些尴尬, 想起自己在伤众时说的那些话, 做的那些事, 脸不自觉红到了耳根。 还好秦然没有刻意提及, 他看到李诗英醒了, 没有多说什么, 只问道, 没出什么事吧。 于是, 李诗英又多少有些失落, 偏过头去不说话。 是龙七七回答了秦然, 道, 没有。 又问他, 里面是什么情况? 高阶妖兽和无垠剑宗的人打起来了。 秦然说道, 为什么? 为了道果。 道果是什么? 秦然达到分神和道后的道横果实。 普通的道横果实在修士死亡后, 会像金丹一样快速消散在天地间。 但是吉摩柳是树木成金, 他的道果不会轻易消散, 会像果实一样留存, 是一类极其罕见的天才地宝。 你为什么不要道果? 抢道果的都是高阶修士, 高阶妖兽, 至少原因期, 我没有资格。 像你这样富有算计的人, 会没有资格。 龙七七不信? 你没想过浑水摸鱼? 秦然沉没, 其实他还有后手, 比如在山谷那里, 还有一枚他师父炼制的劫雷丹, 还有好几枚地岩丹。 迷雾中有用过一次的镇文石。 但, 这些后手都不够看, 至少不足以保证, 他们四人的安全。 镇文石是什么? 镇文石, 是一种铭刻有基础镇纹的特殊石头, 一定数量的镇文石放在一起, 将基础镇纹随机排列组合, 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镇法。 秦然在这迷雾中一共丢下了九枚镇纹石, 可以布置一些不大不小的镇法, 比如激活捷雷丹的小无象镇。 现在情况太过复杂。 我看无鹰剑宗那肆无忌惮的做法, 恐怕您长老杀是吉摩柳, 杀得并不轻松, 一定受伤严重。 而无鹰剑宗这么做了, 那么其他两个宗门也一定会这么做。 秦然与龙七七分析道, 所以算上陵南仙宗残存的修士, 联合起来的高阶妖兽, 在这小小的迷雾之中至少有五方势力。 势力越多, 越好浑水摸鱼。 龙七七回道, 你是在担心我们吗? 也确实有这一方面的考虑, 秦然点了点头, 道, 这里太危险了, 你们的修为太低, 我们先回到剑门。 龙七七很不想承认自己, 拖了后退。 她说道, 我们可以自己回去, 她停顿了一下, 又说道, 我们留下, 或许还帮上忙。 我们还是回去吧。 秦然摇头, 龙七七大气, 但不好再说什么。 秦然换过李世音和追风, 以气泡将四人都罩住, 当作飞行法器, 载着四人往道剑门飞去。 而这气泡刚刚飞了没多久, 远处高空便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迎着飞了过来。 黄飞鱼带着田文景到了镜前, 与秦然说道, 师叔, 富贵险中求。 游戏刚刚开始, 你怎么就要回去了? 道果自然是极好的, 但命显然要更重要一些。 还是稳一点好。 秦然道, 他很惜命, 不想留下来。 他发现, 黄飞鱼转变成火之后, 性情变得张扬了, 火爆了。 之前的黄飞鱼是一个情商、 智商、 天赋和城府都拉满了的天骄式的人物。 现在的黄飞鱼, 秦然打亮一番他深周的火焰, 却仿佛真的变成了火, 像火一样暴躁异暮, 没了城府和智商。 师叔, 人生一世, 何必那般谨慎小心, 猥琐如鼠。 黄飞鱼道, 如你这般活着, 就算苟且千年, 万年, 成仙成道, 又有什么意思呢? 这话说得极其没有礼貌, 几乎就是在骂秦然, 胆小如鼠了。 秦然的, 脸色有些不好看, 但他没有发作, 只说道, 谨慎些好。 师叔明明不过二十来岁, 却仿佛百岁老头, 无趣的紧。 黄飞鱼摇头。 黄飞鱼前面的话, 李诗音没有听出来什么骂人的, 但后面这一句说, 师父老, 无趣的话, 李诗音却是听出来了。 他皱眉看着黄飞鱼, 道, 师兄要去自己去救世了, 哪来这么多婆婆妈妈的话。 不知道是被女人说, 婆婆妈妈难堪, 还是被年轻人说, 谨慎胆小更难堪。 反正黄飞鱼是一时美好再张嘴说话。 见傻徒弟帮自己出气, 情人心下暗笑, 转头看向田文景, 问道, 你也要去吗? 田文景是很犹豫的, 高气傲了, 现在的他对自己的天赋实力有数, 能勉强找准自己的定位。 他知道自己只是助击中期, 那种化神期, 原因期所参与的战斗, 不是他该染指的。 但是, 他没有回答秦燃, 转而看向了黄飞鱼。 像见风这种人丁兴旺的风脉, 师父教徒弟, 是不可能像秦燃教李诗音一样, 什么都事无巨细地安排, 什么都尽量做到最好, 更多的是任其自由发展。 像田文景, 他拜入山门的这两个月, 师父也不过见了两面而已。 这两个月来, 其实都是黄飞鱼在待他, 这很像大学时期的班主任, 四年下来也没见几年。 又因为田文景其实喜欢黄飞鱼, 所以, 就算是这种事情, 他都下意识地寻求黄飞鱼的决定。 这也不敢, 那也不敢, 那为什么不直接死了呢? 黄飞鱼的性子是真的变了许多, 他说道, 好男儿当之三尺清风, 力不时威名。 谈劫歌, 踏天而行, 轰轰烈烈才好。 这话说卓却有些男儿气度, 英雄气概。 但情然是两世为人, 前世华夏几千年的璀璨文明, 名言仅具无数, 他听得多了。 现在听黄飞鱼这般说, 心下不起波动。 他反而笑起来, 搬出曹老板的话, 道, 负英雄者, 胸怀大志, 富有良谋, 有包藏宇宙之机, 吞吐天地之智者也。 这曹老板的话, 比那黄飞鱼的话, 要高出许多水平, 黄飞鱼听了, 心中一阵激荡, 他几乎就要问此英雄者, 谁能当知, 但他看到了秦燃脸上的笑, 知道, 这其实是在调笑自己。 他的脸色顿时一沉, 他没有脸色, 只是头上的火焰气息往下压了压。 他哼了一声, 不想再与秦燃说话, 当先绕过秦燃, 与田文景道, 我们走。 师叔, 回见。 田文景向秦燃行义礼, 便随黄飞鱼飞去。 看着这两人的待人处事与之前刚好对调了, 秦燃心下感觉有些微妙。 等等, 他出声喊住田文景, 师叔有何事吩咐? 田文景温声问道, 秦燃从乾坤代理取出一颗镇纹石递给田文景, 说道, 这是镇纹石, 我在仙仪之地留了九块镇纹石, 以此块镇纹石可以控制那九块镇纹石成镇法。 可我不懂镇法。 田文景看着手里的镇纹石犯难了, 或许黄师只懂。 秦燃道, 他又教与田文景一套硬诀, 我在试吉摩柳树根下留了数颗丹药, 以此硬诀课启动。 丹药? 田文景不懂, 大类浮露、 神雷浮和天火浮一般效果。 秦燃道, 田文景有些明白了, 把硬诀记在心里。 这两人继续往迷雾而去, 当他们走到迷雾前方的时候, 身前迷雾忽然一通汹涌波动, 一个身影从中倒飞了出来。 黄飞鱼一惊急忙拉过田文景避开, 心意是有人提前对他们出手了。 只是那个身影倒飞出来, 也不受控制, 静止砸断了四五颗粗大的枯树, 再摔在了地上, 且入第三尺。 黄飞鱼细看过去, 发现那深入泥石三尺的身影, 是一个绝世白衣女子。 她容颜惊逝, 红唇带血, 能让天下所有男人都觉得惊心动魄。 她是谁? 黄飞鱼这样, 已经不具有那种俗世功能的男人, 都忍不住在心下惊问道。 无尾妖狐, 秦燃发现身后的动静, 回身过来, 看见地上那个过于完美的女人, 立马就认了出来。 这张脸她见过, 而且绝不会忘记, 男人只要看过这张脸, 那就绝不会忘记。 为什么会是她被打出来? 秦燃不解, 她出来的时候, 夭壽一方不是绝对的优势吗? 李诗英发现不对劲, 假装不在意地问道, 师父你认识她吗? 谈不上认识, 秦燃还猜测着迷雾中的情形, 没有注意李诗英的样子, 随口回答道, 只见过两次。 有一次, 还是他们一起见的, 只不过李诗英在睡觉。 哦, 李诗英放下心来, 龙琪琪偷偷看一眼李诗英, 不免为这个傻孩子担心, 也太好应对了, 那五尾妖狐自地面爬起身, 往周围巡视一圈, 忽然看见不远处的秦燃, 眼睛一亮, 大喊道, 请公子救我。 在五尾妖狐对秦燃的认知中, 秦燃这伙好色, 胆小, 奸诈, 狡猾, 是他现在的最佳的求救人选了。 胆小好色就意味着会救他, 奸诈狡猾, 就意味着能救他。 当然, 秦燃怎么可能救他? 在秦燃看来, 他与这五尾狐不过见了两次面, 名字都不知道, 凭什么要救他? 他便要直接回绝, 然后他忽然发现, 李诗英的眼色有些不对。 嗯? 不对? 你那是什么眼神? 秦燃不知道为什么慌乱, 急忙与李诗英解释道, 我是真的不认识他。 他话音刚落, 那五尾狐化型的绝世美人, 直接向他飞来了, 眉眼可怜, 与他祈求道, 公子, 我得了道果, 快跑。 秦燃乱了, 满脑子问号。 他很想说, 姐姐, 我们真的不熟。 然而, 他还来不及说话, 迷雾那边, 又砰砰砰地飞出来二十几道身影。 这些身影有人有兽, 有男有女, 气息都极为恐怖, 没有地狱原因出妻的。 这些身影一出来, 都气势森然地盯着秦燃这边看, 他们的眼神, 真能杀人。 我说他敢思抢到果, 原来是有人接应。 有人冷笑道, 秦燃是男人, 会喜欢貌美的女人, 但秦燃确实不是个好色的人, 美色和危险, 他分得很清楚。 面对那朝他扑过来的人间绝色狐狸精, 他果断侧身避开, 转而向那些眼神能杀人的原因妻前辈们礼貌道, 我不认识他。 三个傻孩子让开路, 把五尾狐妖暴露在那些大佬面前, 表面跟五尾狐妖划清界线。 哎? 还有男人能顶住自己的头怀送抱? 五尾妖狐有点猛圈。 他看看秦燃, 看看自己, 一时有点不自信了。 不过很可惜, 秦燃有意划清界线, 有人却不想放过他。 他方才遇到的无鹰剑中四人还活着, 只是受了些伤, 其中的粉衣妇人冷笑出声道, 你不认识他, 他会第一时间找你求救。 我看你定然是假装不认识他, 实则在暗地里搞小动作。 这点小计谋, 瞒得过我等法眼。 秦燃向他看过去, 这妇人粉白的脸上被什么妖兽挠了一招, 已然破了像, 有些猙獰味道了。 而这妇人的心肠本来就不好, 这一下破相了, 整个人看起来显得阴毒。 秦燃在心里以啊对对对回应他, 但他开口说是, 晚辈确实不认识他。 我们是在回宗门的途中, 被这妖狐劫了前路。 前辈信也好不信也罢, 我们这就离开, 一点也不会耽误你们捉妖。 哼, 耽误我们? 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又一个人开口说话了, 秦燃看过去, 正是方才被他戏耍的张姓黑袍男子。 这人也受了伤, 且更重一些, 他侧妖被什么东西洞穿了, 迟迟无法复原, 留有一个洞在那里, 能从前面看到后面。 张姓男子说道, 小小一个金丹修士, 竟敢大言不惭地说这些话, 分明是没把我等前辈放在眼里。 我看, 就是欠教训了。 修仙界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虽说有一定的规矩, 但这规矩是实力差距而变化的。 如果实力差距过大, 那么规矩就可以不存在。 原音修士跟金丹修士就是这的差距。 虽说没有到原音挥挥手, 就能灭金丹的程度, 但寻常时候, 原音修士确实可以不正眼瞧金丹修士。 由此, 再加上盗谷的诱惑, 这群原音修士也根本不想与秦燃多说废话。 一个金丹修士, 杀了也就杀了。 一看对面众人的反应, 怕是要直接动手了。 秦燃心下一沉, 知道不好脱身了。 他斜眼去看五尾狐, 却见那只狐狸精擦干净嘴角的血, 朝他幸灾乐祸地笑。 妈的, 这真算是无妄之灾了。 便有一只五级大妖龙穴苍云雄高大的身影排众而出, 他仰头怒吼一声, 脚踏在地上发出咚咚咚沉闷的声音, 骇人的气势叫秦燃汗毛都竖起来了。 追风! 忍住啊追风, 他听到龙七七的声音, 往边上看过去, 看到追风被那五级低等血脉的妖兽 激起玄冥陵虎的高等血脉的骄傲, 身上的白毛都竖起来了, 就要反吼回去, 龙七七死命捏住他的嘴巴, 他没能吼出来。 龙七七小小一双手按住追风大大一张嘴, 这画面看起来很有些猛感, 如果不是在这等剑拔弩张的生死危机时刻。 何师兄! 不管那两个小家伙, 秦燃抱拳朝对面高声喊, 对着一个须发揭白的老头行礼, 道, 我与这五尾妖狐确实不相识, 我也无异于道过, 只想回到剑门去。 不知何师兄可否看在同门的份上, 放我们回到剑门? 那何师兄者正是道剑门戚风手作何道光, 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跟道剑门的掌门太上长老一起行动, 此时正与几个秦燃不相识的散修站在一起。 他本来正冷眼旁观秦燃仕途三人被顺手抹杀一事, 忽然听到秦燃出声点自己的名, 眼里闪过一丝不耐。 但两人确实是同门, 要是不说点什么就太不到意了。 于是他出声说道, 这位道友确实是我道剑门修士, 还是单风手作, 各位何妨看在道剑门的面子上, 放他离开。 道剑门还有单风? 有人笑问道, 道剑门的单风是干什么的?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大约是知深谷的人。 种些药草, 炼些丹药。 何道光回道? 哦, 炼丹的呀。 那个人了然地点头, 心下暗道, 看来更不能放过了。 两人这么言谈两句, 说着说着便不再说话了。 秦燃看得直皱眉, 这就没了。 同门一场, 低头不剑抬头剑, 求他救命, 他就真的只出言说一声。 听身后的人并没有商议出结果, 那只龙雪苍云熊早忍不住了。 再吼一声, 猛然扑了过去。 你这所谓的同门, 一点也不念秦义啊。 那五尾妖狐娇媚调笑, 秦燃摇摇头, 终究是靠人不如靠己。 他看向那扑过来的龙雪苍云熊, 眼里忽然有光芒一闪, 铜树幻界启动。 五尾妖狐看得惊奇, 问道, 你还会幻数? 苍云熊跑着跑着, 忽然发现前面的人不见了。 他顿时停下, 在原地摸了摸脑袋, 在左右一看, 发现那人原来已经跑到身后去了。 他大怒, 胆敢戏弄他老熊, 便更暴躁地朝那边扑过去了。 然而, 他这拨扑去的位置, 却是无垠剑宗张姓男子的位置。 你这畜生, 发什么疯? 张姓男子又惊又怒, 一边躲避, 一边唤出飞剑, 斩向苍云熊。 他们这一打起来, 张姓男子周围的无垠剑宗修士, 便朝苍云熊攻过去。 进而其他妖兽开始支援苍云熊, 场面顿时陷入混乱。 你得了几颗稻果啊? 秦燃抓紧时间, 问五尾妖狐。 五颗, 五尾妖狐答道。 秦燃看他眼里变化, 心里有数, 便大声道, 把稻果给我。 这妖狐猜到了什么? 不情不愿地, 从胸前那深不见底的沟壑里, 挤出五颗里子大小的透明晶体。 这些晶体, 每一颗中间都封印有一枚白色柳絮。 秦燃的眼睛很难移开妖狐胸前的沟壑, 直到李诗英嗓子不舒服, 一直干咳, 他才回神, 一把将五颗道果抢过来。 这道果不激活就是普通的玻璃珠子, 秦燃拿着也感受不到什么能量波动, 但, 好像有些温热。 这叫他闻到了什么奶香味, 一时心里有些荡漾, 甚至忍不住激动。 妈的, 不愧是狐狸精。 他心下暗骂, 又花了好大定力, 才叫彻底清醒。 秦燃施法, 换出二十几个气泡, 与对面的原因修饰数量相同。 他让气泡都漂浮到空中, 将那气泡在阳光下闪烁七彩光运, 十分显眼。 他举起手中的道果, 朝混乱的对面喊道, 这就是你们要的道果。 都在这里。 他喊完, 将手里的道果猛地扔出, 都向空中的气泡扔去。 一晃眼, 五颗道果被扔进五个气泡中。 这边的原因修饰看过去, 却发现那二十几个气泡内, 每一个气泡里都有一颗道果。 去吧。 秦燃高声道, 去找你们的道果。 他话音一落, 那些气泡便如同子弹一般, 朝着不同的方向传射出去。 这些原因修饰本来就是四五个势力的混合, 在道果被五尾妖狐骗走之前, 他们还在打声打死。 直到道果被五尾狐一人拿走了, 他们才联合着追出来。 这种简单的联合, 自然也会被简单地拆散, 在道果被气泡带着飞远的那一刻, 他们的简单联合就瞬间化为烟尘。 也都不必装什么好人了, 瞬间私下伪装, 都像自己认为的真的妖单追去。 不过短短几秒钟, 此地便变得一片清静。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真的太奸诈, 太狡猾了。 五尾妖狐竖起大拇指, 向秦燃赞道。 别废话了, 赶紧跑路吧。 秦燃看都不看他, 安排骑礼适应遇见, 追风遇风, 龙七七骑虎, 一封四口抓紧时间全速跑路。 飞到半空, 秦燃想了想, 还是回头去看一直在边上看戏的黄飞鱼和田文锦, 说道, 你们也赶紧跑吧。 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或是回到剑门避灾, 或是继续去找, 可能还有的是吉某柳道果。 他说着, 又想起一事, 换出气泡将田文锦全身裹住, 提醒道, 那物有毒, 不要轻易接触。 黄世纸, 你是火形态, 就不必了。 小心! 他做最后道别, 回身飞起, 和李世音三个傻孩子一起往道剑门去。 飞了好一会, 秦燃忽然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 回过头, 看着那道白色的绝色身影, 不解问道, 你怎么还跟着我们? 像你这样的阴险狡诈, 肯定是只男狐离精。 五尾妖狐说道, 我觉得你很有潜力, 给你的机会, 做我的男宠。 秦燃一时反应不过来, 姐姐,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但他还没说话, 前面的李世音就停下了。 这小妮子踩在剑上, 插着腰, 杀气腾腾, 他看着五尾妖狐, 凶巴巴地说道, 你这狐狸精, 好不要脸。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狐狸精。 五尾妖狐点头, 给李世音展示了一下自己的五尾狐状态。 碰到这种无赖打法, 单纯的李世音张张嘴, 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了。 不知廉耻。 还是龙七七犀利, 他不愧为毒蛇, 骂起人来一句比一句毒, 像你这样的, 都是荡妇, 贱货, 没有人要。 龙七七把五尾狐的真面目沉塑了一遍, 五尾狐便感觉自己被骂到了, 恨恨地瞪眼龙七七, 嘴音道, 我又不是人, 不在乎你说的那些人类的礼仪价值观。 可我们家手作是人, 你这样的妖艳贱货, 是配不上我们单风手作的。 龙七七的战力恐怖如斯。 嗨嗨, 秦燃颇为不好意思, 急忙打断他们的骂战, 提醒道, 说话就说话, 不要停下来好不好。 几人又才继续飞。 说正经的, 你跟着我干嘛? 秦燃又问五尾妖狐, 什么男宠的, 肯定是玩笑话。 五尾妖狐回道, 你为了逃命, 把我的盗果, 全部献祭出去了。 我不跟着你, 跟着谁? 你要陪我盗果? 陪你盗果? 秦燃只觉得, 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是你找上我们的。 你带陪我们精神损失费。 而且, 全部盗果。 他的眼睛看向五尾妖狐的大胸, 冷笑道, 你怎么可能只有五颗盗果? 五尾妖狐仿佛受到了侵犯一样抱住胸脯。 我救了你, 这是切实的事情。 盗果这种东西, 以你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占有。 你能得到一颗两颗, 完全足够了。 秦燃道, 我救了你, 还让你拥有了盗果。 你可不要不识好歹。 秦燃看得很清楚, 于是五尾妖狐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将眼睛低溜溜的一转, 就直赖皮地跟在秦燃身后, 不说话。 又飞了一会, 见五尾妖狐还在身后, 秦燃便问道, 怎么称呼? 图山幽幼。 五尾妖狐回道, 或, 图山? 秦燃惊叹, 还真是九尾狐。 他又问道, 我很好奇, 我走之后, 又发生了什么, 主要是你怎么做到的? 能把所有人的盗果都搞来? 哎呀, 图山幽幼很不好意思, 说道, 就, 那样, 那样, 那样了。 秦燃脑子里冒出问号, 哪样, 哪样, 哪样啊? 图山幽幼扭扭捏捏捏, 就是不说。 秦燃恍然, 这恐怕涉及到这图山幽幼的私密了, 什么天赋神通, 特殊术法之类的, 他便不好再问。 一行人再往前飞一会, 然后又停下来了。 没办法, 他们还是被原因修士追上了。 在他们前面, 站着一个原因修士, 正是刚才发动嘲讽技能的支身谷修士。 他站在那里, 看着秦燃讥笑道, 你骗得了别人, 骗得了我吗? 秦燃不慌不忙, 当先走出, 回问道, 我骗你什么了? 其一, 你刚才没有丢出全部的五颗道果, 你手里还有道果? 这支身谷修士说道, 其二, 他看向图山幽幼, 问道, 你手里还有几颗道果? 图山幽幼脸色微变, 回道, 我手里哪还有道果? 秦燃的面色平静, 支身谷修士看不错端倪, 但图山幽幼他, 只看一眼, 便知道自己猜中了。 于是他笑起来, 抬头望天, 仿佛一切竟在掌握中, 悠然道, 道果拿出来吧, 本作可饶你们不死。 你说, 秦燃显得很淡定, 向这人问道, 这世界总有人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那个, 但最终这个世界总会告诉他们, 世上总有更聪明的, 于是那认为自己最聪明的人往往是最愚蠢的。 你说, 你是不是最聪明的那个? 支身谷修士不答, 问道, 你想说什么? 你都知道他手里还有道果了, 你说别人知不知道? 秦燃问道, 支身谷修士脸色顿时微变, 向四下望去。 这一望, 便望见不远处, 有一个原因修士飞过来了, 支身谷修士直接沉默。 紧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不多时, 此处便有十几个原因修士了, 将秦燃等人围在中间。 看, 秦燃笑道, 大家都是聪明人。 图山悠悠缩到他身边, 拉了拉他的衣角。 若若问道, 先不要纠结聪不聪明的问题了, 这么多原因修士围着我们, 我们怎么跑? 我们不用跑。 秦燃回道, 啊? 图山悠悠愣住了, 等死吗? 不, 秦燃摇头, 问道, 你看这么多的原因修士, 有灵南先宗的人吗? 有道建门的人吗? 难道他们不是聪明人? 图山悠悠这才反应过来, 世纪魔流倒下之后, 他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灵南先宗的人了。 他忽然感知到什么, 向横断山脉深处的方向看去, 那边, 还有人来。 那边来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而是一群人, 一共八个人。 这八个人, 一个化神七, 四个原因七, 三个金丹七。 加上此地原本就有的二十几个原因七, 这使人产生了一种错觉, 仿佛这世间已经原因遍地走了。 实则, 这二十几个原因七, 基本就是横断山脉区域全部的原因七修饰了。 这来的八人, 秦然都认识, 或者说, 都演书。 道建门四人, 以掌门古月明为首, 其身后都是太上长老, 灵南先宗四人, 以宁长老为首, 其身后是三个灵南先宗弟子。 秦然记得, 道建门的太上长老不止三人, 也不知道是没来还是死了, 还是做其他事去了。 他也记得, 灵南先宗一共来了六个弟子, 除了苏长青生死, 白若曦失踪, 宁长老身边应该还是四个弟子才对, 看来那个弟子大概率是死了。 这八个人飞过来, 在宁长老强大的实力压迫下, 场上众人无人敢动作, 都目送他们进来。 宁长老在与世纪摩柳战斗中, 应该是受伤了, 但他现在衣冠整洁, 面色红润, 丝毫看不出受伤的样子。 但正因为如此, 秦然判定这老家伙一定受伤了, 而且还很严重, 宁长老大战过, 还是越级战斗, 不可能完好无损, 但他装的无损, 那说明他需要掩饰受伤严重的事实, 以此威慑在场的二十几个原因期修士。 要知道, 现在这里有横断山脉三大宗门的顶端战力, 妖兽阵营的高阶妖兽, 陵南先宗弟子, 散修阵营的高阶修士, 一共是六个势力。 如果强行算上丹丰和屠山幽幽的话, 那就是七个势力。 可以说, 场面极度混乱。 宁长老不装一装, 很可能镇不住。 是你做的。 宁长老过来, 第一句话就是向秦燃结问。 其他人或许听不懂, 但秦燃一听就知道, 是在问他以雷杰丹影视吉摩柳提前杜劫的事。 他行义里, 回道, 事情是我做的, 但也不是我做的。 宁长老笑了, 但秦燃并不能从他脸上感受到笑意。 秦燃知道, 如果他接下来不能给宁长老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 那么他今天很可能会死。 解释解释, 宁长老道。 宁长老,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金丹七修士, 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的。 秦燃不紧不慢, 但苏长青不是普通的金丹七修士。 哦? 宁长老皱眉, 苏长青, 他忽然有不好的预感, 要引誓吉摩柳提前杜劫, 这么大的事, 秦燃确实做不到, 但如果加上苏长青的话, 事情就变得合理了。 但是, 苏长青为什么要做呢? 他可是灵南先宗核心弟子。 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虽然他天赋足够高, 但毕竟只是金丹七, 苏兄以身殉道, 逆眼分神之法, 将是吉摩柳的柳絮全部消除。 然后我才在他的嘱托下, 引动了劫雷丹, 秦燃给了他答案。 不好的预感成真了, 宁长老的心跌落深渊, 脸色大变, 顿失形态, 他不敢置信地贺问, 长青以身殉道了。 苏长青修行的功法是道经, 苏长青的目标不是成仙, 苏长青这等人, 是要成道的人。 就算是在灵南先宗这种宗门里, 苏长青那也是独一档的天才, 所谓爵士。 而这样的弟子, 要是死在了这种小试炼中, 那是会引人笑话, 引人唏嘘的。 宁长老, 绝对会被问责。 什么化神七大能, 什么是吉摩柳道果, 在灵南先宗眼里, 都远不如苏长青重要。 如果苏长青死了, 那宁长老也离死不远了。 苏兄仁义, 心怀天下, 见不得万物受柳絮之苦, 以此舍生取义。 这等高洁精神, 为我所敬佩。 秦然道。 宁长老哪里还听得见秦然的话, 他已然陷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 他红着眼看向秦然, 不说话, 只抬手一掌, 此方天地顿受压迫, 一个天地大势凝成的手印, 向秦然拍了过去。 这是化神七的一掌。 宁长老。 秦然想不到宁长老会直接出手。 他为气势所压, 抱贺出声, 尝试向宁长老施展换剑, 但化神七修士不比原音七, 化神七修士已有原神, 根本不会受他的幻界一丝影响。 宁长老又怒哼一声, 秦然双眼受窗, 血泪横流, 倒飞而出。 场上一众原音修士, 受迫于天地之势, 被手印逼开, 纷纷让开, 空出入镜, 叫那手印独向秦然拍去。 李诗英一道剑气批出, 被大势反噬, 直接受了伤。 清梦如水。 秦然闭着眼睛, 以最快的速度, 换出那道独特的防护盾。 镜花水月, 又有无数道分身从他身体里爆出, 守在他身前。 如梦似幻。 这就是秦然的施法速度, 在化神修士一掌之下, 他能在瞬息之间施展出四种神通术法, 在最后时刻将自己完全变成水形态。 只是, 金丹七与化神七之间的差距是多少? 天与地, 云与泥, 所谓天窃。 秦然的最强防护盾, 被那手印一处击碎, 紧接着的几十道与本体实力相差不大的分身也迅速破碎。 那天地之势凝结而成的透明手印几乎没受到阻碍, 结结实实的一巴掌拍在了秦然身上。 秦然应声而碎。 师父! 李诗英神魂惊惧, 哭喊出声向秦然冲过去。 但龙七七一把拽住他的衣袖, 喊道, 你不要冲动。 李诗英再一用力将衣袖撕开, 继续飞向秦然。 师姻! 停下! 秦然的声音忽然传过来, 李诗英这才停下来了。 那边破碎的秦然艰难重组, 勉强变回秦然的样子。 他脸色苍白, 于李诗英道, 我没事。 他还向李诗英安慰地笑了笑, 然后才向附近看戏的原因修士喊道, 你们不是要盗果吗? 您长老那里有数不尽数的盗果, 要多少有多少。 这些原因修士有所异动, 但无人敢动。 谁不知道您长老那里盗果, 但那也要打得过呀。 秦然继续说道, 他连我都打不死, 你们还在等什么? 好像是这个礼, 化神七打金丹七, 如果不能一招秒, 那一定是化神七出问题了。 缺少脑子的妖兽一方顿时按捺不住了, 有兽后连连都向宁长老冲去。 畜生嘎尔尔! 宁长老大怒, 分神所化的分身换出, 成百余米大小, 应战众妖兽。 然而, 他确实受了重伤, 精神都不集中了, 被龙血苍云熊轻易近身。 那苍云熊一熊掌拍出, 直将宁长老本体拍飞数百米之远。 你们再不出手, 道谷就是妖兽的了。 秦然又一声高鹤。 这些原因修士, 见宁长老居然会被苍云熊近身拍飞, 顿时知道宁长老的伤势确实严重, 又听秦然所言, 心下有些焦急。 便见无垠剑宗修士, 当先仗剑而出, 直向宁长老杀去。 谁替我拦住他们? 我以道谷相报。 便又有修士, 前往拦截无垠剑宗, 杀宁长老夺到果的, 护宁长老为到果的, 本就有恩怨的。 一时之间, 此地便几十个原因期修士, 展开了混战。 天上白云被撕碎, 地上山石被移平。 真是打得天昏地暗。 仅是战斗余波, 便足以轻易搅碎一般的金丹修士。 而在这混乱战场的边缘, 情然被李世英抱着。 他身上有无数裂纹在一直延伸, 叫他向强行粘合起来的碎瓷器, 随时会再次碎成碎片。 他的血不要钱地往外喷, 伤势怎么也愈合不了, 将他和李世英都染红了。 那是化神七出手, 他哪里接得住? 先走。 秦然一张嘴就是血, 但还是与李世英等人说道。 李世英哭成了泪人, 抱着他起身, 但已经昏了头, 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走。 走啊。 屠山悠悠过来, 一手抱一个, 将李世英和秦然揽在怀, 直往远处飞去。 追风快跟上。 龙七七连忙跳到追风背上, 与追风说道。 不用龙七七说, 自己爸爸被人拐走了, 追风自恃尽自己最大的力, 带起狂风, 向屠山悠悠追了过去。 身后就是圆阴战场, 有飞剑与束法之色横飞, 有肉身与神通威能碰撞。 搅动风云, 天塌地陷, 不再成为形容词, 而是一种切实的场景。 屠山悠悠一手抱着秦然和, 一手拽着李世英, 背离着圆阴战场远去, 他不敢有半点回首探寻的心思。 不知道飞了多久, 飞出了多远, 他忽然听得李世英的哭泣声, 师父! 师父! 又喊他, 停下, 我师父不行了。 屠山悠悠这才停下, 他向秦然看去, 发现秦然身上均裂开的无数伤口, 再也止不住, 再疯狂地裂开, 其触目惊心, 仿佛下一刻, 秦然就要碎裂成无数尸块了。 他浑身染上了秦然的血, 但也顾不上, 往四下一看, 找了座荒山飞过去, 在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 将秦然放下。 师父, 李世英哭着, 跪倒在秦然身侧。 但他只看能秦然, 却不敢伸手去碰秦然, 因为现在的秦然, 恐怕碰一下就碎了。 以金丹之躯, 应接一计分神大能的神通术法, 还能撑到现在, 秦然应该觉得自傲。 他现在就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他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临近了死亡。 死亡, 那是一个极黑极深极冷的深渊, 但那深渊里有无限的诱惑, 叫人想要沉沦, 死亡深渊, 那让人舒服。 这就是死亡。 秦然心想, 原来我是要下地狱的。 他慢慢看向, 已经哭成累人了的李世英, 想做个微笑表情, 但做不出来。 不要, 哭。 他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听到他说话, 李世英急忙忍住哭泣, 只留着泪抬头来看他。 你是, 女, 剑, 仙。 秦然的声音微弱, 但他一字一句, 你是, 李, 师, 英。 他想起自己二十年平淡如水的生活, 想起两个月来惊险刺激的生活。 师父, 不后悔, 收你, 为徒, 他做最后的遗言, 但是, 你要去找到你哥哥, 带着他一起回家。 不要报仇, 不要再踏足修行见。 你回北楚去, 你会是一个女将军。 秦然的话越说越流畅, 但声音却越来越小, 他身上的裂缝越来越大, 但流出来的血却越来越少。 是, 师音, 他想说点什么? 但最终没有说。 他闭上嘴巴, 只拿一双明亮而温柔的眼睛看着李师音。 师父, 李师音看着那一双眼睛, 席而被触动, 他知道秦然想说什么。 他不断轻声呼唤秦然, 不断呼唤, 希望那一刻不要来, 晚来一些。 忽然他开始歌唱, 因为师父说他唱歌很好听, 时容于以微动兮, 智慧可呼的缘。 一似静而寄远兮, 若将来而复玄。 千余而请玉兮, 愿静心之泉泉。 怀真亮之清晰, 足与我西相难。 陈家词而云对西, 土芬芳其若兰, 依旧是楚辞。 他的歌声依旧清澈优美, 十分悦耳动听, 与他的一般的粗鲁形象完全不一样。 死在傻徒弟的歌声里, 也是一种幸福。 秦然想, 他分明露出了一丝微笑, 然后无力地闭上眼睛。 李师音感受到秦然已经停止呼吸了, 他也不由地窒息, 他跪坐下, 眼面哭泣。 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有人拉动他的衣衫, 他抬起头, 向来人的方向看过去。 追风龙七七,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追上来了, 追风就蹲坐他身边, 看着秦然, 面露忧伤, 也在哭泣。 龙七七在追风边上, 他看着秦然, 面色复杂, 屠山悠悠还没走, 还在这里。 而除了他们, 这里还有一个人,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白若曦。 拉他衣衫的, 正是白若曦。 让一让, 白若曦对他说道, 李诗英一愣, 迅疾惊喜, 问道, 你能救我师父? 姑且一世, 白若曦道, 他还不能死, 我师兄的是只有他知道。 李诗英连忙起身, 将位置让给白若曦, 又见追风一大驼蹲在那里碍事, 连忙踹了他一脚, 叫他也让开。 白若曦站在秦然身边去, 朝屠山悠悠招了招手。 做什么? 屠山悠悠不解。 道国。 白若曦道。 没有。 屠山悠悠道。 没有。 白若曦问。 没有。 屠山悠悠摇头。 没有就算了。 白若曦道, 便转身要走, 还以为你有道国。 相信你们, 已经用普通的丹药试过了, 毕竟他就是炼丹师, 但是没有一点用, 对吧? 现在只有道国可以救他了, 道国的力量, 可以消除您长老的分神之力, 可以为他重塑肉身。 可以趁他灵魂未散, 可救他一命。 屠山悠悠迟疑, 问道, 你能使用道国? 他虽然, 搞到了很多道国, 但说实话, 他并不会用。 自然能。 白若曦回道, 我们为道国来, 若是得到道国不会用道国, 岂不惹人笑话? 确实是这个道理, 屠山悠悠想了想, 便从自己胸前的沟壑里, 再挤出一颗道国来。 他拿着道国递给白若曦, 极为心疼, 道, 这可是我最后一颗道国了。 嗯, 白若曦敷衍的点头。 他接过道国, 拿在体物一番, 确定是真的了, 才以法力使道国悬停在秦燃上空, 又运转法力, 接出几个硬诀, 都打到道国上。 忽然道国亮起光芒, 叫其他人不敢直视, 不得不避过去, 等光芒暗去了。 他们再看过去, 发现那像玻璃珠一般的道国, 外面的玻璃体, 已经消失不见了, 只有那里的柳絮还存在。 而柳絮下方的秦燃, 其肉身之上的分神之力, 已然被消除。 白若曦在施法, 使着白色柳絮飘下去, 一直飘到秦燃肉身里, 最终消失在他体内。 秦燃的肉身, 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愈合了起来。 片刻, 秦燃身上的裂痕完全恢复, 只有血迹还在身上, 表明他此前受过的伤, 但他还没有醒过来。 好了吗? 李诗英看到秦燃身上的伤势复原了, 急切问道。 嗷呜, 嗷呼, 追风也朝白若曦吼两声。 他刚才的确是已经死了, 只不过是他灵魂足够强大, 还没有消散而已。 白若曦说道, 现在是肉身复原了, 但灵魂苏醒, 还需要些时间。 需要多久? 我不知道。 白若曦摇头, 屠山悠悠还很冷静。 他与白若曦道, 你与我直言, 他死了没有? 还能不能再醒过来了? 没死, 只是没活过来。 白若曦道, 我也会守着他, 我还想知道我师兄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诗英在秦燃身旁蹲下, 抱起秦燃的手, 默默祈祷。 此处原本是原始森林的一部分, 是吉摩柳的柳絮过去, 变得一片荒芜。 直到生命复苏之风吹过, 此地才有几朵绿芽。 这一行人, 在这荒山停留不久, 便商议着一起去到剑门担风。 而在他们飞往道剑门途中, 忽然感觉横断山脉深处有一洞, 都回头去看, 便看见高空之上, 有无数的如同颤毛一样的枯枝在挥舞, 在那树枝之间, 还有无数彩蝶, 煞雪龙骨。 白若曦认出那枯枝, 忍不住皱眉, 不知道那边又起了什么变化。 秦燃在黑暗中沉沉浮浮, 他伸出手看不见五指, 向上看不知道多高, 向下看不知道多深。 他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轻飘飘的, 迷迷糊糊的, 混混沌沌的。 黑暗中, 他不知道飘了多少时间, 忽然听到远处有声音, 那声音隔得太远, 他听不清, 他下意识地往那声音飞去。 那声音会停下, 他便停下, 那声音在响起, 他继续往那声音飞。 不知道飞了多久, 他听得那声音在喊师父, 师父。 他不知道是谁在喊, 他不知道在喊谁。 又在黑暗中飞了许久, 他忽然听见那声音说师父, 师鹰好想你。 师父, 师鹰。 他浑浑噩噩的脑袋, 有些清醒了。 他记得他有个徒弟, 似乎有个叫李诗鹰。 那声音断断续续地响, 他断断续续地飞。 他听见那声音说, 师父, 我们回到丹丰了, 丹丰的动物和树木都死了, 狐狸精和白若曦跟着来了丹丰。 哦, 李诗文也来了, 还有他的兵。 丹丰一下子好热闹。 师父, 白若曦说你没死, 但有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醒过来了。 师父, 师鹰相信你会醒过来的, 就算你一直不醒过来, 师鹰也会一直照顾你。 师父, 师鹰今天想做饭给李诗文他们吃, 但是师鹰还是不会做饭, 又出酒了。 师父, 师鹰想给白若曦和屠山悠悠修建房子, 向你给追风和七七弄的那个, 但是我不会, 最后是李诗文他们搭了的临时帐篷。 师父, 黄飞鱼和田文景今天来担疯了。 我觉得黄飞鱼有点不正常, 他好像疯了, 田文景跟着他, 没有了主舰, 好危险。 我觉得, 之前没有黄飞鱼的文景要更好。 师父, 师鹰今天去了主峰, 听说掌门在横断山脉受了伤, 闭关了。 据白若曦说, 您长老死了, 那天那么多元英修士, 死了好几个, 好吓人。 白若曦说, 事情麻烦了, 灵丹先宗肯定会派人来处理这件事。 师父, 悠悠好像想在丹风住下来, 他在后山打了个狐狸洞, 说以后就是后山就是他的地盘。 师父, 师鹰从今天开始学习炼丹, 一定要炼制出将你唤醒的丹药。 师父, 师鹰还是等你醒了, 再学炼丹吧。 师父, 今天我又开始挖壶了。 现在师鹰很厉害, 很快就会把壶挖好。 师父, 等你醒了, 就会看见丹风的壶。 师父, 这个壶我想叫师鹰喜剑壶, 你觉得好不好? 师父师父师父。 师鹰成功了, 师鹰今天做的饭菜, 李诗文说, 很好吃。 师父你快醒醒, 师鹰做给你吃。 师父, 李诗文今天回去了。 他说, 他要回都城授法, 因为他没有守护好横断山脉。 我觉得, 不关他的事。 他要我跟他一起回去, 我没有, 我还要照顾师父。 师父, 白若曦今天, 为七七摸根骨了。 他说, 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差的根骨, 七七明明是毒, 火霜临根, 哪里差了? 虽然两根临根都是夏萍, 师父, 我觉得, 他太打击七七了。 要是师鹰也会摸骨就好了。 师父, 我今天看书了, 但睡着了。 师父, 今天有个气风的师姐来丹风, 他好温柔好漂亮哦。 他修炼的是木系功法, 说要帮丹风恢复植被, 师鹰要是也那么温柔就好了。 师父, 虎已经挖好了, 你什么时候醒来? 师父, 追风现在越来越凶了, 看见谁都要咬, 每天也不着家。 师父, 你再不醒来, 追风就要离开我们了。 师父, 七七说他得了修行功法, 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修行。 师父, 七七好像也想走了, 秦燃随着那声音一直飞, 越是靠近那声音, 他就越是清醒。 他逐渐清醒, 便逐渐恢复记忆, 他知道自己是秦燃, 他知道说话的人是他的徒弟李师鹰。 他听着傻徒弟每天跟他说话, 分享着日常, 分享着想法。 他感觉他从来没有离他这么近过。 秦燃从来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从一开始就垂涎徒弟的美貌, 但因为是师徒, 他又一直很克制, 不敢太亲近, 尽量保持距离。 这段时间, 他感觉从没有如此美好, 如此平静。 果然, 女人才是男人永恒的家。 说实话, 秦燃很想就这样一直睡下去, 这样美好闲静的感觉, 让他着迷。 但他知道不行, 正如女人是男人永恒的家一样。 男人也是女人永远的依靠。 他有了家, 也要这个家有所依靠。 他向那声音奋力前行, 很快在黑暗中看见了光, 他继续向光前行, 那光变大, 再变大, 秦燃睁开眼睛, 看见天花板, 看见前面衣柜, 看见书架, 这是他的卧室。 他转过头看, 在床边, 有一张太师椅。 太师椅上, 有一个双手抱着大不投书的少女。 少女并没有看书, 少女在睡觉。 秦燃看着少女的脸, 发现比他死前要轻茧许多, 脸蛋上嘟嘟可爱的婴儿肥都快消失了, 也不知道他近些日子来吃了多少苦。 他是见眉性眼陶腮, 薄唇被齿穷鼻, 他飞飞跳跳的野丫头样秦燃见得多了, 但这样的闲静温雅秦燃却见得少。 他活泼时候有活泼时的好, 安静时候有安静时候的美。 秦燃看着他, 心里很踏实美好, 不自觉地笑, 于是他知道, 他是真的真的很喜欢这丫头。 看了很久, 这丫头也没有醒。 他真的好爱书, 一眼也舍不得看, 他好温柔, 秦燃哭死。 毕竟不能一直躺着, 秦燃运转法力, 疏通体内气血, 然后手按床颜, 准备起身。 但他感觉自己还没用力, 床颜就突然凹下去, 疑快了。 他坐起身来, 看着自己的手, 有些疑惑, 怎么自己死了一回, 肉身还变强了? 话说他们怎么把自己救活的? 秦燃小心翼翼地起床, 开门来到外边走廊, 抬头看, 看见的是熟悉而陌生的丹风。 熟悉不必说, 陌生的原因是, 植物都没了, 只有些才生长出的嫩芽。 丹风啊! 他伸了个懒腰, 惬意感叹。 过境千番皆不适, 未有丹风醉仪人。 李诗英终于醒了, 准备继续看书, 但忽然间发现床上的师父没了。 他心下一惊, 猛地起身, 回身就要拔剑, 却发现外面走廊站着的, 是那个他熟悉的身影, 师父。 他尖叫一声, 直往前一扑, 扑到了秦燃怀里。 事情就是这样, 小木屋前, 方桌边, 秦燃与白若曦说道, 你是了解的, 以我的实力, 必然不可能威胁到你师兄, 更何况, 要他施法阻止是吉摩柳。 是你师兄见不得万物凋亡, 才强行阻止那漫天柳絮的。 我也是在他的指示下, 才引动劫雷丹的。 稍微想一下就知道, 像我这种恶劣的人, 是不会有那种救苦救难的慈悲心怀的。 只有你师兄, 那等天之骄子才会有。 我知道了, 白若曦点点头, 他知道秦燃说的是真的, 因为他是了解他师兄的, 知道他师兄是什么人, 知道他师兄有什么实力。 特别的, 要阻止是吉摩柳的柳絮, 他也想不出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阻止。 就算是宁长老, 他可以打赢河道的士吉摩柳, 但他也无法阻止已经扩散开的柳絮。 你能相信我就好。 秦燃松了一口气, 他在死亡状态下听到师兄说过, 宁长老已经死了, 灵南先宗会派人来调查这一整件事。 那么, 还在这里的白若曦就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了。 只要搞定白若曦, 等灵南先宗追查下来, 有白若曦在, 相信灵南先宗不至于对他怎么样。 这是一张方桌, 秦燃和白若曦在两边对坐着, 秦燃这一方还坐着李诗英和追风。 而在方桌的另外两个方向, 一边坐着萝莉花的龙七七, 一边坐着狐狸花的涂山悠悠。 秦燃扫一眼, 发现这一桌竟然有一只虎, 一只虎, 一条蛇, 没注意, 单风变成了动物园。 那场园英混战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他向那只漂亮的五尾白狐问宝。 涂山悠悠嗷嗷地叫两声, 才发现自己是狐狸形态。 他正准备变化人形态说话, 白若曦开口说道, 煞雪龙骨在最后关头出来收割了战场, 杀了包括宁长老在内的十一个人, 抢走了绝大部分道骨。 秦燃有些惊奇, 被煞雪龙骨收割了? 他继而觉得疑惑, 他怎么敢呢? 他曾败于世纪魔流手下, 没想到他竟成了最大赢家。 他倒也不是为了自己。 白若曦说道, 他是为了那只彩蝶。 那只彩蝶又是哪位? 白若曦解释道, 世纪魔流吞噬了仙师, 灵魂为煞雪龙骨所护, 煞雪龙骨是要用世纪魔流的道果来祭奠那句被世纪魔流吞噬的仙师。 煞雪龙骨跟那仙师还有这一层关系? 秦燃笑起来, 还TM是个三角关系。 其中内情具体如何? 我无从得知, 是师兄之前与我讲过一些。 白若曦道, 但最后的赢家到底是谁? 还不一定, 他仿佛若有所指, 那句仙师是灵魂仙宗的仙师, 煞雪龙骨的道果也是用于祭奠仙师。 何况, 他也没有杀害灵魂仙宗的弟子, 还将所得的道果分了仙宗弟子一些, 护送他们离开。 所以, 灵魂仙宗最终还是得了大部分的道果。 道果, 秦燃沉吟片刻, 问道, 我的伤使用道果治疗的吧? 嗯。 秦燃的视线扫过那只五尾白狐, 又道, 此次道果到底有多少刻? 不清楚。 白若曦摇头道, 不过跟我师兄生死的事情比起来, 道果只是一件小事, 多余少已经无所谓了。 而我师兄的事情如何, 还得等我回去再说。 你什么时候回去? 今晚就走。 这么急? 白若曦看秦燃一眼, 道, 我可以不急, 但仙宗会很急。 仙宗急起来, 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秦燃觉得几倍发凉, 笑道, 那还是急一点好。 他转换话题, 问道, 死的十一个都是什么势力的人? 道剑门死了几个? 多半都是些散修, 道剑门一个, 知深谷三个, 无垠见踪一个, 还有您长老, 剩下的都是散修。 白若曦道, 知深谷为什么会死三个? 秦燃好奇, 这就是所谓的用资源, 单要堆出来的原因修饰。 这时是下午, 秦燃躺到椅子靠背上, 抬头看了看天色, 笑道, 那你可以吃个晚饭再走。 晚饭? 白若曦沉吟起来, 看一眼李诗英, 不动声色道, 修行之人, 不贪图口舌之欲。 秦燃看他的样子, 顿时明了, 去看李诗英, 问道, 你不是说, 你已经可以做出好吃的东西了吗? 啊? 李诗英一愣, 师父, 你可以听到我说话? 他的脸顿时红了, 因为他以为秦燃是听不到自己说话的, 所以说了不少女儿家的私密话语。 可, 秦燃有些尴尬, 抢笑道, 没关系, 今晚我来下厨。 下午时候, 秦燃在木屋前练拳, 跟追风打闹, 以熟悉自身的力量。 而李诗英被白若曦带着去了湖坑底, 说战斗, 说叫他申法。 旁晚, 秦燃寄出自己的烧烤架, 将自己的烤肉香料拿出来, 来了一顿露天烧烤。 李诗英请白若曦喝汽水。 烤肉辣椒配汽水, 对白若曦来说, 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体验。 因为这世界没有辣椒, 也没有汽水。 他或许吃过各种山珍海味, 但他绝对没有吃过辣椒, 喝过汽水。 追风那个憨憨也不痴迷自己的渊源了。 这货就蹲在秦燃边上, 秦燃烤一块, 他吃一块, 烤多少吃多少, 直到其他人没吃的了, 才发现他的恶劣行径, 把他赶走。 他被落得满山跑, 又跳到河里去洗澡。 丹丰正热火朝天地喝着汽水吃着烧烤, 又忽然来了两个人, 一个黄飞鱼, 一个田文景。 田文景是试过秦燃的手艺的, 眼见恰好赶上丹丰的晚餐, 很有些高兴, 现在是火元素形态, 说得清楚一点, 他就是一只火元素精。 探极生物, 关于基里的一切, 都离他远去了。 他来到秦燃边上, 帮着秦燃烤肉, 倒也专业对口。 听说灵南先宗此次来横断山脉, 一方面是为了是吉摩柳, 黄飞鱼丢一团火到烤肉架里, 漫不经心地说道, 另一方面是为了收徒, 发现灵铁。 师叔知不知道, 火大了。 秦燃提醒他一句, 然后才回道, 知道。 灵南先宗到处割韭菜, 每到一个宗门, 都顽命地发现灵铁。 黄飞鱼控制了一下火的温度, 说道, 先灵铁也不是谁都发的。 你要先灵铁? 秦燃问道。 嗯。 秦燃看一眼田文景, 压下声音, 问道, 你要几张? 黄飞鱼不说话。 文景不论是资质还是实力, 都达不到拜师灵南先宗的标准。 秦燃道。 黄飞鱼沉默两久, 终于说道, 一张就行了, 事业, 星辰满天, 秦燃坐在屋顶, 摸出玉笛, 吹响了记忆中的高山流水。 李诗英坐在他身边, 抱着膝盖, 摇晃着小脑袋听。 白若曦在河边整顿身形, 遇见而起, 于夜空中回头, 向秦燃抱拳道, 秦兄, 回见。 然后消失在星空之下。 一曲弊, 李诗英问秦燃, 师父, 这是什么曲子? 我怎么从没听过? 这是秦燃摸索几个月的音律之后, 像模像样吹出来的第一首曲子。 这叫高山流水, 秦燃笑道, 师父给你讲一讲中子妻与薄牙的故事。 第二天一早, 追风早早炫完四寿丹, 直接跑出门去了。 当时, 秦燃正坐在灵槐树下看书, 追风跑去出的风带起他的书页。 他按下书页, 向追风的背影看过去, 那个皮实的身影最终消失在枯木林间。 他去干嘛? 他问李诗英。 李诗英在木屋前练剑。 我也不知道。 他摇头道, 追风这些日子天天跑出去, 早上吃完饭出门, 要到晚上才回来。 秦燃计较一番, 现在丹风之上能对追风造成威胁的生物大概不多了, 便不再多问任由着追风去。 追风现在差不多四个月大小, 是一只少年玄冥灵虎。 但它已经有普通老虎的亚成年大小了, 目测一下得有一百多斤。 除了体型, 追风还有修为。 妖兽的修行方式与人类的修行方式不同, 它们重肉身而轻法力, 关于法力, 它们就只有简单粗暴一颗妖丹。 追风因为跟着秦燃, 除了肉身修行之外, 还加强了法力, 简单换算。 追风现在应该已经接近驻击后期了, 是丹风三傻中, 实力最强的。 除了修为, 追风还有多种天赋神通。 而追风都有些什么天赋呢? 此处做一下简单总结。 第一, 掌控黑暗, 这是玄冥灵虎的本命, 天赋神通。 这个天赋于秦燃和李诗英 住建回来的那个晚上觉醒。 这小家伙因为拆了家, 害怕被秦燃责罚, 然后在李诗英的怂恿下, 离家出走了。 他跑到森林中, 被妖兽一顿胖揍, 最后在生命危机时刻, 血脉觉醒了。 第二, 踏风, 这是虎族的固有天赋。 有的虎会觉醒, 有的虎不会。 在秦燃渡劫的时候, 为了从避风之下救出秦燃, 追风觉醒了踏风天赋, 掌控避风。 第三, 控魂, 同样是虎族的固有天赋。 有的虎会觉醒, 有的虎不会。 这同样, 是为了在天结下, 就秦燃的狗命, 追风觉醒了控魂天赋。 而且, 不是一般的制造猖鬼, 而是对魂魄有一定的控制力。 第四, 尾巴分身, 追风的特殊天赋。 小家伙悄悄觉醒的, 秦燃还不知道。 这个天赋, 可以使追风把自己的尾巴变成分身。 这个分身, 可以融入影子中。 综上, 从修为, 从肉身, 从天赋, 追风, 都不是一只智慧卖蒙的猛虎。 而是一只让妖兽恐惧的猛虎。 秦燃该担心的, 不是追风, 而是单风的小动物们。 不再去管追风, 秦燃继续研究单风的护山大阵。 这个大阵, 他研究好几个月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搞出来, 确实是有点难搞。 他本来是, 搞出一套了的, 但那套阵法, 要三个阵机, 清源石, 阵灵木, 和灵螺玄金, 然后他没买到灵螺玄金, 步不了。 现在他去不了灵仙城了, 灵螺玄金是搞不到了, 所以他只有另搞一套阵法, 一套不需要灵螺玄金的阵法。 或是换一下阵机, 以已经有的宝物做阵机。 已经有的宝物, 想到这里, 秦燃忽然把自己的九州顶换出来, 缩小在手上, 然后从中倒出一枚稻果来。 这枚稻果, 是他从屠山悠悠那里, 要来的五枚稻果之一。 其中的四枚, 都被他扔出去诱敌了, 这一枚, 被他偷偷魅下了。 能不能以稻果为阵机? 他想, 他玄机摇了摇头, 稻果做事能做阵机, 但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不会用。 这稻果看起来, 就是一颗普通的玻璃珠, 大约只有用特殊的手段激发, 然后才能使用。 收起了稻果, 秦燃又取出他最后, 去截取下来的柳枝。 他把柳枝拿在手上, 看着树枝, 想了好一会, 脑子忽然有个奇怪想法, 普通的柳树, 可以通过插柳枝的方式传宗接代, 是吉摩柳可以吗? 师父, 这是那个, 边上的李诗音收了剑, 看见秦燃手中的柳枝, 连忙问道, 那个是吉摩柳吗? 嗯嗯嗯嗯, 秦燃点头道, 是吉摩柳不是死了吗? 这是一段是吉摩柳的柳枝。 秦燃道, 我想试着栽种一下, 栽在哪里? 湖边。 说到这, 秦燃下定决心, 还是试一试。 他起身去研究楼里, 搞了些阵法材料出来, 整理着, 配置着, 用以湖底的静置, 和阵法的材料。 湖底要加固, 要布阵, 然后再引湖水下去, 中午时候, 追风回来了, 带着一身伤。 当时秦燃正在湖底测量数据, 想着怎么布阵, 就听见追风在湖边喊, 吼, 爸爸, 饭。 他抬头去看, 看见追风一个纯白色的猫猫头, 被人打出了几道瘀青, 抓出了几条血痕。 你那是怎么了? 他指着追风的脑袋问宝。 追风摇摇头, 不说话。 秦燃放下测量工具, 从湖底跳上来, 检查了一下猫猫头上的血痕, 大约是某种鸟类妖兽抓出来的。 他摸出丹药, 捏成粉, 给他敷上。 你天天跑出去, 是去找人打架了? 我的, 地盘。 追风说道, 他被要疼得直摇头, 连蹭秦燃大腿。 秦燃直接给他一巴掌, 笑骂道, 什么你的地盘? 我的地盘。 看不出来, 这只大猫的领地意识还挺强, 这么小的年纪, 就想要掌权了。 按人类的年纪来算, 追风现在也就十岁, 也就是说, 一个十岁的皇帝想要掌权了, 这只猛虎竟然这般争强好胜。 秦燃一边检查他身上的伤, 一边碎碎念叨, 吃了饭就跑, 直到饿了才回来。 怎么? 家里是饭店啊? 哦, 你还会回来睡觉? 看来家里是酒店, 现在就整天不着家, 要是再大些, 是不是就不回来了? 他说着, 忽然觉得生气, 给他上药时便多用了些力, 又问道, 怎么说? 打架打赢了吗? 追风被疼得呲牙咧嘴, 但还是很乖巧, 没有乱动。 听秦燃这么问, 他那张猫猫脸上立马有了得意, 仰起头, 狐狸虎气地吼道, 赢了。 看他得意, 秦燃不爽, 又给他一巴掌, 骂道, 赢了就不得了了。 你看你搞得这一身伤, 丹药不花钱啊。 猫猫头便委屈地低下去, 饿料吃什么? 四寿丹, 零瘦肉。 秦燃给他上完药, 问道, 猫猫大大的眼睛一亮, 高声吼道, 烤肉。 哪有功夫天天给你烤肉? 秦燃踹他一脚, 带着往木屋走去。 秦燃从冰箱里, 取出两块灵气浓郁, 品质上好的瘦肉, 给追风丢到盆里。 追风吃了两口, 很不适应, 朝秦燃熬熬叫, 还撒娇, 爸爸, 秦燃不惯着他, 斜眼问道, 你们玄冥岭虎一脉, 是不是都自己生火做饭, 吃熟食的? 猫猫很委屈, 趴在饭盆前, 拿舌头舔肉, 靠舌头上的肉刺一点一点地吃。 或许是因为被秦燃骂了, 追风下午没有再跑出去。 他吃完肉肉后, 来到湖坑边趴着, 看秦燃拿着各种奇怪的测量工具 在湖底跑来跑去。 他趴了一会后, 忽然发现自己边上多了一只 睡眼心疯的白色狐狸。 这狐狸毛色纯白, 有五条毛茸茸的尾巴, 很漂亮, 也趴着, 看着湖坑底。 他很有礼貌地朝狐狸吼了一声。 嗷, 屠山悠悠懒洋洋地打着哈欠, 随意地回了追风一句。 一虎一虎都趴在湖边, 一边是粗大有力的虎尾, 一边是毛茸茸的可爱的虎尾。 它们的体型又一般大小, 还都是纯白色, 看起来竟相得一张, 有几分契合。 龙七七在灵槐树上看到这一幕,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心下觉得酸楚, 他喃喃自语, 明明是我先来的。 嗷, 五尾白狐向玄明灵虎问道。 不阵。 玄明灵虎回道, 五尾白狐便沉映下来,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不一会, 他人立起来, 变做婀娜妖娆的爵士女子形象, 然后向湖底, 秦然问道, 你还会不振? 秦然回头, 看到湖岸边的白色丰润曲线, 那是太过美丽的风景, 他不自然地一开视线。 挥一点点, 他回道, 屠山悠悠眼睛一亮, 问道, 你教我怎么样? 你想学阵法? 秦然问道, 我还想学很多呢。 阵法, 炼药, 炼丹, 诗词, 歌副, 秦奇, 书画, 我都想学。 屠山悠悠道, 秦然向他看一眼, 看他那副好学的模样, 记起智怪传说中的狐妖。 那些狐妖, 一是很喜欢勾引书生, 二是很喜欢伪装成学子, 混入学堂读书。 两者都与读书有关, 看来狐妖这个种群, 真的很好学。 教你没有问题。 但你想学的那些, 每一个方面都博大精深, 就算只在一门深入, 也需要投入无数心理。 阵法之道尤慎, 他与屠山悠悠道, 我的智力不算差, 但研究阵法近二十年, 也不过堪堪入门。 没关系, 我可以慢慢学。 屠山悠悠从懒散变得有干劲, 那是一副要一门一门地 把所有知识都学完的架势。 他从湖坑上跳下去, 到秦然边上, 问道, 追风说, 你在布阵, 这是在布阵吗? 都要做什么? 他身上自带有一股迷人异乡, 秦然有些顶不住, 悄然侧身过去, 回到, 测量距离, 以规划阵纹的大小和分布, 测量灵气浓度, 以更改阵法的相应位置, 测量灵气, 地势走向, 秦然一边侧, 一边为屠山悠悠讲解。 他也不是小气的人, 屠山悠悠要学, 他便与他详细讲说。 而屠山悠悠确实很好学, 他听得很认真, 于是又香又润的身体, 不自觉地和秦然靠得很近。 目屋前, 李诗英练剑结束, 收剑来到追风边上, 来看他敬爱的师父, 结果, 他看到他师父和那只狐狸精 在那里浓情蜜意, 肩肤淫妇。 李诗英的怒火, 顿时蹭蹭蹭往上冒, 他咬着牙, 恨恨道, 那明明是我师父。 趴在他边上的追风, 忽然觉得冷意逼人, 空气中有一道道无形的剑气 在到处乱窜, 叫他瑟瑟发抖。 爸爸, 好恐怖啊。 秦然因神识足够强大, 显传来, 急忙看过去, 正看见李诗英眼里 冒出紫色的星辰火焰, 又有一道道剑气在弥散。 蹭! 李诗英把清新剑拔出来, 那剑上仿佛有宇宙深处的 极寒星辰在闪烁。 他高声问, 师父, 你要看看我的剑是否锋利吗? 秦然瞬间慌了, 他回道, 我只是在叫他阵法。 什么叫欲盖弥彰啊? 他一说出口, 就感觉不对劲, 他本来就问心无愧, 是在叫阵法。 而且, 上面那个还是徒殿, 他究竟在害怕什么呢? 要解释什么呢? 可! 想到这, 秦然神情一宁, 变得很正经, 然后他从乾坤代理 摸出一本阵法基础详解, 地语图山幽幽, 严肃道, 这是阵法的基础知识, 你先拿去读一读, 等把这本书读透了, 再开始研究阵法。 嗯, 虽然有无数正当的理由, 但男子和大丈夫, 能屈能伸, 有时候该耸还是得耸。 图山幽, 幽幽接过正法基础详解, 这是一本又大又厚的书, 很重, 他差点就没拿稳。 他又翻开书页, 看见上面密密麻麻地, 写满了像小蚂蚁一样的字, 直叫他演化。 不是, 要看完这么厚一本, 才能开始学习正法。 他翻了翻厚厚的书, 怀疑是秦然在敷衍他, 不由问道, 这要看到什么时候去? 这本书, 我断断续续地看了五年, 秦然道。 图山幽幽仔细看了看秦然, 发现他不像是在说谎。 好吧, 看来真的要看这么一本书, 他只得任命, 垂头丧气地拿起书, 转身往湖边飞去。 看图山幽幽走了, 秦然松了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他也什么都没做, 但就是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图山幽幽飞上湖岸边, 翻开正法详解, 一边走一边看着。 狐狸精? 这时, 他忽然听见边上有人在咬牙切齿地骂他。 他觉得莫名其妙, 看过去, 对骂他的人李诗英点头道, 没错呀, 我就是狐狸精。 不要脸, 勾引原家师父李诗英又道。 图山幽幽闻言上上下下打量一番李诗英, 只把李诗英看得不好意思了, 才嘖嘖嘖地叹气摇头, 继续前走。 他离开湖边, 走到木屋前槐树下, 在鞦韆上坐下。 图山幽幽翻开树在膝盖, 抬头看见林槐树上有一条粗大的毒蛇在对他吐性子, 有着十分的恶意, 他觉得莫名其妙, 说道, 我本来就是狐狸精, 对不对? 龙七七吐着性子, 心里暗骂, 啊对对对, 追风! 湖底的秦燃在高声喊, 把阵法材料搬过来, 下来帮我布阵, 哦, 追风打了个哈欠, 起身去把秦燃提前准备好的阵法材料, 用风卷起来都卷到湖底去。 那个装着阵法材料的大木桶在湖底哐当一声砸下, 秦燃见了, 飞起一脚踹在追风脸上, 骂道, 不知道轻一点, 打坏了你不心痛是吧? 追风被踹得在湖底滚了几圈, 懵懵懂懂地爬起来, 他感觉他这顿打挨得莫名其妙。 黄飞鱼这些日子很喜欢往单风跑, 三天两头就能在单风看到他, 比追风还像单风人。 他或是跟在秦燃边上帮忙布设湖底阵法, 或是拉着李诗英练剑, 或是指点龙七七杆气, 看起来忙得很。 但是, 他这个人在没变成火之前, 做事的目的性就很强了, 不过那时候有高情伤遮掩着, 看着不太明显, 现在变成火了, 脾气暴躁了, 不再掩饰自己目的, 很容易被人看出来。 他来单风带着某种目的, 而且可以肯定, 不是为了新加入单风的五尾妖狐, 所以, 他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知道我身上有仙灵铁。 秦燃躺在湖边躺椅上, 饮一口醒神茶, 看着半空中正和李诗英对战着的黄飞鱼, 想得不是很明白。 难道他还跟陵南仙宗的弟子很有交情? 半空中, 李诗英和黄飞鱼对战。 李诗英施展身法, 围绕着火南黄飞鱼不断出招。 他对剑气的掌控竹已经足够娴熟了, 收发转换都随其心意, 他的身法也足够灵活, 看着如雾里寻花, 如羚羊挂脚, 如飞仙凌晨, 叫他能于妙道豪颠处, 躲掉黄飞鱼的攻击, 能于腾挪转换间, 忽然出现在另一个方向。 在黄飞鱼有意未招, 有意挨打的情况下,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却是十分精彩。 李诗英的剑气, 是他自己一点点领悟一点点掌握的, 但他的身法, 却是这段时间白若曦教给他的。 这一套身法, 名字叫做飞仙寻道, 是某个天仙境修士问道之时所创的身法。 这是一门战斗身法, 其特点是, 浩渺广阔, 飘忽不定, 仿佛是修士看到没有大小, 没有方向, 无始无终, 无限大的道时, 其内心的迷茫。 飞仙寻道, 寻得道就在那里,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简而言之, 这是一门仙法, 带有道运的仙法。 李诗英此时是驻击前妻, 施展这门身法时, 连万分之一的妙处都施展不出来。 但他依旧能凭借这门身法, 跃及在黄飞鱼身周不断出剑, 而黄飞鱼摸不到他的衣角。 飞仙问道, 秦然看向半空中的李诗英, 别说黄飞鱼了, 就连他这个高一个境界的旁观者, 都无法确定李诗英的具体位置。 问道, 这让他想起苏长青曾多次与他说, 想与他成为问道途中的好友, 我何德何能啊? 他在心里叹息, 我只想在这个世界有一席安眠之地而已。 什么大道? 我哪里有资格? 审法虽妙, 但太好法力了, 李诗英与黄飞鱼站了不久, 很快耗尽法力, 只得停歇下来。 李诗妹战力之强, 师兄平生警戒。 黄飞鱼道, 在道剑门。 整个北楚, 能与师妹一战的助击期, 恐怕是没有了。 师兄莫要说笑, 你谦让我许多, 其实我没有多厉害。 李诗英白手道, 你能有这番认识, 也算不错。 秦然告诫道, 这世界至广至大, 天赋异禀者, 资源丰厚者, 不知反己。 能强过你的助击期, 不只是有, 而且有很多。 况且, 你只是助击而已, 比你厉害的修士, 金丹, 元英, 化神, 乃至更高, 更是不可计量了。 这话李诗英听着不高兴, 明明自己很厉害了, 剑锋师兄都夸赞自己, 偏偏师父要给自己倒冷水, 不给自己面子。 他气呼呼地, 嘟着嘴点头, 道, 是, 师父。 秦然一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他不服气, 便问他, 你打得过同境界的白若曦吗? 李诗英细细地想, 白若曦的天赋与他相差不大, 但白若曦学的都是仙法, 更是金丹七, 灵狄经验比他丰富。 所以, 他与白若曦打不过。 他老老实实回答, 白若曦你都打不过, 更别说苏长青了。 秦然说道, 苏长青是真正的天才, 而像白若曦这样的, 灵狼先宗不知道有多少。 黄飞鱼看一眼秦然, 他总觉得, 这话是跟他说的。 李诗英心里的不高兴, 稍微散去, 意识到自己好像确实很一般。 但是, 他还是说道, 我也很厉害好不好。 秦然笑着摇头, 不再敲打他。 李诗英收剑, 回屋去找水喝。 黄飞鱼则飘在秦然面前, 他看着李诗英的背影, 与秦然说道, 师妹真的很厉害。 秦然不置可否, 直到, 得了些机缘罢了。 战灵爵和飞仙问道, 都算是凭空得来的机缘, 李诗英的基础本来就很扎实, 基础功法和本命剑都是上乘, 但这都只是大宗门普通弟子的标准。 而正是战灵爵和飞仙问道, 让李诗英超脱了普通弟子的范畴, 远远强于同辈。 你今天还有事吗? 秦然忽然向黄飞鱼问道。 嗯? 黄飞鱼一愣, 连忙答道, 没有吧? 没事的话, 秦然指着湖坑边上, 堆成一座小山的泥土, 说道, 我打算弃一个湖中长堤和一个湖心亭, 用这堆泥巴。 你帮个忙, 帮我把这堆泥巴烧成火砖。 烧? 火砖? 黄飞鱼感觉哪里不对劲。 嗯, 秦然点头, 放下杯子, 走到泥堆边, 与黄飞鱼道。 过来, 我与你细说。 等黄飞鱼过来了, 秦然便从河里饮水出来, 与泥混合, 他控制着水, 搅拌透了, 又成一块普通红砖大小, 适与黄飞鱼看, 又说道, 这泥, 七七仔细分过了, 绝不含半点石子, 都是上好的泥。 而我要的砖, 烧制之后, 要这么大。 他把砖丢向黄飞鱼, 倒, 火来。 黄飞鱼便控制一团火, 抓住泥砖, 使砖在半空中停住, 被烈焰燃烧。 温度高些, 秦然看了泥砖的变化, 提醒道, 黄飞鱼便升温, 温度太高了。 黄飞鱼降温, 片刻, 便有一块巴掌大小的火砖, 被烧制而成。 秦然指着砖, 问黄飞鱼, 我就要这种砖, 你能烧成吗? 黄飞鱼看了看小山高的泥土, 又看了看手中的砖, 最后看回秦然, 他不敢置信, 所以, 他辛辛苦苦, 变成人形失心狂言兽, 变成纯火元素, 变成火神, 就是为了给丹风烧火砖。 他很有些犹豫, 不行的话, 我自己用地盐烧, 秦然道, 就是麻烦一些, 慢一些, 效率低一些。 行。 黄飞鱼点头, 既要防止湖底灵脉不泄露, 又要把里面的灵气引出来, 一座丹风护山大阵的阵员, 滋润丹风, 其中阵法很难构建, 秦然前前后后忙活了好长时间, 又是静置又是阵法的, 还重新铺了一层湖底, 才终于把这个湖底搞定了。 等黄飞鱼把砖烧好了, 秦然又带着追风和黄飞鱼, 砌了一条横贯人工湖的湖心长堤。 而火砖自然不防水, 他又在上面画下了碧水的阵纹。 湖底和长堤, 前前后后, 花了秦然粤鱼时间, 到现在, 湖心亭都还没有正式建造, 只打了个基础, 但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 8月15这个日子, 对秦风有特殊含义, 他决定在中秋节来临之前, 打通小河和人工湖之间的隔断。 从后山留下来的小河, 横穿了整个丹丰, 从丹丰东面留下山去, 最终会入途径道建门的大河中。 而丹丰正是在这条小河边上, 挖了一个小小的人工湖。 这个人工湖, 基本算是李诗英挖的, 他挖了差不多三个月,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 到现在, 一个能上天入地的陆地神仙。 这是他的挖湖之旅, 也是他的筑基之旅, 更是他自己成仙之事。 如果丹丰调和是数字十的一, 那么这个湖就是十的零, 现在就是要打破义和零之间的阻隔。 使义和零相通, 使人工湖成湖。 丹丰众人家黄飞鱼和田文景, 站在小河和人工湖的家角处, 追风猫爬架前面, 李诗英排众而出, 与秦燃说道, 师父, 让我来吧。 这湖是他挖的, 往里面灌水这件事, 也应该让他来做。 嗯。 秦燃点头, 又提醒道, 口子不要开大了, 以免影响到下游的生灵。 我知道, 李诗英取出清新剑, 施展身法, 踏空而起, 于空中见舞。 忽有星光亮起, 仿佛星辰折落凡尘, 耀眼而飘渺。 在某一刻, 那颗星辰明亮起来, 一道星辰渐气击射出去, 设在那小河和人工湖的连接处, 如利刃切豆腐, 将那土石轻松切开。 顿时有水沿着那缺口, 流进了人工湖中。 仿佛是错觉, 在水流进人工湖的一瞬间, 田文景有一种融会贯通的感觉, 仿佛是淤泥被清除, 仿佛是桎骨被打破, 仿佛是新生命诞生。 丹丰, 在这一刻更滋润, 更有生命力了。 他看着半空中的李诗英, 心里一阵阵羡慕。 是阵法吗? 屠山悠悠闭目体悟, 这更湿润的空气, 向秦燃问道。 确实是阵法, 秦燃点头。 而且现在只是开始, 以后会越来越好。 田文景看向湖底正在积蓄的水, 心想, 亲手建造出一座洞天福地, 到底怎样的幸福。 师父, 这湖取个什么名字呢? 李诗英拿着剑在半空中, 向秦燃朗声问道。 秦燃看着空中那位女剑仙, 笑起来, 说道, 这湖就叫喜剑湖吧。 女剑仙脸顿时飞红, 师父昏迷时果然听得见, 但她把头仰起来, 道, 喜剑湖? 很不错。 她又运起法力, 清新剑上有剑气吞吐。 她说道, 本剑仙赐你一块石碑。 空中有气剑射下来, 设在湖边一块巨石上, 稀稀苏苏的, 片刻, 便有一个光滑圆润的石头, 从那巨石中取出, 上面有三个刻字, 喜剑湖。 李诗英这家伙虽然读书就犯困, 但她到底家学森严, 她终究是懂书法的。 加上她用剑气味追风刻猫抓板和猫爬架, 雕刻技术也很不错。 这喜剑湖三个字, 竟有相当味道, 从书法, 从剑道。 秦然以水托起那块石碑, 将它立在人工湖边上, 三个字朝向外面。 以后每一个来担风的人, 往这边一看, 便看得见这喜剑湖三个字。 以后, 他就叫喜剑湖了。 他说道, 女剑仙收剑回来, 看了看湖底正积起来的水, 心里有十分的成就感, 这是他挖的湖, 也确实是他炼剑的湖, 他喜剑的湖。 或许很多年以后, 他成仙成道, 有后人来瞻仰他的故居, 会指着这湖说道, 看,那是女剑仙喜剑的湖。 原来这就是剑仙喜剑湖, 此生得一关, 而无汉意。 有人会这么答, 也许还会有人盯着他蹄子的石碑, 悟出一门新的剑法, 嘿嘿嘿, 他盯着湖傻笑起来。 秦然看他一眼, 懒得理会这傻徒弟, 与其他人道, 试一试我新研制出来的菜式吧。 这也算是一个简单的开湖一试了, 往湖里灌水这一天, 请几个好友来观礼, 然后饮酒作乐, 却也是一件乐事。 秦然去后山收来自己的菜, 做了满满当当一桌子菜, 为这些异世界土著展示了一波什么叫美食。 酒足饭饱, 秦然叫过田文景, 两人走过小河上的桥, 来到湖岸边。 湖岸边也应该修建堤坝, 秦然笑道, 可惜火砖不够用了, 可以叫师兄帮忙多少一些。 田文景回道, 秦然看了看田文景, 看他的神情, 知道黄飞鱼没有跟他说仙灵铁的事。 你知道仙灵铁吗? 他向他问道, 我听人说起过, 田文景点头道, 据说持有仙灵铁, 就可以参加灵链先宗的入门考验。 如果过了考验, 就是灵链先宗弟子了。 如果给你仙灵铁, 你会去灵链先宗吗? 秦然问他, 我不够资格吧。 田文景道, 等你结丹了, 就够资格了。 田文景摇头, 说道, 结丹? 那要到什么时候? 而且我还能不能结丹, 都还是一箭未知术。 他低下头, 想了想, 继续道, 我既然败入道剑门了, 便不再想那些好高无远的东西。 真的是因为道剑门吗? 秦然叹息一声, 他从乾坤袋里取出一张金光闪闪的帖子, 递给田文景, 道, 这东西就送给你了。 这, 这是, 仙灵铁? 田文景认出来了, 不敢接。 拿着吧。 田文景摇头, 现在诗音比我更合适。 他以后一定会败进灵南先宗。 诗音不会去灵南先宗。 我也不会去。 但有人想去。 田文景忽然愣住, 他瞬间明白秦然为什么要递给他这张帖子了。 在这一瞬间, 他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犹豫了好久, 田文景终于还是接过仙灵铁。 秦然死过去的时间里, 白若西闲的无聊, 为龙七七定了根骨。 但是他嫌弃龙七七心思太重, 没有教龙七七修行, 也没有给龙七七一门好的功法。 最终, 龙七七还是只能自己摸索着修行。 但他的资质实在是太差了, 他打坐修行到现在,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结果他连气都没有感悟到。 你敢气用了多长时间? 龙七七坐在鞦韆上, 抬头看着天, 问坐在椅子上的李诗音。 李诗音最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开始研究药材, 想要学习炼丹。 这个时候, 他正躺在椅子上, 书盖在脸上, 神油太虚, 书看没看是没人知道。 但瞌睡, 他是睡得足够多了。 听到龙七七像他这么问, 他想了想, 回到, 人和人的体质不可一概而论, 每个人都有气特殊的地方。 有的人不够敏锐, 感气就会慢一点, 但说不定他之后的修行就会很快, 有的人感气或许会很快, 但他之后的修行就会很慢。 就像我师父说, 那些筑基不扎实的修士, 就很容易一辈子卡在经单七。 而且, 知道李诗音是在好心安慰自己, 但龙七七没有受到一点安慰。 他本以为变成人之后, 修行会变得很容易, 不说一日千里, 也得一日百里十里吧。 但是, 他怎么天天原地踏步啊? 你就说你用了多久吧? 他不耐烦地打断李诗音的话。 李诗音脸上盖着书, 向龙七七伸出右手食指, 看着那一根又白又匀称的手指, 龙七七顿生希望,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一个月。 要是李诗音这种人人夸赞的天才, 都用了一个月, 那他这种一个月无法感气的, 还是可以接受。 但那根如薛聪根的食指左右摇了摇, 也是, 毕竟是天才, 十天也是可以理解的。 龙七七点头, 又问道, 十天? 食指又摇了摇。 龙七七心里生起挫败, 果然人和人是不同的, 天才就是天才。 他果然是不配修行啊。 一天, 他叹息道, 食指还是摇了摇。 龙七七抬头望天, 顿时感觉这世界没什么意思。 具体来说呢, 李诗音把书拿下来, 露出一张可人的小脸。 他向龙七七说道, 是一瞬间。 来到丹风那天, 师父跟我说, 修行的第一步是赶气, 然后我回房打坐, 闭上眼睛开始赶气, 我就感知到我的肚子, 也就是七海穴内, 有一股气流在轻缓的流动。 龙七七不想活了, 你不要管我了, 我要找块豆腐撞死。 看着龙七七的样子, 李诗音欲言又止, 她不是很会安慰人。 想了想, 想到个正面案例, 与龙七七说道, 我师父赶气也很慢的, 师父说她用了好几个月。 但是, 你看她现在, 不也是很厉害吗? 哦, 谢谢, 有被安慰到。 龙七七不在意地回道, 但她确实被安慰到了, 她想, 或许不是人和人不同, 而是人与妖兽不同, 她看向趴在猫爬架上睡觉的追风, 高声问道, 大笨虎, 你用了多久感气? 完了。 李诗音摇头, 找谁不好, 偏偏要去找追风, 她把书盖回脸上, 坐等龙七七再被暴击。 啊? 追风迷蒙眼睛看过来, 没听清龙七七问什么。 感气? 龙七七强调道, 追风便把大脑袋抬起来, 仔细想了想, 然后摇头, 搭着舌头说道, 不知而道, 你要不要这么笨啊? 龙七七直接无语, 连自己什么时候敢气都不知道。 哦, 追风打了个哈欠, 无辜道,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气的, 莫名其妙就有了。 好吗? 龙七七被噎住, 听这话意思, 人家根本就没着急修炼, 一天该吃吃该喝喝, 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气, 就住了鸡, 就走上了修行路。 龙七七这一下, 算是彻底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摇晃着鞦韆, 不知道在想什么。 见龙七七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追风便又趴下去睡觉了。 这家伙随着年纪变大, 慢慢地恢复了大猫该有的样子。 一天不是犯困, 就是在犯困的路上, 总是懒洋洋的, 毫无精神。 看那猫爬架上的一大坨, 谁能看出, 他小时候像狗子一样活泼。 龙七七在鞦韆上摇了一会, 忽然停住, 起身往外走去。 你去哪儿? 李诗音还在看书, 随口问道。 我去自杀。 龙七七道。 哦, 李诗音应一声, 但看都没看龙七七一眼。 因为谁都有可能自杀, 除了龙七七。 这条中二蛇, 可是要成为神兽的女人, 她总说她要毁灭整个灵南域, 建造一个只有妖兽的世界。 龙七七在喜剑湖边找到秦然, 秦然正拿着一根柳枝条, 在湖边研究着。 柳枝是世纪某柳的柳枝, 秦然所占的位置, 是湖底灵气引出来的位置。 她在研究怎么把这柳枝种下, 怎么使它接受灵气滋润, 怎么使它活下来。 这时是极魔柳。 龙七七走过来, 问道。 嗯。 秦然点头。 你要重视极魔柳。 龙七七又问。 对。 这种魔道生物你也敢种。 秦然莫名其妙地看一眼龙七七, 笑道。 你好意思说人家是魔道生物? 你自己可是毒蛇。 龙七七看向喜剑湖, 喜剑湖里还只有很浅的水, 它念如片刻, 很没有底气地回道。 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秦然摇头, 与龙七七说道, 什么魔道什么仙道, 都不过是一种力量罢了。 仙与魔, 生与死, 生灵再怎么去区分, 它们也都只是天道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修仙问道, 第一要明白的就是,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不管是人成仙, 还是蛇成仙, 天道都不在乎。 如果老天有眼, 那在她的眼中, 你跟你脚下的泥土碎石, 没什么区别。 我重视吉摩柳, 不是要复原是吉摩柳, 不是有什么邪恶想法, 我只是想研究研究。 而且, 她看着手上的柳枝, 这可是九级妖兽。 龙七七发现, 秦然的境界真不一样, 她站在边上看着秦然找好位置, 把柳枝插到了泥土中, 然后问道, 你可以教我修行吗? 你不怕我是怪叔叔了? 秦然给柳枝来了一点生命之风, 向龙七七问道, 你的秉性, 我保持怀疑, 龙七七道, 但我相信诗音的简。 秦然哑然失笑, 她站起身来, 从乾坤代理取出一本书, 丢给龙七七, 道, 那你跟我走炼丹式的路吧。 龙七七把书拿起来一看, 看到封面上有火系炼丹基础功法几个大字, 自是秦然的笔迹。 很显然, 这是基础功法, 是秦然早就为她准备好了的。 她看着书封, 心情十分复杂。 主动找了秦然之后, 龙七七的修行路才算是正式开始了。 她有了修行功法, 修行方式, 修行规划, 她也不再迷茫, 也不再焦虑。 之前李世音没走过的路, 由她来走。 她开始研究人体的肌理构造, 五脏内斧, 经脉穴位, 也开始研究药材, 药理, 药方, 更是开始了炼丹, 炼药, 修行。 比起李世音来, 她更像是秦然的徒弟, 虽然她从来不叫秦然师父。 当然, 说起更像秦然的徒弟这件事, 涂山悠悠也要比李世音更像秦然的徒弟, 毕竟涂山悠悠还会跟秦然学阵法, 而李世音没法跟秦然学剑法。 这搞得李世音很有危机感, 近段时间以来, 出门的时间都急剧缩短, 她天天缩在担风睡, 睡, 看书。 李世音天天看书, 也想学炼丹。 而比起修行, 龙七七在炼丹炼药这方面, 显然要有天赋的多, 像她这种阴郁, 黑暗, 而心思多的人研究这些确实是比较契合。 虽然, 她的天赋点好像点歪了, 一点点。 研究楼一楼, 配药室中, 秦然看着龙七七配置出来的药。 看起漆黑的颜色, 闻其辛辣的味道, 又伸出手指去试药性, 然后她试药的手指肉眼可见的, 变得淤青了。 秦然脸都黑了, 以她的体魄, 竟然都被龙七七配出来的烦药阻碍了血液流通。 我让你配什么药? 她问龙七七。 龙七七回道, 活血化瘀, 生肌护理的药膏。 那你配的是什么样? 宁血腐肉, 渐血蜂猴的毒药。 秦然深吸两口气, 压下血压, 再问道, 这两种药, 它们之间的差距是不是有点大? 其实不大, 龙七七认真回答。 你仔细看, 这幅毒药的原料, 就是用于配置药膏的原料。 其配置手法, 也是你教我的配置手法。 涉及的药理, 也是你教我的药理。 只不过, 它的效果刚好相反而已。 丹药和毒药, 在本质上, 其实是一个东西。 像你说过的, 药理的阴和阳, 手的掌心和手背, 这是一个东西。 龙七七说得不错, 它确实是用疗伤药的药材, 配出了一幅见血风猴的毒药。 而且涉及的药理也是一样的。 秦然看着这幅药,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龙七七确实把它教的都学会了, 人家还利用得很好, 就是歪了而已。 你果然是毒蛇。 她翻了个白眼, 好好地疗伤药也能被她配成毒药, 这也是一种天赋。 但她想了想, 却不准备强行纠正, 人家毒蛇的天赋技能就是毒, 没必要。 而且, 丹药和毒药的核心原理, 本来就是一样的。 龙七七喜欢炼毒, 让她炼去, 她正常教她药理便是。 但是有一点, 对于这条毒蛇, 她得提前给她说清楚, 不管你炼出来什么毒, 都不准再单风使用。 她很严肃地跟龙七七警告, 发现一次, 逐出单风, 要是事情严重, 我会亲手杀了你。 龙七七没等来秦燃训斥她乱配药, 也没等来秦燃禁止她不准炼毒, 而是等来秦燃告诫她不准再单风用毒, 她发现秦燃是真的不一样, 与她之前见到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这个人太好了, 境界太高了。 她连连点头, 笑道, 我怎么会再单风用毒呢? 但秦燃看着这个暗黑罗利, 又不放心, 说道, 作为一个科研人, 炼丹师, 你以后要写炼丹报告。 炼丹, 炼药, 都需要如实记录。 炼药的每一个步骤, 所使用的原材料是什么, 每一步放了什么药材, 放了多少, 药材的提存情况, 提存时间, 反应时间, 反应变化, 反应结果等, 都记录下来, 交给我。 后面我给你一份我炼药实作的记录, 你照着上面做。 然后, 以后你不准自己去药房拿药材, 必须要新给我通报。 而且炼出来的毒都必须收好, 做好标记, 放到四楼毒丹室去, 他看着龙七七, 问道, 明白吗? 刚刚还觉得秦燃不错, 然后下了这么多限制, 龙七七顿时觉得无趣, 不情不愿地应道, 哦, 我不是不让你炼毒, 也不是不让你用毒, 只是不想你滥用, 伤极无辜。 秦燃说道, 修仙问道, 很多时候, 修的是心。 力量和杀戮, 会让修士变得扭曲, 走火入魔, 年轻的小萝莉不懂这些, 他也不想懂, 他只觉得秦燃啰嗦, 撇了撇嘴, 反驳道, 是吉摩柳还杀了那么多人呢? 你不是觉得他做得没错吗? 站在天道和是吉摩柳的自己角度来看, 他没有确实做错。 秦燃解释道, 但是站在修行的角度来看, 骤然提升那么大的力量, 一瞬间抹杀了那么多生灵, 你觉得你的心灵不会因此扭曲吗? 是吉摩柳扭没扭曲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 一定守不住本心。 不要小瞧人了。 龙七七痴笑道, 其实他知道秦燃说的是对的, 他只是厌烦秦燃啰嗦而已。 不论如何, 我上面说到的, 关于你炼药的规矩, 你必须遵守。 秦燃见龙七七脸上不耐烦的表情, 也不再多说, 只做最后的警告。 龙七七翻了个白眼, 无精打采地回道, 好好, 我知道, 今天的药理就到这, 你自己回去赶气, 秦燃摇摇头, 转身出门, 早点凝结气旋。 就是这样, 龙七七在炼丹方面, 确实很有天赋, 但他更擅长把丹药反着炼, 治病救人的药, 他炼成杀人害命的药, 增弃回血的药, 他炼成削减气血的药。 他不应该叫炼丹师, 他应该叫炼毒师。 秦燃出研究楼, 来到木屋前, 看到灵槐树下的鞦韆上, 李诗英正闷闷不乐地摇晃着, 在他病拢的大腿上, 放着一本药材大拳。 见傻徒弟这副样子, 秦燃十分好奇, 什么时候, 李诗英也会不开心了。 你怎么了? 他问道。 李诗英转过头来, 看一眼秦燃, 叹一口气, 拖长声音, 喊一声师父, 又转回去, 继续挡鞦韆。 秦燃在边上的椅子上坐下, 摸出丹方合集在手中, 笑问, 到底是谁惹我们的女剑先不开心了? 李诗英大大的眼睛虚起来, 转过头来盯着秦燃。 我? 秦燃莫名其妙, 我最近什么都没做呀。 李诗英停下, 拿着大腿上的书站起来, 走到秦燃面前, 撅着嘴, 哼道, 师父你不教我炼丹? 啊? 秦燃一愣? 师父你也不教我正法? 嗯, 秦燃开始沉吟。 师父你还是不是我师父了? 李诗英拿着书, 指着秦燃问道。 秦燃看着傻徒弟气呼呼的样子, 问道, 那你说, 怎么办吗? 教我炼丹。 没问题, 秦燃点头。 李诗英又高兴起来, 拿着药材大拳, 搬来一个椅子, 挨在秦燃边上。 他指着书上一个造型奇特的植物问秦燃。 师父你说这个是什么? 你书拿反了。 十分钟后, 某女剑先陷入梦境。 李诗英学了几天炼丹, 觉得炼丹还是太简单了, 配不上她的天才形象, 便要秦燃教她正法。 正法坚持得久一点, 当然不是因为她变厉害了, 而是因为秦燃意识到, 自己的教学方式可能有问题, 由纯理论, 变成了把理论撕碎到寻常生活中去教她。 但尽管如此, 她还是在坚持七八天后, 真是太简单了, 我们来练剑吧。 李诗英掀翻桌子, 飞出研究楼, 到洗剑湖上空, 拔出剑, 与秦燃说道。 秦燃跟着走到走廊, 看着空中的李诗英, 摇头, 师父不擅长打架。 师父, 李诗英在半空中跺脚, 非要秦燃跟他打一架。 秦燃忽然看到湖边猫爬架上的追风, 有了想法, 指着追风对李诗英说道, 他陪你打。 追风? 李诗英脸上写满了怀疑, 就追风那个憨憨也能跟他打。 而看到李诗英小脸上轻视的表情, 秦燃知道, 这丫头果然要吃教训了。 再次再次强调, 追风是七级妖兽玄冥领虎, 然后他还不是一般的野生玄冥领虎, 他刻着秦燃的丹药成长, 听着秦燃的修行课, 受了秦燃的三九天灾结洗礼, 接受了是吉摩柳灾结之后的生命之风, 按秦燃推算, 这家伙很有可能会变成八级妖兽。 所以, 别看追风憨憨的, 但他是一头实实在在的未成年的七级妖王, 真猛兽。 追风? 秦燃朝猫爬架上的追风喊道。 啊? 追风动了一下, 迷瞪着眼向秦燃看过来, 不知道爸爸喊他有什么事。 跟他打一架, 打他一顿。 秦燃为追风指了指半空中的李诗英。 追风懒散地歪头, 向李诗英看去, 然后大大的打了一个哈欠, 回头向秦燃, 安。 大大的脑袋, 满满都是疑惑。 要他打妈妈? 是个什么意思? 爸爸也变傻了。 你看他这个样子, 李诗英嫌弃地摇头, 哪里像会打架的。 秦燃带着坏笑, 与追风说道, 你打赢了他, 今天晚上爸爸给你烤肉吃。 嗯? 肉肉? 追风瞬间精神, 他支起上半身, 向秦燃问道, 真的? 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 秦燃道, 好像是爸爸没骗过他。 追风连忙站起身来, 抖了抖身上的毛, 看向李诗英, 咧开嘴, 露出四颗小大虎牙, 憨憨地笑着。 追风是李诗英在雷雨天捡回来的, 又被他从小抱到大的, 他都把追风当成真的大猫在养。 而他也确实没有看到过, 追风凶起来的样子。 在他的记忆中, 这就是个要么在他怀里呼噜呼噜的乖巧猫猫, 要么是跟在他屁股后面转悠的憨憨猫猫。 这家伙会打架。 李诗英摇了摇头, 一百个不幸, 想着自己要不要换一把木剑, 以免伤到这个憨憨了。 而就在这时, 追风笑着的憨憨表情陡然一变, 他的气势瞬间变得凌冽凶悍起来, 他张着的嘴巴猛然张大, 嗷吼。 他朝着李诗英, 吼一声。 所谓, 这声音袭来, 如有实质, 仿佛棍子敲在李诗英头上, 竟叫他昏厥当场。 紧接着, 有狂风大作, 一道白色影子从猫爬架上一闪而过, 瞬间来到李诗英身前, 扑扇大小的爪子一巴掌拍下。 他算是有良心, 没朝李诗英脑袋拍去, 直往肩上背上防御力高的地方拍。 砰。 这一巴掌拍得结实, 叫李诗英身上的护体剑顿, 一闪而碎, 然后整个人被拍落下去, 砸进湖里。 轰, 湖面溅起涨徐水花。 龙七七浑身一抖, 摇头道, 这憨憨是真的虎。 这丫头本来在隔壁房间做实验的, 听到外面的动静后, 便偷偷摸摸地跑过来看热闹。 秦燃回头看他一眼, 倒也没训斥, 只说道, 诗英最近的实力一直涨, 也没这儿八斤输过, 都有了傲气, 再不给他尝尝教训, 得滋生心魔了。 龙七七笑道, 追风太憨了, 很容易忘记他是七级妖兽。 溅起的湖水慢慢落下, 一个个被水滴砸出来的涟漪向四面扩散而去, 湖面从热烈变得平静。 某一刻, 轰, 湖水乍起, 有无数水花冲天都向追风而去, 但水花之中不见李诗英的身影。 这些水花都带着李诗英的溅气, 追风不敢无视, 抬起两只前爪, 耍起猫猫拳, 带起无数幻影, 将这些水花拍落。 但在他拍落水花之时, 隐藏在水花之中的李诗英身形一闪而现, 一剑刺向他的侧腰。 李诗英的身法是, 飞仙问道, 是一门仙法, 可以让他的身形显影不定, 让人难以察觉。 至少追风就没有发现, 直到这一剑刺来, 剑气都割断他几根毛了, 他才做出反应。 便有一根如同钢鞭的尾巴, 朝李诗英劈头盖脸抽过来。 这是唯未救赵的打法。 李诗英这一剑下去, 或许会让追风重伤, 但追风这一尾巴, 他可能的香消玉芸。 权衡之下, 李诗英指的收剑, 回剑, 去挡尾巴, 然后被这一尾巴直接抽飞。 七级妖兽的肉身, 确实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追风将所有带着剑气的水花都拍落下去, 再去寻李诗英的身影, 却也找不到。 唉, 龙七七发出羡慕的叹息, 两个都是极端的战斗天才, 能在一瞬间找到对方的强弱之处。 追风在于力量大, 攻速快, 诗英在于身法灵活, 伤害高。 诗英可以凭借身法寻找机会, 追风则可以不动如山, 一粒降石灰。 你也不错。 秦燃赞道, 能看出攻守之势, 已经不错了。 龙七七一噎, 不知道是不是该高兴一下。 追风这小子很坏, 秦燃忽然笑起来, 你看他的尾巴。 龙七七仔细看了, 没发现什么异常, 他尾巴怎么了? 短了一截, 李诗英不断从空气中现身, 一道道剑气都往追风身上招呼去, 但追风踩着风, 又把一双猫猫拳耍得虎虎声威, 他或避或让, 将李诗英所有的攻击都防下来了。 而趁着李诗英再次现身攻来, 他冷不丁地吼一声, 吐啸射魂, 再次将李诗英震慑住, 然后他的大爪子里, 忽然弹出几根反射寒芒的指甲, 一爪向李诗英挠去。 这一爪要是挠实了, 李诗英至少也是开场破堵。 但李诗英怎么可能在同一招下吃扁? 追风的射魂一吼, 他一直防备着, 等追风的爪子拍下来, 他忽悠消失, 身上星光暴涨, 大骂道, 臭虎! 还来, 便一道如注的紫色剑气从地上拉到天空, 倒转下来, 向追风劈去。 嗷呜, 追风怪叫一声, 一点也不敢劈, 敞开脚丫子, 全速跑开。 李诗英这一剑劈下, 直叫喜剑狐变成了真的喜剑狐, 那剑气当中而下, 叫喜剑狐分成了两半, 显露出湖底颜色。 湖水一分一合, 激荡而起的水花叫整个单峰都下了一场雨, 在雨中, 李诗英举着剑喘气, 喊道, 是我赢了? 也不嫌害臊。 秦燃从研究楼飞出来, 站到追风边上, 向李诗英问道, 你能以身法和追风僵持? 但是, 你的身法还能坚持多久? 李诗英把剑收回剑翘, 低下头部说话。 刚才那一剑是他最后的法力了。 而且, 秦燃指了指李诗英的肩膀。 你看你的肩膀上有什么? 李诗英偏头去看, 才发现自己的肩膀上还蹲坐着一只迷你的黑色追风。 这只追风见他看过来, 喵地叫一声, 然后跑回追风的尾巴上。 什么时候? 他大惊, 因为他完全没有察觉。 你从湖里出来的时候, 那个分身就藏在你的影子中了。 秦燃摇头道, 所以你的一举一动都在追风的掌控之下。 然后, 你再想想, 要是追风刚开始那一巴掌拍的是你的脑袋, 你还会有战斗力吗? 李诗英心里挫败, 看向追风。 追风这会正蹲在秦燃边上舔爪子, 他便回那个憨憨样, 又是爸爸的乖宝宝了。 他越想越难受, 飞过来, 重重地给了追风一脚, 然后飞回小木屋。 追风唯唯曲曲, 向秦燃道, 爸爸, 晚上有烤肉哦。 秦燃摸着他的大脑袋笑道。 吼嗷, 追风高兴地大吼一声。 北楚国是没有中秋节的, 所以李诗英不太懂秦燃8月15这天突然来的酬绪。 今天的师傅很明显地带着忧伤。 师傅, 他靠在客厅和厨房之间的门框上, 看着在厨房制作他从没见过的面试的秦燃, 问道, 中秋节是个什么节日? 一个合家团聚的节日。 秦燃回道, 吃月饼, 赏月亮, 桂花香, 桂花酒, 就是这个节日给我的记忆。 可是, 为什么我没听说过中秋节? 因为北楚没有中秋节。 师傅你不是北楚人吗? 李诗英不解。 我是北楚人, 也不是北楚人。 啊? 为什么? 李诗英小小的脑瓜子, 不能想这么哲学的问题。 秦燃笑而不语, 没有跟李诗英说, 其实他师傅来自异世界。 胡星亭已经建好了, 秦燃和追风花了三天时间, 用了相当珍贵的木材建造成的。 这些木材, 是那种既能刻震纹, 又不怕水石, 还极富灵气, 相当了得的灵木。 哪怕是寻常时候, 坐在亭子里, 也能闻到浓郁的香甜的灵气, 叫人通体舒畅, 心旷神怡。 如果普通人, 应该还有延年益寿的效果。 事业, 月明星稀, 微风拂过湖面。 秦燃做了月饼, 做了桂花糕, 买了桂花酒, 置办了水果, 又做了些其他美食, 都端到胡星亭中心的食桌上放下, 摆了满满一桌, 又把在狐狸洞里看书的五尾狐拉出来, 把剑锋的田文景和黄飞鱼喊过来, 于是加上丹丰原本的四人组, 一共七个人都在胡星亭小聚。 涂山悠悠真的不负胡耀的优良传统, 很爱学习, 自从秦燃把镇法大全给她之后, 她整天都在缩洞里看书, 极少出门来。 丹丰的人都没见她几面。 镇法基础, 你看了多少了? 小罗莉龙七七丢给大玉姐涂山悠悠一块月饼, 好奇问道, 接近一半了。 图山悠悠接住月饼, 看了看, 又闻了闻, 问龙七七, 这是啥? 情然说是月饼, 她家乡的美食, 每年到中秋就要吃月饼。 龙七七道, 那你会不振了吗? 图山悠悠摇头, 她小咬一口月饼, 往里面一看, 里面居然是蛋黄, 什么黑暗料理? 自从读了镇法基础, 我才知道什么叫好如烟海。 所谓镇法, 单是其基础镇纹就有三千个。 而这里面的每一个基础镇纹, 都可以和其他的阵纹任意组合 每一种组合都与其他不一样 然后他们组合的顺序关系 时间关系 空间关系等等 有一个不一样 就会产生新的效果 他说道 我读的头都快炸裂了 站在阵法之道面前 就像一只蝼蚁站在宇宙之中 独自面对着古往今来 上下四方 秦然递过来一杯桂花酒 给屠山悠悠 听到屠山悠悠的话 笑起来 赞道 看来你对阵法有一定的领悟了 很不错 这么看来 龙七七思索着 学阵法 算术一定要好 哦 对了 秦然给龙七七一杯果汁 想起一件事 与屠山悠悠道 有时间的话 我教你概率论 代数 和量子算法 有这些工具的帮助 阵法学起来会轻松一些 我要喝酒 龙七七不想喝果汁 小孩子不能喝酒 龙七七表示严重谴责 我不是小孩子 概率论 那是什么东西 屠山悠悠闻了闻喷香的桂花酒 问秦然 好东西 秦然神秘地笑了笑 孩子学了都说好 你或许会喜欢 屠山悠悠闻一口桂花酒 给出点瓶 你这桂花酒不行 只有香味 酒里 没有桂花的甜味 酒是买的 等我们自己种了桂花树 以后自己再酿 秦然道 你就说月饼怎么样吧 月饼还行 月饼是我做的 甜文锦和黄飞鱼的状态 看起来不太妙 从来到丹风起 倒在湖心亭落座 到现在开始赏月 相互之间没什么好脸色 甚至是分开坐的 坐在亭子的两边 文锦这几天 有没有接宗门任务 李诗英给甜文锦几个礼子 笑问道 甜文锦摇头 回道 最近都没有出去 下次出任务 记得叫我 我都没有做过宗门任务呢 李诗英道 宗门任务其实很辛苦 不过是上面 给那些普通弟子 一个修行的机会罢了 甜文锦道 像你这样 没必要去做任务 既辛苦 又危险 还得不偿失 也不全是 秦然走过来 与甜文锦道 宗门任务 其实也是给你们的历练 每年排在前面的宗门任务 哪个不是机缘与危险并存的 诗英确实应该去试试 宗门任务了 他递给甜文锦果汁和月饼 道你已经做过任务 有经验了 下次可以带着诗英 做一做简单的任务 然后以你们的实力 可以挑战一下难一点的任务 甜文锦接过果汁和月饼 迟疑了一下 还是点头应道 嗯 如果后面有机会的话 我很厉害的 李诗英嘴里塞着一颗李子 督着嘴语甜文锦道 我们姐妹联手 一定百战百胜 敌人望风披靡 呵呵 甜文锦性质很不高 只勉强地笑了笑 黄飞鱼对自己的身体 已经有相当的掌控力了 刚开变成火焰时 他整个人都是熊熊燃烧的烈焰 如果不加以控制 能影响方圆百米的温度 而现在 他飘坐在湖心亭中 对其他人的影响 也不是很大 比起甜文锦的心情不佳 这家伙是问心有愧 亭子里其他人的话题 他都参与不进去 只得跟这只只知道 努力干饭的笨虎待在一起 追风的饭盆里 是满满一盆烤肉 他趴在地上悠哉悠哉地吃着 尾巴开心地甩来甩去 很快就把满满一盆肉肉吃完了 他叼着饭盆 放到石桌上去 举起一只爪子 给黄飞鱼示意 搭着舌头道 我要那个 那个 那个 黄飞鱼看着追风 然后伸出自己的手给他看 意思是 你看我这双手 是能拿筷子的吗 一看黄飞鱼的火焰手 追风就明白 黄飞鱼吃不了饭 不由得比一地看一眼黄飞鱼 连筷子都拿不了 你这变身训报了 黄飞鱼欲哭无泪 打死他也想不到 会因为不方便吃饭 而被一头虎鄙视 吃不了饭的家伙 追风不想理他 他张开血盆大口 喊道 爸爸 秦然看过来 看见一只大白虎人立起来 前掌搭在饭桌 张着一张大嘴 嘴里的肉渣 都要掉到桌子上了 他赶紧跑过来 一巴掌扇到猫猫头上 骂道 你的口水掉到菜里去了 追风落到地面 委屈得不行 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 但他在地上转了一圈 诱人立起来 离桌子有些距离 用爪子给秦然指 爸爸 我要那个 那个 那个 虽然很委屈 但饭还是要吃 秦然一边给他夹菜 一边教育道 你自己有多大块头 你没点说 东西要是都被你糟蹋了 我们吃什么 一直跟你说 要替别人想想 你怎么老是那么自私呢 追风圆圆的 可爱的耳朵扇了扇 把秦然的碎碎念 都扇到一边去了 他一句都没听见去 只盯着自己的饭盆了 黄飞鱼怪异地 看着秦然和追风的相处模式 他才反应过来 秦然养追风 不是当成灵兽 赞宠在养 而是当成小孩 儿子在养 地主家的傻儿子 追风 给追风的饭盆装满后 让他自己 叼到一边去吃 秦然看向黄飞鱼 问道 还能吃东西吗 黄飞鱼摇了摇头 火焰呢 有没有试过吃火 什么火精石 什么一火之类的 黄飞鱼道 以后有机会可以试试 如果真的遇到一火了 你注意一下 看看有没有功法教焚绝 说不定你会因此 走上人生巅峰 秦然玩笑道 很显然 黄飞鱼听不懂 他话里的梗 还是说道 有机会在世 恨我吗 秦然忽然问道 黄飞鱼一愣 迟疑了 他看向亭外 脚白的月光在湖面上 有微风浮起涟漪 好一会 他微不可查地点了头 他喃喃道 其实我宁愿死 也不愿意变成这副模样 秦然看着照在湖心亭栏杆上的月光 问黄飞鱼 你知道人的定义是什么吗 万物之灵 黄飞鱼给出一个答案 秦然没有否定黄飞鱼的答案 而是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人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进一步解释道 你出生之时 你是父母的儿子 爷爷奶奶的孙子 七姑八婆的亲戚 你长大之后 是朋友的朋友 你拜师之后 是你师父的徒弟 你是柳伯贤的清传弟子 你是剑锋的师兄师弟 你是田文锦的师兄 这一切关系的集合 是你 这一副屈窍 其实只是承载这些身份的载体而已 是什么 不重要 这是一个黄飞鱼从来没有听过的观点 这给了他一个全新的思维角度 但是 他给出自己的质疑 当我变成了火 不再是原本的我 在他们眼里我是异类 我还能承载那些关系吗 秦然看着这个火人 笑起来 你怎么忘了 这里是修仙世界 一切神魔鬼怪 一切奇鬼怪力 都是合理的 这里 一切皆有可能 不过是火而已 而且 你还可以修行 当你到化神期时 你可以分神 练出一句分身来 黄飞鱼顿悟 看向秦然 诚挚败下 道 感谢 其实 你没发现 你现在很帅吗 秦然问黄飞鱼 传说中的火神 大概就是你这样吧 是吗 黄飞鱼笑起来 忽然飞身到亭子外面去 站在湖面上 碧蓝色的天空中 有一轮明月 明月边上 有几缕薄如青沙的云 流云下 是一个不大的湖泊 湖面平静 仅有微波 湖中心有一个 眼角飞乎的小亭子 亭子里热热闹闹的 有六七个人 亭子外 湖泊上 有一个火人 由火组成的人 此月夜下 他叫身上的火焰爆开 轰然间有 熊熊火焰燃烧生腾 角角月光下 叫他仿佛临时的祝容 所谓气场强大 所谓威风凛凛 呜呼 是李诗音当先欢呼 他举起手挥舞 喊道 黄师兄好厉害 追风在百忙之中 吼叫一声嗷呼 全当活跃气氛了 光影交错之间 田文景看着湖面上的 黄飞鱼 漠然不语 亭子内的人 都为黄飞鱼鼓掌 庆祝他 接受自己的新身体 火焰暴涨腾飞在收缩 黄飞鱼 向亭子飞回来 秦然靠在柱子上 提着一壶酒 他喝一口 巧声问道 所以还去陵南先踪吗 黄飞鱼的身形一顿 停在亭子护栏上 他低下头 没有回答 看来还是要去的 过了一会 秦然又问 什么时候走 陵南先踪年底开始考核 就是这几天了 黄飞鱼道 难怪他和田文景之间的气氛 已经凝重到这种程度了 秦然靠着柱子坐上栏杆 将酒放下 取出玉笛 说道 在我的家乡 有一位伟大的词人 做了一首水钓割头 此事这样的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与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宇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此事古南全 但愿人长酒 千里共缠捐 我把但愿人长酒 千里共缠捐送给你 以后看到月亮 就想到道剑门 黄飞鱼极力收束自身的温度 端起一杯酒 向秦然攻身一静 然后全部倒入口中 滋的一声响 他喝进肚子里的酒 被火焰全部蒸发 桂花酒香 弥漫在整个湖心亭内 师父 有笨蛋举手提出疑惑 你这诗词的结构 为什么这么管 我从没见过 秦然看他一眼 懒得回答 北楚的文学 还在副的阶段 诗词之类的东西 都不被文坛文人正眼相看 他要是听过词 那才是怪事了 他将御笛拿起来 看着这一汪湖水 想着回不去的家乡 吹响了笛子 那清幽的曲调在这湖面上 在这凉亭中响起 曲子竟颇有意境 能叫听的人 看见大江月夜入海 看见海上升明月 看见月下昙花线 其意境辽阔 清幽而美丽 虽然吹笛子的人技术拉胯 但架不住此月此夜 此情此景的加持 庭内众人都听得吃醉 绍兮 一曲罢 情人悠悠叹道 这曲子 名叫春江花月夜 也是一首极好的诗 孤篇压全堂 众人从笛子中的意境醒来 李诗音不又问道 师父 你的笛子什么时候 吹得这么好听了 秦燃的笛子 是在他眼皮子底下学起来的 从完全不会吹 到现在听起来是那么回事 才过去了不到半年时间 为什么突然吹得这么好听了 中间他有走神吗 靠在亭子另一边的图山悠悠 或是喝了酒 觉得晕乎乎的 他看着与他对坐在亭子那边的秦燃 明明月光在他身上 倒像是他发出来的光一样 他觉得 秦燃好有魅力 这个男人好 优秀好博学 好想勾引他 好想拐走了 做自己的后宫男宠 毕竟他们狐狸精就喜欢这种书生气质 还博学地 情然看到那只狐狸精魅眼如丝 一双狐媚眼睛竟有些吓人 叫他不自觉地抱紧了弱小的自己 李诗音察觉到危险 他冷哼一声 拔出剑 飞到湖面上去 身姿挺立着 大声道 我给你们剑舞一曲 便有少女沐浴着月华 在湖面上起剑舞 剑舞确实好看 兼具少女的娇俏 和剑道的凌冽 也很唯美 月光下 少女其长柔软的体态 剑气中正刚直的形体 除了 不时会有一道剑气 从湖面上来 穿过亭子而去 让人觉得没那么美 看着月下五剑的李诗音 田文景看了看李诗音 又看了看秦燃 又看了看黄飞鱼 又看回自己 总觉得落魄 这里很热闹 但与他无关 龙七七歪在屠山悠悠身上 看着剑舞 一双蛇眸 笑得跟狐狸眼睛一样了 看热闹不闲师大说的就是他了 当然了 还有一个画风永远不变的憨憨 只看了一眼李诗音 就继续干犯的追风 跳舞耍剑什么的 哪有干犯重要 李诗音在月下五剑的少女姿态 让秦燃想起 神话传说中的嫦娥奔月 她带着笑 看着少女剑舞 道 师父便与你讲讲这中秋节的来历吧 传说有一个皇帝 名叫后裔 他请炼丹师 炼制了三颗长生不死药 他有一个妃子 名叫横娥 据说是一只九尾妖狐 横娥把他的长生不死药偷了 为了不被后裔责怪 横娥吞下长生不死药 飞升到了月亮上 月亮上有广寒宫 有导药的玉兔 有伐术的吴刚 每个月月中 是道剑门来丹风收取丹药的时间 上个月来的是 执事堂的另一位执事 不是简元杰 情然不认识 没有在意 他只以为是简元杰死了 道剑门安排了新的丹药执事 还祈祷这位新的执事 能坚持久一点 晚一点 被门外的邪恶势力蛊惑 但今天午时 秦燃在炼丹师炼制丹药的时候 忽然听到研究楼外 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师弟在吗 师兄来轻点丹药了 这个熟悉的声音 吓得秦燃一惊 挤不出了研究楼 来到外面 看向那个刚走过小桥的人 静 真的是简元杰 简 简师兄 他说话都说得不利索了 仙仪之地 迷雾 世纪魔柳柳絮那样的恐怖之下 苏长青这样的人都死了 怎么简元杰这种人还没死 真就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秦师殿 简元杰向秦燃行一礼 笑道 好久不见了 秦燃稍微平复了一下激荡的心情 感叹道 没想到师兄你竟然还活着 哎 简元杰摇头叹息 不过苟且偷生 侥幸未死罢了 看了看简元杰 秦燃稍作迟后问道 那苏长青 师兄妹满仙仪之地追杀我等 师兄是怎么从他们手下活下来的 简元杰一愣 一问道 苏长青他们有追杀我们吗 这是 我还真不知道 他反问道 师弟你被他们追杀了 我被他们从仙仪之地 追到横断山脉 再追出横断山脉 到了北楚城池 幸好当时是吉摩柳柳絮大爆发 苏长青也顾着逃命 不然我就死定了 秦燃半真半假地说道 那苏长青可是所谓的道子 据说是能成道的存在 师弟竟能从他手中逃脱 师兄佩服 简元杰感叹道 我从那山谷逃出来 但在迷雾中迷了路 一直在迷雾中瞎逛 直到遇到白色柳絮落地 死伤了无数生灵 我是灵机一动 将自己埋入地底 这才侥幸为死 秦燃突然哭起来 只觉上天不公 说道 苏长青杀我之时 曾言已经杀了简师兄 当时我悲痛不已 恨不得亲手杀了苏长青 可惜实力不借 打不过那对师兄妹 只得逃跑 幸好师兄未死 简元杰不知道 秦燃竟然对自己 有这么深的情感 不由得动容 道 想不到我在师弟心中的位置 如此重要 可他那苏长青坏事做尽 犯下滔天罪孽 但确实没有追杀于我 秦燃又是摇头 又是叹气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苏长青不杀了简元杰呢 对苏长青来说 就是顺手的事 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其实是 苏长青以为简元杰这种货色 在迷雾里活不了太长时间 加上有柳絮 他根本没觉得简元杰能活下来 他以为简元杰已经死定了 便没把心思放在简元杰身上 只全心全意戏弄秦燃了 若是秦燃知道其中实情 非得把苏长青复活过来抱锤一顿 然后叫他杀了简元杰 这两个心机深沉之辈 在研究楼外 假情假意地哭诉了不少时间 秦燃才引着简元杰进研究楼 清点下月月供丹药 师弟 如今你已然结丹 以后应该要炼制一些 金丹七修士所能用的丹药了 简元杰清点着丹药 与秦燃说道 是这样的 秦燃点头 最近师弟在研究巨元丹 已经开始尝试炼制这种丹药了 后面炼出来了 熟炼了 在与师兄说 进行大批量的炼制 开始尝试炼制是指 因为卖高品质巨元丹 而被原祖制盯上 不敢再去临仙城 那师弟可要专心些 简元杰道 师弟的炼丹水平 师兄一向是信任的 要是能用师弟炼制的丹药 师兄的心也要踏实许多 一直都用知生骨 外人的丹药 心里不踏实 秦燃看一眼简元杰 他怎么感觉 简元杰这家伙 也不太放心知生骨的丹药呢 一直在催他炼丹 宁愿用他的丹药 也不愿用知生骨的丹药 莫非这家伙 不是知生骨的内鬼 两个有着八百个心眼的人 说笑着些废话 很快清点好丹药 走出研究楼 简元杰看着喜剑湖 笑道 这湖总算是挖好了 确实很漂亮 很契合担风 湖漂不漂亮的 都是我那灭图挖的 秦燃道 本也是让他磨练根基而已的 这湖叫喜剑湖 简元杰来的时候 看到名字了 对 灭图在湖底练剑 以剑气开湖 秦燃答道 确实就是喜剑湖 剑气啊 何的不天赋 简元杰赞叹 留守座钥匙知道了 肯定脸都气绿了 我不是剑修 终究是耽误了他 秦燃道 两人走着 简元杰忽然看到湖边的柳枝 惊道 那是市集 那是普通的柳枝而已 秦燃笑道 湖边种些柳枝 树木 也好看些 简元杰多看两眼柳枝 点头道 确实是普通柳枝 师兄看花眼了 近来听闻是吉摩柳犯下的滔天罪恶 我心下难平 见不得柳枝 他又到 让师弟看笑话了 我也惊惧得很 秦燃道 那件事过后 直到最近 我也没睡过一个好觉 修士 金丹修士 真的需要睡觉吗 简元杰又看到 木屋前的老林槐树 惊叹道 或 这株林槐树居然没死 逃过一劫 那老树有灵 或许已通知 是妖兽了 秦燃道 也信得门内前辈庇护 侥幸未死而已 是 简元杰点头 看到猫爬架和猫抓板 指着秦燃形貌的猫抓板 笑道 那是何物 孽图的玩笑之物 秦燃与简元杰 详细说了李诗英 和追风的恶趣味 你那只玄冰灵虎呢 出去玩耍了 两人一路走一路说 秦燃一直把简元杰 送到原森林出口的石板路 现在只是石板路了 没有森林 仿佛一如从前 依旧凶有地功 师兄再见 秦燃挥手告别 简元杰挥挥手 快速离开丹峰 简简元杰的背影消失了 秦燃脸上的笑 也消失不见 他急忙回身去检查 试吉摩柳的情况 他要以试吉摩柳为 阵机之一部护山大阵 原本可以慢慢等试吉摩柳复苏 然后再布阵 但现在 似乎等不了了 问到大典过去快半年了 新入门的弟子 在道剑门的生活节奏 也都稳定了下来 该修炼的修炼 该划水的划水 该探险的探险 该寻宝的寻宝 在这个世界上 总是天才狠手 努力的人狠手 聪明的人狠手 愚蠢的人很多 闲暇的人很多 八卦的人很多 这些都是划水的 他们会为每一届弟子做排名 美女排名 或是天才排名 比如 这一届的道剑门五大角色 而在他们排出五大角色的同时 也排出了十大天骄 至于道剑门官方 有没有参与这些排名 很难说清 但至少 排出的这十大天骄 都很有含金量 每一个都是天赋异禀的存在 将来都至少是原因老怪 甚至 他们有希望参加 陵南仙宗的仙灵铁试炼 从而败入陵南仙宗 这个排名 确实少有人质疑 而一般来说 这十个天骄 基本就是三年之后 到前寇门的前十位人选 于道剑门而言 这十个人的人数分配也很合理 分别是主封四个 气封三个 剑封三个 也不清楚 其中是否存在刻意 官方的刻意 为什么单封没有 主封广场上 李诗英正带着追风瞎逛 偶然听到一群人 在谈论十大天骄的事 不由得这么问追风 追风摇了摇大脑袋 他只是一只几百斤重的小猫咪 他哪懂这些 单封应该有两个才对 像我这么厉害的 那肯定是天骄了 而笨胡你比我还厉害 更应该是天骄 李诗英很自信 勾着手指为单追风计算着 等七七助击了 他也是天骄 我们单封应该有三个天骄 这么一想 单封明明有三个天骄 却一个也没有上榜 他心里很不愤 愤愤道 不行 我得去问问 这天骄是谁排的 为什么连我的名字都没有 他带着追风 往那边人群走过去 还没走到 就听到里面有人说 哎 可惜了黄飞鱼 黄师兄 他心中一动 停下来 侧耳去听 那人探婉道 本来是排名前五的剑锋天骄 一手剑孝山河十分了得 谁料竟被那失心狂言受伤了根骨 害了性命 黄师兄竟然排前五 李诗英吃一惊 黄飞鱼有那么厉害 也不过是和他五五开嘛 这就是修行界 有人接话到 永远不知道 机缘和死亡 哪一个先到来 但我听说 黄飞鱼被人治好了 还恢复了修为 又有人给出最新消息 可是 李诗英突然反应过来 大大的眼睛看向追风 黄师兄跟我是一戒的吗 追风拿一双更大的眼睛跟他对视 里面的疑惑更多 他怎么可能知道 黄师兄都已经是金丹七了 居然跟我一戒 然后他只是前五 李诗英点点头 那看来这个榜单确实有点意思 在道建门 什么算是同一届弟子 确切地说 从上一届的道前 扣门结束为起始 这一届的道前 扣门结束为终止 这期间的五十年 所有败入山门的弟子 都算是同一届的 按这个理论算 同一届的弟子 修行时间的最大差值 是五十年 也就是说 同一届的弟子 有的已经结阴了 有的还没敢气的可能性 是完全存在的 对的 除了五十年一次地问到大典 在每个五十年之间 道建门也是会收图的 但这种收图不是公开的 而是门内的长老 首座 只是掌门之类的 有资格收图的人 私下里的收图 相当于特招进宗门 而且一进来就是清传弟子 比如 秦燃和黄飞渝 都是这样拜进山门的 秦燃是他师父 出去门找炼丹材料的时候 看他顺眼 收下 做了清传弟子 想来黄飞渝的情况 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 严格来说 不仅黄飞渝算这一届的弟子 连秦燃也算 如果秦燃非要拉下连 去参加三年之后的道签 扣门的话 那也是合乎规范的 李诗英站在原地想了一会 虽然觉得这个榜单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了 但正是因为如此 一个丹丰弟子都没有 那也太丢脸了 丹丰的牌面 由他李诗英来争 这边的人还在谈论着 有人说到 不知道黄飞渝掉落十大天骄之后 谁会是心不上来的天骄 还是希望是剑锋弟子 一个一看就是剑锋弟子的纯路人说道 纯路人 我觉得剑锋的战力冠绝到剑门 不一定是剑锋 另有气风的纯路人摇头 据说气风 有个修习五雷正法的师兄 最近雷法大成 放言说 这个天骄之位必然是他的 我剑锋独孤问雪师兄年初时 寻到一元谷传承 据说里面三万年前斩魔剑祖的斩魔剑义 我昨天在剑锋见到独孤师兄 师兄摩气冲天 使人不敢直视 我感觉 他远远不是金丹修士的实力了 那个剑锋的纯路人 客观地陈塑事实 我觉得 这个天骄之位 必然是独孤师兄的 他话刚讲完 忽然感觉有人在拍自己肩膀 然后有个清脆的女生问自己 敢问师兄 这十大天骄都是谁拍的 他回身看去 看到一个脸淡嘟嘟的可人少女 既可爱又清纯还阴气 他一时看得呆了 喂 师兄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那少女好看得皱起眉 哦 他回身 悄悄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答道 听到了 听到了 这十大天骄呢 是独孤师兄东仲元排的 十分公平 十分合理 东师兄自己就是十大天骄之一 自己排自己 还公平合理 脸皮比师父还厚 李师英撇嘴 又出声问 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刚才还看到他来着 这人往广场上一巡视 抬手一指 道 那边 东师兄在那里 交将是姐妹学习法术 李师英顺着看过去 那边有一个锦衣谣善善的俏公子 正笑着与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粉雕欲拙的小萝莉说话 就他是吧 李师英确定了 直接向东仲元走去 这边这个剑锋路人 看到李师英转身走远了 回过神来 忙问道 敢问师妹方明 李师英还没回答 鞋子里跑过来一只白色的半大老虎 听了他的话 朝他露了露牙齿 吓得他也不敢再等答案了 单风 李师英 但那少女却忽然给了他答案 还被朝着他举了举手中的剑 高声道 下一个天骄 神通术法 其实可以少学一点 以保证已经学会了的法术 有足够高熟练度 当需要施展的时候 可以游刃有余 特别要避免出现法术失灵的尴尬情况 东仲元拿扇子 指了指其中一个小萝莉 教训道 特别是江青你 老是想学新的法术 但是之前的法术 又没有完全掌握 师兄 被他指的小萝莉无奈道 我是江染 说的就是你 江染 东仲元一点也不尴尬 指着江染继续说道 我都跟你说过了 变形术的行宫路径 要走太阴费金 捏兰花印 从尺痰 猎缺 哨伤出 你为什么老是从天拳中冲出呢 我不是从太阴费金行宫的吗 江染捏了个兰花纸 疑惑道 东仲元拿扇子 轻轻点他的额头 摇头道 完全不是 你每次都出错 就在这时 东师兄 有女孩子在边上叫他 东仲元寻声看过去 不由得眼睛一亮 是个持见的可爱少女 其边上跟着一头白虎 那白虎是雄性 被他忽略掉了 那少女他却认得 急忙回礼道 李师妹 师兄认得我 李师英皱眉 他不记得自己 跟这位东仲元师兄 有什么交集 门内哪个漂亮姑娘 啊不 哪个漂亮雌性 他不认的 东仲元温润笑道 李师妹的天才之名 在下素有耳闻 没想到 自己竟有这样的生命 李师英心下高兴 挑了挑眉 质问东仲元 你既知道 我的名字 那为什么道建门十大天交 没有我的名字 十大天交 东仲元文言 笑得有点奇怪 李师英竟然是为这事而来 李师妹的天赋和修为 都是极佳的 人人皆知 但是呢 在下对十大天交的排名 稍微有些严格 他笑道 虽然师妹 你不是十大天交 但你是五大角色呀 美貌可是一种超越一切的资源 李师英很聪明 不会被东仲元敷衍的话迷惑 他直接掠过东仲元后面的话 只问道 你说你的排名严格 那你说说 怎么个严格法 为什么我们单风一个人都没有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单风 吼呼 追风在李师英边上 朝东仲元低吼一声 为李师英增加气势 单风 东仲元看了看追风 这只幼年玄冥领虎 他还是笑着 与李师英道 这个排名也不是说每个蜂脉都有名额 而是综合整个道建门来说的 那是怎么排的 一要看天赋 二要看修为 三要看实力 东仲元给出评选标准 那么 排名第十位的是什么天赋 什么修为 什么实力 李师英问道 他心想 黄飞鱼是金丹中期 排第五位 那么排第十位的 很有可能连金丹都是不是 对于美女 东仲元的耐心一向很好 他仔细答道 排名第十的是戚风的师弟 宋泽 他乃是妙元灵体 上品灵根 妙元灵体对一切法术都有加持作用 他又是金丹中期 神魂出险 其战力十分恐怖 什么妙什么灵体的 李师英没听清楚 但他听到了上品灵根和金丹中期 好家伙 这第十个也是金丹中期 他心下突突 等等 黄飞鱼排在第五五 同为金丹中期 黄飞鱼有那么厉害 嗯 听到第十位也是金丹中期 李师英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如果这第十位是个金丹前妻 他都想试一试 但没想到 要抢占排名 其实很简单 东仲元看到李师英 退去的表情 笑得有点坏了 故意说道 你想要哪个排名 就去约战这个排名的弟子 如果他应战了 你们就可以再论到台上正面一战 只要你赢了 你就可以代替他的位置 哦 李师英点头 想开溜了 是这样 东仲元问道 李师妹不是这挑战一下吗 哪怕是宋师弟也好 不 李师英正要拒绝 却突然看到了 东仲元脸上簇匣的笑 喂 等等 几个意思 这是在嘲讽本剑仙吗 李师英忽然神情一正 他想起 自己是因为担风没有添骄 而过来找场子的 现在找到正主了 却因为对手比自己强太多 就要放弃了吗 就要受人嘲讽 不 担风的荣耀 应该由他李师英来捍卫 不就是金丹中期吗 办他 不就是什么什么灵体吗 一见下去 他什么灵体也不管用 我确实是想挑战一下 他与东仲元说的 但不是现在 他李师英不是傻瓜 不会觉得助击初期 打得过金丹中期 至少 也要助击中期嘛 哦 东仲元精神一震 这个助击期的小师妹 真的要挑战金丹期的天交 他看李师英不似玩笑 忙问道 那是什么时候 李师英在心里稍微计算了一下 答道 给我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后 我要挑战宋泽 一个月后 东仲元仔细打量李师英 心里计较 五大角色之一 挑战十大天交之一 若对强 美人对天才 要素齐全 这话题要报啊 他有些小激动 说道 好 师妹尽管去准备 约宋泽这种小事 由师兄带牢 喂 你来真的 追风眨了眨大眼睛 悄悄问李师英 我是丹风首座的清传弟子 必须守护丹风的荣耀 李师英道 自然是真的 金丹中期 追风提醒道 李师英一把扯住追风的耳朵 拖着追风往丹风而去 那现在就陪我回去练功 东仲元看着李师英离去的背影 嘖嘖赞叹 了不得 了不得 他什么修为啊 江青问道 居然这么嚣张 助击前妻 东仲元笑道 什么 江染大惊道 他不想活了 不 东仲元摇头 我在他眼中 看到了浓浓的自信 他怕不是个傻子吧 江青道 李师英和东仲元的对话 发生在中午 但太阳还没有下山 整个道仲元 除了丹丰 都知道了这件事 丹丰清传弟子李师英 要在一个月之后的月圆之夜 挑战气风清传弟子宋泽 而李师英是五大角色 宋泽是十大天骄 为了保留悬念 东仲元有意没把李师英的修为暴露出来 道仲元因此一夜沸腾 秦然发现 李师英这几天有些奇怪 有些 过于勤奋了 不是说之前的李师英懒 而是说 这几天的李师英过于勤奋 在修行上 有一点拼命的味道 早上起来 练剑 练一整个上午 中午打坐 下午跟追风战斗 两人往往一打 就是一整个下午 晚上 进修炼室修行 秦然晚上在书房做研究时 从窗户往外 能看见师英的星辰修炼室上空 星光整夜不息 然后他早上起来 不知道师英什么时候 又已经开始练剑了 师英这是怎么了 秦然问身后重要的龙七七 是有谁得罪他了 还是他要付三年之约了 还是要去秘境探险了 龙七七抬头看高空 那里龙鹰虎啸 剑气横飞 人影来回闪烁 有轰隆隆的战斗声不断传来 他摇头 那是你的徒弟 你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我怎么知道 你们都是女孩子吗 关系更近一些 秦然道 思思 龙七七摇紧牙关 模拟蛇吐气的声音 我是蛇 那也是母的 秦然道 我觉得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距 比人类和蛇类之间的差距更大 我不知道 你自己去问他 或者问那头傻虎 他应该知道 龙七七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草药种子上 自怨自艺的碎碎面 他们都是天才 我是庸才 我跟他们又不是一个世界的 说不到一个话题上 我在想怎么感气 他们在想怎么结丹 我在想怎么活着 他们在想越级战斗 等他们能手撕针仙了 我坟头草都三丈高了 秦然看了看龙七七 真有一点可怜他了 问道 你还是没有感悟到气 这种能就能 不能就不能的 由天父决定的 我算是绝望了 龙七七拿着小铲子 给种子盖上土 有一种给自己盖棺定论的感觉 你对理论的掌握还挺深的 不至于感悟不到 秦然想了想 与龙七七说道 归根结底 我觉得 还是你想得太多了 修行要讲究心无杂念 纯净空明 要大脑放空 啊 你或许需要这一段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菩提是什么东西 明镜什么台 菩提是一棵树 秦然解释道 这就是说人的脑子里 石海里本来是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念头的 那都是外来的东西 因为想得太多 所以惹了尘埃 只要坚守本心 就可以心思清明 这是佛家的理论 佛又是什么 龙七七朝秦然翻了个白眼 这个人傻了 又胡言乱语 他懒得理他 继续挖下一个坑 种草药 哎 秦然摇头 也不再说话 继续在是吉摩柳的枝条上画正文 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柳枝是真的好栽种 哪怕这是九级妖兽是吉摩柳 但他的柳枝 竟然也被秦然以牵插的方式栽活了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一来他所处的位置 就是护山大阵的阵眼所在之处 湖底灵脉泄露出来的灵气 全部往他这里聚集 二来 秦然为了他不少生命之风 被灵气滋养了很久 他活过来 土下枝干发出了根须 希望不要是那一颗世纪魔柳 太危险 秦然一边画正文 心里一边念叨 不过要真的是 九级大妖也还不错 画完正文 他施展法术 正文消失 他抬头看了看 正战之憨处的李诗英和追风 稍微分析一下 李诗英大概还是打不过追风 他也不管 回头与龙七七道 你种完渊血草后 去研究楼配一副药语 给你自己用 哦 龙七七应一声 秦然来了灵槐树下 拿出阵灵墓 阵灵墓上也刻满阵文 他对灵槐树说了声抱歉 然后在树干上挖了个洞 把阵灵墓放了进去 掩盖好树干上的洞后 他又去了后山瀑布 将清源石藏在了瀑布之下 阵机 阵文 阵眼 都已经布置好 为了这个护山大阵 秦然前前后后谋划了半年之久 到今天 才算是准备完毕了 藏好阵机 他回到阵眼处 龙七七已经种完渊血草回研究楼了 天上追风和李诗英的战斗 也已经接近尾声 他等了片刻 最终以李诗英法力耗劲落败 部长记性 他摇摇头 给出评价 又傻又笨 追风叼着李诗英落到地上 把脱离的李诗英丢到湖边草地上 他自己趴在边上 吐着舌头散热 秦然走过去 看着趴在草地上的少女 问道 知道你为什么打不过追风吗 听到秦然的声音 李诗英艰难地翻身过来 眯着眼睛看秦然 无力道 因为 追风比我厉害 这姑娘累得脸蛋发红 浑身汗沉沉地 秦然俯视着他 问道 记得师父在迷屋外是怎么说的吗 他记得个屁 当时的他 一心只想着师父好帅 只想着闻师父身上的味道 只想着抱紧师父 和师父贴贴 哪里有记得师父的话 而且 在他的潜意识记忆中 虽然他很喜欢师父 但他真的对师父 不讲武德的战斗方式 喜欢不起来 于是 他无力地摇摇头 浑身是汗的少女 无力地躺在草地上 确实有无限的诱惑 秦然都舍不得骂他了 便再说一次 战斗 两个字 一横一竖 赢得站着 输得躺下 所谓战斗 打倒敌人而已 而为了打倒敌人 就要找敌人的弱点 没有人是完美的 他说到这 忽然想起苏长青 这家伙好像没有弱点 人总是会有弱点 只要找到弱点 不论再强大的敌人 都有机会赢 你跟追风的差距 没有那么大 你完全有可能赢过追风 但你一次都没有赢过 为什么打不赢 以若胜强 要怎么赢 秦然说到这 李诗英涣散的注意力 忽然集中 他打宋泽 不就是以若打强吗 师父要教以若胜强了 必其功于一意 以己之长 克敌之短 剑修的长处是什么 是极强的攻击力 是你们拉到极致的攻击性 既然已经把攻击力拉满了 为什么不再进一步呢 找到敌人的弱点 把全身的力量 集中在一剑 一剑制敌 秦然教导到 剑修之所以被人喜欢 与他总是能以若胜强 有很大关系 无论什么时候 不论差距有多大 剑修总会有给敌人致命一击的可能 剑修总是有机会胜利 以己之长 克敌之短 李诗英将眼睛睁开 看着讲完课离开的师父的背影 知道自己或许真的有机会打赢宋泽 金丹中七再强 挡得住我全力一见吗 他眼中有剑气 秦然回到阵眼位置 从事急摸柳头上 飞到半空中 他手拿硬诀 施展竖法 勾连他在 丹丰各处刻下的阵纹 然后大喝一声 开 悠悠然之间 湖面有云烟起 继而将整个丹丰封顶 都包裹在烟雾之中 或许是秦然随口说的 介于起了效果 或许是护山大阵 带来的温养作用 滋润了龙七七的体魄 也可能仅仅是因为 龙七七自己有了新的感悟 总之 这一天喜大普奔 龙七七终于感气成功 虽然前后花了三个多月时间 早上 秦然坐在饭厅的椅子上 看书磕糖豆的时候 龙七七蹦蹦跳跳地 从外面进来 满面春风 脸上的笑容直也止不住 他在冰箱翻东西的时候 被秦然看见了 脸上藏不住的喜色 见他这个暗黑萝莉 洗成这样 秦然心下有所猜测 是问道 敢气了 龙七七强忍着笑意 点了点头 恭喜恭喜 秦然也为这条 天资愚钝的蛇妖开心 多看他两眼 不由说道 想笑就笑吗 忍住容易出事 龙七七回身白他一眼 最终也没有笑出声来 只是轻哼着不成调的歌 给自己尖诞去了 丹丰眼下 统共有五个人 龙七七是 最后踏上修行之路的 所以 关于他感悟到气这一重大消息 并没有引起什么波动 甚至除了秦然之外 都没有其他人知道 其他人都太忙了 李诗英忙着磨练记忆 打磨着气旋 准备晋升筑击中期 追风这些天 在当李诗英杀包 为了配合出李诗英 练出那一件 可怜的追风 这两天受了不少伤 屠山悠悠 还在狐狸洞里看书 除了那天护山大震起 动静太大 他出来看了一眼外 其余时间 再单风是看不到他的身影的 也不知道他的 正法基础 看完了没有 也不知道他开始布阵了没有 但龙七七也就开心了一天 到第二天 他就开心不起来了 因为秦然决定教他炼丹 现在他体内有气有法力 能控制地火了 理应开始学炼丹 由此来看 秦然还是有人性的 鉴于你的情况 我决定教些你炼脆体丹 帝言室内 秦然把各种药材放下 与龙七七说道 你已经敢气一天了 想必对气在体内的流动情况 有所了解了 是不是有时候觉得运气凝脂 是不是觉得 有时候经脉堵塞 气过不去 这是由于你的资质太差 经脉里有所谓的杂质 堵塞了气 使得气的运转很通顺 这会严重影响修行 脆体丹会添炼体质 对这些情况有很好的改良效果 龙七七看向秦然 不可思议地问道 我自己炼 好你个秦然 你都知道我的情况了 还让我自己炼 来得及吗 都已经影响修行了呀 你的身体 你自己才最了解 秦然解释道 你针对自己身体的具体情况 改变单方药材的配比 这样炼制出来的丹药 才是最适合你的丹药 药理我都跟你讲过了 能不能做到 就看你自己 现在 我给你讲讲脆体丹丹方 龙七七看了看秦然 小嘴张了张 有些骂人的话 在心里终究没有说出来 他就是知道 秦然偏心 难道李诗英的药育 是他自己配的 难道李诗英的助击丹 剧原丹 都是他自己炼制的 难道李诗英用的疗伤丹药 都是他自己炼制的 哼 我要用的丹药 就要我自己来炼 脆体丹 是以脆体化为 核心的一种丹药 使用天心水 提炼脆体花 使用其他配料 激活天心水 秦然递过一张手抄的丹方 给龙七七 仔细为他讲起 脆体丹的重点要点 因为要用到天心水 所以用水炼法 是最好的 但你修习的是 火炼功法 所以对于你来说 这颗丹药最重要的 就是激活天心水 怎么使他和被 活法添炼的脆体花融合 对待龙七七 秦然就不必像 对待李诗英一样 要想办法讲得生动一些 使他听得下去 龙七七是有基础的 能听懂 站在秦然的视角 龙七七又不是他的徒弟 他能做到这种程度 已经仁至义尽了 站在龙七七的视角 他不能听不懂 因为对于他这种资质差 跟脚还是妖怪的修饰 炼丹师 可能是他向上走的 最好的方式了 他必须要听懂 这是命运给他的机缘 至原始森林做提加 秦然讲完知识要点 留下炼丹材料 就转身离去了 甚至没有给龙七七打个样 龙七七站在地炎室里 目送着秦然离去 好一会 才回过神来 他深吸一口气 拿过丹方 拿过笔记 细细研读起来 同时将药材拿过来 一样药材一样药材地仔细检查 直到他对整个脆体丹 已经烂熟于胸了 他取出炼丹记录 准备炼丹 可是这时候 他才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 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而地炎室中心那一尊炼丹炉 比他还高了两个头 他一手拿着脆体花 一手拿着天心水 仰望着炉顶 一时迷茫 不知道该如何开始炼丹 这炼丹炉 他要怎么才能打得开呢 又在原地待立了好一会 他终于还是叹息了一声 他放下药材 回一身变作巨蛇形态 以身体缠绕 将炉子打开 将炉子打开了 他便回人形态 又去找来椅子垫脚 将药材一样一样丢进炉子了 又把炼丹记录 按在炉子边缘做好记录 然后再变成蛇形态 把盖子盖回去 最后又变成人形态 运转法力 控制地盐 开始炼制丹药 一通来回折腾 终于开始炼制丹药 可是 他昨天才感气成功 他体内的气 还极其微弱 这根本无法控制地盐 那地盐极其乖利 从不听他的控制 他连开了几炉丹药 全部都以失败告终 幸好他早有遇见 没有使用核心的脆体花和天心水 只用那些基础药草做炼手 当又一炉丹药被烧焦 他从窗户往外看 天不知道什么时候黑了 他从地盐室走出来 来到研究楼外 外面漆黑一片 在漆黑的天空中 隐隐约约有一轮极细的下弦月 他在研究楼前慢慢地蹲了下来 抱紧小小的自己 抬头看着天上 浩瀚的天空是他的未来 漆黑一片 细细的弦月是他的希望 都快看不见了 他感觉全部的黑暗 都向自己压了下来 他好无助 他想哭 于是他哭了 修行太苦了 太难了 痛痛快快哭了之后 他歪过脑袋 忽然看见木屋那边还有光 李时音的修炼是上方 还有点点星光落下 秦燃的书房里 还有明亮的灯光投映出 原来 不只是他很难 那些所谓的厉害人物 所谓的天才人物 也还在努力 我是龙七七 我是要变成龙的 他抹干净脸蛋上的眼泪 又回去地言试去了 碰 一声巨响 震得桌子都跳了起来 趴在桌子上 睡觉的秦燃被惊醒 迷蒙着眼坐起身 什么动静 他向窗外看了看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我睡糊涂了 昨晚又是一个通宵 直到天色江明 他才趴在桌子上睡去 看外面的天色 他恐怕是刚刚睡着 就被吵醒了 秦燃这几天在忙什么呢 他在忙着构建 丹丰种植园 准备自己种植炼丹药材 这本来就是他一开始的计划 还没收李诗英 围图之前的计划 今年年初 小木屋 外面还是一大片森林 使他砍了树 现在是人工湖 是李诗英挖了湖 又布置了滬山大镇 然后药材种植 他在一步一步地建设丹丰 怎么说呢 这来源于 刻在他灵魂里的基建和种田吧 只不过 因为李诗英的到来 这个进程被极大的拉快了罢了 该说不说 这原本是个十年计划 摆在桌子上的 是一达又一达的设计图 上面画的都是丹丰 在这些设计图中 丹丰被一块一块地分割的齐整 上面有标准 这一块种蔬菜水果 那一块种奇珍药材 这一块是花花草草 那一块是瓜果树木 每个地方种什么东西 他都在做计划 然后为了种这些东西 需要构建什么环境 需要布置什么镇法 这是情然最头疼的东西 镇法 镇法材料 他看着桌子上的设计图 感觉头都大了一圈 一是镇法 镇法太难了 每一次构建镇法 都是折磨 而是镇法材料 他太穷了 没有布镇材料 丹丰最不缺的是丹药 但是很缺材料 为了给李诗英练剑 他堂堂手作 还得去外面拍卖回拍卖 为了护山大镇的镇基材料 更是搞得被人追杀 现在要大面积的布镇 丹丰又没有足够的镇法材料 要不 药材之类的先搁置 他犹豫着 先把大鹏搞出来 种些蔬菜 保证了口舌之欲再说 师父 这时 外面草地上李诗英在喊他 他从窗户看出去 看见李诗英 是一身干净清爽的净装打扮 手里拿着一把剑 站在草地上 十分的元气活力 应该又在练剑 见他看出来了 李诗英向研究楼那边指了指 说道 研究楼在冒烟 研究楼 情然一惊 这才反应过来 龙七七那丫头 好像还在那边炼丹 莫不是那声巨响 是他搞出来的 难道炸炉了 想到这里 他不及多想 连忙从窗户钻出去 飘在窗边往研究楼那边望去 发现研究楼一楼的地炎室 果然在往外边 冒着漆黑的浓烟 那烟 他心里又是一突 那烟怎么看 怎么不对劲 是七七在炼丹吗 李诗英问道 嗯 秦燃英一声 展开身法 连忙往研究楼跑过去 李诗英担心龙七七 蹬在他身后 来到了研究楼 七七 七七 秦燃在楼外喊龙七七 但龙七七没回应 他将神识探出 通过窗户禁地炎室去 看到龙七七那丫头 正待立地炎室内 不知道是死是活 因为黑烟太浓 他看不到具体情况 他又以法力射过一缕黑烟 摊在手里仔细看了 脸上表情一时有些精彩 这烟真的有毒 你就在外面 别进来 他与李诗英说一声 一头钻进了浓烟中去 驱散浓烟 他轻车熟路 一路来到地炎室外 地炎室的门 像是被芝加哥打字机照顾过一样 变成了筛子 而在门对面的墙上 残存有很多金属碎片 他扫一眼 认出了那些都是炼丹炉的碎片 果然是炸炉了 他一脚踹开门 门内顿时有高温传出 看来是限制温度的阵法失效了 龙烟中一地狼藉 炉扎 丹药扎 炉子碎片 丹药碎片不满一地 这狼藉正中间 仅剩一半底座的炼丹炉 限制不住地炎 使得炎冒出头 在龙烟中熊熊燃烧 而在那炼丹炉底 和熊熊燃烧的地炎前面 站着一个小女孩 她被朝着这边 低着头 不知道是死是活 不知道在做什么 七七 秦然喊她一声 已确定她的死活 龙七七听到 静在耳旁的声音 这才回过头来看 但她也没有什么表示 呼 秦然大松一口气 还活着就好 她上前去一把抱起龙七七 将她抱到研究楼外面去 七七 七七没事吧 李诗音上前来 关切问道 秦然把龙七七交给她 道 照看好她 说完 她飞身而起 运转法力 换出一个巨大的透明气泡 又将气泡开了口 开始吸收那些漆黑的浓烟 浓烟齐多 吸了好一会 才被吸收干净 吸了浓烟 秦然又才进地盐室去 把地盐封印了 把炼丹炉的碎片清理了 把奇奇怪怪的垃圾都收拾了 一切处理好了 她带着两个气泡出门来 让这两个气泡 与空中的浓烟气泡会合 李诗音和龙七七 正坐在草地上 李诗音抱着剑 看着龙七七 但不知道说什么 龙七七低着头 看着她手里的东西 受伤了吗 秦然走过去问道 龙七七摇头 尽管很失礼 但秦然还是向这条毒蛇问道 中毒了吗 那浓烟是有毒的 虽然不知道那毒从哪里来的 龙七七又摇头 没受伤 没中毒 秦然道 那就不是什么大事 李诗音看了看花猫一样的龙七七 又看了看秦然身后飞着的三大气泡垃圾 最后看了看还存有伤痕的研究楼 嗯 她不是很懂他们炼丹师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吗 炼丹嘛 炸炉是很正常的事 炸着炸着就习惯了 唯一不正常的 就是你第一次炼丹就炸炉了 秦然摇头道 行了 没什么事就过那边去 吃个早饭休息一下 炼丹的事 后面再说 龙七七文言 抬起花猫脸 她看着秦然 犹豫了一下 还是摊开手 把手里的东西展示给秦然看 她手里是两颗黑乎乎的 看起来很像丹药的东西 这是什么 你炼的脆体丹 秦然看向龙七七小小的手心里 那两颗看起来黑乎乎的 很像丹药的东西 以她多年的炼丹经验来看 那似乎不是脆体丹 尽管丹药的外形是不完全固定的 但脆体丹好像是不长那个样子的 龙七七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秦然不解 龙七七又向她示意了一下手里的丹药 秦然明白 这是让她确定一下 她稍作犹豫 还是拿起一粒丹药来 她照例是先浅闻了一下 然后发现 这丹药的气味 呛鼻而辛辣 立马就有头晕的征兆 很显然 这丹药有毒 毒性还不弱 她吃了一斤 连忙运转法力 将毒排出体外 你练的这是啥 她皱紧眉头 龙七七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秦然迟疑 看了龙七七一眼 还是将神识投入这丹药里面去 分析起丹药的成分和结构 嗯 片刻后 她沉默了 因为她发现 这丹药的成分 确实是脆体丹的成分 只是丹药的结构 有些微的区别 脆体丹 是一种淬炼肉身 增强体魄的丹药 秦然让龙七七 首先学这种丹药 就是想让她以后 可以常服用这丹药 以稍微改善一下 她那糟糕透顶的体质 可是 你是怎么练出这东西来的 秦然百思不得其解 龙七七另一只小手 从衣服里取出一坨纸 递给她 秦然接过纸展开一看 是她的练丹记录 厚厚一打 得有好几十张 看来龙七七有按她的要求 每一次练丹都做记录 这几十张 就是龙七七这一天一夜的最终成果 秦然一张一张地看下来 龙七七的态度很认真 很有科研那位 她根据失败的经验 一点点增减剂量 根据自身的体质 一点点更换药材 她确实是在尝试 炼制一款属于她自己的脆体丹 只是 她改着改着 改到最后一张 秦然根据她最后一张的炼药步骤推抖 发现这得出来的 确实是一款毒丹 字面意义上的 纯粹的毒药的毒丹 她不由得往回倒了倒 这一款脆体丹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变成毒丹的 就在她眼皮子底下 竟然改着改着 就变成了毒丹了 看了两遍 她有些怀疑人生 拿着最后一张实验记录 盯着龙七七看 问她 你确定是按这个炼制出来的 龙七七点了点头 脆体花和天心水 这种滋补肉身的药材 也能炼出消融筋骨的效果 秦然抬头望天 对自己这二十年来的炼丹知识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我不知道 龙七七终于缓过神来 说话了 她以清脆的奶应问秦然 我确实是按你教我的炼丹方法在炼制 所以 我想问的是 这两颗丹药 我可以吃吗 你脑子瓦特了 这明明是毒丹 你吃什么吃 秦然翻了个白眼 可是 龙七七给了 秦然一个无法辩解的理由 我是毒蛇呀 给修士用的丹药 秦然很懂 但给妖兽用的丹药 她就炼过四兽丹 而针对妖兽之中的毒蛇所需要的丹药 那她是真的不了解了 她人性善良的一面 告诉她 这是毒丹 留做研究就好了 服用什么的 大可不必了 但是她人性 关于科研那一面告诉她 或许应该让龙七七试一试 特殊情况 特殊研究 纠结了好一会 她与龙七七道 要不 你试试 龙七七稍微有些犹豫 但还是拿起自己手里的黑色丹药 往嘴里塞 你们都疯了 李诗英急事过来 一直点在龙七七手上 将丹药抢了过来 都说了是毒丹 你还吃 她全程看着这两个神经病炼丹师 看着他们直接忽略 刚刚才发生的炸炉事件 看着他们兴致勃勃地讨论 丹药毒药药理 看着他们说着说着 就要把毒药往嘴里塞 这些炼丹师 都是这样的吗 可 秦然稍微觉得理亏 她便解道 人和蛇毕竟不一样嘛 对人来说是毒药 对蛇来说 也许就是不要嘛 你听说过 毒蛇咬死 自己的事情吗 可是七七现在是人啊 李诗英思维难得清晰 直指要害 她驳斥秦然 龙七七本体是蛇妖 可她现在确确实实是人 她现在的身体 跟人有什么两样吗 龙七七的身体 其实跟人的身体 是有些微的差距的 但这差距来源于 她化身的时候 操作上的瑕疵 她跟人没有本质上的差距 秦然是知道这一点的 但是她选择性地忽视了 嘿嘿 她顾左幼儿言她 急忙转换话题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去吃个早饭吧 李诗英盯了秦然和龙七七半生 他们这些炼丹的都太危险了 以后要把他们盯紧一点 不然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就服毒自尽了 那两颗丹药 最终还是没有被龙七七吃掉 被秦然拿了个刺瓶装好 留作纪念 或是之后研究 一行三人从研究楼走回小木屋 恰好碰见追风 从自己的猫窝里 艰难地挤出来 追风的房间的门 被他自己撞了的大洞 就他追着秦然出去 渡劫的那个晚上撞的 他一天虎头虎脑的 秦然觉得 就是给他换了门 补上 他的房间就一直有个洞 而追风也懒得很 有洞了 也不关门和开门了 进出都从那个洞进出 之前他还小的时候 倒是没什么问题 很轻松 但他现在变得很大一只了 每次进出的时候 都得挤半天 场面很有些滑稽 他从门上的洞挤出来 在大槐树下伸展身形 又去大槐树后面的 秦然排猫抓板磨了磨爪子 然后才打着哈欠 懒洋洋地绕过大灵槐树 绕过灵槐树 他看见对面站在那里 看着他憋笑的三人组 他打了个哈欠 问道 啊 你们 去 哪了 M 每次写到追风的时候 我也很困是怎么回事 刚才那么大动静你没听到 李诗英憋着笑问他 什么动静 追风是猛逼 龙琪琪走过来 朝他翻了个白眼 道 笨死你 我 我怎么又笨了 追风委委屈屈地 看向秦然 秦然露了露他的大猫猫头 笑道 猫科动物的脸 都被你丢完了 啊 地主家的傻儿子 持续不了解情况 有了护山大阵之后 单风的安全系数 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从完全没有防御能力 到一般小型宗门的防御 但是 有了安全之后 进出就是那么不方便了 这段时间 李诗英忙着修行 基本没有往外面跑 但追风那个熊孩子 虎孩子 一天不出去溜达两趟 他浑身难受 追风自然走不出 护山大阵的迷雾 所以他每次出去 都要找到秦然 给他从迷雾中开一条路 让他出门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也是在外面嗷嗷地喊 这么两三天之后 秦然就厌烦了 意识到 这样下去不是个事 现在只是追风 等李诗英忙过这一阵了 那也不是个能闲下来的主 也是不可能待在家里的 到时候 他什么都不用干了 一天就只给他们开门关门了 鉴于此 在再一次给追风开门出去后 秦然痛定思痛 决定模仿身份令牌 给丹丰的傻孩子们 都制作一个阵法信物 方便他们进出 盗剑门发放给弟子的身份令牌 有很多功能 比如领取岳奉 比如领取宗门任务 比如身份信息 比如作为信物 出入盗剑门的护山大阵 但这种宗门的身份令牌的结构阵法 极其复杂 不亚于一件法器及宝物 秦然是搞不出来的 他只是想搞一个 进出丹丰护山大阵的信物 晴天 上午湖边 柳树下 秦然靠在椅子上 拿着一支笔 在面前的纸上写写画画 他这个悠闲的样子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是美术专业的学生 在画山水画 画眼前烟波浩渺的湖景 但实际上 你在画什么 拥有无限诱惑的娇媚声音 从他身后传来 问道 是阵法吗 秦然回头 是一席洁白一求 拥有恶挪身段的 屠山幽幽 嗯 这个是根据已有的阵法结构 构建出来的 与之相似的刺激阵法 可以在不影响阵法运行的情况下运行 他回答道 通俗来讲呢 就是进出丹丰护山大阵的信物的内部阵法结构 屠山幽幽看了 阵法基础 对阵法有一定的了解 但他只有基础的了解 秦然这番话至于他 就相当于排列组合 至于刚刚学会数字的小学一年级学生 他听得似懂非懂 点了点头 你这是 阵法基础 看完了 秦然随口问道 屠山幽幽基本不出山洞的 而且按他那种看书镜头算 也该看完了 嗯 看完了 有什么感受 秦然看着自己纸上的阵法 问屠山幽幽 阵法 屠山幽幽看向平静的湖面 叹道 恐怕要尽我这一生去学习 嗯 很不错 秦然点头 有这个觉悟 说明你看进去不少 哎 屠山幽幽叹了一口气 秦然不再理他 继续计算自己的阵法构造 屠山幽幽在身后看着 他记忆力很好 那每一个基础阵纹 他都认识 但是 那些复杂的组合结构 组合方式 可能产生的效果 他稍微计算一下 就觉得头昏 好一会 他忽然问道 我很好奇 你年纪这么小 是怎么在精通炼丹的同时 还对阵法有这么高的噪音 这个呀 秦然挺比 视线从纸上抬起来 看向湖面 看向单风外的雾气 看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回答道 因为我是一个理科生 理科生 屠山幽幽不减 我数学和物理学得极好 生物和化学 也可称一生尚可 秦然喃喃说道 而阵法之道 可以用数学和物理来计算 炼丹之道 可以用生物和化学来研究 与其说 我是在精通炼丹的同时 懂一点正法 不如说 我是在精通正法的同时 懂一点炼丹 他回头看屠山幽幽 笑起来 可惜我师父非要叫我炼丹 不然我现在应该是一个正法大家 可以开宗立派那种 数学 物理 生物 化学 屠山幽幽听不懂这些什么东西 但是他记起月圆之月 那次秦然说的话 是不是你那天说的什么 概率论 之类的东西 对 秦然点头 概率论 就是数学的一个小分支 如果你学会了概率论 那么毫不客气地讲 天下正法你就懂了99% 只要给你时间 你就可以布下任何正法 也可以破解任何正法 屠山幽幽听得精神一阵 盲问 真的 真的 秦然回到 不过是排列组合加穷举法罢了 就算有3000个基础正文 有能把电脑称报的无穷变化 但确实是可以一一列举出来 唯一的问题是 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了一点点 说不得这个宇宙都重启了 也还没有举完 请你教我 屠山幽幽端端正正地做了一一 像学生请教老师一样 十分郑重 秦然看着他 一时之间忽视了他的美貌 狐狸精 九尾狐 竟如此好学 如此尊师重道 要知道 龙七七那货 学了他的科研炼丹法 到现在 也没对他恭敬以待 只要你愿意学 我会教你 他回身过去 看着那边翻腾的烟雾 说道 只是很难 那些理科知识 所谓生物化学物理数学 他前世 学了二十几年 今世重新整理了二十几年 当然 这也重要 重要的是 这些知识 是他前世那个世界 整个人类文明 最璀璨的明星们 花了几千年才得出来的 可以说 这就是那个文明 最精华的知识 他愿意在这个世界 将他知道的知识 传播出去 让这个修仙世界的人们 知道科学 但是 何其艰难 说得严重一点 是两个文明的碰撞 说得轻巧一点 它是一个文明的火种 而屠山悠悠闻言 不知道其中具体意味着什么 他只是在为 秦燃这种无私大度而感动 在这个避肘自真的世界 修士们 无不把自己的功法密法 藏得更严实一些 生怕别人知道了 自己功法的强弱 从而找到方法对付自己 他未曾想过 还有秦燃这样的人 他更有些敬重 秦先生 他在行义里 其实他愿称一生老师 那么 我们从最基础的 阿拉伯数字开始学起 秦燃换了一张纸 为屠山悠悠 写下十个阿拉伯数字 有人说 科学和玄学 是两条对立的路 甚至用科学世界 和玄学世界 来区分 但说这话的人 一个是个名科生 科学从不与任何东西对立 如果有东西 无法用科学解释 那一定是科学发展的不够 科学囊括一切 包括修仙 科学修宪 有何不可 或许传说中的大道 就是发展到了极致的科学 师 父 秦燃正在这边教着数学 那边忽然有一个 从兴奋到 金仪的叫喊声传来 这声音很熟悉 叫秦燃不自觉的心虚 他顺着声音看过去 李诗英从河对岸飞过来 飞到这边湖堤草地上 他手里 拿着清新剑 金仪的小脸上 一双大眼睛眯起来 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他身边的屠山悠悠 嗯 靠得这么近 秦燃这才回醒 他和屠山悠悠之间的距离 嗯 是真的 他到这回才发现 他和屠山悠悠之间的距离 有些太近了 近到他能感受到 女子身躯的柔软 能闻到 他唇齿之间的芳香 师音 看着李诗英浑身的杀气 他强行淡定 解释道 我是在学习阵法 他说完都没觉得 自己这句话 有什么问题 是吗 李诗英心里酸溜溜的横竖 他很想凶一点 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但是很遗憾 他发现自己只是个徒弟而已 那师父 他把轻心剑蹭的一声拔出来 使剑气附上 与秦燃道 我来教你剑法吧 傻徒弟可爱的脸蛋阴沉着 浑身都是杀气 秦燃哪敢去学剑法 为师不学剑法 他推辞道 又急忙摸出一本书 递给屠山悠悠 说道 这是一些跟阵法有关的物理小知识 你拿去自己看 而数学是一门工具性学科 需要常做提长试验 今天已经教了你不少 你自己回去多复习 不到万不得已 就不要来找我了 屠山悠悠接过书 看了看秦燃 又看了看那边杀气腾腾的李诗英 有些疑惑 问道 你们不是师徒吗 对啊 我们是师徒 秦燃赶忙点头 那 屠山悠悠的狐狸精本能告诉他 这两人之间的关系 不像是师徒 秦燃打断屠山悠悠要说的奇怪的话 道 学正法 你就好好学正法 不要想着研究人类的社会结构 很复杂的 你一个妖怪搞不清楚 是吗 屠山悠悠疑惑 这跟人类社会结构有什么关系 但人类社会确实比妖兽社会复杂 他也不好说什么 是的 秦燃点头 你赶紧下去复习今天教你的 别搞忘记了 好的 秦先生 屠山悠悠心里纵然有些不解 但还是很听秦燃的话 他躬身行一礼后离去 回他的狐狸洞了 屠山悠悠离去了 李诗英才督着脸走过来 一屁股坐到秦燃边上的草地上 轻心剑也不收回去 就放在边上 他和秦燃中间 李诗英也不知道 自己在生什么气 他和秦燃 明明只是师徒而已 但他就是见不得师父 跟其他女人待在一起 特别还是一个容颜绝世的狐狸精 他感觉自己在害怕 害怕师父被别人抢走 可是 他有什么也做不了 他很讨厌这种无力的感觉 李诗英嘟着脸 阴气得眉梢促起来 带了几分小女生的气愿 他偷偷去看秦燃 看到他正认真的 在纸上写写画画 师父真好看 他想 师父又聪明又有学识 比画本中的书生好一万倍 不 他想到什么 又摇头 师父笨死了 他看了一会秦燃清秀而认真的脸 在秦燃即将转过来时 气呼呼地转头 看向湖面 喜欢这个吗 秦燃出声问道 嗯 这是在问他 什么 他反问 没好意思去看 看着傻徒弟羞涩的样子 秦燃把纸递到他面前 给他看纸上画的东西 这是你的信物 以后 你可以用这个出入单风 他说道 李适应的眉梢恢复了 但还嘟着脸 他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大眼睛里面漆黑的眼珠 斜过去 看秦燃递过来的纸 白金的纸上画了一把胖胖的剑 剑柄上拴了绳 像玉佩一样 他可太喜欢这胖胖的可爱的剑了 大眼睛里都是喜色 他看一眼画 又去看秦燃 看见秦燃眼眸明亮 又觉得羞涩 师父明明是喜欢我的 他想 眼睛骗不了人 那双眼睛里 对他都是在意 但这么一想 他更觉得害羞 李适应督着脸 红着脸 装作不在意地 转过头去看湖 两只小手 无意识地 在自己脚上的鞋子上 捏来捏去 这是给我的 他问道 对 这是专门给你设计的 傻徒弟那少女的娇羞 实在太可爱 秦燃看得脸上止不住笑意 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哄小孩子 笑着说道 明天我就做出来 你以后佩戴着他 可以像以前一样出去玩了 李适应很高兴 又问道 是只有我一个人有吗 追风他们也有 秦燃道 李适应顿时很失望 脸又多了起来 你看 秦燃把纸翻过一页 递给李适应看 说道 追风的牌子是这样 李适应转头去看 纸上画了一只 张牙舞爪的卡通小白虎 李适应不知道 什么是卡通画风 但他感觉很可爱 也认出那就是追风 追风哪有那么可爱 他撇嘴道 人家天天陪你练剑 还不可爱 秦燃道 李适应想到他 这几天对权力一剑 有些新的体悟 追风经常因为 接不住他的剑气而受伤 虽然那家伙 因为身体好 和师父的丹药 没有影响到他到处皮 他不讨人厌的时候 确实很可爱 他便点头 他说着 想到他和追风都有了 那么七七和狐狸精呢 他们的呢 他装作不在意的问道 秦燃便给李适应 看龙七七和屠山悠悠的信物 跟追风的差不多 都是可爱的卡通画风 不过一个盘起来的胖胖的蛇 一个是有五条尾巴的白色狐狸 嗯 只有自己的最特殊 是一把剑 李适应第一时间想到这个 又开心起来 看来在师父心里 狐狸精跟追风和七七差不多 李适应的眉梢翘起来 嘴角有了笑意 傻徒弟的心思 全都写在脸上 秦燃一看就知道 这次危机过去了 单纯的徒弟 被腹黑的师父 轻轻松松玩弄于鼓掌之间 他收了纸笔 闲聊一般向李适应问道 你最近那么勤快的练剑 是为了什么 李适应不想告诉师父 自己跟别人约嫁了 他大眼珠子飘忽着 回道 认真修行啊 这一看就在撒谎 秦燃追问道 你是不是在外面惹了事 哪有 李适应顿时有些慌 小脑袋瓜飞速转动 要想个理由来 幸好在这时 爸 嗷 嗷 一声透露着傻气的虎啸 从烟雾外传来 爸爸 追风 开门 是追风那个傻孩子 又在叫门了 嗨 秦燃叹了一口气 起身去接追风 秦燃施展了术法 从追风声音传来的方向 开了一个通道 雾气从里向外分开 他随口问道 今天回来这么早 一般来说 这笨虎出门玩 不玩到肚子 呃是不会回来的 嗷 追风再大头应一句 雾气分开 露出追风的身形 秦燃看过去 这才发现在他背上 还趴着一个身穿素色长裙的少女 好你个追风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跟着他过来的李诗音 便先开口了 指着追风骂道 一天天不学好 这就学会抢抢名女了是吧 秦燃施视他一眼 提醒道 你有没有发现 那女的很眼熟 抢的还是熟人 李诗音更生气了 秦燃值得无奈道 那是田文景 啊 李诗音一愣 这才反应过来 向追风背上的少女仔细看去 文景 文景怎么了 追风脚步轻盈地跑过来 他出声问道 你把文景怎么了 没有啊 追风唬声唬气地回道 他就是这样 我没有把他怎么样 他本来就是这样 你没动他 他会变成这样 李诗音母亲是责怪 他从追风背上 把田文景扶下来 然后惊奇地发现 田文景还是清醒着的 虽然田文景一脸地生无可恋 但他身上没有受什么伤 也确实没有睡过去 或是昏迷什么都 我没有对他 追风急了 大声辩解道 我没有对他怎么样 好了好了 你没有你没有 我知道 秦燃赶忙上去摸他的猫猫头 安慰道 这傻孩子 虽然学会了说话 但一方面是年纪小 另一方面是种族不对 唇舌结构不一样 他说话时的语气 总是含糊不清 也总是词不达意 说不清楚 也只有秦燃能完全听懂他的话 和他无障碍交流 让委屈的大猫猫平静下来了 秦燃抱着他的猫猫头 看向田文景 看着田文景的样子 他大概能猜到其中的内情 看着看着 他不自觉地叹了一声 扶他到里面去坐吧 他与李世音说道 李世音便把田文景往木屋带去 他向秦燃看去 见到秦燃的样子 问道 师父你知道 他这是怎么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黄飞渝应该已经再去 陵南先宗的路上了 秦燃说道 啊 李世音一愣 玄机想明白好多事 他没忍住 骂道 他怎么能这样 当初黄飞渝重伤将死 无人理会 是田文景对他不离不弃 带着他东奔西走 到处求医 当秦燃说 需要狂颜金 和世心狂颜兽的腰单 才能救黄飞渝时 是田文景为他买来了 狂颜金和腰单 为此 他卖掉了自己的本命件 欠了秦燃一笔巨款 到现在也没有还清 秦燃的那张仙灵铁 黄飞渝知道 秦燃不会用 他苦苦哀求了许久 秦燃最后给了田文景 他也是从田文景那里 得来的仙灵铁 他欠了少女的恩情和感情 却毫不犹豫地 无情无义地抛弃了他 李世音无法理解 只是秦燃却看得很清楚 他叹道 这才对位吗 这才是修行界吗 像田文景那样的重情重义 才是不可理解的 甚至 黄飞渝还做得不够绝 至少他没在走之前 再骗一次田文景 也没有要田文景的性命 修仙 就是这样 秦燃道 扶着田文景在客厅的长木椅上 坐下后 客厅之前的沙发被追风撕了 到现在 秦燃也没有重新弄一个新的来 李世音又去倒了一杯水 但田文景没接过水杯 他默默地 仿佛失去了灵魂 变成了行尸走肉 李世音把水放到了茶几上 看着这被情所伤的少女 他想了半天 也只想出一句 他这种人不值得这样的话 他李世音实在是不会安慰人 只甘坐在边上陪着 李世音都不懂了 那隔着物种差距的追风 更是不懂什么 少女初恋 被骗财骗色 还被甩得凄惨了 他百无聊赖地蹲坐在木椅边 东看看西看看 好一会 又看回木椅 看着木椅 他觉得爪子痒 弹出自己的指甲 在木椅上笔画 想着怎么挠回比较顺手 然后就被秦燃踹了一脚 他皮糙肉厚 是真的皮糙肉厚 不具刀劈火烧的那种 秦燃踹它 差不多跟挠痒痒差不多 他不觉得痛 反而向秦燃靠过来 低声说道 爸爸 出去玩 好家伙 才刚刚回来 又要出去 这个家是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了 秦燃有气 再踹他一脚 道 今天不准出去了 追风便过来蹭秦燃的大腿 咬秦燃的裤子 他在撒娇 毕竟 他只是一只几百斤重的宝宝 直到秦燃瞪他一眼 他才消停下来 踹他打他他感受不到痛 只有骂他瞪他 才能让他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不能出去玩 追风就觉得困 于是半步都不想走 就在客厅椅子旁趴下睡过去了 而猫科动物的说睡 就睡技能发动 不一会 就有憨声在客厅响起 一边是李世音 再有一句没一句的安慰失恋的田文景 另一边是一坨白色的大老虎 趴在地上打憨 同在客厅 画风却不是那么统一 李世音听得烦了 过来一脚踹醒追风 赫声道 出去 啊 追风懵懂醒来 然后在李世音的威视下 走出了客厅 见状 早就想溜的秦燃 也及时跟着追风走了出去 跟追风一样 其实秦燃的画风跟这里也不太搭 一来她是个不善于言谈的男的 另一方面 她算是长辈 她早就想出去了 只是不好开口 唉 师父 李世音还尝试留下秦燃 她叫追风出去 可没叫师父出去 但秦燃只当听不到 以更快的速度冲了出门 爸爸 你也被赶出来了 追风很惊讶 向秦燃问道 不会说话 就少说话 秦燃瞪她一眼 追风很委屈 她明明在关切爸爸 为什么也会被凶呢 喵心人想不明白 她只得跑到自己的猫耙架上面去 在最顶上 找个最舒服的窝睡觉去了 看了看追风 秦燃自己一头钻进杂物间 去找制作信物的材料了 田文景方林二八 平生第一次对人动心 就被人无情抛弃了 如果她是个普通人 这不过就是少女人生中第一次失恋 虽然惨是惨了些 但不至于有多严重 哭几次 沉闷些日子 要走也就走出来了 但她不是普通人 她是个修士 但是情况就不可以一概而论了 严重一点说 她这算是道心崩溃了 一连几天 她都行尸走肉一般 整个人了无声气 甚至 修为都有消散的迹象 秦燃 秦燃在湖边柳树边削木雕 准确一点来说 是削木剑 前几天给李诗英说的 进出护山大镇的信物 本来 在秦燃看来 李诗英能用石头雕刻出猫爬架 那她秦燃用木头削几个卡通玩物 不是问题 谁知道 这些在她眼中 应该极其简单地吊坠木 却难住了她 她计划用一天时间 把信物全部制作出来 现在四天过去了 她还在削最简单的木剑 嘴硬一点来讲 削木剑确实不是什么难事 难的是 加上在上面刻阵纹 这回秦燃正拿着一把小刻刀刻着 但手忽然轻轻抖了一下 阵纹刻歪 整个阵法结构被破坏 宣告她这一把小木剑又失败了 哎 秦燃心态有点小崩 抬手把这小木剑丢到一边 在那里 已经有三把失败品了 而这只是她今天早上的杰作 她靠着椅子 看着湖面 开始怀疑人生 肖把木剑有那么难吗 这时有人靠近过来 她看过去 是田文景 田文景走过来 面无表情 站在离她不远处的湖堤上 也看着湖面 她这个样子 秦燃总觉得 她是要跳湖轻声了 她又拿过一块木料 继续削下一把木剑 她一边削木剑 一边注意田文景 生怕她真的想不开 田文景在那里站了好一会 忽然开口问道 是你们男人都是这样 还是只有是她这样 这时湖面波澜不幸 岸边柳树的枝叶轻动 秦燃削木剑的手一顿 她抬头看田文景 很想用经典答案回答 她所有男人都是这样 但她毕竟代表不了所有男人 她想了想 答道 感情是这个世界最不可信的东西 她太主观了 一个人可以再早上说爱你 也可以再晚上杀你 早上爱你是真的 晚上恨你也是真的 而且 感情这个东西 她看不见也摸不着 那么看不见的东西 就可以不存在 这世界也许没有感情 或许这世界 有人能以感情为术法 使情感变得实质 田文景沉默了好一会 沉浸在失恋情绪中的她 大概领悟到了 所有男人都是无情无义这一层 她问道 我不是非要有一个道理 对吧 对 秦燃点头 肯定道 这个世界 没有谁对谁是必不可少的 道理也是这样 没有道理 你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没有朋友你 也能活下去 没有父母亲人 也能找到一种生活方式 对你来说 只有你自己是必不可少的 我明白了 田文景道 秦燃看向她 看见她面朝湖面闭上了眼睛 她等了一会 田文景没有继续说话 她知道 田文景或许有所误 便不再等她的话语 她低头削剑 小刀削动 削出一把胖胖的木剑 她又偏头 去看田文景 发现她深周弥漫着一些玄妙的意境 视之而悲伤 她脚下的湖水 打着悬远离她 她开始为木剑撰刻阵文 不多时 耳边传来田文景的话 她说道 借剑一用 秦燃抬头 看见田文景引过去一把废弃木剑 她握在手里 飞身而起 在湖面起剑而舞 很奇怪 她明明没有误出剑气 但秦燃却能在她手中木剑上看到透明的 无定型的剑形幻影 看着她捂剑 秦燃莫名觉得心下悲伤 她很想哭 抬手一摸 原来已经有眼泪从眼眶翻出来了 剑意 她喃喃道 这东西秦燃见过 见过一次 在苏长青手上 但是 李诗英没有领悟出剑意 白若曦没有领悟出剑意 甚至剑锋手作柳伯贤也没有领悟剑意 田文景却领悟出了剑意 不是说 剑意一定比剑气高级 而是说 剑意比剑气难误太多太多 而与资质无关 与心性有关 剑气会加属性 剑意会加意境 剑气和剑意也不冲突 甚至会一加一大于二 但剑意真的很难 苏长青的剑意是关于先关于道的 众他一剑 会使人神魂飘渺而不知所闻 田文景这剑意 很明显是关于情感的 是一种悲伤的情感 师父 李诗英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秦燃身边 他泪流满面 看着五剑的田文景 哭着问道 文景学会了新的剑法吗 这是剑意 秦燃道 剑意是什么 你因何出剑 少青 田文景收剑下来 将废弃的木剑还给秦燃 道 谢谢你的剑 你的意是什么 秦燃问他 田文景沉阴片刻 脸上见不到一丝情感了 他回道 忘情 爱 秦燃叹息一声 他从乾坤袋里取出半截牛角 递给田文景 道 既然你感谢我的剑 那我便送你一把剑 田文景看向秦燃手里的脚 它是雷属性零根 很清晰地察觉到脚里面汹涌的雷霆 这是什么 他问道 玉雷独角牛的脚 玉雷独角牛 七级妖兽 田文景摇头 我不要 他受不起 你应该要 你还差一把本命剑 田文景沉默了好久好久 深深地看了一眼秦燃 终于还是接过了这只脚 他与丹峰的牵绊越来越深 有趣的是 秦燃一边说着感情是最不可信的东西 却一边用恩情来笼络他 而田文景一边领悟了忘情建议 却一边接受了别人的馈赠 免费的馈赠 往往是最昂贵的 田文景拿了玉雷独角兽的脚 离开了丹峰 师傅 文景的建议是忘情建议吗 是 如果有人被他刺一剑 这个人就会忘记情感吗 大概吧 那我不要被他刺中 李诗英道 师傅 我会领悟建议吗 秦燃看了看李诗英 问道 你知道自己为何直见 为何出见吗 李诗英仔细想了想 摇了摇头 他好像是为了直见而直见 为了修行而修行 如果非要说有一个理由 他想是守护 他为了长生药而跑来修仙 他是想要家人永远不死 这是一种守护之心 之前他想守护家人永生永世 现在多了丹峰 多了师傅 但他不能告诉师傅 等你想清楚了 坚定了那种想法 再把那种想法 融入到剑法中 那或许就是你的建议 秦燃道 李诗英蹲下身 捡起一把秦燃丢在边上的木剑 拿在手里比划了几下 他笑起来 十分可爱 道 师傅 我也会有建议的 或许是因为田文景在边上误了建议 这一只木剑 没有再出错 秦燃将阵文完完整整地刻了出来 他施法激活阵文 又向李诗英 要了一道剑器 融入木剑中 以做身份认证 完成信物制作 他把木剑递给李诗英 笑道 拿去 你也领悟建议 田文景 就是用这个木剑领悟建议的 李诗英喜滋滋地接过木剑 看了又看 觉得十分可爱 很合他的心意 木剑很小 是按照挂件来设计的 就比成年男子的大拇指 要大一点点 秦燃见李诗英喜欢 取出绳子 将木剑串起来 你记上试试看 他递于李诗英道 李诗英正要伸手接过木剑 忽然想到什么 大眼睛滴溜溜一转 低下头说道 我自己戏不方便 师父你帮我吧 嗯 秦燃一愣 看了看低头娇怯的李诗英 傻徒弟什么时候学会这一首的 他笑了笑 也没有拒绝 拿着木剑蹲下 在李诗英身前 将木剑系在他腰间 系好木剑 秦燃抬头 与李诗英亮晶晶的眸子 对了个正着 原来低着头的傻徒弟 在一直盯着他看 那眸子多情而明亮 看得秦燃心脏乱跳 顿时生出几分柔软和情意 李诗英大约是受了狐狸精的刺激 这些日子成长飞速 已经从黄毛丫头 变成怀情少女了 他很早之前就喜欢秦燃了 但那时候 他把喜欢藏在心里 生怕他知道 现在他表露出来 想要他知道 秦燃冲着李诗英笑 站起身来 柔声问道 喜欢吗 李诗英虽然害羞 却并不躲避退缩 尽管他看师父深情的毛子 听师父温柔的嗓音 心里已经乱糟糟了 仿佛有一万匹野马在奔腾 他脸红得发烫 却依旧很大方地展开手 在秦燃身前转了一圈 问道 师父 诗英好看吗 秦燃听得出 李诗英在问什么 但他回答道 很合适呢 木剑跟李诗英很合适 是吗 李诗英这才低头去看 佩戴在自己腰间的木剑 双手拿起 说道 那我很喜欢 傻徒弟娇憨的好可忍 秦燃没有忍住 伸手去摸他低下的脑袋 感受他柔顺长发的手感 李诗英低着头 让师父摸自己的头发 心里像是有蜜罐炸开了 但过了一会 他忽然觉得 这个姿势很眼熟 他反应过来 这不就是师父摸追风的 大脑袋时的样子吗 他急忙抬头 喊道 师父 秦燃没计较到 傻徒弟会突然抬头 手顺着下滑 滑到了傻徒弟的脸上 指尖赶出着他脸上 细腻嫩滑的肌肤 两人在这一瞬间都愣住了 他们此时的姿势 很像情侣对立 男生伸手捧住了女生的脸 好一会 李诗英反应过来 今天跟师父的亲近程度 终于超过了他的御职 认他是将门狐女 担扬一霸 也再支撑不住了 他啊的叫了一声 身形一闪 直接施展仙法消失了 甚至在空气中 还残有紫色星辰渐气的风一破人 傻徒弟消失了 秦燃依旧保持着原姿势 在那里站了一回 然后才收回手 在鼻尖闻了闻 指尖鱼香 他闭上眼睛 回想起手指触及适应脸上滑腻肌肤的感觉 老夫心动了呀 他想 然后在他脑海里 忽然出现一个长着恶魔脚的小人 飞踹了他一脚 大骂道 装你妈呀装 还修个屁的仙 这就给老子带着徒弟还俗 秦燃猛地摇头 清醒过来 脸上以你猥琐的表情消失 变得严肃认真 他回头 看向身后的士吉摩柳 这颗士吉摩柳 是用原士吉摩柳的一根柳枝千叉活的 现在还是小小一颗才刚刚长到他腰间 他原本以为 这种九级妖兽的血脉 很难用普通的方式栽种活 但是这颗士吉摩柳活了 他以为就算是活了 也应该是一颗新的士吉摩柳 但 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你没死对吧 秦燃忽然向着朱柳树问饱 威风拂过 那刚刚冒出浅浅黄芽的柳枝青摇 没有声音回答秦燃 你没死才对 秦燃自答道 是吉摩柳的分神之法 能在理论上分出无数个原神 而他也确实分出了无数个分神 按苏长青所说 每一朵柳树 都是是吉摩柳的一个分神 再加上是吉摩柳是植物成精 是生命力极强的一种生物 如这样的恐怖生物 怎么可能会被随随便便地杀死呢 就算遭遇了必死的杀局 那也一定会留有后手 你一定没死 对吧 秦燃再一次问道 虽然是在发问 但他的语气却无比肯定 如果不是没有确定是吉摩柳死没死 他秦燃也不必每天都来这里守着这株柳树 他这些天每天都来这里坐着 是他很看重这株柳树吗 是他很喜欢诗音挖出来的湖吗 是他很自豪 自己布下的护山大镇吗 都不是 是他本来就担心是吉摩柳没死 所以每天都在这里守着 而就在刚才 在田文景领悟建议的那一瞬间 这株柳树终于有了异动 秦燃与这株柳树对峙许久 周围只有风吹湖水的声音 柳枝轻轻晃动 而他一脸严肃 仿佛一个傻子 两久 柳树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秦燃退后 坐回到椅子上 又摸出一块木头 开始嗑小老虎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追风傻里傻气的大嗓门 在雾气外大喊 爸爸 是我 追风 但他今天连喊了两三次 都不见秦燃来给他开门 反而是李诗音带着信物先跑了出来 哎 你怎么可以出来 追风眼睛一亮 向李诗音问道 李诗音向他炫耀腰间的木剑吊坠 笑道 师父给我削的信物 好不好看 给我好不好 追风抬起爪子 就要抢掉坠 李诗音反应迅速 反身跑进雾气里了 追风追着李诗音一起 很快回到了丹丰 两人一追一逃 来到湖边 看见湖对岸的柳树边 秦燃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他一手拿着小刀 一手拿了一个削了一半的小老虎 看起来就是木雕刻了一半 忽然睡着了 爸爸也犯困 追风睁大眼睛 诺 你看 李诗音指了指秦燃手中的小老虎木雕 对追风说道 那个是你的信物 此时 两个傻孩子 还没有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柳树边上的秦燃 其原神已经不在身体里了 秦燃坐在湖边刻木雕 刻着刻着 毫无征兆的 他忽然发现 自己来到了一处阴暗狭窄的空间里 这个空间像是一个地底洞穴 仿佛亘古以来都没有通过风 能闻到残留在时间里的霉味 这是拿脸 秦燃抬起手看了看 手里空无一物 小刀木雕都不见了踪影 他分明记得 他在为追风制作信物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又往私下打量 此处环境阴暗潮湿 空无一物 不 某一刻 他眼睛一花 忽然在那边角落里 看到了一个被朝着他的白发老头 老头盘坐在那里 身形干瘦 穿着一件柳青色的薄衫 你是谁 秦燃出声问道 此处空间有声音响起 回答他的问题 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 秦燃一愣 迅速反应过来 凝视那苍老的背影 沉声道 世纪魔柳 还不算太蠢 秦燃再次打量此处空间 知道这里 应该是世纪魔柳的尸海 而他此时 应该是原神状态 前辈 把晚辈射到这里来 有何事吩咐 他问道 谁知 世纪魔柳也问道 你把我带到此处 想要做什么 这指的是 秦燃把世纪魔柳 栽种在丹丰的事 我救了你 不是吗 秦燃不紧不慢地回答 直接变成了世纪魔柳的 救命恩人 当时我不折那一只柳枝 你残存的元神 也一定会被您长老找到 所以 我问你 你想要什么 世纪魔柳竟很好说话 对于救命恩情 想要报答 你救了我 想要什么报仇 能救下前辈 是晚辈的福分 不敢要什么报仇 秦燃道 前辈把我放出去就行了 然而 秦燃看得很清楚 世纪魔柳是谁 这家伙是典型的魔道枭雄 为了何道 他不惜吞噬整个横断山脉 灭杀生灵无数 就这种生物 他会对人心存感激 会好心赋予报仇 要是你出去 保毁了怎么办 见秦燃不上当 世纪魔柳 也就不装了 秦燃文言心下一图 因为他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他本来决定 再出去的第一时间 就从灵气中心 护山大阵阵眼位置 移开世纪魔柳 我怎么会呢 他面无表情地拍马屁 我对前辈的敬意 如同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又如大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世纪魔柳打断秦燃的磅毒 说道 我们做个交易吧 来了 恶魔的交易 秦燃向那个苍老的背影 躬身一礼 道 前辈请说 你为我找回道果 我教你分神之法 世纪魔柳道 秦燃不做犹豫 干净利落地印下 好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答应再说 等出去了 第一时间就砍了这恶魔柳枝 可是世纪魔柳 会放那么低级的失误吗 不会 只听那苍老的声音说道 为了保证 我们都不会违背交易 我们立个原神契约 原神契约 秦燃精神一阵 连忙抬手阻止 是极魔柳立原神契约的操作 道 前辈 这个交易 我觉得 我们还可以再谈谈 什么叫原神契约 就是字面意思 原神和原神之间立下的契约 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 这个没有礼仪道德的修行世界的 比较公平的契约 契约生效 契约人即不能违背契约 哪怕是脑子里 生起了违背契约的念头 也会被契约反噬 而秦燃根本就没打算遵循交易 去找什么道果 立这种契约 不是找死吗 再加上 和一个分神无数的大佬 立原神契约 这是不是有点 你有什么建议 世纪魔柳问道 不如 你不再为难我 我出去之后也不动你 秦燃道 这个交易如何 我们可以立原神契约 我只是受伤了 不是没脑子了 那苍老的声音有了情绪 你这人足小辈 为何一再戏弄于我 我想 是前辈你戏弄我在前 秦燃依旧平淡 说道 你要我去找道果 道果在哪里 道果在灵南先宗 您老人家是否高看我了 我像是能去灵南先宗 为你讨回道果的人吗 那苍老的声音停顿了一会 重新给出新的交易 第一 我不杀你 你出去之后 也不许动我 第二 我需要道果 而你身上就有一颗道果 我以分神之法的第一重 向你换取这颗道果 以后每多一颗道果 你就可以从我这里 多得到一重分神之法 这个交易看起来有点诚意了 秦燃应下 可以 接着 两人又完善了交易细节 比如 秦燃不可将士吉魔柳 还活着的消息透露出去 秦燃不可更改弧底阵眼 灵气之眼的位置 是吉魔柳在传法的时候 放还秦燃原神的时候 不能动手脚等等等等 两人一个是魔道枭雄 一个是老鹰逼小狐狸 彼此之间是一点信任都没有 生怕被对方在交易中做了手脚 他们的具体交易就那两条 一个互不侵犯 一个道果换功法 写在纸上就两行 但他们附加条件 却是一条又一条 能写个十来章纸 商业了好久 他们才终于签订了原神契约 由是吉魔柳施法 秦燃接下 最终完成 紧接着 是吉魔柳传秦燃分神之法 第一重 养神之法 功法名叫 九级原神是魔宫 是吉魔柳以原神传功 直接传到秦燃脑海中的 秦燃看着自己脑子里功法 形状欣喜若狂 又向士吉魔柳道 久闻前辈大名 却还不知道 前辈怎么称呼 老夫以种属为姓 以功法为名 是为柳道吉 柳前辈 秦燃向白发老头的背影 躬身一礼 道 还请前辈送我出去 不然他们该干蠢事了 好说 两人勾心斗角大半天 到这时 角落里那个白发老头 才回身过来 但秦燃还没来得及 看清他的样貌 原神就被送回到 自己的肉身了 所以他没有看到 那名叫柳道吉的 白发老头的音效 你既然有了原神 当之原神的妙处 我不信你看了 老夫的原神之法 会不动心 就算签了原神契约 但柳道吉 依旧在功法上设了陷阱 修炼了我的功法 你就是我的分神了 哈哈 这陷阱很奇妙 柳道吉 并没有违背 原神契约 因为功法本身 是没有问题的 他没有做陷阱 只是这功法 属于他柳道吉的功法而已 一旦修炼 就会被打上 他柳道吉的原神印记 最终变成 他柳道吉的分身 而柳道吉 也没有害秦燃的意思 在他看来 这对于秦燃来说 是恩赐 李诗英和追风 玩闹着跑到喜剑湖这边来 他看秦燃还在睡觉 心里有个坏念头 便朝追风 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追风也不是什么好孩子 知道李诗英要使坏 只见李诗英捏手捏脚地 走到秦燃边上 先伸手在秦燃眼前挥了挥 以做试探 结果秦燃没有反应 然后他一边憋笑 一边把秦燃手上 削了一半的小老虎木雕 轻轻抽了出来 他像是完成了什么壮举一样 举着手中的手里木雕 向追风无声炫耀 而追风虽然捂住嘴巴 但笑意和敬佩 从大眼睛里跑了出来 他很认可李诗英这一刻的壮举 能从爸爸手里抢东西 着实了不得 李诗英得意了片刻 尚觉得不过瘾 把手里的木雕丢给追风玩耍 又继续看向秦燃 师傅有这样深睡的时刻可不多见 他要抓紧时间 他本想在秦燃脸上 展示自己的绘画天赋的 奈何附近没有笔墨 但他信念一转 伸手按在秦燃的鼻子上 一用力 秦燃鼻孔上翻 看起来就跟猪鼻子一样了 追风 追风 他巧声急患追风 追风叼着木雕过来 看了秦燃的猪鼻子模样 笑起来 一个没收助力把嘴里的木雕咬成碎木了 啊 呸呸呸 他急忙往外吐嘴里的木屑 笨虎 李诗英撇嘴 他松了秦燃的鼻子 想要再做些有意思的恶作剧 但他忽然反应过来什么 悚然一惊 伸手到秦燃鼻尖 去试探秦燃的呼吸 啊 他顿时被吓得大叫一声 一时间花容失色 秦燃 没有了呼吸 追风 师傅 他说不出话来 师傅 又死了 什么 追风还觉得一嘴的碎屑不舒服 没听清楚 含糊问道 李诗英经拒着去摸秦燃的脸 一摸 皮肤冰凉而无弹性 仿佛死了很长时间了 他被吓得连连后退 带翻秦燃 使秦燃的躯窍 无力地从椅子上滑落 师傅 他捂住嘴巴 哭出声来 死了 啊 这回追风听清了 也看到了秦燃的状态 他瞪大眼睛 怒吼一声 嗷吼 追风这动静 让丹丰其他人也察觉到不对劲了 涂山悠悠从后山湖里冻出来 一个闪身来到湖边 他看向浑身完好没有伤口 但却没了呼吸的秦燃 皱眉问道 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就刚刚 李诗英本是个坚强的女孩 从不会哭鼻子 可是当他发现秦燃身死 他只觉得感觉无力 能做得只有哭泣 我只想跟师傅开个玩笑 捏他的鼻子 呜呜 他说了几句 呜呜呜呜呜的 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涂山悠悠不管他 在秦燃身前蹲下 仔细查探秦燃的状态 秦燃的肤色 还是正常人的肤色 他浑身上下 也没有任何伤口 至于毒之类的 涂山悠悠 看向刚从研究楼跑过来的龙七七 问道 你看看 秦燃有没有中毒 龙七七过来仔细检查了 摇了摇头 没有中毒 没有伤口 没有中毒 那就是 某种不为他知晓的秘法了 涂山悠悠沉吟着 追风浑身散发着凶利的气息 在湖岸边走来走去 他听到涂山悠悠在分析秦燃的死因 过来说道 爸爸 没了 涂山悠悠看向追风 为追风身上凶煞的气势所设 他感觉追风好像知道什么 但追风在仇恨的状态下 言语系统进一步退化 说也说不清楚 你想说什么 他问追风 追风又暴躁地跑了两步 忽然回头 道 魂 是灵魂 涂山悠悠醒悟 秦燃的灵魂被人射走了 李诗英听到灵魂被射 抽气着更正 是元神 他们单风有秘法 可以使修士在蛀姬七 就修炼出元神来 元神 龙七七想到什么 看向边上那颗细弱的柳枝 那是 士极魔柳 他说道 一时间 在场四人都看向那颗细弱的柳枝 那颗 士极魔柳 呼吼 追风咆哮一声 第一时间忍不住 抬起爪子 就像是极魔柳拍了过去 啪 涂山悠悠一拂袖 将追风弹飞 落到喜剑湖中心 你 干什么 追风狂暴 湖水炸开 他在溅起的湖水中 以更快的速度扑回来 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四颗惊骇的獠牙 精准地咬向涂山悠悠的脖子 面对狂暴杀来的追风 涂山悠悠丝毫不慌 背后呼地出现五条毛茸茸的白色尾巴 其中一条无辜伸长 迎着追风倒卷而去 将追风捆住在半空中 你 坏人 追风被捆住了也不消停 挣扎着骂道 如果真的是是极魔柳干的 那么秦燃的元神 大概率还在这棵树里面 涂山悠悠知道 跟追风讲道理 是不可能讲明白的 他只看着另外两个人 说道 这棵树还在 秦燃就还有机会复活 要怎么做 龙七七问道 我们都还不具备操控元神的能力 涂山悠悠 看向在他尾巴上挣扎的追风 他可以 我 李诗英抹一把眼泪 说道 我也有元神 我可以救师父 而正在场上几人商议着 怎么就秦燃之时 摔在地上的秦燃 忽然动了起来 嗨嗨咳 他咳着嗖 适应着元神忽然归位的不适感 从地上挣扎着做起 别 他说道 别吵了 我回来了 师父 李诗英大悲转大喜 带着眼泪笑起来 一把扑过来 把秦燃紧紧地抱住 爸爸 追风也在涂山悠悠尾巴上兴奋大喊 涂山悠悠将他放下 他唰的一声 就把李诗英和秦燃都扑到在地了 追风 秦燃在追风的爪子下大吼道 龙七七松了一口气 在涂山悠悠边上 看着地上挣扎嬉闹的三人 叹道 这个心里阴暗 不相信感情的人 却用情感束缚了太多 你今年几岁 涂山悠悠笑盈盈地问龙七七 一千零七岁 龙七七答道 哦 七岁啊 涂山悠悠点头 那你还不懂感情 龙七七纠正 是一千零七岁 我和士级魔柳前辈 进行了友好交流 充分交换了彼此意见 最终在各个方面的处理方案上 达成了一致 小木屋客厅内 情然启动了隔绝阵法后 与几人简单地说了一下 他和士级魔柳之间的事 至于士级魔柳还活着这件事 是他们自己推论出来的 与秦然没有什么关系 秦然并没有违背了原神契约 所以 涂山悠悠抱着大胸 靠着窗户站着 向秦然问道 你与士级魔柳有了勾结 什么勾结 说得那么难听 秦然坐在客厅长木屋上 手里捧着一杯热茶 说道 我们是达成了和平协议 进行了友好合作 为他和丹风的未来发展铺路 士级魔柳是什么人 也敢跟他合作 涂山悠悠闻言冷笑起来 道 你倒是不怕死 前辈可是九级妖兽 能与之合作 是我莫大的荣幸 为什么不能 秦然答道 龙七七盘坐在地上 趴在茶几上面 他看着秦然 总觉得今天的秦然有些奇怪 说话的语气又假又空泛 说来说去都没有实质内容 他心疑 秦然已经被士级魔柳夺射了 或是控制了 毕竟士级魔柳是妖兽 不会说人话 他连忙以眼神示意窗边的涂山悠悠 这个可能不是秦然 涂山悠悠 收到龙七七的眼神 于是问道 你是不是秦然 啊 龙七七无奈地拍脑袋 为什么会直接问出来啊 他就不该在勾心斗角方面 对妖兽抱有信心 哪怕是一只狐狸精 自然是 秦然道 怎么证明啊 追风可以证明 涂山悠悠看向追风 追风点头道 确实是爸爸 其实涂山悠悠也感觉秦然有问题 他多看了秦然几眼 想了想 问道 所以 你们究竟做了什么交易 不可说 秦然摇头 涂山悠悠暗自思索 九级妖兽的事情 他好像确实不应该打听 只是龙七七眼神一鸣 发现了不对劲 不可说 是受迫而不能说 他不再相信涂山悠悠 自己开口问道 世级魔柳 目前还剩多少实力 不清楚 龙七七以自己的险恶心思 揣摩秦然和世级魔柳 得到一些思路 他又问 如果悠悠解想跟挑战世级魔柳 有几成胜算 秦然赞赏地看了一眼龙七七 知道这个小丫头 知道了破局思路 他答道 悠悠的实力确实强 但对世级魔柳前辈来说 还构不成生命威胁 龙七七顿时心神领会 打得过 但杀不死 他又问 笨虎呢 不可说 秦然连连摇头 追风有威胁 是极魔柳生命的能力 龙七七又拐弯抹角地问了 秦然一些细枝末节 秦然也在不触发 原神契约的情况下 尽量回答了龙七七 两人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听得其他三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好一会 秦然起身出门去 说道 我去看看是极魔柳前辈 客厅内四人坐下 李诗英看向龙七七 忙问道 七七 到底什么情况 秦然跟是极魔柳 做了一些交易 达成了一些协议 这些协议里面 至少有不能透露 是极魔柳的真实情况 一旦透露 秦然很可能会遭受某种伤害 龙七七将自己的分析到的东西 分享给他们 但通过刚才的一系列交流 我还是得出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协议 涂山悠悠道 应该是原神契约 原神契约 龙七七碍于修为和见识 没有听过这东西 涂山悠悠便与她解释了 什么是原神契约 最后又说道 已是极魔柳的实例 秦然跟她签订原神契约 岂不是很吃亏 她还不知道 是极魔柳强于分神 不然会更加担心 以秦然的为人 不会吃这种亏的 龙七七摇头 也不知道是不是再夸秦然 通过刚才的交流 我得出一些信息 她继续说道 第一 秦然不能暴露是极魔柳 第二 秦然不能对付是极魔柳 第三 秦然也从是极魔柳手中 得了某种好处 大概是他们交易的内容 第四 是极魔柳受伤严重 如今实力很弱 悠悠节可轻胜之 第五 是极魔柳还有后手 很难杀死 第六 追风能对付是极魔柳 我猜测 大概是是极魔柳 如今 只有原神很强 她不愧跟秦然一样腹黑 秦然的实际传人 一通分析 大差不差 最后 她总结道 秦然暂时没有危险 但以后就不一定了 秦然不能对是极魔柳出手 但没说 我们能不能出手 据有分析 秦然在暗示我们 出手除掉是极魔柳 就那点柳枝 李诗英不解 追风一爪子就拍死了 有什么厉害的 那可是九级妖兽 相当于河道七修士 河道修士 是何等恐怖 龙七七看着李诗英 训斥道 或有后手无数 岂能被轻易杀死 陵南先宗布局多年 都没有将他彻底除掉 此事还得从长记忆 秦然一个人出门来 到是极魔柳边上 将自己那颗盗国取出 摊在是极魔柳面前 肖问道 柳前辈 盗国在这 您老人家要怎么服用 他面前的细柳的柳枝 动起来 柳间一弯 轻点在稻果上 便见那稻果化作柳体 又随柳枝飞起 最终融入到了柳枝中去了 这稻果 本来就是人家 是极魔柳的东西 要将其吸收 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吸收了稻果 然后肉眼可见的 湖边细柳变高变大 转眼便由秦然腰身高 长到比秦然还高了 其树干也有婴儿 拳头粗细 枝头的黄芽长出 变成嫩黄色的细眼 恭喜前辈 秦然道 柳树轻摇之夜 也显得欢快 事业 书房灯明 秦然将九级原神是魔宫的 第一重藤抄下来 在纸上一个字一个字的细细研究 每一个字的各种意思 多重解释 不同来历 等等等等 它都细细罗列在纸上 俨然是把这魔宫 当作威严大义的经典 来做学术研究 与柳道吉所预想的 极不可耐完全不一样 秦然非但没有急着 修习这门原神功法 反而不急不慢地做起了研究 甚至 它有不修习这门功法的打算 秦然是何等小心谨慎 哪里会随随便便 修炼别人的功法 可知它杀人之后 连包都不敢舔 就是害怕修炼了人家的功法 会被人知道 它没有修炼这门功法的打算 只有研究这门功法的打算 而研究功法 对于它这个 有着多年 简陋经验的功法垃圾佬来说 是这儿巴金的专业对口 离挑战宋泽的时间 一个月来 李诗英勤家修行 于前两天抽时间突破了境界 来到了住击中期 又经过两天的境界巩固 他完全适应了修为 完成既定目标 成为了一名住击中期修士 同时 他的另一个目标也已经完成 按师傅的剑修越级挑战理论 找破绽 然后一击必杀 怎么找破绽 李诗英还不知道 但一击必杀 却是他的另一个目标 练一招一击必杀的剑法 然后一剑带走宋泽 那么他这一招已经完成了的剑法 是怎么一回事呢 简单讲来 就是李诗英把全部的力量聚集起来 一剑刺出去 也就是 先使用接引星光术 以星光增幅几身战力 再使用战灵绝 极端地使用每一点法力 以增幅战力 最后将两次增幅的战力 结合全身的法力 凝聚成一道剑气 这就是李诗英这一招 一招看起来很简陋的缝合剑法 甚至不能称之为剑法 成为术法 或许更合适 但实际上 要做李诗英全部的设想 很不容易 首先 就是身体的承受能力 其次是要怎么控制这股力量 最后就是 要怎么把这股力道打出去 这三点中 最难的 又要数最后一点 关于第一个要点 李诗英的肉身 在秦燃不计成本的要预 和九转星辰剑法的炼体 两相结合之下 已经足够强大了 暂时承受那么大的力量 完全可以 第二个点 李诗英在秦燃的影响下 一直很注重对法力和力量掌控 现在掌控那股力量 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唯有怎么把宁城的剑气攻击出去 是最难的 而最后一点 也正是李诗英的练习重点 最后以追风布满全身的剑痕为代价 才算是成了 他兴冲冲地找来秦燃 要第一时间 把这一招施展给秦燃看 赵丽是在喜剑湖 这湖确实没有辜负李诗英 为他取的名字 他承受了李诗英太多的剑气了 秦燃在湖边 李诗英在湖面 李诗英取出清新剑 拔出来 拿在手中 他闭上眼睛 将功法都运转起来 接引星光束 蓝蓝的天空 顿时有一道紫色的星辰之力投下 直入他体内 又有战灵爵 使他气势勃发 衣衫无风而动 长发飘飞 秦燃看着那持剑少女 立在湖面上 闭着眼 长发飘飘 有一种极度的唯美 少女准备完毕 将全身法力都灌进清新剑中 猛然睁眼 眼里一道紫色剑气闪过 他举起剑 星辰之力连接清新剑 乘一道连接天地的紫色剑气 蛤 少女交扎一声 持剑气而斩 轰然声中 有萧瑟感顿声 那紫色剑气斩下 从湖这边到湖那边 再到外面的雾气 都一剑劈开 湖水雾气都分开 叫人清晰地看见 平坦的湖底的阵纹 看见重重雾气外面的山栏 这一剑 叫单风未知沉浮 湖底有静置保护 无所大碍 湖边的空地 可没有什么保护 一剑之下 地面出现一道整齐的裂痕 长直到阵法屏障 宽不过三指 身则无算 剑气起 剑气落 李诗英收剑 人还在湖面上 酷酷的样子 向秦燃这边看过来 展开笑颜 语气炫耀 问道 师傅 诗英这一剑怎么样 秦燃点头 道 很不错 她的眼神有些深邃 这一招是真的很强 已经能对她造成威胁了 那么 这样一招所要对付的敌人 就不会是助击器 因为这是一招应对金丹强者的招式 所以 傻徒弟到底干了什么坏事 要对付金丹七修士 那师傅 李诗英道 你给我这一招起个帅气的名字吧 起名字 秦燃陈吟 想起那贯穿天地的紫色剑气 问道 紫色东来 这个名字怎么样 嗯 李诗英陈吟 这名字虽然贴切 但不合她的心意 她准备默认 毕竟是师傅起的名字 而见李诗英的样子 秦燃就知道她不满意 她想了想 想到一个有意思的名字 又问道 天外飞仙呢 天外飞仙 李诗英眼睛一亮 连连点头 道 这个名字好听 她的身法叫飞仙 问道 她的剑法叫天外飞仙 那就叫天外飞仙吧 秦燃叹道 这又是她前世的记忆了 李诗英得了名字 也不再凹造型了 喜滋滋地飞过来 在秦燃身边 把剑收进剑翘 你 在外面没惹事吧 秦燃看了看李诗英 很不放心 终于还是问道 没有啊 我怎么可能惹事 李诗英摇头 一脸真诚 这种盘问 她老熟悉了 毕竟她李诗英 乃丹阳城一霸 从街头打到街尾 从皇宫外 打到皇宫内 整个丹阳城 少有世家子弟 没被她捶过 但她就是靠着 一张可爱的脸 一副真诚的表情 少挨了她 爹好多顿毒打 秦燃看了看 她那副无辜的样子 也有些迟疑 问道 那你练这一招 是干嘛用的 我是剑修 研究剑法 是不是很正常 不要觉得李诗英傻 其实她聪明得很 她这理由很合理 但秦燃总觉得 哪里不对 因为这话 不像是傻徒弟 会说的话 倒像是她嘴里 说出来的一样 你最近都不出去玩了 又是为什么 我要潜心研究剑法 没有心思 李诗英信誓旦旦 又道 现在剑法已成 我自然会出去玩了 看李诗英的表情 不像是作假 秦燃心里怀疑 却找不出什么破绽 行吧 但她还是告诫到 修行界十分危险 千万要谨慎 我知道 师父 李诗英保证 说完了这事 关于李诗英这一世剑法 秦燃准备提出些建议 她虽然不懂剑法 但她很擅长使用力量 她从力量运用的角度 向李诗英说道 你这一招确实不错 虽然理论粗糙 但大巧不攻 还是有相当的精巧和威力 我给你提出几个建议 你往这方面再研究研究 第一 你的剑气不够凝实 太过华丽 浪费了许多力量 你那剑气看起来很威武很霸气 其实是虚的 徒有其表而已 如果你能把剑气凝实了 不使力量浪费一丝一毫 那这一招的威力 至少提升两个档次 原因以下 你都可伤之 第二 那就是常跟你说的弱点 战斗 两个字 赢得站着 输得躺下 没有什么其他可言 而以强积弱 就是最省力的战斗方式 以强积弱 以己之长 攻敌之短 此战之道 第三 我注意到 这一招你使用了全部力量 如果你使用这一招 去攻击敌人的弱点 也就是 以你最强一招 去攻敌人最弱之处 然后刚刚创伤敌人的话 这就是你的极限战力了 如果你以最强的力量 攻击人家最弱之处 都还打不赢的话 那么那个敌人 你就没有一丝 可以战胜的可能性了 就要计划怎么跑路了 李诗英认真听着 对剑法和战斗 都有了些新的感悟 宋泽 今年36岁 于30年前 被戚风手作 和道光收入门下 成为清传弟子 在最适合修行的年纪 开始了修行 其人气质风流 容颜甚利 性情温良 识人甚爱之 又天赋过人 常勤学苦练 一身扎实修为 又精通神通 法术无数 不论是形象 还是修为 都不愧他 道剑门十大天骄之一的身份 因此有拥顿无数 于是 一听有人要挑战 自家哥哥 道剑门内 不说群情激愤 那也是热闹非凡 有戚风女修愤言 十大天骄是十个人 别人都不挑战 非要挑战我家哥哥 是不是欺负我家哥哥 性情温和 想要挑战我家哥哥 需得过我这一关 我倒要看看 他有几分实裂 有消息灵通之辈道 据说挑战者 还是个修为低下的 无名之辈 就他也配 那女的好像是 所谓的五大角色 有人分析 我怀疑是那贱人恶意碰� 想一次接近 我家哥哥 单风 他单风是什么穷乡僻壤 居然有脸出来泄眼 有人干脆进行了人身攻击 当然了 除了这些宋泽的拥顿 今天来观赛的 也确实有不少纯路人 有的是来看戏的 我得到消息称 是助击七 挑战金丹七 我认词 想一次接近我家哥哥 单风 他单风是什么穷乡僻壤 居然有脸出来泄眼 有人干脆进行了人身攻击 当然了 除了这些宋泽的拥顿 今天来观赛的 也确实有不少纯路人 有的是来看戏的 我得到消息称 是助击七 挑战金丹七 那挑战者是真不怕死 任宋泽本来就是天骄 他还要越击挑战 我是来看他 怎么哭鼻子的 哭鼻子 有人摇头 论到台上生死误论 控制不好法力 今天怕是有人要死 有的是来看美女的 据说那挑战者是五大角色 所谓白衣剑仙 一把长剑 一袭白衣 剑眉心目 黑发红唇 便是女人 剑了也清新 我倒要看看 到底长什么样 我在主风见过一次 有一说一 有人答道 此生无悔 有很少一部分人 是奔着战斗来的 他们跟我说是 越急挑战 还是越大境界 很期待 其实那挑战者天赋绝伦 剑锋手作 也想收他为徒 但被他拒绝了 有人道 说不得他是有机会的 有人要挑战 十大天骄之一的 宋泽这个消息 老早就被东仲元 放出去了 心疼哥哥的 看热闹的 爱好打架的不知反己 于今日 都全部汇集到论道台处 于是今天的论道台 那真是格外的热闹 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一眼望去 怕是大半个 道剑门的低阶修士 都跑来观战了 李诗英是挑战者 他很有自觉 早早地来到了论道台上 今天的他是一身雪白衣衫 腰间白玉带 戴上寄件型吊坠 脚上黑底白面靴 一根浅色头绳 将漆黑柔顺的长发 束在脑后 一身装扮 突出干净利落四字 他抱着一把长剑 闭目站在论道台一边 静静地等待宋泽到来 面白如玉 唇红四霞 一身气质 说他英姿飒爽也好 说他风流倜傥也罢 总归是引人注目 李诗英中午时分来到论道台 一直站在台上等着 只等到太阳下山 宋泽也不曾到来 他倒是谨记师父教会 任何时候都要冷静 作为挑战者 他站在台上 心如止水 然后台下一直等着的弟子们 却忍不住了 有看笑话的 怕不是那宋泽 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你看他严肃以待 却自作多情 似小丑一般 修为差距过大 宋泽不应战 也是应该的 有打抱不平的 宋泽实在傲慢 不应战可以提前说 如这般来又不来 战也不战 实在不当人子 他被众星捧月惯了 早已目中无人 做出这等龌龊事情 却又在意料之中 有心态好的 宋泽来不来无所谓 这李师妹 确实是如传言一般好看 此次观战 不须此行 师妹站多久 我看多久 全体目光向我看齐 向我看齐啊 我宣布个事 从今以后 我就是李师妹的狗 太阳落下 月亮升起 直到星辰满天 宋泽终于风度翩翩地 来到了论道台 快看 那就是宋泽 果然是有几分姿色 不输我年轻时候 哥哥加油 哥哥最棒 给哥哥生猴子 宋泽国有相当人气 人还没在论道台上落定 人群早已沸腾起来了 他嘴角擒着一丝笑 颇有几分风度 手拿着一把纸扇 向李师英报全告罪 师妹 见谅 师兄领悟新的法术药指 忘了时间 抱歉 实在抱歉 李师英睁开眼睛 打量宋泽 注意到他大拇指上的斐绿色玉斑 清冷的声音说道 消磨我的战役 很不错的招式 师父有言 一鼓作气 扎而摔 扎而结 他此次是为挑战而来 一开始 必然是战役昂然 是最强的时候 如宋泽此时不迎战 避开锋芒 他战役必然消减 如若他因宋泽为约 心有愤恨 心有二意 心性不纯 战役再减 等到此时宋泽在应战 其胜算少说要高五成 见李师英一眼看穿自己的策略 宋泽不由得目光一宁 多看了李师英一眼 倒不是个空有皮囊的漂亮武夫 不过他宋泽坚信 狮子薄兔当用权力 对于自己出此策略 也不以为耻 师妹说笑了 他笑道 太愚蠢了 李师英却做出如此评价 他抬头望天 天空星辰密布 你不知道我所修功法 只知道城市化的拖延时间 听李师英的评价 宋泽脸色微变 他确实不知道李师英的功法 只知道他是担风剑修 他的功法难道跟夜晚有关 好狂妄 有宋泽的拥顿愤怒 大骂道 你这见人凭什么 这么说我家哥哥 好狂妄 我好喜欢 却是有纯路人如此表示 总之李师英一言出 场下顿时沸腾 议论声高起 天上都是星星 李师英眼里 也有两颗星星 他丝毫不理台下声音 只看向宋泽 带着一股上位修士 对下位修士的傲慢 道 我允许你先出招 哦 好 台下有人要被李师英 摔晕了 在李师英无端端强大的气场下 宋泽几乎要忘记 其实是他比李师英 高一整个大境界 凭生一股 他才是挑战者的错觉 他本没把李师英 放在心上 但此时 以他谨慎的心态 他真的害怕战书 温纯笑起来 无非切磋 谁先出招 谁后出招 都无所谓 既然师妹说了 师兄便 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一边有着高阶打低阶 还先手的微妙羞耻感 一边假惺惺地提醒道 师妹 小心了 便见宋泽大拇指上的玉板子 亮了起来 一道法术之灰 凭空向李师英攻来 李师英看也不看 身形一闪 闪过了这道法术 见李师英身法了得 宋泽也不藏着掖着 煞时间 他火力全开 各种各样的法术接连爆开 什么锋刃 什么火焰 什么雷霆 都向李师英招呼了去 李师英的身形在这些法术中闪烁 他一直没出剑 一直在寻找机会 某一刻 一直盯着宋泽的他 忽然眼眸一凝 宋泽的法术多而杂 但却不禁 师法之间会有停顿 这停顿虽然极其微小 机不可见 但天外非先 李师英在心里默念 轻心剑出鞘 天山星河流转 一道由星辰之力组成的剑气 凭空凝成 巨大的刺目的光陡然亮起 剑气向前 轻心剑归翘 剑气 剑收 剑光息 不过一瞬间 台下众人再往台上望去 却见台上干干净净 没有法术 没有剑气 只有宋泽和李师英相对而理 李师英持剑在侧 仿佛常见从未出窍 他冷明的心眸 不带感情地看一眼宋泽 然后展开身法 回身飞入夜空 众人的目光 不由地被他一直吸引 顺着他而去 夜空中的他在发光 仿佛一刻凌晨的流星 台上宋泽嘴角带血 他带着班子的拇指指根 有一道剑痕 如果不是 他尽了全力保护 他的大拇指 他的本命法器 都会毁在那一剑之下 他受了很重的内伤 在台上无力跪下 也许他这一生 都忘不了今晚这一剑 一剑飞蟹 一剑凌晨 天外飞蟹 相信今天来此观战的人 也不会忘了 这惊艳一剑 助击七战金丹七 一剑败之 何等无敌风流气度 只一剑 便叫宋泽掉落天骄之名 他李师英以助击修为 成为道剑门新一代天骄 李师英中午出门的时候 说的是出去玩了 秦燃还以为他恢复正常了 是真的跑出去玩了 由此 他还在想 原来傻徒弟是真的没有惹祸事 是真的在前行修行剑法 一时不由的老怀宽慰 傻徒弟终于懂事了 直到下午过了 李师英没有回家 晚饭熟了 李师英还没有回家 对李师英这个吃货来说 其他时候都不要紧 但吃饭的时候都不回来 秦燃知道出大问题了 他冲到正在干饭的追风面前 一把把他额前的王子揪起来 拽着皮毛 拖着到屋外 秦燃坐在椅子上 看着面前目光躲闪的追风 阴沉着脸 冷声问道 怎么回事 哦 爸爸 大白虎匍匐下来 模样殷勤 想蒙混过关 秦燃离也不理 一双眼睛冷冷地盯着他 追风卖了萌 发现没有效果 又偷偷地看 秦燃两眼 看到秦燃一脸寒霜 知道糊弄不过去了 这才支起上半身 低着脑袋 低声道 秦燃说 为了丹丰的荣耀 嗯 秦燃点头 示意他继续说 道剑门十大天骄 追风说话的逻辑不是很清楚 断断续续的 颠三倒四的 但到底是把事情说完了 所以 李秦燃是跑去挑战金丹中期了 秦燃听完 将事情理清 顿时背脊发凉 一时间又是害怕 又是愤怒 急忙起身 展开顿法 就要向主风论到台飞去 但他刚刚起身 就看见主风那方夜空中 忽然有星辰落下 便见一道紫色剑气 一闪而过 天外飞仙 秦燃不会认错 尽管比起之前向他演示的那次 这剑气有了变化 但他不会认不出 自己徒弟领悟出的第一招见识 李秦燃的剑道天赋 就是顶尖的 听了他的话 不过几天时间 就将这天外飞仙改进了 现在的剑气凝食许多 花里胡哨的东西减少了 为了大了数倍 他只看这一剑 就对这一战的结果有了数 又反身回去做好 龙七七端着一碗饭 靠在门边看追风被训 他倒是看热闹 不嫌失大 见秦燃飞起又落下 好奇问道 怎么不去了 不用去了 秦燃道 他坐在那里 盯着追风一言不发 等着什么 这一只几百斤重的小白虎 在他的目光下不敢乱动 蹲坐在地上 低着头鼠地上灰尘 李诗英一招天外飞仙出 虽败了宋泽 但代价是全身的法力 他转身就走的身影很潇洒 但拮据着使用运转功法 吸收来的灵气很狼狈 幸好主风离丹丰封也不是很远 他不必支撑太久 很快就回了丹丰 他以信物穿过护山大阵 披着星辰 往小木屋飞去 不知道还敢不敢得上晚饭 他心想 便往前看 发现木屋前亮着光 除了身居浅出的屠山悠悠外 丹丰其他人都在 但气氛好像不是很融洽 龙七七端着一个比他 脑袋还大的碗在扒饭 碗里有一只大鸡腿 叫李世音多看两眼 追风不知道为什么 该干饭的时候没有干饭 一脸委屈地蹲坐在那里 而师父更是不妙 一张脸冷得跟寒冰一样 眼睛里的怒火 能把人烤熟 据李世音多年干坏事的经验来看 这是事发了 事发了怎么办 自然是溜啊 他从空中落下 往小木屋飞了一半 急急刹车 身上星辰之力大量 倒转剑尖 直往空中飞去 站住 秦燃发现李世音的动作 怒喝倒 但李世音是何等经验 师父正在气头上 老老实实站住 不是等着挨揍 他连忙以更快速度往外飞去 哼 秦燃怒吼一声 单风是他的地盘 进了他的领域还想走 他抬手掐印诀 护山大阵顿时启动 李世音这个半文盲 哪里知道秦燃这护山大阵的妙用 他静止飞过去 还妄图以信物打开阵法通道 然后 他情急之下根本没注意 他的信物没能打开阵法通道 往外一冲 当 他一头撞在了护山大阵形成的防护罩上 直撞得头冒金星 他揉着脑袋 还没回神 一回身 便被一个气泡吸了进去 气泡带着他 往地面秦燃那边飞速而去 他大急 脑袋也不揉了 提起轻心剑 就去刺气泡 但现在的他 哪里还刺得动 他刺着刺着 就发现自己 离秦燃越来越近了 更近一点 他又看见了师父的怒容 可 他不由地停下了挣扎 低下头 拉长声音喊一声 师父 跑了 怎么不跑了 秦燃真的是肺都要气炸了 嗯 李诗英低着头 收了剑 乖宝宝一样 抱着小手不说话 秦燃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椅子发出嘎吱一声响 他将李诗英从气泡里放出来 一双冒火的眼睛盯着李诗英 何问道 你知不知道 你在干什么 是 李诗英为自己低声辩解 我打赢了 打赢了 秦燃都气笑了 立马咆哮起来 那宋泽是什么敬见 你是什么敬见 你们中间差了一个大敬见 一个大敬见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有多危险吗 打得赢也好 打不赢也好 被人仰视也好 被人俯视也好 秦燃都不在乎 他只在乎李诗英的生命安全 什么丹丰的荣耀 丹丰有个屁的荣耀 这么大一个门派 都TM几代单传了 还好意思扯荣耀 他秦燃也根本没有那老十字的荣誉价值观 月极挑战 很威风 很了不起啊 秦燃眼睛都是血红的 他真的怕急了 那你知不知道 只要有一个失误 你就会葬送性命 大境界之间的差距 是指数级的 什么时候 适合月极战斗 只有生死关头 万不得已的时候 李诗英从没见过 秦燃发这么大火 他也没想过 文气的腹黑的城府 极深的秦燃会发火 他知道这是真的生气了 他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只低着头挨骂 秦燃的咆哮声 将整个单风都震慑住了 李诗英不敢动 追风不敢动 龙七七八犯的动作都停下了 后山狐狸站在洞口 眺望这边发生了什么 咆哮完 秦燃坐回椅子上 手扶着额头 他感觉额头的动脉 在砰砰砰地捶他的手 愤怒是因为恐惧 他在恐惧什么 他恐惧失去李诗英 如果李诗英因此而死 他该怎么办 他好不容易在这个世界 又有了牵挂 他真的很害怕 如果李诗英 以后还出去越级挑战 秦燃停止咆哮后 单风静命了好长一段时间 好久 他站起身来 平静地 沙哑着声音说道 静足 三个月 随后转身进屋 李诗英被秦燃静足了 身为从犯的追风 也不敢再往外跑 于是 两个调皮捣蛋的家伙 好不容易都乖乖待在单风不乱跑 从诗英学会遇见起 到追风可以到处跑了 他们两个在外面的时间 大约跟在家的时间差不多 而像他们这种野孩子 被关在家里 跟坐牢的差别是不大的 追风每天都是懒洋洋的 爬在猫爬架上睡觉 除了干饭 没有一点精神头 尾巴都不想动一下 他现在是六七个月大小 相当于十二三岁的人类少年 还在疯狂长个儿 那体型是 一天比一天大 一天一个样 早就有普通的成年老虎大了 一趴下就是一大坨年糕 幸好李诗英 给他特制的猫爬架足够结实 不然肯定承受不住 他娇小的身体 李诗英一天天的也是没事干 偶尔练练剑法 但更多的时候 是霸占秦燃的躺椅睡觉 也是没有一点精神头 两条咸鱼 两只摆烂怪 入秋之后 天气转凉 雨水变得多了起来 这天 秦燃正在湖心亭看丹荆 研究长生不死药 外面忽然下起了雨来 他在亭内倒是不打紧 有雨水敲打湖心亭瓦丽的声音 和溅落湖水的声音 更让他沉下心来看书 但是外面两个摆烂的家伙 可就要被雨淋了 瘫痪在湖边睡觉的李诗英 在被雨滴敲脸的时候醒过来 他趁着雨势没有变大 连忙沿着长堤 跑进了湖心亭 猫爬架上的猫猫虫 被雨淋了好一会才醒过来 他迷迷糊糊地意识到 下雨时 浑身的毛都已经湿透了 这才带起一阵腥风恶雨 扑进湖心亭 恶风吹得秦燃的疏乱作一团 他又抬手阻挡追风 毛上的甩过来的水 姿态还不失优雅 臭狐 但李诗英就被追风带来的水灵了一身 嘿嘿嘿 追风不好意思地傻笑 又憨憨地拿两只爪子 聚拢散落在地上的书 两个白兰怪的关系倒是格外好 李诗英也不计前嫌 蹲下去帮追风捡书 秦燃坐在护栏上 等李诗英和追风把书都捡起 放到石桌上了 他开口问道 你们俩准备这样一直睡觉 直到放你们出去 毛虎皮后 憨头憨脑地到处看 装作听不懂 可 但李诗英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他偷看一眼秦燃 回道 是最近天气阴凉 总是因我犯困 秦燃懒得理他春困秋乏的借口 直接说道 阵法和丹药 你选修一门 李诗英可聪明了 先向秦燃问道 学哪个更好 两则各有优点 秦燃详细介绍道 阵法的适用性广 等你剑道修为 到达一定境界后 是一定要涉及阵法的 何况 还有剑阵这一类特殊的交叉法术 学了阵法 除了得到一些阵法的基础知识外 还可融入你的剑法中 丹药可以与剑道互补 剑道是进攻之道 丹药是防守之道 一攻一防 暗和阴阳 视为大道 学了丹药 除了得到一些药理知识外 还可以了解人体结构 穴位 经脉 法力运转对战斗会有极大的帮助 李诗英一听 两个都对他有很大帮助 便问道 可以两个都学吗 秦燃笑起来 很开心 点点头 看着李诗英 道 你可以两个都学 真的 李诗英眼睛一亮 只要你可以 秦燃道 他从乾坤代理一引 引出两本大步头 一手拿着一本 示意李诗英 一本是正法基础 一本是药理基础 你都要学吗 那本正法基础就是屠山悠悠花了一个多月 没日没夜地看 才刚刚看完的书 那本 药理基础 是李诗英拜师入门的第二天就看过的书 他在上面留下了一滩梦口水 之后 他就改练剑了 李诗英仔细去看 还能看到 药理基础上 他口水干涸后的印记 光是看到这两本书 李诗英就一个头两个大 心生畏惧了 别说是都要学了 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急忙装可怜 不 他是真的可怜兮兮的 若若问道 师父可以不学吗 选一门 情然的脸拉下来 李诗英被吓得一抖 再去看那两本书 药理基础的威力 他已经领教过了 那密密麻麻的字 现在想起来 还觉得头晕 他便向 阵法基础 伸手 但手伸到一半 他忽然记起 师父之前与屠山悠悠说 要学阵法 还要学什么数学 急忙顿住了 比起一个完全陌生的敌人 一个熟悉的敌人 显然要更好 手一转 他拿过了 药理基础 就在这看吧 秦燃道 阴雨天 很适合看书 李诗英一屁股坐到地上 把书放在膝盖上 生无可恋地翻开第一页 搞定了李诗英之后 秦燃看向了追风 追风本来在边上看热闹 看得很开心 但忽然之间 他发现秦燃的注意力 在自己身上了 他顿时肃然 坐起身来 摇得欢快的尾巴不敢动了 两只耳朵都向后 成飞机耳了 既然诗英学药理 那你就学阵法 秦燃将阵法基础 递给追风 笑得和蔼可亲 爸爸 追风张张嘴 害怕极了 尝试拯救自己 道 我不识字 哦 秦燃反应过来 是这么回事 便收了阵法基础 危机解除 追风顿时放松了 按赞自己机制 他看着李诗英 猫猫脸上 全是幸灾乐祸的笑 但他笑着笑着 忽然看见 秦燃又从乾坤袋里 掏出了纸笔 聪明的大猫意识到什么 笑容一点一点的凝固在脸上 这一刻 他如坠冰枯 如灵地狱 那我们从基础开始学吧 秦燃也不是什么魔鬼 温言笑道 都这个年代了 做文盲可不行 爸 爸 追风说话都结巴了 你 你 玩笑 吧 天剑可怜 他只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罢了 学习什么的 是不是和他不沾边 都晚了一点 我没想到你长得这么快 秦燃正色道 正好 你可以语文数学一起学 从小学语文 小学数学开始 学好了数理知识 以后再学正法 就顺利好多 敖屋 某玄冥灵虎凄凉地笑叫 哈哈 某剑仙银灵般的幸灾乐祸 要教追风读书写字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是 他的爪子不同于人类的手 没有那么灵活 握不了笔 然后是 他到底是妖兽 血脉里的野性 兽性 不允许他安安静静坐下来读书习字 最后是 这家伙顽皮 根本没有在学习上的心思 对于第一点 秦燃让追风用指甲写字 以木板 以沙盘 追风的指甲锋利无比 可比李世音的剑气 用来写字 太合适不过了 对于第二点和第三点 秦燃也没什么好办法 毕竟不是每一种妖兽 都像狐狸精像图山悠悠那样爱学习 他只能以老爸的威严 强压他坐下学习 效果不是很理想 教了追风写了几个字 认完了一道十的阿拉伯数字 秦燃感觉自己也快完了 这熊孩子 这虎孩子是完全不想学习 没有半分心思在读书写字上 教他读书写字算术 真的是一种煎熬 秦燃已经预想到自己此后几年的悲惨生活了 给自己找罪手 他一直很可以 自己写 教完追风写名字 秦燃心力憔悴 愤愤地踹了追风一脚 起身往狐心亭边上走去 他刚走两步 就发现李诗英早已经抱着输不住点头了 小姑娘靠着狐心亭柱子 蜷缩在地上 怀里抱着一本大书 疲倦的小脑袋 一点一点的 十分可怜 秦燃凝视着那张可人的小脸好一会 还是没有叫醒他 他身后的追风 失望地叹一口气 太不公平了 爸爸搞区别对待 秦燃坐到护栏上面去 靠着亭柱 摸出了御笛 亭外阴雨绵绵 天空是灰色的 与线细而不密 雨很小 但不断绝 在宗门内目属性修饰的努力下 已经重新长起了浅草和树苗 一片薄薄生机嫩黄色 湖面平坦 湖水纯净 湖底的阵法 具有清洁水质的作用 加之湖水也不是死水 景色其是宜人 只是有点单调了 秦燃想 或许湖里可以养点鱼虾 种点荷花水草什么的 借着细细的雨声 他拿起笛子 轻轻地吹响 烟波浩渺 悠悠笛声 异曲 江湖 秦燃的身体素质足够好 其气息悠长 再加上他对笛子的了解还算深 学起笛子来 竟有相当资质 进展神速 该说不说 比起修行意图 他在笛子方面的资质 高了几个数量级 此时在这阴雨天下吹响笛子 笛声悠悠 直融进了雨声里 这江湖 仿佛这喜剑湖 阴雨天 胡心亭 沉香寥寥 少女捧书入睡 白虎提早画字 有人倚栏吹笛 不知多时 李诗英在笛声中醒来 他第一时间就意识到 自己又看书看睡着了 经验丰富的他 急忙假装正言 翻了翻书 发现没人理自己 然后才抬起头来 打探庭内情况 他一抬头 就看见举着一只爪子 盯着他看的追风 一只大白虎 脸上唯唯曲曲 眼里有羡慕 羡慕李诗英能睡觉 追风是一只纯白的虎 全身上下仅有尾巴 额头和脚上 四处有少许黑色 黑色也是纯黑色 尾巴上有五圈黑色 意味着追风 可以换出五个影子分身 四只脚都戴了黑色手套 意味着他可以脚踩黑暗 额头上的纯黑色王字 里面是他的昌魂空间 如果以后他杀人了 就可以把人的灵魂 抓进他的王字纹里面去 他到底是一只纯白的虎 主打画风是憨憨 可爱 此时李诗英看过去 竟觉得追风浑身的毛 都在亮光 十分地漂亮 如果不是他眼里的傻气 相信他可以更漂亮 李诗英以眼神凶了追风一下 然后不再理他 悄悄转头去看吹笛的秦燃 这一眼看过去 他看见一个清秀的少年 靠在栏杆上 衣衫随微风轻动 神情专注而忧郁 有着一百二十分的魅力 不知道是不是看追风身上的亮光 而产生了错觉 他总觉得 他也在发光 一曲落 又一曲起 就着湖面烟雨 秦燃连吹了三曲 曲落 他手拿玉笛 或是沉醉在笛声异境 或是沉醉在前世记忆 或是沉醉在这满壶烟雨 却久久没有回神 好一会 他感觉有人在看自己 回手去看 看到傻徒弟 一双大眼睛 亮晶晶地盯着自己 仿佛眼里藏了星星 他看一眼 与之对视 心扑通了一下 急忙移开视线 然后看见追风 正嫌弃地看着李诗英 书看了多少 他正惊脸色 向李诗英问道 啊 李诗英从粉红色的 浪漫幻想中回神来 红着脸 慌乱低头 又在手上的后书上翻了几页 回道 看了几页了 他看了多少情然 还能不知道吗 他叹了一口气 摇摇头 收了笛子 站起身来 指着追风说道 我看 以后追风都比你有学问 到时候 你该如何自处 追风闻言 不由得高傲地抬起头 爪子在木板上 抓横七竖八的一字 抓得更起劲了 李诗英回头看一眼追风 面有蚕色 心道 李诗英啊李诗英 你怎能如此堕落 要是以后追风 灰爪成阵 岂不还要 受他奚落 便低下头来 强迫自己去看 药理基础 这回他看了好久 静一口气看完两页 等他抬起头 看见师傅 指着洗剑壶和研究楼之间的空地 与他和追风说道 我准备在这里修建一个大棚 把后山洞窑里 培养出来的实验品 都移植到大棚里面来 而这个大棚 就由你和追风来修建 反正你们两个 也是最贪吃的 怎么见呢 秦然看回李诗英和追风 道 你们两个 哪个学习不认真 就去干活 被我发现一次 就连着干一整天的活 只是干活而已 还挺好玩的 没什么 李诗英心想 一整座湖都是他挖的 再建个什么大棚 又有什么 他去看追风 发现追风也在看他 两个顽皮孩子一对视 顿时知道 英雄所见略同 干活 且没有饭吃 秦然看穿他们的心思 追加一条重罪 李诗英和追风 顿时瞳孔变大 知道这下不学习 可不行了 秦然真是太卑鄙了 竟然对吃货 使用了干饭威胁 致使李诗英和追风 不得不每天打起精神 进行强制学习 而这家伙发现 这一招竟然有用 更是连夜更新热补丁 每天学习之后 他还会检查 抽查 考察两位学渣 若有不合格者 同样没有第二天的饭菜 于是 李诗英和追风 不仅要学习 还要高强度学习 只能说 对于这两个家伙 干饭才是他们的毕生追求 在这种情况下 李诗英却也学得一些药理知识 他又不是真的智商不够用 他只是不喜欢学习 现在真逼着他学的时候 他还是能学一些东西的 比如他的书法和古针 其实也是他老爹逼迫着学来的 追风同理 这家伙拥有七级近八级的妖兽血脉 已经很接近神兽了 以他的智商 特别是记忆力方面 真的学习起来 他还比人类小朋友 学得快很多 短短十几天 加减乘除这些东西 他早已经大成了 这天吃了午饭 龙七七坐在老林槐树树下的秋千上晃悠时 追风在他不远处 用沙盘一笔一画地练着字 李诗英坐在草地椅子上 手里拿着书 认认真真的背诵着 画风跟他们平时的画风 尾时不合 叫龙七七嘖嘖称叹 心下又对秦然敬佩两声 连这两块朽木都能叼一下子 确实了不得 秦然泡了一杯醒神茶 端着从客厅走出来 来到灵槐树下 靠在灵槐树 他看着专心学习的学渣两人组 向龙七七问道 助激丹你研究得怎么样了 龙七七感气了 但还没有凝结气旋 他也泡药语 虽然不像李诗英那会 天天都泡 连泡一个月 但他刚开始 真的期盼 自己也能自然而然地 找到凝结气旋的契机 但他最终认清现实 放弃幻想 准备拥抱丹药 以他的根骨 要凝结气旋 恐怕是非要助激丹不可了 等会你给我准备两分药材 下午我试着练练 一般来说 练丹师没有使用别人的丹药的习惯 秦然抿一口茶 说道 一方面是不放心 另一方面是只有练丹师 自己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丹药 不是我不帮你 我知道 龙七七道 我学了你的练丹术 到现在 也算半个练丹师了 等把助激丹练出来 我就可以说 自己也是练丹师了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不会对你有怨言的 龙七七这丫头 心里又阴暗 人又小气 秦然确实担心 他心里会堆积怨气 对于他这种人 得把话给他讲明白了 见他确实心里确实没有问题 秦然便笑起来 说道 知道吗 其实别的练丹师练丹 并不会给自己做练丹记录 也不会根据自己练丹的实际情况 更改单方 他们只是尽量贴合单方 如果练丹失败 是技术的原因 绝对不会是单方的原因 其他练丹师 包括我师父 只有我 现在加上你 我们两个会这样练丹 提前研究单方 研究药理 更改单方 做练丹记录等 我称之为科学练丹 可是 他们不会研究药理吗 龙七七提出问题 如果懂药理 发现药材的剂量不对 那也应该要更改的吧 如果你得到一张远古的单方 是古时候一个名气极大的练丹师 研制出来的单方 你发现 其中有一味药的剂量不对 不符合你所学的药理 你会觉得 是大师的问题 还是自己的问题 秦燃笑着向龙七七问道 难道这不是大师故意为之吗 正是要这个量 才能炼出这颗丹药 你会怎么想 龙七七沉默了 如果她没有 跟着秦燃做过研究 学过炼丹 那她一定不会怀疑是单方的问题 只会觉得 是自己的炼丹技术不够好 天变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 秦燃看向龙七七 最后说道 孩子不要相信权威 要相信真理 龙七七严肃着一张嘟嘟脸 点了点头 这丫头一开始 是一张蛇精脸的 但丹丰的伙食 秦燃的厨艺太好了 她不知不觉 已经长胖了好多 下午 龙七七开始自己的第二次炼丹 依旧是在地言室 不过炼丹炉换了 换了一个小巧的 适合她操作的炼丹炉 这次的龙七七轻车熟路 她熟练地启动阵法 按照自己研究出来的 适合她自己的药材量往炉子里丢药材 丢药材 提炼 分隔 再丢药材 再提炼 再分隔 有经验 加提前准备的充分 龙七七一味要一味要地加 很快就加完了药材 她都提炼完 开始核单 尽管有过一次炸炉经验 但以龙七七的心性 倒是不会留下什么心理阴影 她直接加大火 龙七七走出研究楼 转角 沿河 在湖边找到栽种树苗的秦燃 秦燃为刚刚插下的柳枝赔了土 回头看见龙七七 这丫头的表情有些复杂 她一时看不懂 你这样子 炼丹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她还蹲在地上 笑问龙七七 这么短的时间 你应该就炼了一炉吧 龙七七走到身前来 在秦燃脸前 摊开肥肥的小手 露出手心三颗黑乎乎的丹药 看着眼前这三颗丹药 秦燃的脸色 也变得精彩了起来 这橙色 这气味 还她娘的是毒丹啊 炼丹记录给我看看 她与龙七七道 龙七七另一只手 掏出一份炼丹记录递给她 秦燃炎炼丹记录一路看下去 一如上一次 过程一点问题都没有 药材也没问题 但就是 最后炼出来的丹药有问题 她又拿过一颗丹药 以原神探进去 分析丹药的结构和成分 推断其具体效果 果然 助激丹的主要功效 是帮忙凝结气旋 而这颗丹药的主要功效是 驱散气旋 秦燃站起身来 深吸一口气 看看丹药 又看看龙七七 最终还是说道 要不 你试试 当排除一切的不可能 那么剩下的那个可能性 不管看起来有多不可置信多离谱 那都是事实 都是真相 这颗丹药 是龙七七按自己的要求炼制的 最终炼成了毒丹 那么 按龙七七事 毒蛇这一点来推断 是不是也不是那么不合理 龙七七其实也有一事一事 她周围扫了一圈 发现李诗英不在 便在地给秦燃一颗 自己只拿着一颗 做了深呼吸后 她看着秦燃说道 反正我的根骨齐差 修为什么的都不要紧 但你要保证我不死 秦燃点了点头 然后 龙七七把这颗黑乎乎的丹药 塞进了嘴里 龙七七没有死 她注尽了 当她按自身要求 研制出来的丹药 是毒丹的时候 那只能一种解释 她需要的就是毒丹 尽管有些离奇 但仔细想想 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以理解 毕竟她是一条毒蛇 所以 你需要的 就是这种毒丹 秦燃很想要静静 龙七七从盘坐姿势站起来 沉声答道 看起来就是这样了 真是一种极其恐怖的防伪标识了 秦燃把黑乎乎的丹药 还给龙七七 道 以后你的丹药除了你 别人都用不了 龙七七把丹药用拇指食指 粘起来看 回道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也不想这样 那脆体丹你还是练吧 再练一次 如果练出来还是那样 你也尝试一下 秦燃道 嗯 龙七七应下 你去把气旋稳定了 秦燃回身继续栽树 以你的根骨 我怕你一不小心 把气旋搞散了 龙七七举起小拳头 想给秦燃来一下子 喜剑湖是个人工湖 不大 秦燃挨着世纪魔柳附近 栽种了十几棵普通垂柳 又挨着柳树林 栽种了些桃树 挨着桃树林 种了些梨树 桂花 梧桐 水山之类 普通垂柳 是用来隐藏世纪魔柳的 桃树梧桐水山 是观赏用的 桂花梨树 满足食欲来的 秦燃零零散散 种了十几天 只要是他能买到的 奇花异草 熟悉的草木 都往喜剑湖边种些 至于说什么 秋天种树不合时节的 倒也不必 单风灵气充沛 秦燃又有生命之风 栽种这些普通的 观赏性草木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天在喜剑湖北边上 栽种下一棵梧桐树 秦燃看着这棵梧桐 想起前世的典故 因为心爱的女人 喜欢梧桐 那个男人 便为他种了满城的法 念四生才够洋气 国梧桐 结果种树这件事是假的 梧桐是假的 典故是假的 浪漫是假的 他爱它也是假的 寓意是不是不太好 他想 师父 这时李诗英跑过来 向他问道 你看见追风了吗 秦燃回头 看见李诗英穿了一身紫色衣衫 带了几分神秘魅惑气息 妖术黑色玉带 树出银银衣 蓝小蛮腰 身躯玲珑 扎了一个单马尾 几缕调皮发丝在额前 大大方方显露一张 仙姿玉蓉的小巧脸蛋 干净利落 不是你们一直在一起吗 秦燃疑惑 他记得 这两个家伙 在灵槐树下看书来的 怎么会跑来问他 刚才追风就不见了 我看到他往你这边跑过来 李诗英也一副疑惑表情 没有来找你吗 秦燃看了看他 闭上眼以神识感知 果然 那小家伙跑出去完了 护山大镇有进出的痕迹 很明显 是追风以信物跑出去了 可恶 李诗英咬牙切齿 骂道 这家伙还在禁足 竟敢私自逃跑 他便往护山大镇形成的物跑去 一边回头与秦燃喊道 师父 看我去把他抓回来 让你好好成见 秦燃瞬间明白了 他看着演技浮夸的李诗英 没有拆穿他拙裂的小把戏 他在心里想 这家伙是不是忘记了 禁足的从来只有他一个人 追风是没有被禁足的 李诗英举起腰间的木剑信物 趁着秦燃没有反应过来 其实秦燃已经知道 他想干嘛了 一头撞进了烟雾中 他生怕秦燃抓他回去 施展身法 两个闪身飞出通道 来到了阵法外 他得意地笑起来 师父可真好骗 边上传来追风悄悄的声音 李诗英看过去 看到藏在草里的追风 在朝他示意 你是狗吗 这样叫 李诗英一脸嫌弃地走过去 爸爸不会发现吧 追风很害怕 像雾里面贼兮兮地眺望 他是很大一坨白色年糕 藏在草里藏也藏不住 又做出这种贼兮兮的猥琐姿势 要多可爱 就有多搞笑 李诗英过去给他一巴掌 笑道 本小姐的得意计策 岂是师父 那等愚昧之人 能看出来的 这招叫放虎归山 叫仰寇自重 叫贼喊捉贼 贼喊捉贼 是不是用错了 追风提出质疑 你是老虎 你懂个屁 李诗英揪起追风的耳朵 大长腿一胯 骑到追风背上 大喊道 驾 我不是马 追风无力抗议 不是也丢走 追风只得直起身子 拖着李诗英 脚步轻盈地往山林里跑去 喜剑湖旁 正在规划湖里面 重点什么的秦燃 察觉到外面两个活宝的对话 满脸无奈地摇头 世纪魔柳的柳絮灾祸已经过去 植物重新长了起来 动物 妖兽 也都回来了 追风神气地驮着 李诗英在山林里穿行 所过之处 无论是妖兽还是动物 都纷纷停下匍匐 对他们置以最高的敬意 哇 笨狐你什么时候这么威风了 李诗英看得嘖嘖称探 我是山大王 丹风是我的地盘 他们自然得臣服于我 追风无不得已 前段时间 他天天跑出来跟人打架 打的就是单风的这些妖兽 这些妖兽都被他打过了 打怕了 打服了 所以他才有这么高的威信 李诗英心下滋味难鸣 有种自家傻孩子 终于长大了的感觉 他叹道 你还记得你那次离家出走 被这些妖兽欺负吗 差点被一翅膀砍成两劫 这才没几个月 你就是他们的王了 真是世事难料啊 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属于是 肥胖的自己被低阶妖兽追得满山跑 妥妥的黑历史 追风的脸黑了黑 气势凭空弱了两分 不提那事 我们还是好朋友 呀 还有脾气了 李诗英照着追风的后脑勺 就是一巴掌 追风张大嘴巴 恐怖的虎口 让人望而生畏 他说道 再打我 跟你急啊 在这么多小弟面前挨打 他山大王不要面子的 嗯 李诗英便把追风两只耳朵都揪起来 道 你急给我看看 哦 追风怪叫一声 疼疼疼 追风带着李诗英 巡视了整个丹风 臭屁地告诉李诗英 现在整个丹风都是他的地盘了 以后出来完可以报他的名字 只是笨虎不知道 他那些小弟 看到他被李诗英骑着 被李诗英随意拿捏 早就觉得李诗英要更厉害些 自从李诗英一剑展落宋子的天骄之位 新登十大天骄之榜 他在道剑门的声名便大了起来 一方面 他是唯一的 既是十大天骄 又是五大角色的弟子 另一方面 他是越境挑战 以助击修为 战败金丹修为的宋泽 凭此两项 他在道剑门的风头 可以说是一时无两 然而 道剑门的同门修士们 在盛赞李诗英的同时 也滋生了另一些念头 此前没有登上天骄榜的金丹修士们在想 我毕竟不是宋泽那蠢货 会被助击七打败 还是以那么耻辱的方式落败 换作是我 那李诗英活不过半招 我何不去争个天骄之名来玩玩 一些老牌的助击修士在想 宋泽是金丹七修士 他的地位 我没胆子挑战 但你李诗英可是助击七 那我得试试你的成色 助击七打助击七 我还怕你不成 说不得啊 还能趁机争个天骄来做作 如此 从那晚之后 其实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担风 想要挑战李诗英 只是都被护山大阵拦住了而已 甚至除了秦燃 担风其他人都不知道 护山大阵外 每天都有许多人在守着 所以当李诗英 气着追风逛了担风一圈 从担风山门 圆山门前的森林小道回家时 就忽然看见 有一群几十个人 堆在护山大阵形成的雾气前 之前的森林 已经被白色柳絮吞噬了 现在的森林 是木系修士 以神通树法重新种出来的 远远的 他听到那群人在吵闹 有人说 那李诗英好生怯懦 只敢说在家里 不敢出来接战 从没见过这么怂的天骄 见他一箭展落颂泽 我还以为他是个人间 没想到竟是这种无胆之辈 呸 有人道 他那晚只出一箭 出了之后就迅速离开了 我现在合理怀疑 他那一箭不正常 或是盗用了其他修士的剑气 或是什么高阶宝物 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实力 我看他是不敢面对 我等的正常挑战 其真正实力远不如我等 只敢说在家里 有人在研究怎么破阵 我记得丹风以前穷得很 就光秃秃的一座山 这个阵法 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不知道 都没怎么注意 丹风一直没什么人 要不是这李诗英 我都快忘记 我们道剑门 还有这炼丹一脉了 有稍微懂正法地说道 我看这正法 也不过是些基础正法的重合叠价 不怎么高明 带我进去一试 急忙有人阻止 别 这正法可有蹊跷 之前这么说的 到现在都还没出来 而李诗英在那一晚之后 其实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虽然他本人一点都不知情 有人替他辩解道 诗英已助击斩金丹 使用的剑法 肯定不同寻常 天才不是你们这等 庸俗之辈所能理解的 我觉得 人家只是在修养 在闭关 无暇理会你们这群 跳梁小丑 我家阴阴天下无敌 不屑你等的挑战 要是每个人都迎战 师师见仙 岂不得累死 这群人正说着骂着吵着 忽然有人指向身后 高喊道 李诗英来了 众人一惊 纷纷向所指的方向看去 便见森林小道那头 有一个妙龄少女 身骑白虎 缓缓现身 细看那娇好面容 不是他们心心念念的 李诗英又是何人 被人堵到家里来了 究竟是何等的耻辱 这是丹阳恶霸李诗英 不能接受的事 却见他面沉如水 一身冷冽气质 空气中似乎有渐气弥漫 这边的吵闹声渐渐平息 如此几十人 都被李诗英一人压下 虎族也是最重领域意识的 竟有人到自己的地盘找麻烦 却见追风也是气质凶恶 玄冥灵虎的凶煞之气肉眼可见 现在他只想将它们都撕碎了 送给爸爸种树 一人一虎到了境前 李诗英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们都是来找我的 他意识到 这群人应该不是今天正好在这里 也不是这个时候凑巧被他撞见 而是每天 每时每刻 这群人都在这里守着 只是都被师父拦下来了 他不知道而已 师父从没有说过 这群人不是都是来挑战的 有人是来看热闹的 有人是来挑战的 挑战的人中有修为高的胆子大的 一个气质标柄的金丹修士排众而出 粗广的大嗓门道 气风朱简前来挑战诗英道友 金丹七挑战朱基七 他也是脸皮厚 未见其脸红 气风 李诗英眼里更有三分冷意 他非要挑战宋泽 不是因为宋泽是十大天骄里最的弱 也不是因为他真的有多看重那天骄荣誉 其中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宋泽是何道光的清传弟子 他不会忘记 当师父背着他被一群猿鹰修士包围 走投无路之时向道剑门同门 猿鹰七前被何道光求救 希望他说两句好听的 但那何道光却与外人吟吟狗狗 没有半点解围之意 当时的师父到底有多绝望 他不敢想 气风弟子 李诗英骑在追风背上向朱简伸出右手 他那细长白嫩的仙仙玉手轻轻一握 一把如星辰般梦幻的剑出现在他手中 他今天出门集 没有乾坤带 没有清新剑 只能用木然剑勉强代替了 本 本命剑 朱简身后有人结巴道 李诗英挑战宋泽那次使用的是普通宝剑 人皆以为他是小小助击修士 还没有本命剑 哪里知道 人家不仅有本命剑 品质还奇高 一上来就是本命剑 朱简却不知道厉害 因为他没有去看李诗英和宋泽的战斗 反而他看这把星辰之剑 看其品质 怕是法宝等级了 他知道了真相 他笑起来 说道 我说你能越境挑战 原来靠的是非同一般的本命剑 朱简身后的人很坏 或是想让他试探李诗英的实力 或是想看热闹 竟没有人提醒他 李诗英如星辰般冷凝的眸子 看一眼朱简 眼里多是无情 他没有回答他 只是运转功法 有星光降临 有法力闪光 他浑身气势 瞬间起 无形剑气横压出去 压出去一阵狂风 森林的星树之干乱晃 对面的人群虚发乱飞 越境战败宋泽之后 李诗英的剑道修为 显然更强了 朱简竟被李诗英的气势所设 不自觉地退了一步 他退的这一步 让李诗英发现了机会 李诗英最近强迫了药理知识 他对法力运转的本质有了理解 现在的他看朱简 仿佛在看一台运转着法力的机械 当这台机械后退那一步时 他体内的法力为之一致 现在的李诗英不必再凭感觉 而是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敌人的弱点 剑光起 蹭 一把带翘的剑从天落下 直直地插在李诗英和朱简中间的空地上 李诗英看那把剑正是他的清新剑 他迅速反应过来 气势顿时泄去 剑光熄灭 空气中响起情燃的声音 可以挑战李诗英 但不能跃进 李诗英听命 收了木然剑 追风很有默契地迈动脚步 轻盈走过去 李诗英俯身捡起清新剑 他看也不看朱简 看向他身后的人群 清脆悦耳的声音问道 还有谁 朱简被李诗英直接忽略了 他却不敢生起半分不满 因为刚刚见光亮起的一瞬间 他是真的感觉自己与死亡无限接近 那一刻 他感觉自己在李诗英面前 好像无所保留 浑身弱点暴露无疑 好像李诗英已将他完全看穿 当他面对着李诗英的时候 仿佛面对着一个高阶剑修 而不是一个助击修士 他知道 如果那一剑刺来 他将无力反抗 那把从天而降的清新剑 救的不是李诗英 而是他朱简 虽然还没有真的出手 但他已经输了 而这一点 不止朱简自己知道 连他身后的人也都知道 当李诗英越过朱简来问他们时 有人因为顶不住李诗英破人的剑起 不由地退了一步 而后一退再退 有人退了 有人没有退 有人是顺势而退 有人是顶着压力战力 留在原地的或有实力或硬顶着 还有八个人 退了的是已经败了的 没有退的是还没有败的 巨大的压力下 有人咬紧牙关 拔出自己的剑 向李诗英攻防而来 李诗英没有小看他 接引星光树家飞仙问道 便是星光一闪 他从追风背上消失 一剑磕飞了他的剑 再瞬间回到追风身上 仿佛没有动过 好 好强的力量 这人看着自己飞出去的剑 握剑的手不住发抖 同镜剑 他一剑而败 不论什么理由 当一个剑客握不住自己的剑了 那就该死了 因为剑 就是剑客的命 剑客握不住剑 就握不住自己的命 下一个 李诗英道 又有人持剑而来 便见那持剑少女的身姿 在人群 小道 追风背上不住闪现 有人一剑而败 有人撑住了两三剑 但终归 没有人支撑到最后 没有人胜利 最终李诗英直剑 站在方才退却的人群前面 他身后是战败了 失魂落魄的七八个人 法器 飞剑落了一地 他向前面的人问道 还有吗 这些人里有狂热而兴奋的视线 有怯懦而退避的视线 没有挑衅而战意昂扬的视线 他们看着这个清诚绝世的无敌少女 没有人再敢亮剑 李诗英等了一会 冷眼一扫人群 忽视他们的狂热 因为神从来不在乎信徒 他收剑回撬 道 请回吧 诸位 战败者捡起自己的武器 垂头丧气地往回走 窃战者施展术法 或御剑或腾云 兴致高昂地离开 今天之后 道剑门内会有单风少女 剑仙无敌的传说 他们会说 他一剑挑飞一个金丹七修士 七八道剑气落败七八个金丹修士 道剑门的弟子们 会忘了他是五大角色 而会记得 他是十大天骄 记得他如星辰一般闪耀的剑气 几十个人零零散散地走远之后 前面护山大阵的雾气忽然散开 又从中走出十几个道剑门弟子 这些都是妄图强闯阵法 或是想要破阵的弟子 但最后都迷失在了护山大阵中 他们从护山大阵走出来 回首去看护山大阵 无阵法基础的人一脸迷惑 甚至忘记自己是什么时候迷的路 有阵法基础的人一脸恐惧 因为这看似基础的阵法 内里却包罗万象 藏有无数变化 他们以为自己看懂了 却发现自己一点都没看懂 空气中响起勤然的声音 这次是幻阵 下次再来是杀阵 有阵法基础的人不敢停留 急忙施法逃走 没有阵法基础的人 在原地摸不着头脑 追风 李诗英道 我们回家 追风昂着头 迈着猫科动物独有的优雅脚步 和李诗英一起 穿过那些迷茫的人 走进雾气 最终消失在雾气中 这些迷茫的人 眼里残留有白虎和少女的背影 穿过雾气 回到单峰 李诗英抬眼一扫 发现师父还在湖边 检查他这些天种下的树的情况 模样淡然闲逝 仿佛震慑那些挑战者的人不是他 单峰的鸟兽崇明依旧 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很安静 外面那些吵吵闹闹的挑战者们 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 甚至龙七七还在研究楼链独丹 涂山幽幽 还在后山学数学 感知到两个顽皮的家伙回来了 情然抬头看他们一眼 脸上似笑非笑 道 追风跑了是吧 去抓追风是吧 一抓就是一整天是吧 李时音是上午跑出去的 现在都下午 临近天黑了 出去玩了一整天 毕竟要让整个单峰的妖兽 都知道他们的大王有大解头了 还是要些时间 一看秦燃的样子 李时音就知道 他没有真的生气 他抱着剑扭扭捏捏过来 从鼻腔里发出声音 湿 这哪里是那个 气质比剑气还锋利的女剑仙 明明就是个善于撒娇的小女生 秦燃听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但其实心里很受用 他压住嘴角的笑 又看到追风也在一边满地打滚 露着肚皮求原谅 他带着笑 强行凶道 别跟我来这一趟 没用 到底有没有用 谁都知道 他指着洗剑壶和研究楼之间的空地 道 从明天开始 你们俩给我搭大棚 而且 还要罚你们俩 明天都没有饭吃 罚修仙者不吃饭 可真是极严重的惩罚 啊不 这两个好像有一个不是修仙者 追风是妖兽 他是很需要血肉零食的 对他来说确实是极为严重的惩罚 所以 只能说 受伤的总是小追风 但是也不打紧 这家伙足够笨 他不知道 其实只有他受伤 他完全不知道 他其实没有被禁足 他从一开始 就不该被惩罚 他也不知道 这个惩罚 实质上被惩罚到的 也只有他 这家伙还停下来打滚 白色的毛沾染 许多泥土 他笑嘻嘻地向秦然道 多谢爸爸 秦然指了指他 苦笑不得 这笨虎还好是跟了他 要是跟了别人 什么时候被人卖了他都不知道 他肯定还会帮人数钱 如果他那时候 也学得会算数的话 是 师父 李诗英有气无力地回道 于是第二天 丹风的无敌女剑仙 和他的玄冥灵虎小伙伴 开始了他们光荣的劳动改造 天气已然转凉 看天色 阴云多 西风景 怕是不消多时 便要下雪了 幸好丹风 不是神仙就是妖怪 天色如何 其实不打紧 除了某条冷血生物 会受温度影响 当温度低下来 他总有些犯困 客厅里 龙七七坐在长椅的一端 裹着一张毯子 拿着一本药材相关的书籍在看 他看着看着 有些犯困 打了一个哈欠 又觉得木头椅子个得慌 便出声说道 这椅子要是软得该多好 可以躺在上面睡觉 肯定很舒服 李诗英缩在长椅 另一端看书 听了他的话 把视线投到趴地上 玩尾巴的追风身上 客厅的椅子本来是软的 师傅称之为沙发 是很舒服的椅子 但是被某人拆了 他悠悠道 刚好就是你来担风那天 龙七七将眼睛虚起来 去看待恶人追风 追风只觉得一阵发寒 从神游天外回来 向龙七七回看过去 看到龙七七要杀人的眼神 急忙谄笑道 小时候不懂事 拆着玩的 哼 龙七七懒得理这憨货 向李诗英看得津津有味的书看去 见到那书封上有三个大字 西游记 他问李诗英 那书讲什么的 你看得那么认真 啊 讲什么的 要李诗英这个学渣 这儿八经的戏说 他还真说不上来 他想了想 回到 讲齐天大圣孙悟空 斩妖除魔 反天斗地的故事 斩妖除魔 龙七七听得不是滋味 毕竟他就是妖怪 没少被人族修饰追杀 嘎吱 这时秦然推门从外面进来 带起一阵寒风 吹得龙七七只打了几个哆嗦 李诗英看到了 急忙说道 师父快关门 你看七七被你吹成什么样了 秦然带上门 走过来 说道 你都修成人形了 怎么还怕冷 又玩笑道 你不会还要冬眠吧 龙七七白他一眼 懒得回答他的无聊玩笑 见三个小家伙 都是无聊懒散的样子 秦然便从乾坤代理 取出一副围棋的棋子和棋盘 放在茶几上 道 看你们无聊 过来我教你们下棋 追风是最给面子的 他热切起身 吐着舌头扑过来看 两只前爪搭在秦然身上 一副很想学下棋的样子 但他现在堪比蛮牛体型 得有铅鱼精重了 他这炽热的爱 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 追风你给我下去 秦然急忙喝道 小追风又委屈巴巴地站好 在秦然边上 比蹲着的秦然高了几个头 龙七七看一眼追风 无精打采地问秦然 不会是围棋吧 不是围棋 是很简单的棋 秦然摆好棋盘和棋子 棋子分黑白放好 说道叫无子棋 他稍微掩饰讲解 连追风这个憨憨 都很快学会了 棋确实简单 李诗英看得颇具自信 自告奋勇 玉衣般的脚丫子 从椅子上伸出 踩在木制地板上 蹲过来和秦然并排着 摸起黑子 叫嚣道 师父 我要杀你一百回 然后三分钟被连杀了十局 师父 他扁起嘴巴 大眼睛带着泪花一眨一眨的 可怜兮兮地看向秦然 也是个玩不起的 打不过就卖萌 投了棋子认输 站起身来 摇头道 你们玩 我要去煮风一趟 龙七七裹着毯子 在椅子上 像蛇形太时候一样 孤勇过来 摸黑子 叫李诗英直秦然的白子 与李诗英对弈 他闻言问道 你去煮风干嘛 买点种子 荷花种子 水草种子 鱼苗等 或是买些事宜 在水里生长的林药 秦然回道 看着他们下棋 偶尔指点一下李诗英 师父你可以买鲤 什么龙纹理 以后成精了 也可以跃龙门 李诗英笑道 给龙七七让位置 挪到秦然身前蹲着 龙七七壮似无意地问秦然 买种子 是去摊位买 还是去植食堂领 先去摊位 秦然道 他不是很想把一切都暴露在道界门高层眼下 要是买不到 再去植食堂 那要很久了 龙七七与李诗英对弈 秦然随手拿起李诗英的头发 在手里把玩 回道 要不要太久 晚饭不会太晚 哦 龙七七放心下来 一副认真下棋的模样 点头道 那我就放心了 秦然失笑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 还那么贪吃 这话龙七七就不爱听了 他开始嘴硬 我们蛇是要过冬 要冬眠 囤积能量抵御严寒 诗英可以你找时间教他练剑 帮他减减肥 秦然道 李诗英在专心下棋 敷衍道 知道了 秦然便轻轻地拉一拉他的头发 道 那你可以起来了吗 我要走了 原来李诗英换身位 蹲在秦然身前的时候 顺势坐在了秦然的鞋上 哎 李诗英叹气 又蹲起来 道 师父真不爽力 秦然出门去煮风了 李诗英与龙七七连下三局 接跪 他怒道 笨虎 你来 追风以为是让他来跟龙七七下 屁颠屁颠地过来 挤李诗英的位置 李诗英反手给他一巴掌 道 我说 你来陪我下 别人都下不过 他只有欺负追风的粉了 龙七七头子 从毯子里钻出来 坐在椅子上穿鞋 与追风道 你来你来 你来跟他下 两个笨蛋半斤八两 他嘀咕着些难听话语 穿好鞋 往外面走去 道 我出去转转 两个笨蛋没计较 极度怕冷的龙七七 为什么会突然出门 他们直扯开棋盘 进行了好一通厮杀 直白子的是 渐渐盘坐到地上的李诗英 直黑子的是坐在地上 有一米多近两米高 像山一样的巨型随便雪高 两人齐逢对手 降与良才 直杀的天昏地暗 黑白棋子摆满棋盘 也不见胜负 龙七七披了一件虎龙外套 毛是从追风身上薅来的 顶着山间刺骨的寒风 来到后山 钻进狐狸洞 他与涂山悠悠说道 是时候了 涂山悠悠 放下演算高数的笔 回头问道 秦然出去了 短时间不会回来 涂山悠悠眼里有寒光闪过 点头道 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 秦然防止我私下练丹 研究楼从二楼网上 都设了阵法封锁 要练毒 需要二楼的药材 要偷结雷丹和地火丹 需要到四楼去 龙七七向涂山悠悠问道 你的阵法水平 到了什么阶段 可破阵法 目前我只会布置 简单的二重阵法 关于破阵 还一点也没有了解过 涂山悠悠摇头 而且是 秦然布下的阵法 那我更是破不了 秦然的阵法水平 真的有那么高 龙七七惊奇问道 秦然曾与她说 她的阵道水平 要高于炼丹水平 她一度以为她在吹牛 很高 涂山悠悠点头 没有往这里深谈 又问龙七七 那现在怎么办 没有毒 没有结雷丹和地火丹 直接上 龙七七皱起眉头想了想 陈寅道 不急 或许还有办法 什么办法 追风 龙七七道 那家伙脚踏黑暗 说不得可以直接绕过阵法 进入研究楼 那就是个爹宝男 他会去偷秦然的东西吗 涂山悠悠问道 她会的 龙七七很自信 片刻之后 龙七七和涂山悠悠出现在小木屋的客厅内 此时 追风和李诗英还在棋盘上厮杀 追风带着黑手套的白爪子夹出一枚白子 啪的一声拍到棋盘上 他气势澎湃 大喝道 刺心连珠 你要输了 输你个大头鬼 李诗英直接给他来了一拳 骂道 你把棋子都弄乱了 追风往棋盘上看去 发现自己爪子太大 确实很容易就把棋盘搞乱了 也他太激动了一些 没注意 哈哈 我的 没收住力 他拿大爪子抓了抓耳朵 十分的憨厚可爱 你再这样拍 棋盘就要坏了 李诗英气道 两人又整理棋盘 准备开始下一局的厮杀 他们太沉迷于下棋 丝毫没有察觉 涂山悠悠和龙七七看了他们好久了 涂山悠悠看着那只憨太可惧的老虎 悠悠地问龙七七 你看他像是能穿越阵法的人吗 可 龙七七也不确认了 他走上前去 小胖手一巴掌拍在棋盘上 阻止李诗英和追风的棋局 等李诗英和追风愤怒地向他看来后 他抬头凝视两人 然后沉生道 就在今天 今天要干嘛 李诗英显然是没有反应过来 龙七七凝重的眼神便盯着他一直看 慢慢地 李诗英反应过来了 他在一瞬间进入战斗状态 一张可人的小脸冷下来 眼眸里顿时有剑气流转 作战计划是什么 他问道 他知道龙七七和师父很像 一样的腹黑 一样的公于心计 像这样一件大事 他不可能没有计划 龙七七没有回答他 而是偏头看向追风 道 我要你帮我拿两样东西 什么 追风还没反应过来 大大的眼睛 满满的疑惑 龙七七摸出一张药单 递给追风 道 去研究楼二楼的药房 帮我抓来这些药 他又摸出一张纸 指着上面的丹药 去研究楼四楼的黑科技丹药室 取来这两种丹药 追风有点傻 但没有那么傻 他很快反应过来 问道 你是要偷爸爸的丹药吗 不是偷 是拿 是借用 龙七七偷换概念 如果你爸爸知道 他也会同意的 追风将信将疑 看向李诗英 李诗英向他点了点头 道 你去偷来 出了事我负责 不用你负责 我自己去偷 追风道 偷爸爸的东西 还挺刺激 旋即 客厅里挂起一阵大风 追风化作一缕白影消失 他行吗 屠善悠悠不是很相信追风 李诗英却对追风有莫名的自信 点头道 他信的 不知道 龙七七摇头 是保留意见 而他们的话音刚刚落下 客厅里又刮起一阵恶风 追风的身影回到了客厅 龙七七一愣 看向追风 问道 这就偷来了 这么快 哼 追风不好意思地憨憨一笑 拿出那张写着药材的单子 指着上面与龙七七道 这都是什么东西 我不认识 在秦燃的悉心教导下 他倒是识字 但他没有选修药理 倒是不认识药材 龙七七简直大无语了 居然忘了这一茬 他只得跑去自己房间 拿来一本厚厚的药材书 在追风面前 将书翻开 一个药材一个药材地指给追风看 又拿出笔标好 让他把书也拿去 追风的记忆力 还是很好的 很快就记住了药材 然后他再次往研究楼而去 他速度飞快 瞬息之间就到了研究楼 静止跑到二楼 往走廊那边一看 那边果然不折阵法 追风没有学药理 但是他学了阵法 他可是有阵法基础的人 一眼就认出 那是困阵套了患阵 泥阵是用以保护的阵法 难不倒我 他嘴角得意撇笑 灵活的大尾巴甩了甩 从尾巴间甩出两只纯黑的小老虎 跟他一模一样 却似两只纯黑的猫猫 两只小老虎落到地上 先伸了个懒腰 然后才一头钻进了走廊栏杆的阴影里 再消失在阴影中 追风控制着他们 绕过阵法 从影子进入 来到药房内 两只小老虎显形 外面的追风 摸出那本药材书 对照着看 然后操控里面的小老虎 一样一样地 把药材爆出来 一只小老虎抱着几样 从阴影里出 嘿嘿嘿 追风接过药材 暗自为自己喝彩 如法炮制 他又去四楼 取了劫雷丹和地火丹 当他带着东西回到客厅时 涂山悠悠颇为惊奇 甚至于惊吓 他问道 岂不是阵法与你无效 也不是 追风正准备臭屁 但忽然被李诗英踹了一脚 东西取来了 你的计划呢 李诗英问龙七七 涂山悠悠深深地看了一眼李诗英 倒也没多说什么 三路七行 一击必杀 龙七七举起三根胖胖的手指 说道 以劫雷丹主攻 以毒药侧印 悠悠解和诗英执行计划 好 李诗英和涂山悠悠点头 我呢 我呢 追风急忙问道 龙七七没理他 拿着药材出门 道 我去炼毒 龙七七和涂山悠悠大费周章所图者不是别事 而正是丹风目前最大的隐患 士吉魔柳 他们要背着秦燃 将这颗魔柳砍去 所谓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酣睡 士吉魔柳这等魔道枭雄 跟他们显然不是同一个画风 不提早出去 迟早生事 秦燃在很早之前 也就是第一次遇到士吉魔柳的柳絮的时候 就对士吉魔柳做了系统的研究 后面在遭遇了士吉魔柳的种种事件之后 他进一步完善了研究 而他的这些研究成果 很不小心地被龙七七看得清楚 凭借秦燃对士吉魔柳的研究 龙七七推演出了针对士吉魔柳的毒方 有毒方 有药材 有炼药的炉子和条件 要炼出毒来 却也很简单 龙七七没用多少时间 便炼出了三瓶 专门针对士吉魔柳的剧毒 客厅里 他将毒药分给屠山悠悠 李诗英和追风三人 感叹道 要是悠悠解你的阵道进展 再快些就好了 我们先布下灭绝之阵 再施以毒杀 可以将危机降至最低 好家伙 这手法和秦燃如出一辙 李诗英文言 不由地看了他好几眼 心下嘀咕 你是师父的徒弟 还是我是师父的徒弟 你们需要注意的 有如下几点 感叹后 龙七七正经脸色 向几人交代最后的注意事项 一 毒或许对士吉魔柳的影响 没有我推演中那么大 二 杀招始终是劫雷丹 三 士吉魔柳强于元神 暂且不知还剩多少实力 要万分小心 据我猜测 他的本体 其实很好对付 难搞的是元神 李诗英和追风相视一眼 知道龙七七是什么意思 向他点了点头 表示了解 好 龙七七鼓舞势气 加油 一定除掉他 李诗英先持剑出 他如寻常一般 在木屋前洗练剑法 练着练着 深至洗剑湖上 又于某一刻 一不小心来到岸上 忽然 他身上滑落出一个瓷瓶 正好在士吉魔柳边上摔碎 抱歉 前辈 我不是有意的 他急忙向柳树致歉 蹲下去剪瓷瓶碎片 但龙七七心性阴毒 所配出来的毒都追求毒性猛烈 这毒刚一下去 是吉魔柳身上就有了反应 肉眼可见的 这棵树干 有成年男子拳头粗细的柳树 其柳叶迅速枯黄了下来 毒 凭空炸起一个苍老的愤怒声音 下一刻 便有几只柳枝伸长 成鞭子向李诗英抽过来 李诗英一直注意着 士吉魔柳的动向 见柳枝动静 他早已持剑在手 翻身而退 又有剑气斩出 斩在柳枝上 剑气与柳边交接 只斩断一只柳枝 见状 李诗英心下一定 堂堂九级妖兽士吉魔柳 竟能被他斩断柳枝 看来龙七七所说的 他本体虚弱 却有歧视 士吉魔柳毒发 李诗英不欲硬拼 将身后退 到喜剑糊糊面 离得不远不近 使士吉魔柳 无法沉下心去驱毒 也使自己 不必独身面对士吉魔柳 追风 他大喊一声 示意追风可以出来了 声音落下 便见木屋那边 忽然窜过来一道白影 直往士吉魔柳树下而去 追风近身去下毒 李诗英也放心不下 全力运转起战灵绝 又沙江上去 替追风分担士吉魔柳战力 到现在 士吉魔柳运起更多的柳枝营战 足有十五六条 李诗英一人独占十条 就算他战力全开 也很难抵挡 这可以从四面八方抽来的鞭子 不消多时 他支撑不住 被一鞭子抽开 李诗英在远空稳住身形 往士吉魔柳那边看去 看到追风近浑身都是鞭痕 也被一鞭子抽飞了 李诗英很不解 自己一人独占十条鞭子 他为什么会被五六条鞭子打得那么惨 他正要出声骂追风废物 却突然发现 追风尾巴上的黑环少了两个 在悄悄打亮 便在士吉魔柳树干的影子中 看到一只小黑虎抱着一个瓷瓶钻了进去 李诗英顿时明白 追风不只是下毒 还把劫雷丹 地盐丹都藏在了士吉魔柳树下 如此 按龙七七计划 第一步和第二步都进行得完美了 下了毒 留了劫雷丹 李诗英又高喊道 屠山幽幽 便又有一道白影从小木屋出 飞到了士吉魔柳前面 按第一步和第二步都进行得完美来看 这第三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要出意外了 便见那屠山幽幽绝美的脸上浮现出笑容 将最后一个瓷瓶砸在士吉魔柳身上 他笑道 柳叔叔 没想到 最后是幽幽亲手送你上路 幽幽啊 那苍老的声音凭空响起 却没有一丝慌乱 声音里充满笑意 他叹道 你终于来了 好孩子 叔叔等你多时了 听到这句话 屠山幽幽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 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他自己有小算盘 他知道秦燃有算计 也知道龙七七有算计 那么 身为万年老鹰逼 魔道枭雄是吉魔柳 会不会有算计呢 一定有 那他的算计是什么 显而易见 屠山幽幽心下顿气恐惧 他不敢一丝一毫逗留 只想逃 但是吉魔柳 好不容易把他骗到这里来 岂会让他轻易逃走 刹时间 是吉魔柳枝干上的全部柳枝 都身长变粗 全部向屠山幽幽杀来 这些柳条隐隐绰绰 交织成网 较满天都是柳枝 屠山幽幽 一时逃跑不得 只能正面应战 那么 是吉魔柳绕了这么一大圈 到底屠屠山幽幽什么呢 道果 除了灵南先宗外 拥有道果最多的 就是屠山幽幽 他最后 欺骗了除灵南先宗外 所有人的道果 虽说为了求命 被秦燃丢出去十几棵 但他那深不见底的沟壑里 到底还藏有多少道果 无人可知 除了是吉魔柳 因为道果 是他是吉魔柳的道果 而值得是吉魔柳这般舍命钓鱼 那么屠山幽幽身上有的道果 恐怕比秦燃想象中还要多 李世音一个助击小修士 追封一只幼年玄冥陵虎 是吉魔柳真的 没把这种蝼蚁一样的生物看在眼里 在屠山幽幽出现之后 他全部的心思 就都在屠山幽幽身上了 而见了是吉魔柳 和屠山幽幽两人的恐怖战况 李世音和追封会合后 李世音也不说话 以眼神示意追封 两人的默契 让追封瞬间明白 他心神一动 收回了影子分身 李世音便掐硬绝 丝毫不拖泥带水地 启动了劫雷丹 对龙七七和屠山幽 关于学术上的问题 什么炼丹什么正道 但 杰雷丹地火丹的封印手法 只有李世音会 轰隆 顿时 一道湛蓝的杰雷 从地上逆劈而上 穿透是吉魔柳 撕开了天上灰色云层 又是杰雷 原来是你 秦然 是吉魔柳 一声声嘶力竭的嘶吼 响彻云霄 云层被杰雷撕开 忽然有雨落了下来 站在主风直视堂前的秦然 看到丹丰那道升起的杰雷时 他大脑如遭雷击 一时昏厥 一屁股坐了下去 好一会才清醒过来 重新站起身 他抹了一把脸 抹下来一手的血 他蹊跷流血了 还是遭到了原神契约的反噬 他暗自叹息 他本以为 一切布局 都是在他无意识 不自觉 无恶意中完成的 这样可以卡一波 原神契约的bug 但没有 龙七七执行伐术计划的时候 他还是遭受了反噬 好在反噬没那么恐怖 不过是轻伤 如果将龙七七伐术的 前前后后 看作是一盘棋 那么他秦燃和世纪摩柳柳道吉 就是下棋人 其中 涂山悠悠心里的小算盘 是他们心照不宣的筹码 或者说 涂山悠悠手里的道果 才是这一局的开始 秦燃与柳道吉说 道果在灵南先宗 以此推托柳道吉 让他找道果这个要求 但他明明知道 涂山悠悠手里有道果 各大宗门的原因气修是 手里都有道果 所以说 涂山悠悠手里的道果 就是秦燃和世纪摩柳七局的关键 而对于秦燃和柳道吉来说 他们居高临下 动若观火 涂山悠悠心里的小算盘 太容易被他们看出来了 他得了世纪摩柳的道果 如此宝物 但不会用 现在世纪摩柳就在担风 他想不想找世纪摩柳 要来使用方法 还有世纪摩柳身上 那令灵南先宗都眼馋的 九级元神士魔宫 他想不想要 涂山悠悠 太容易被看穿了 也太容易入局了 只要龙七七提出 做掉世纪摩柳这个计划 他绝对会举双手赞成 以便浑水摸鱼 这个棋局 在秦燃这里 就是以危机 引龙七七出手伐术 以涂山悠悠的小算盘 引他和世纪摩柳大战 他再留着李世音 和追风为底牌 以劫雷丹釜底抽薪 干掉世纪摩柳 而在世纪摩柳这里 就是他陷入真身 和秦燃达成表明协议 迫使秦燃布局杀他 而引涂山悠悠出手 他在趁乱谋划 秦燃达山悠悠身上的道骨 这个局在世纪摩柳看来 他的实力占据着绝对优势 再有秦燃被限制着不能出手 那么就只有秦燃悠悠 对他有一点点威胁 但他错算了两点 一个是太高估自己魔宫的诱惑力了 他不知道 在秦燃这里 生命安全大于一切 为了除掉他 秦燃不惜被反噬 另一个是 他一直不知道 当初他吞噬万物时 从他树根下榨起的劫雷 是秦燃的手笔 归根结底 还是是秦摩柳太自负了 他从没有将秦燃 屠山悠悠之辈放在眼里 他不是属于实力算计 他是输在了傲慢 劫雷将这株柳树披交 地面又冒出了熊熊燃烧的烈焰 柳道极痛苦的嘶吼声 从柳树中传出 从烈焰中传出 他会死吗 追风问道 李诗音摇头 提醒追风 他强于元神 元神还没出来 他话音未落 便从那烈焰之中 窜出来一个火人 却不是黄飞鱼那种火人 那应该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形象 但浑身沾染了地眼 他疯狂而愤怒地嘶吼道 秦燃 追风 李诗音急忙喊道 追风与他颇有默契 当下张嘴 额头上漆黑的王自闻亮起黑光 他朝那火人来了一击 灵魂怒吼 嗷吼 这道攻击刺伤了柳道极 他向追风这边看过来 带着满枪怒火 气势狂暴地杀了过来 天外飞线 李诗音站到追风身前 祭出木燃剑对于是极魔柳这种恐怖妖兽 他不敢有任何保留 直接施展出他最强一招 顿时风云变幻 有星光投到木燃剑上 成仗徐子黑色剑气 迎着冲过来的火人 他一剑斩下 剑气未入道 也没有剑意 是很难伤到原神的 但李诗音这一剑斩下 将那柳道极当场变成了两半 两半都停在半空 嘶吼挣扎 法力耗尽 李诗音脸色发白 却不敢停留 眼睛直盯着那两半柳道极 手另一只手在身后 护着追风后退 他不敢确定自己这一招 对柳道极的造成了多少伤害 他虽然有了原神 但他没有攻击手段 但他们还没退两步 那两半柳道极便瞬间合为一体 他在身形一晃 跨过空间 来到李诗音身前 张开嘴巴 他的嘴巴像橡皮一样无限张大 同时产生一股莫名的力量 将李诗音定在当场 不只是定住 李诗音还在一点点地 被他吸进嘴里去 混沌初分 宇宙浩妙 天地演化 日月星辰 万物定生 身似宇宙 混沌初分 李诗音连忙默念起 丹风的恋神口诀 以抵抗那犀利 追风见李诗音 被那张大嘴一点点吸过去 顿时慌乱 一个猛扑过去 血盆大口 却从那火焰人身体里穿了过去 他在回身 惊恐地发现 李诗音的身形在缩小 在往那嘴巴飞速靠近 他荆棘之中灵机一动 额头王自闻 忽然黑光大亮 他又朝着柳道吉一声怒吼 柳道吉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 他会被一只虎 当作猖鬼目标 他只把注意力 放在吞噬李诗音这件事上 根本没注意追风这只幼年虎 于是 他竟没有一丝反抗之力地 被绕到身后的追风 收进了猖鬼空间 虎足刻在灵魂里的绕后 不是没有道理的 啊 但下一秒 追风却痛苦地喊了出来 将柳道吉的元神 收进猖鬼空间这件事很了不起 但 柳道吉的元神 又是何等的强大 岂是他一只幼年 玄冥灵虎的猖鬼空间 可以容纳的 柳道吉还没有什么动作 追风就先被其元神 撑得脑子发痛 整个虎衰落进喜剑湖 全然在湖里打滚 抱着脑袋不住痛嚎 李诗音得救 还来不及喘气 便见到追风的痛苦模样 他回身去看涂山悠悠 却见涂山悠悠在远空抱胸而立 冷面观战良久 呼 他不断深呼吸 要自己冷静 只有冷静才有机会 求人不如求己 他施展飞仙问道 一个闪身来到湖心亭瓦上 盘膝坐下 闭上眼睛 祭出元神 要伤元神 只有元神 他元神出窍 一把握住本命间木然 直往追风飞去 追风 他大喊道 让我进去 追风从湖面露出大脑袋 满眼血丝 他见到李诗音的透明元神 知道了李诗音的意思 尽管他头痛欲裂 却依旧陷入了犹豫当中 相信我 李诗音与他说道 追风这才启动王子文 将李诗音也收进了猖鬼空间 追风的猖鬼空间 本来是漆黑一片的 什么都看不见 不知形状 不知大小 不知方向 便于对猖鬼进行控制 但现在 在这猖鬼空间正中间处 盘坐着一尊巨大的火人燕老头 将此方空间照亮 他盘膝在猖鬼空间地上 头顶着猖鬼空间的天空 他在一点点变大 总有一刻 会撑爆这个猖鬼空间 李诗音直见 出现在猖鬼空间 但比起那尊火焰老头 火焰老头无限大 原神尽实体 李诗音极小 身形如虚影 这让李诗音想起 师父给他的那本小说 西游记里 孙猴子和如来今生的对比 他如孙猴子一般 站立起来 还没有人家的指节高 但 他李诗音 哪里又怎会畏惧 他持剑在手 运起 九转星辰剑法 木然剑剑身上 忽然有亮光气 一抹星辰剑气出现 李诗音看向剑身上的剑气 有些不解 因为剑气究其本质 还是一种法术 是由法力交织而成的 他现在是原神状态 又哪里来的法力呢 但他心有疑惑 却不及多想 只将剑气一出 合身向柳道吉杀去 柳道吉太大 而李诗音太小 他根本没有注意李诗音 就像人类不会注意 一只不会乱叫 不会吸血的蚊子一样 直到李诗音一剑 切开他的腰身肌里 疼痛才叫他反应过来 他低头一看 看见拿着剑 剑有剑气的李诗音虚影 正在向他身体的另一处飞去 他惊一道 原神 以神欲剑 原神剑气 而在他疑惑吃惊之际 李诗音又已经在他身上 开出了一个伤口 他挥手去拿李诗音 但李诗音却忽然施展起身法 非先问道 身形飘忽不定起来 一时尽有道运 从他手下轻松逃脱 又停在他背上 开了一道口子 仙法 柳道吉大惊 这少女还会仙法 他不敢再轻视 庞大的身躯一晃 换出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 与李诗音差不多大小的分身 这分身寻到李诗音 李诗音只得与之战斗 但这分身的肉身 静强地可怕 剑气与之交接 发出了金石交击的声音 偶尔全剑硬碰 李诗音也吃不住他的力道 其实这是原神之间的强弱差距 就算只是柳道吉的一道分身 也还是比李诗音的原神要强不少 李诗音指的施展飞仙问道 游离在这分身四周 不断出剑 幸好他这剑气对原神有特殊加成 九宫之下 还是破了这分身的防 一破防 这分身便吃不住李诗音的剑气了 很快 他身上剑气密布 再也支撑不住 被柳道吉收了回去 嗯 还真有点东西 柳道吉笑一声 眨眼便又换出三个分身 呼 李诗音轻吐气 一个都那么麻烦了 三个呢 三个又何妨 他直接而去 不过是比一个多花点时间而已 慢慢地 此处空间绕着柳道吉那庞大的身躯 出现了三个分身 五个分身 十个分身 直到几时 上百 李诗音终于撑不住了 此非战之最 他浑身伤痕累累 身体也几乎虚地看不清了 木然剑上的剑气闪烁着 眼看着就要消失 飞仙问道 更是完全无法施展出来了 莫非他李诗音 要再死在这里了 李诗音忍受着体内传来的 振振虚弱之感 看着向他围过来的上百个柳道吉 感受到了死亡 死则死已 他心下面起 从李诗文和秦燃那里听来的话 将军百战死 人生自古谁无死 死在战斗中是光荣的 便支起最后一点力气 带起最后一道星辰剑气 向前面的那人山人海杀去 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此方空间忽然响起了柳道吉 惊恐的声音 李诗音的飞行速度很慢了 慢到他得以顺着声音看过去 看到柳道吉 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巨大 那么顶天立地了 他分身太多 现在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巨人 恐怕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大小 李诗音还发现 柳道吉身上原本裹有一层地岩 但此时 那些地岩在无声无息地熄灭 他分明看到 有一层不明黑色物质 在往柳道吉身上蔓延 这情况叫他急忙停下 向其他方向看去 发现是整个空间所有地方 都有黑色物质 无声无息地侵袭过来了 向所有的柳道吉身上蔓延过去 他又往几身附近一看 发现那些黑色物质都避开了他 只向柳道吉侵袭 他瞬间明白 是追风 此处空间 是追风的猖鬼空间 所有被追风杀死的生灵的灵魂 都会被吸纳进这猖鬼空间来 成为任由追风操控的猖鬼 柳道吉一时不察 被追风偷袭得手 吸纳进这猖鬼空间 他的原神本来足够强大 追风根本无法把他变为猖鬼 不用多长时间 他就会撑破追风的猖鬼空间出去 但李诗英进来了 为了对付李诗英 柳道吉不得不分身下来 一个分身不够 两个分身 两个三个分身 打不过李诗英 那就十个八个 几十个 上百个 最终 在他不注意的时候 他本体已经不够强大了 已经抵挡不住追风的侵蚀控制了 不 不 柳道吉惊恐大叫 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危机 可是他柳道吉一世英明 岂可死在这种地方 在柳道吉看来 死在猖鬼空间与凡人枭雄溺死于粪坑 是一样的耻辱死法 他连忙以原神施展神通 收回了所有分身 瞬间 他又变得顶天立地了 但 随着他收回分身 那些分身身上沾染的黑色物质 也被他收回去了 他变成了一个黑色的 巨人 很快 除了脑袋 他全身都被黑色物质包裹住了 然后他惊恐地发现 自己在变小 仿佛他被什么生物吃了 在胃里被消化 清晰地察觉到自己在一点一点地死去 清晰地发现自己在一点一点变得弱小 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被一点一点地吃掉 世界上比这恐怖的事情不多了 柳道吉极力挣扎 但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 随着身体变小 他逐渐崩溃 我不想死 我不能死 不会的 我不会死 他极力守护住自己的脑袋 嘴巴不断地面倒着 某一刻 裹在他身上的黑色物质忽然抽出一层 划过弧线 将他对面的李诗英全身裹住 片刻后 黑色物质退去 李诗英精神焕发 浑身伤势消除一空 身体从虚影 竟变得实质 柳道吉知道 这是消化了他的元神 反不给李诗英了 这一刻 他彻底崩溃 啊 柳道吉仰天惨叫 他那颗硕大的脑袋轰然炸开 从中炸出一个透明的卵 卵里面有一个阴海 那个卵方一出现 便从追风的猖鬼空间隐去 出现在了喜剑湖湖面 在忽然加速 化作一道流光 往丹丰外飞去 但很可惜 他还没有飞出丹丰 护山大阵就被突然启动 他撞在了护山大阵的薄膜上 等他在调转方向往地下飞时 秦燃从雾气里飞出 将他截住 秦燃抱着这个卵 飞回到喜剑湖边 看到岸上一片狼藉 树苗 大棚毁坏大半 地面凹凸不平 是吉摩柳一身焦黑 李诗音浑身是血 盘坐在湖心亭上 喜剑湖一片浑浊 满湖白毛 蹊跷渗血的追风 从湖底浮上来 涂山幽幽 身姿绰约 婀娜窈窍 风华绝带 以及袖手旁观 他将这个婴儿 放到被劫雷基浇了的柳树边上 轻声道 从今以后 你叫刘小吉 那婴儿便化作一道光 飞进了焦黑的士吉摩柳中 顿时 这颗柳树树星 有生机焕发了 追风一通狗袍爬上岸 连最爱的爸爸都没喊一声 连忙趴下 亮起额头王自闻 将李诗音的原神放了出来 那时他的猖鬼空间 再不放出来 李诗音恐怕也要被清洗成他的猖鬼了 李诗音从追风的王自闻出 从一边小点慢慢变大 变成正常大小 站在湖边 而见他原神明亮 一副精神焕发的样子 不像是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 倒像是吃了一顿山珍海味 美食大餐一样 追风,谢谢了 他拍了拍追风的大脑袋 又回头向秦燃招呼 师父 李诗音这个原神强度都快赶上秦燃了 秦燃点点头 知道他这次反而是收益很多 赶紧回去了 别在外面逗留 他与李诗音道 李诗音这才抱着木然剑飞回肉身 见李诗音的原神钻进石海了 秦燃回身蹲下 把手按在追风的猫猫头上 问道 很难受吗 嗯 追风委屈巴巴地点了点头 虽然柳道极的原神被他吸收了不少 修复了猖鬼空间的损伤 也让他的灵魂和猖鬼空间变得更强了 但之前的损伤 胀痛还是依旧让他很难受 秦燃在乾坤袋里翻了翻 翻出一瓶丹药 是他研究醒神草食炼制的丹药 对神魂很有好处 他倒出两颗 喂给追风吃了 李诗音原神归位 适应了身体 从那边飞过来 也蹲到追风身前 按在他湿漉漉的毛上 你怎么了 脑袋疼 追风道 你不是把是吉姆柳的原神都吸收了吗 还分了我一些 李诗音呐喊 追风拿爪子扒了扒额头的王自文 说道 这个便厉害了 但里面还是痛 李诗音便伸手给追风揉脑袋 安抚他 秦燃抬手 将追风毛里的水都吸走 捏做一个水球 丢到了湖里 你们先回去 他说道 起身看向涂山悠悠 此时还下着小雨 涂山悠悠从空中落下 站到湖边看着狼迹的湖面 秦燃走到涂山悠悠身边 看着湖面问道 就算尸音和追风死了 你也不打算出手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 两人都没有尸法 阻止雨水淋到身上 涂山悠悠头发湿了 贴在额头 他伸手挽了挽额前的头发 却有一万种风情 他笑道 他们不会死 因为你不会让他们死 我不相信 你会没有后手 秦燃沉默 因为他确实还有后手 这一局中 最坏的结局不过是 他拼着原神全面反噬的后果出手 他会死 但李诗音和追风 绝对不会死 只是 现在这些后手都暗下不谈 他要说的是 他对涂山悠悠 全程滑水十分不满 如果不是他观战 李诗音和追风 不至于到拼命的程度 沉默结束 秦燃忽然问道 什么时候走 我为什么要走 涂山悠悠奇怪 站在他的视角 他是被秦燃卖了 是秦燃对不起他 凭什么是他让步 要他离开丹丰 我在这里可以学正法 可以有绝对安全的环境修行 他笑起来 笑颜令这英语天色都明亮几分 我没有理由离去 如此 秦燃不妨把话说得清楚一点 他给了涂山悠悠一个离开的理由 一个必须离开的理由 丹丰 不是很喜欢你 他个人 对他很不高兴 想来经历了生死的李诗音和追风 也不会不喜欢他在战时的作为 那么他们两个以后 也绝不会对他友好 丹丰不喜欢涂山悠悠 雨势逐渐变大 雨滴落到湖面上 激起层层涟漪 涂山悠悠看着涟漪 心也是层层涟漪 身后 李诗音为追风揉着额头 两人往小木屋那边走去 涂山悠悠知道自己战事不出力 是绝对的错 是你情然把我当成棋子在先 我怀疑颜色在后 他说道 以直报直 此为公平 你凭什么赶我走 棋子 秦燃看向喜剑湖 看向更远处的雾气 看向灰蒙蒙的天空 轻声道 我唯一的徒弟李诗音是棋子 我一手带刀大的追风是棋子 跟我学练单的龙七七是棋子 不只是你是棋子 也不是说我和你们的关系 跟棋手和棋子的关系一样 当然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事情的结果 丹丰不喜欢你 涂山悠悠继续沉默 他看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好久好久 他已经被雨林的浑身湿透 交好身躯 在雨中若隐若现 他给出自己最后的答案 我不走 哼 秦燃抬头看天 灰蒙蒙的天空 雨水仿佛从没有尽头的地方落下 凭空落下 他抬手 将自己身上的雨水抽离 搓成一个球 再变成一个罩子 伞一般挡住他头顶上的雨 他往小木屋走去 道 随便你 涂山悠悠在湖边淋了一夜冷雨 看到被雷击过的焦黑的市集魔柳 长出新芽 最终还是没有离开丹风 他回了狐狸洞 好久都没有再出来 李诗英和追风恶战柳道吉的时候 龙七七就在小木屋客厅里的玻璃窗前 他看着李诗英和追风落入下风 看着追风绝命吃下柳道吉 看着李诗英不知死活地追进猖鬼空间 看着追风在喜剑湖里痛苦挣扎 追风的痛嚎声 他听在耳里 可是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不过刚刚住击 他资质低劣 气旋极度不稳 那种战场 一出一道恶风 漏过一道剑气 都有可能要了他的命 于是他只能看着 面无表情地看着 幸好打赢了 战斗胜利了 李诗英和追风无视 他终于放下心来 到这时 他才深深地看了一眼屠山幽幽 李诗英和追风进屋来 龙七七正一脸淡然地坐在木椅上喝茶 有着测定千里之外的绝带谋士 一样风范 他随意一般向李诗英问道 追风没事吧 没事 休养两天就好了 李诗英道 龙七七又看了看李诗英 问道 你呢 就很不符合绝带谋士的风范 我就更没有事了 李诗英笑道 这一架打得可开心了 我还领悟了一招新的剑法 就是那招元神出鞘 可以伤到元神 很厉害的剑法 等会我要让师父给我起个厉害的名字 看着李诗英傻乐呵的样子 龙七七欲言又止 一句对不起 始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他没有计算到 是吉摩柳的元神那样强 他本以为是吉摩柳的元神 应该只是风中残竹一般 还好最终的结果是好的 龙七七还在那里假装淡定喝茶 李诗英却已拿过茶几上的围棋 高声喊道 追风 哎 让我们再战五百回合 秦燃回来的时候 李诗英和追风正在菜鸡互拙 龙七七在边上看得是连连摇头 见他来了 问道 他怎么回事 还不知道 秦燃道 哦 李诗英下着棋 见秦燃来了 举手道 师父你再给我取一个厉害的名字呗 你那一招以神御剑 也要取个名字吗 秦燃问道 李诗英虽然不好意思 却还是点了点头 他凭自己本事领悟到的见招 为什么不可以取名字 那便叫封尘绝念吧 宇从龙七七定计砍伐 是吉摩柳 那天起就开始下 一直下 没停过 下着下着 温度进一步下降 前几天天上飘些冰屑 到今天 飘飘洋洋的 终于下起了雪来 龙七七几乎不出门了 从果毯子到果被子 每天都睡眼眠蒙的不得清醒 他也还捧着书看 但模样就跟李诗英看书时是一样的 其实不论是小木屋 还是他们睡觉的房间 秦然都铺设了阵法 屋里是很暖和的 但 龙七七就是一副要冬眠的样子 还说你这里是冻天伏地 结果还是冬冷下热 龙七七缩在木椅上 想秦然抱怨 四季循环是天道自然 万物在春天复苏 在夏天成长 在秋天成熟 在冬天祭灭 这是道 秦然在看药书 研究长生不死 文言与龙七七笑道 冻天伏地就是适合修行的地方 单风灵气充足 有四季循环 这样适合修行的地方 不是冻天伏地是什么 是是是 就你歪里多 龙七七无力吐槽道 秦然抬头看向窗外 指了指 与龙七七道 你看看人家追风 不看也知道 外面是什么情况 龙七七懒得看 别看追风块头是最大的 但他年纪是最小的 人家还差好几个月 才满一岁呢 所以他没有见过雪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看见雪 追风在一个雨夜 被李诗英捡回家 他知道天上会下雨 但他不知道 天上会落下这种 像柳絮一样的东西 雪花 是极美的 不是柳絮 于是 追风在雪地里 风一般地乱窜 整个单风都看得到 他那憨憨一样的 风一样的身影 他真的是太快乐了 雪很大 像柳絮 像棉絮 一团一团地从天上落下 砸在人身上 有清晰的感觉 李诗英在雪中捂剑 一朝一世 很慢 不像他平日里的凌冽剑法 像老年人的剑身剑法 雪落在他身上 头发上 衣服上 舞动的剑上 他头发仿佛白色 衣服仿佛绣了雪花 剑身仿佛有了血纹 他捂着剑 看着雪 看着雪里的脚印 想起了爷爷 去年 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 他在雪中看 爷爷捂大朔 爷爷将大朔捂的雪花不进身 今年 第一场雪落下 他一人舞剑 雪花落了满身 秦然开门出来 靠着檐下柱子 看李诗英雪中舞剑 傻徒弟很漂亮 身段也很好 这半年来更有发育 前突后翘大长腿 已经可以用来形容他了 于是他凭雪漫舞 衣美飘飞 剑舞出城 十分好看 真绝世之画作 凌晨之仙子 他看得吃了 好一会 二哈一样的追风 都跑过去好几次了 李诗英终于收剑 他凭雪而立 微风浮动他的衣衫 他气质清冷如雪 看着远处 陷入回忆 又令人哀伤 所谓一世独立 与化而登仙 这一刻 李诗英更胜过屠山幽幽 秦然走出屋檐遮盖 淋着雪 来到李诗英身边 他偏头看了看 徒弟与他一般高了 他问道 想家了 嗯 李诗英点头 我想爷爷了 秦然伸手接住一朵雪花 以法术使雪花不得融化 他看着这不融化的 天然的艺术品 与李诗英说道 只要你还记得你爷爷 他就永远没有死去 他会永远活在你心中 所以你要健康快乐地活着 因为爷爷他永远陪伴着你 李诗英看了看秦然 伸手拿过他手里的雪花 他想了想 还是问道 师父 长生不死的丹药 真的很难炼制吗 人体的生理结构 决定了人的寿命极限 人体的寿命是180岁 因为疾病 伤痛等原因 人最多百岁而亡 寻常时候说的延年益寿 健康饮食 健康作息 灵药滋补 合理锻炼 是在寿命极限里 延年益寿 而不是延伸了寿命极限 修行会改变人的体质 特别是金丹七 金丹七的极限寿命 会是800岁 所以从金丹七开始 人就不能称之为人了 而如果不修行 人的极限寿命 就是180岁 基本不会超过 同时 筑基七因为体质 还在人的范围之内 所以筑基七的极限寿命 就是180岁 秦燃实在不解风情 是标注的李柯南 他与李诗英 认真解释起了 长生不死丹药 难以炼制的深层次原因 所以 要增长人的寿命 说到底 还是要改变人的体质 改变了体质 才能把180岁 这个极限拉长 但要做到这一点 以一颗丹药 做到延长寿命这件事 难度不亚于 将一个普通人 一夜变成金丹修士 李诗英沉默了 他把手里的雪花捏碎 低下头 只看地上的白雪 师傅一定会练出 长生丹药来 看着李诗英的样子 秦燃安慰道 嗯 李诗英心情低落地 硬一声 你相信师傅 秦燃问道 但他的马字 还没问出来 身后就先传来 追风的大喊声 爸爸 吃我一头蛮王冲撞 秦燃脸色巨变 回头去看 只见远空中 有追着声音 飞过来一道白影 那速度极快 他还来不及运转身法 就被那一大坨白影撞上 然后倒飞而起 追风这一头 正撞在秦燃腰腹之间 将秦燃直接撞飞出去 十几米 边上的师傅突然消失 吓得李诗英一大跳 连忙抬头去找秦燃 大喊一声 师傅 又飞过去 秦燃在空飞了十几米 又在雪地里滑了十几米 从小木屋前 被一头撞到了喜剑湖边 幸好他是一副精丹体质 但凡他身体弱一点 今天都不得好受 李诗英将他从地上拉起来 他在雪里坐着 捂着 被追风撞的肚子 一时之间站不起来 肚子很痛 有点想吐 他向追风看去 追风在那里 看着他狼狈的样子 哈哈大笑 在追风看来 他横飞出去十几米 在雪里打滚 是一件极有意思的事情 秦燃脸都黑了 追风这个憨憨 他是真的觉得好玩 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体重快一千斤了 他缓了一会 勉力站起来 正要去教训追风 但就在这时 护山大阵外有人求见 呼 他只得先把追风放下 将护山大阵打开 让阵外的人进来 进来的人是田文景 他一袭素衣 背负一把蓝黑色长剑 在大雪中 缓缓走来 有什么比狐兴廷看雪 更浪漫的事呢 那大约是在狐兴廷生了火 煮了火锅 温了美酒 从湖里钓鱼 急钓急杀急吃 有美酒 有美食 有美景 有美人 不知道有些什么劲 龙七七大为不满地嘀咕道 非要跑到冷得死人的狐兴廷吃饭 他不懂情然是犯了什么病 虽然他吃得满嘴流油就是了 怕冷得龙七七身上 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厚衣服 早已经把自己包成一个球了 包得这么厚 行动本来很不便 但 这根本没有影响 他挥动筷子的速度 他就像一个圆球 但有一只短胖的手 从圆球里不断伸出 手带着残影 在锅底捞肉 七七 你少吃一点 秦燃切了鱼片过来 下进锅里 笑道 你看你都胖成球了 我这是衣服 龙七七狡辩 没有一点自觉 筷子还是飞快 加起新鲜下锅的鱼片 熟了没有 秦燃笑骂道 看你跟个饿死鬼一样 鱼片生的也能吃 龙七七回道 他在桌子上吃 而占据胡兴廷小半江山的追风 则趴在地上吃 追风的饭盆 自然已经更新换代了 毕竟以前那个吃奶的饭盆 哪里配得上他如今的饕贴饭量 鱼片下锅熟了之后 秦燃咸熟地捞起大半 倒进追风的大饭盆里 然后又转身 去准备其他肉菜 田文景坐在石桌边 看着丹丰两大饭桶吃得热闹 他面无表情 端起酒杯 喝了一口温酒 丹丰本来是有三大饭桶的 但李诗英 受限于种族和体质的缺陷 早已不能跟龙七七和追风争风了 现在的他 干脆安静闲雅地 坐在田文景边上 仿佛淑女一般 偶尔陪着田文景里一口酒 李诗英生筷子 加了一块鱼肉进自己的油碟里 但没有吃 而是向田文景问道 这几个月你去了哪里 重铸了本命剑 田文景更像一个剑客了 冷峻 内敛 沉默寡言 找谁住的剑 李诗英问 是徐之邪吗 不是 田文景答 去神断宗住的剑 神断宗 李诗英还不知道这个门派 神断宗在北楚西北方向 位于云梦泽边上 是一个已铸造立宗的宗门 秦然走过来 往锅里加些零售肉片 与李诗英解释道 云梦泽 李诗英看向田文景 岂不是离道剑门很远 就是横穿了整个北楚而已 秦然笑道 终于得空坐下来吃两口 文景你可真厉害 李诗英不由地赞道 不过是迫不得已罢了 田文景摇头道 如果能在徐之邪手里 求到本命剑 他又何苦要去神断宗呢 秦然吃了两口肉 喝着酒向田文景问道 你这剑 为何不孕养在丹田 这是一把未完成的剑 田文景道 把剑从背上取下 当时夺剑的人太多 还没到时间 剑炉就被人打破了 他不得不提前出事 他抚摸着剑 像母亲抚摸孩子一样 极度温柔 他无法收尽丹田 只能以心血计恋 田文景语气平淡 轻松带过了铸剑 夺剑之事 但李诗英是铸了本命剑的 他知道 铸了一把上好的本命剑 会有多少人来抢 会是怎样的 一场又一场的叠血恶战 而他李诗英 有师父 为他布置好一切 田文景呢 他很难想象 田文景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这几个月 他又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竟也拿到了本命剑 还回到了道剑门 李诗英心下联系 伸出手 按在田文景手上 以做安慰 文景 我没事 田文景向李诗英笑了一下 但他这笑很勉强 仿佛很久没有笑过了一样 李诗英心下又是一探 不由地看向自己的师父 他发现 他真的是太幸运了 他与田文景同时拜师 同时练剑 同样修行 但他与田文景 却仿佛活在两个世界 而他大约也清楚 田文景度过的 才是正常的修仙世界 他被师父庇护着 身处于象牙塔 秦燃回看一眼李诗英 知道傻徒弟在想什么 他没有说话 而是向田文景 伸手示意把剑给他看看 道 无法收回丹田 应该是空间正文出了问题 知道秦燃是正法大家 田文景也有意求助于秦燃 连忙把剑递了过来 秦燃接住剑 仔细打量 又拔出翘看 这把剑的剑身颜色蓝黑 又窄又薄 形似闪电 材料 被朱剑师毛去不少 他摇头 又问道 他叫什么名字 以防影响剑身正文 剑名一般是到最后 剑成了才刻下 但田文景当时的情况 朱剑师显然没有心情未见署名了 玉雷 田文景道 这把剑的主要材料 就是那根玉雷独角牛的角 叫玉雷却也合适 秦燃运起原神 探入剑身 仔细查看剑的内部结构 特别是正文结构 好一会 他查看完 点了点头 道 果然不错 虚余于 空间正文 没有与剑体相结合 致使他无法做到大小变化 涉及到自己的本命剑 饶是以如今田文景的心性 也不由地急声问道 师叔 可有补救的机会 将正文修补完善 我可以做到 只是多花些时间 秦燃思索着说道 但我毕竟不懂铸造 就算把正文修补完善了 也无法使其与剑体相结合 哦 田文景无不失望地点了点头 见他这样 秦燃又道 我记得 道剑门是有人懂铸剑的 不知道是否还在 你可以自己去打听打听 以求帮助 或者 你可以自己找一找铸剑方面的书 只需研究正文和剑体相结合的知识即刻 正文我可以帮你 主封藏书阁会有铸剑一方面的书 好 田文景只得点头 之后 我会去看的 之后 情然疑惑 本命剑是大事中的大事 不应该立刻去吗 怎么听田文景这话的意思的时候 以后再说 我领了一个宗门任务 田文景道 今天来是叫诗音一起去的 宗门任务 情然深深地看一眼田文景 他还记得他之前说过 希望他能带着田文景去做一座宗门任务 经历经历修仙界的独打 算是个知恩图报的姑娘 于是不得不再骂两句黄飞鱼了 你去吗 他问李诗音 为什么不去呢 李诗音反问道 以他的性格 一天不出去晃荡 就浑身难受 现在有机会出去做任务了 又怎么可能放过呢 这是你自己的任务 我本不想多嘴 秦然喝了一杯酒 缓缓说道 但念疾 你是第一次出去做任务 我还是要提醒你两句 他加了一块鱼肉 在有碟里伴着 鱼里诗音道 第一点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要对这个世界保持敬畏 不管是什么任务 都要稳重 要谨慎 如果出现了意外之外的事情 没有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八的把握 不要去做 要记住 自身的安全和性命 永远是第一位 宗门任务能完成就完成 完不成拉倒 第二点 任务之前 要做充足的准备 关于任务的一切资料 都要完全了解 任务之中 需要准备的东西 都要提前准备好 在执行任务之前 不要留下任何疑问 这样能在最大程度上 减少意外出现 第三点 执行任务的时候 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要时时刻刻绷紧神经 是下一秒 就会有强敌来犯的神经紧绷 同时拼尽全力 全力以赴 不允许存在任何轻视之心 狮子薄兔上用权力 第四点 不管任务中遇到任何情况 都要冷静 不用惊慌 惊慌害怕逃避这些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有冷静才有机会 他一边喝酒 一边吃肉 一边絮絮叨叨地交代 最后一共列出了十八条 他像是喝醉了在说梦话 又像是女儿要出远门了的 啰嗦老婆子 更像那能让妖精崩溃的 话牢唐僧 最后直听的李诗音 耳朵都起茧子了 湖心亭外 雪还在下 山与水与亭 早已连了一片白 雾松汗荡 湖心亭内 炉火还烧得很旺 锅里热腾腾的气升起 热气腾腾 烟雾缭绕 有人在说话 有人在欢笑 有人在碰杯饮酒 有猫在努力干饭 当暮色降临 亭内人酒足饭饱 速速寒风吹过 有人微醺 说些醉话 亭外白雪映来冷光 黑暗退去 黎明降临 风雪中 李诗音和田文景遇见 离开丹风 五大角色其二 与风雪中同遇见 也可谓一道靓丽风景 秦然站在雪中目送他们离去 好久好久 直到一身变白 才回转目光 他拍了拍追风脑袋上的雪 道 去把你的目眶跨来 我们今天把后山的蔬菜 都移植到大棚里去 秦然计划中的蔬菜大棚 其实在砍伐市吉摩柳前 就搭建好了 但在砍伐市吉摩柳的时候 屠山悠悠与市吉摩柳有一通乱战 将大棚打烂了 这几天 秦然才又带着李诗音 追风两人 重新修补了大棚 追风不怕雪 也不怕冷 既是为了送李诗音 也是为了裴秦然 他趴在雪地里 落了一身的雪 都快与雪地融为一体了 羡慕死某条毒蛇了 他张开大嘴 打了个哈欠 懒洋洋起身 抖了抖雪 才慢悠悠跑去储物室 找到自己的木框 拿嘴为自己胯上 哐当哐当地拉着跑出来 这个木框 是他拆家之后 为了惩罚他 要他劳动改造而出现的东西 那时候他也拉得动木框 但那时候他很小 木框很大 看着十分可怜且滑稽 而现在 他已经老大一只了 再垮这个木框 就显得这么木框不够大了 秦燃柔梁把追风日渐粗糙的毛 带着往后山走去 后山有许多担风前辈开辟出来的洞府 这些洞府 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后山 但那些开辟洞府的前辈们 大部分都已经盗销了 少部分败入更高的宗门 还有极少量的历练在外 生死不知 这些洞府没有人住 本来贤智 也确实没什么用 后来秦燃来了 本贤智也是贤智的态度 将它们改造一番 最终有了各种用处 或是用以培育药草 或是用于驯化野生植物 以培养一些特殊的蔬菜瓜果 或是用于存放实验失败品 关于阵法 关于丹药 或是一些奇怪的其他用处 秦燃带着追风来到其中一个洞府 洞府里栽种着一种矮株草本植物 枝叶翠绿 见获有些红色果子 那种红色果子追风知道 他很不喜欢 因为吃那个东西 会让嘴里火辣辣的痛 他不知道 为什么爸爸 会喜欢那种奇怪的东西 这是辣椒 秦燃叹道 是爸爸 我花了好大心思 才终于培育出来 千辛万苦 喂的就是这一口辣 把辣椒猪都起了 装进追风拖着的木框里 出洞府 转身到边上洞府里 这里面存放着一些浅黄色的 椭圆的果实一样的东西 这东西追风很喜欢 煮熟了吃 吃起来酥软甜糯 他连忙上前 去帮着秦燃装放 这是土豆 马铃薯 秦燃道 一个洞府 一个洞府的走过去 或是辣椒 或是土豆 或是玉米 或是花生 等等 有的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有的 有的是这个世界没有 但被秦燃培育出来了 但为了满足口舌之欲 秦燃都种植了 他将这些东西 都从后山洞府搬走 正是移栽到了喜剑湖边的大棚里 大棚是按秦燃前世的大棚设计的 只是将科技手段 换成了修仙手段 哦 也有一些效果 是前世的科技手段还达不到的 比如空间技术 秦燃在大棚里布置了空间阵法 使棚内棚外的空间大小 来到了十比一 虽然外面看起来 就是喜剑湖和研究楼之间的很小一块地 但从里面看来 这块地却颇为庞大 蔬菜大棚里 被秦燃整齐地分 做了许多矩形方块 每一个方块都用阵法无形隔开 每一个方块内都栽种着不同的植物 或是满足口舌之欲的农作物 或炼丹所需的药草 当然 目前更多的是用来吃的农作物 外面下着雪 是零下三两度 但大棚里的温度 却一点也不受外界的影响 在阵法之中 每一个方块的植物 都享受着最适宜的温度 忙活了大半天 秦燃把洞府内的植物 都移植到大棚里去了 他收拾着回到客厅 拿一书在那里看 但翻来覆去也看不下 龙七七看得心烦 说道 既然担心 又何必让他去 唉 秦燃叹气 他必须要独立面对修行界的残酷 不然什么时候我包庇了 他该怎么办 哼 你这人真有趣 无端端地皱自己 龙七七笑起来 但毒蛇如他 也还是说了两句宽慰的话 世音那孩子傻是傻了一点 但不至于 没你就活不下去 你看田文景 不也过得很好吗 不过小小一个任务而已 他肯定能轻松完成 你其实没发现 他很优秀 秦燃坐立不安 还是起身 他透过窗玻璃 看向外面 外面还在下雪 追风 爬在猫爬架上假妹 他向远处看 仿佛能透过那些雪花 看到很远处的李世音 或许吧 他叹道 李世音和田文景 一起来到道建门主峰执事堂 在田文景的帮助下 李世音以身份令牌 接下了他的第一个宗门任务 出门来 他把身份令牌贴紧额头 以神识查看任务内容 任务名 大山岭除妖任务描述 冬月十二 晚 有大山岭村民前来报案 言说近些日子 村子里猪网丛生 凭空多了许多白色小蜘蛛 冬月十一早上 村民赵喜平凭空失踪 中午 村民赵喜顺 赵喜昌外出未归 晚上 赵喜昌妻女失踪 十二日 又有三名村民失踪 据推断 或是一级妖兽捕属妖猪 再捕食村民 这是个一级任务 还是那种比较简单的除妖任务 别看村民都死了近十个了 但事实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级任务 直视堂弟子 根据村民的描述进行推断 推理出来的 作案的妖兽 就是一只一级的低阶妖兽捕属妖猪 要除的妖兽 是一级妖兽 于是 这个任务的难度等级 就是一级 关于道界门的 宗门任务的难度等级划分 因为宗门地处于横断山脉 妖兽众多 大多数任务都是捉妖 除妖 所以为了方便 宗门任务的等级 是按照任务设计的妖兽等级 来进行难度评级的 一级任务就是 任务中会遇到一级妖兽 九级任务就是 任务中会遇到九级妖兽 而其他性质的任务 也都是据此任务本身难度 来进行相对转换的 如果前面的是 吉某柳灾难 会有任务发布的话 那就算是一个九级任务 一级妖兽 死了八个人 李诗英看了任务描述 极为震撼 那横断山脉 每年会被妖兽杀死多少人 不知道 田文景摇头道 李诗英又想到 李诗文镇守横断山脉的事 他以前 还以为可以天天进山打猎 会很好玩来着 没想到 那里是如此沉重的责任 不过不要小瞧一级妖兽 毕竟 就算是平民常见的猛兽 狮子老虎之类 也都不算妖兽 田文景说道 一级妖兽 已经相当于助击期的修士了 他看了看李诗英 继续说道 然后一级任务 虽说只是一级妖兽 但任务的实际情况 会十分复杂 任何意外情况 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要知道 宗门只推荐弟子 接任务等级 低于自己修为的任务 我知道 田文景这是害怕自己好高骛远 李诗英听得出 他点点头 说道 我只是觉得 我以后要多接任务 多杀妖兽了 那种事以后再说 田文景道 两人认真阅读了任务 然后根据任务内容 去找了捕鼠妖猪的资料 和大山岭的地图资料 准备完善后 才遇见出宗门 往大山岭飞去 捕鼠妖猪 一级妖兽 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他一般以森林鼠为食 却不是什么难以对付的妖兽 特别是对李诗英来说 因为捕鼠妖猪的杀手锏是毒 毒 他李诗英是炼丹师情然的弟子 他会怕毒 再说 他家里还有个专门玩毒的蛇妖 看来这个任务会很简单啊 遇见在空 李诗英显得非常轻松 与田文景闲聊着 田文景也觉得这个任务会比较简单 不然 他也不会特意领这个任务 来让李诗英练手了 但他还是提醒李诗英 再简单 也不要掉以轻心 哎 李诗英笑起来 文景你现在说话的语气 简直跟我师父一模一样 总是把 什么吻啊 什么谨慎啊 不要掉以轻心什么的 挂在嘴边 一股老成持重的味道 田文景闻言 多看了李诗英几眼 什么样的人知道 要稳重谨慎 挨过修仙界毒打 且活下来的人都知道 在修仙界 混要稳重谨慎 什么样的人会看不起稳重谨慎 还没有挨过修仙界毒打的人 田文景看着李诗英的样子 满眼都是羡慕 没有哪个女孩子 没有哪个人想要变得成熟 如果可以的话 一辈子活在象牙塔里 无忧无虑的不好吗 非要被修仙界毒打 非要变得成熟不可吗 谁不想像李诗英这样 有一个宠他爱他 极力守护他 为他在这黑暗的修仙界 撑出一片光明的师父呢 他运气真好 田文景想 要是问到大典那天 我也说自己想炼丹 也败入师叔门下 一切是不是会变得不一样 可惜没有如果 还是谨慎些好 他最终也只沉声说道 大山岭在横断山脉外面不远的位置 离道建门不过几个小时建成 所处位置十分幸运 堪堪未受是 吉磨柳柳絮的青石 李诗英和田文景预见而行 不多时就来到大山岭外 这是一个地处于山上的小村庄 山不大 村子也不大 从村头到村尾 从山下到山上 差不多30户人家 在村子外 山脚下 有很多高大的山树 大约绕了小山一整圈 应该就是村子名叫大山岭的原因 天上还下着雪 地上是一片白茫茫的 高大的山树 也是白色的 李诗英和田文景 各自落在一棵山树树间上 向村内眺望 不知道是不是下雪天的缘故 村子里没有人走动 也看不见烟火 十分冷清 小心一点 田文景感觉有点不对 李诗英摸出两颗百毒丹 递给田文景一颗 自己服下一颗 他还是显得乐观 或许都在家里烤火呢 没有烟尘 田文景看了看丹药 还是吃了下去 那就是 李诗英想了想 找不理由 可能是是吉摩柳那件事的影响 村民们没有囤积过冬的柴火 都裹着被子在床上取暖 也许吧 田文景拔出背上的玉雷剑 跳下树 警惕着往村里面走去 李诗英取出清新剑拿在手里 但是剑没有出鞘 他跟在田文景身后 也做出警惕模样 村子确实清冷 连狗叫声都没有 但就在李诗英他们踏进村子的一瞬间 离村口最近的那一户人家的门 忽然被推开 寂静环境下 凭空而起的声音叫人惊吓 李诗英皱眉看过去 门里走出一个裹着厚棉衣的中年男人 他脸色黑红 一脸粗糙 身上没有修为波动 大约是普通百姓的样子 他靠在门边看着他和田文景 出声问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 田文景抱见行李 道 道见门弟子 前来除妖 哦 宗门神仙 那汉子点头 便与田文景道 跟我来吧 我带你们去村长家 麻烦 田文景道 那汉子便在前带路 沿着村里的山石小路 往山上走 田文景没有多说话 带上李诗英 跟着那汉子 一起往山上走 但他手里的剑 却没有没有收回剑鞘的意思 一直拿在手中 方才在村外眺望的时候 村子很清冷 别说是人了 连鸡鸣狗叫之声都听不到 但现在李诗英和田文景 随着那黑脸汉子 走在村间小路上 却发现村里的人越来越多 本来家家户户都是关门庇户的 但随着他们从山脚往山上走 每经过一家 这家人户就敞开门 有人出来 出来的人与他们笑脸相迎 而后跟在他们身后 陪着一起往山上走去 他们走在身后 走在路上 走在路边 人渐渐多了 有人在说话了 嘘嘘杂杂的低噪声在身后 村子仿佛热闹 或许是村民在害怕妖兽 李诗英心想 之前村里没人 是因为村民害怕 躲在屋里不敢出来 现在他们来了 村民们不怕了 所以都出门来了 村民脸上带着笑 都很热情 忽然有人过来探听 问 你们是横断山脉里的神仙吗 李诗英点了点头 有人过来诉说情报 道 李二狗家的媳妇 昨天晚上哭喊了一整夜 今天早上就不见了 李二狗都不在家 我看八成是被妖怪抓走了 又有人问 神仙可知道 这次作怪的妖怪 是什么妖怪 大约是不属妖猪 李诗英道 此一言出 路旁人群中的低噪声 忽然大一阵 好像是在笑 李诗英听得不是很清楚 但感觉笑得他不舒服 继而又有人问 两位神仙都是剑修吗 李诗英又点头 越是往山上走 路过的人家越多 开门的人户就越多 跟着一起的村民就越多 李诗英偶尔回头看 得见身后路旁的人群 有大几十人了 其中有男有女 踩得路旁的雪都化了 这些村民 有穿着厚棉衣 有裹着被子 有强壮的纸穿单衣 很有相处气息 他们七嘴八舌 问东问西 颇有些吵闹 李诗英偶尔回答 脸上始终留有一点浅笑 但随着往村子深处走 他也感受到了 有哪里不对劲 踩着路上干净的雪 李诗英三人很快来到村落半山腰 村长家 村长早早地在门前迎接 是个头戴狗头帽 胡子花白地干瘦老头 他在门口作衣 满脸堆笑 朝田文景和李诗英哭喊道 求上先救我 田文景和李诗英走过去 先回忆里 李诗英在后 抱着剑严阵以待 剑柄 在他随时可以拔出来的位置 田文景在前问寻道 老丈请将你们知道的线索都说出来 我们一定就你们 斩妖除魔 村长引田文景和李诗英进屋 于上座做好 他关了门 扑通一声 跪倒李诗英和田文景身前 哭喊道 求上先救我出去 李诗英注意道 这老头两次求救 都喊的是救我 而不是救大山岭 他心下有所鄙夷 这所谓的一村之长 竟是如此自私自利 胆小怕死之辈 他又打量此处房间陈设 感觉有些惨淡 不像是常年有人居住的地方 好像很久没有被烟火熏陶了 有我们在 老丈不必再担心 田文景起身 向村长走去 宽慰道 老丈只需将那 捕鼠妖珠的洞穴位置说出来 我们姐妹斩那妖兽 不需片刻功夫 不需片刻功夫 李诗英文言去看田文景 微醋眉头 这是田文景会说的话 田文景说着话 伸手去扶村长 但就在他手即将碰到村长的一瞬间 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撞开 方才那个黑红脸汉子走进来 一把拉起村长 向他歉一道 我才知道村长惊吓过度 已经精神失常 怕是说不出什么所以然了 他不带田文景反应 已然拖着村长出门去 交给门外一个年轻小生 那年轻小生不由分说 捂住村长嘴巴 拖着进了人群 黑红脸汉子又回来 不动声色地关了门 把门外景象挡住 他与田文景行礼 道 我方才听人说起 村长儿媳 也就是那李二狗的媳妇 昨晚被那妖兽残忍杀害 村长目击当场 已然被吓疯了 田文景心有气气 道 真是可怜 那妖兽本来是横断山脉里面的妖兽 是一只大黑蜘蛛 于七天前来到大山岭 这黑红脸汉子 与田文景说起详细情况 他先后杀了我们十几个村民 就藏在后山桃源洞里 黑红脸汉子还在说 李世音却沉着脸计较了起来 丹丰有两个心肝比墨汁还黑的人 他耳濡目染下 还是学了些心思 他迅速回忆进村前后 所有不合理的地方 第一 这是个以狩猎为生的村庄 但这个村庄连狗叫声都没有 第二 村里是有人的 但村间小路上白雪如初 没有人走过 第三 这黑红脸汉子 明明知道具体情景 却依旧要带他们来找村长 第四 找到村长后 却又迅速说村长疯了 第五 村长喊的是救我 第六 这黑红脸汉子 方才撞门进来的时候 他李诗英修成了原神 竟也没有察觉到 第七 李诗英感觉 中间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但以他的水平 却也找不出来了 而最重要的是 他只能察觉 观察到 这些不合理的东西 却无法将它们综合起来分析 利用这些线索 找出其背后的缘由 要是师傅 在就好了 他想 要是师傅在 肯定一眼 就能看出 到底是什么 田文景等黑红脸汉子 说完情况 略意沉吟 回头与李诗英道 我们先去后山桃源洞看看 最好直接杀掉那捕鼠妖猪 嗯 直接去吗 李诗英将眉头皱紧了 他发现田文景不对劲了 从刚才起 田文景就有点不对劲 如果他确实稳重谨慎 那么按照秦燃的思路 这个时候 是绝技不能贸然前往敌方的大本营 不过是 一只一击妖兽 以你我的实力 哪里轮得到他来嚣张 田文景到 他说着 只把剑收回背上剑鞘 当前跳出门 寻了路 往后山而去 李诗英先凝视那黑红脸汉子 上下打量 他学过药理 知道人体经脉穴位 人体的缺陷强项 他现在发现 这黑红脸汉子 身体有些不同寻常 有点 不协调 但田文景已经先行往后山去了 李诗英担心田文景出事 不好详细探寻 这黑红脸汉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得先去追田文景 其实从进到这个村落的第一时间 李诗英就感觉有些不舒服 好像这村落从头到尾 透露出一些诡异气息 但他痛恨自己的 洞察力不够高明 一时看不出是什么引得他不舒服 现在他追着田文景往后山赶 心里警铃一直狂想 危机感 诡异感 从心里不塌上全身 叫他更难受 他脑海里不住闪回那些村民 向他笑的场景 那些村民低语的声音 那些村民问话的时候 他越发感觉有问题 但仍然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两位见先速度飞快 穿过村子到后山 不过几分钟时间 李诗英还来不及细想 就来到了一个山洞洞口前面 这山洞 大约就是那桃园洞了 山洞口不大 邻近都是碎石 或是洞口温度高 周遭淡不见雪 洞口前的地上有枯黄的草 那草叶高而大 但却枯黄 看起来像健康成长 但遭受了大火炙烤 只一看便知 是个险恶诡异的山洞 与那个象征着美好的桃园 没有一丝关系 桃园洞没有桃花 没有泉源 只有乱石 只有枯草 田文景正站在这山洞洞口前面 大约是要进去 文景 李诗英上前说话 但这时洞里有忽然风吹出来 得益于外面的寒冷 风是暖的 也是恶臭的 一股热热的恶臭 直扑口鼻 李诗英只得停下说话 第一时间封住口鼻 他又想起师父的谨慎 生怕那恶风里有什么 运起法力 将恶风从深州隔开 他隔着田文景向洞穴内看去 却只见得洞里漆黑 完全看不清楚 待恶风过去了 李诗英再才开口问道 文景 要进去吗 他是不想进去的 但一来说 那种跑路的话 有点丢见修的脸 二来此次任务 是以田文景为主的 所以 他先问询田文景的意见 怎么了 你怕 田文景冷声道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李诗英道 你可是到剑门 心境十大天骄 绝带女剑线 你怎么会怕呢 田文景忽然冷笑道 李诗英看向田文景背影 知道田文景是真的出问题了 这不该是一个 正常状态下的田文景 能说出来的话 文景 他上前 要强行制止田文景 但这时 前面田文景忽然动了 他一展身形 只听个电光滋滋作响 直见得蓝色电弧闪烁 他瞬息之间消失在李诗英眼前 进洞里面去了 李诗英竟来不及阻止 要知道 田文景可不弱于谁 秦然第一次见田文景 就觉得 他会与李诗英 组成剑锋绝世双交 李诗英是绝顶地剑道天才 他田文景也是 虽然李诗英 有秦然权力栽培 而田文景 只如野草自由生长 但其实 两人一人误了剑气 一人误了剑意 真要拼个高低 谁高谁低 却不一定 剑田文景进了桃园洞 李诗英稍作犹豫 还是跟着 一头扎进了 这漆黑的山洞 桃园洞是个葫芦洞 即使 洞口看起来十分小 但内部却十分大 一头从洞口 闯进这洞中黑暗 竟有豁然开朗 境界辽阔之感 李诗英的清新剑早已出窍 他持剑前看 看见前面黑暗中 田文景低着头站在那里 身上蓝色电流 哔哩哔哩的乱窜 文景 李诗英轻唤一声 田文景没有印塔 他从乾坤袋里 摸出一颗照明丹 往空中一抛 又发出一道剑气 击中空中照明丹 那照明丹散散开 光亮大作 将洞里黑暗驱散 照亮此处 在照明丹破碎的一瞬间 李诗英下意识地 眯上了眼睛 等他再睁眼 却猛然见到前面的田文景 回身对他出剑 他直剑防守 只大扫了山洞一眼 这一眼 吓得他浑身汗毛倒数 却见整个桃园洞里 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白色猪网 一层又一层的猪网 将这桃园洞装潢 成了蜘蛛的老巢 而在这布满蛛丝的洞穴中 前面空地上 是一堆碎的不变形状的白骨 半空中 洞顶 被蛛丝掉了一具又一具的人类尸体 田文景进入村庄后 表现逐渐变得不正常 直到黑红脸汉子带走村长 与他正面交谈后 他就彻底不对劲了 他好像是受了某种影响 某种控制 某种操控 方才李诗英的剑气一出 他又遭受刺激 顿时暴走 凭什么 你如此幸运 他尖声喊道 蓝色电流劈开黑暗 直取李诗英要害 李诗英又惊又怕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里这么多尸体 到底发生了什么 田文景变得如此奇怪 这一见来 他来不及出剑 只得以飞仙问道迅速闪过 但田文景也不是吃素的 他自有机缘 李诗英有仙术飞仙问道 他的身法却也不弱 尽管不如仙法 但在雷属性的速度加持之下 他竟能在飞仙问道的闪身出现后 化作闪电追赶到 他能以身法 追着李诗英出剑 李诗英害怕伤到田文景 只以一重战灵爵应战 带着剑气 又呈防御姿态 竟在这蜘蛛洞穴 与田文景激站起来 或是因为状态问题 田文景施展不出剑意 而李诗英也没有将战力拉满 且没有主动进攻 两人一时之间 竟打得胶着 雷鸣声 剑气破空声 爆炸声 乱石穿空声 在洞穴回音下 想做一团 与田文景缠斗两久 李诗英也找不什么 倒破局的方法 但在某一刻 凭空一道莫名奇怪的力量 往李诗英食海而来 李诗英原神察觉到 从食海中站起身 一把抓住那一道力量 而后随手扯烂 精神攻击 他这才确定 文景没有修成原神 灵魂不如我强 肯定受了精神控制 意识到这一点 他从乾坤袋里 摸出秦然的醒神丹 找准机会 近身去站 把丹药弹进了田文景嘴里 又是精神攻击 又是原神攻击 又是灵魂攻击 李诗英心下面道 不知道臭师傅什么时候 才能弄来原神神通 总是被动挨打 田文景吃了醒神丹 在与李诗英激战片刻 渐渐清醒过来 回想自己这段时间的记忆 意识到自己做了蠢事 他急忙收件 与李诗英歉意道 对不起 一时不查 受了控制 无事 李诗英见他清醒 也松了一口气 摇头道 田文景没有再多说话 四下打量此处 蜘蛛洞的骇人景象 那东西 刚才也想控制我 应该就在这洞穴之中 李诗英见田文景清醒 出声说道 田文景点点头 借着照明丹的光 往山洞里 一寸一寸地仔细查看 某一刻 他将视线定在洞穴的某个地方 这是一个葫芦洞穴 此处是外洞 那么还应该有一个内洞 想来 在那猪王隐藏的 那洞洞口之处 那里面就是那只猪所在了 他以眼神示意李诗英 李诗英了然 运起剑气 便有紫黑色剑气如红 一剑斩下 斩断了内外洞口的隔阂 呲哑 嗨思 忽然有尖锐的怪叫响起 只刺的人耳朵声痛 李诗英不自觉后退 借着照明丹前看 看到那洞有一只恐怖的大黑蜘蛛 灵活地沿着白色的蛛丝爬了出来 又迅速爬到了洞顶 这不是不属妖桌 田文景沉声道 这当然不是不属妖桌 什么时候 区区一只一级妖兽 能无声无息地控制他田文景 这是什么妖兽 李诗英问田文景 田文景仔细打量 那只踩着往往上爬 最终倒挂在洞顶的蜘蛛 观其形状 心里有个猜测 但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 这好像是鬼面猪 他很不确定地说道 鬼面猪 很显然 李诗英不知道 鬼面猪是什么妖兽 鬼面猪不是妖兽 是横断山脉中一种比较厉害的 蜘蛛 田文景道 那 李诗英指着洞顶 那只体型跟人一样大的黑色蜘蛛 笑出了声 那能是普通蜘蛛 田文景不确定 且疑惑 但还是与李诗英解释 鬼面猪是一种很厉害的森林蜘蛛 能捕食幼年虎豹 不过没有这么大 正常的鬼面猪 大概跟猫狗一样大 你看这只蜘蛛 全身漆黑 只腿很长 腹部有鬼面 形状猙獰恐怖 除了体型都与鬼面猪一样 李诗英文言 仔细去打量这只蜘蛛 发现它的腹部 确实有一个恐怖的像鬼一样的花纹 那花纹令人视之而生惧 有一点追风的王自闻的感觉 可是追风是七级 甚至是八级妖兽 这破蜘蛛也比得上追风 他心下正这么想 那边倒挂在洞顶的鬼面猪的鬼面 忽然一亮 腹部喷射出一大团粘液 粘液在空中散开 像雨一样往地面两人洒过来 毒 田文锦大喊着提醒 两人都是剑修 都没有能阻止 那喷洒过来的能力 只得闪身 必让开毒液的覆盖范围 李诗英身形停在半空 回身向毒液落地的地方看去 落在空地的毒液 没有起太大反应 倒是落在珠网上的毒液 起来些许变化 但他来不及仔细观察 具体变化是什么 因为洞顶蜘蛛又开始喷毒了 他只得展开身法继续闪躲 这时他又想起师父的好来 他发现师父的法术 虽然对战力没有太大加持 但在很多时候 都莫名其妙的好用 比如这里 要是师父在 只拿气泡将那毒液网 他又得了许多实验材料 虽然他们剑修的战力极高 但在眼下这种 不确定毒液威力的情况下 他们不敢贸然 与毒液接触 一时之间 有些束手束脚 我们得近身过去 田文锦在另一面与他喊道 李诗英点头 他也是这个意思 两人迅速达成协议 展开身形 绕开前方喷来的毒液 从两边拉出两道弧线 一道蓝黑色 一道紫黑色 都向那蜘蛛而去 静得身 那道蓝色电光 直取鬼面珠腹部鬼面 那道紫黑色剑气 直取鬼面珠上头脑袋 都是往要害而去 这两位 都是天资纵横之辈 也是心高气傲的主 方才一战不分胜负 现在合力对付这鬼面珠 不可避免地 起了争锋之心 但见光起 剑气暗 再仔细看过去 两人竟都没有得逞 那蜘蛛共有八只猪腿 分将两只来 一左一右 竟都精准地隔开了 两人的剑 叮 李诗英剑气与猪腿相接 发出一声清脆的声音 猪腿又传来恐怖力道 传到剑身 将它弹飞出去 好大的力气 他不由地惊呼 田文锦的遭遇 与它相差不大 也被猪腿逼开 田文锦在空中稳住身形 道 好高的防御 又给出评价 已然不弱于四级妖兽 这时 逼退两人的大蜘蛛 忽然发出 吱吱的声音 听着仿佛嘲讽 李诗英大气 提着剑就要在上前 但那声音叫着静不停 而且叫着叫着 又变得尖锐 只听得耳膜声痛 脑子里嗡嗡叫 叫它停了下来 而田文锦那边更是难受 它头痛欲裂 抱着脑袋 几乎在半空中停不住了 又是灵魂攻击 李诗英顿时了然 它见田文锦的痛苦模样 便忍着难受 施展飞仙问道 闪身到鬼面猪边上 带着剑气 一剑向鬼面猪刺去 鬼面猪以猪毛 苛飞剑气 至此 李诗英终也不顾 全面展开战力 带着星光 不断向鬼面猪出剑 尖锐的声音终于停止 鬼面猪也需全力应战李诗英 他以六条腿抓住猪网 稳住身形 又以两条猪腿如毛 向李诗英进攻 他这两条腿的速度快如闪电 带起残影无数 如有无数长矛 向李诗英刺激 李诗英得以身法辅佐 一边避开猪腿要害 一边以远程剑气辅助 才与鬼面猪站得相当 便有叮叮叮的声音不断绝 在这山洞里回响 空中一人一猪 近攻防的激烈 尖叫声过去 田文景得以喘息 他捂着脑袋 从半空落下 站在地上 抬头去看李诗英 和鬼面猪的战斗 诗英确实厉害 他心下赞倒 那鬼面猪的肉身强度 不弱于普通的四级妖兽 又有诡异的灵魂攻击 恐怕是强一点的三级妖兽水平 但李诗英仍然与之战的不落下风 他歇了片刻 头没那么痛了 准备起身去帮李诗英 但 当他脚下一用力 往上一飞时 却发现自己并没有飞起来 而是仿佛踩在了棉花上 一阵软棉失利 他大惊 急忙往身下看去 这才发现自己 落地之时没注意 踩在了猪网之上 而这猪网沾染了鬼面猪的毒液 变得极富粘性 将它粘在了猪网之上 整个山洞都是猪丝 此时的他 仿佛一只被猪网捕获的蝴蝶 田文景又一剑斩在猪丝上 但猪丝韧性极强 他很难斩断 他脚下再尝试 也根本脱不开这猪网的粘性 如何不像在猪网中绝望挣扎的蝴蝶 田文景别无他法 只得一剑一剑地去斩断猪网 但某一剑砍下 他忽然赶至到头顶异动 急忙抬头去看 山洞顶上 有十几具人类尸体 被猪丝悬挂着 此时 那些尸体在莫名的力量下转身过来 一张张恐怖的惨白的脸 朝着田文景这边 然后 在李诗英的照明单 亮白的灯光下 在李诗英的紫色剑光下 在轻心剑与猪腿 碰撞的火星中 田文景看到 那些人类尸体的腹腔 被突然破开 无数的蜘蛛 从中爬了出来 小蜘蛛是白色的 极小 它们密密麻麻 它们无穷无尽 仿佛水银泻地 从那十几具尸体 破釜而出 瀑布一样流出来 它们刚刚出生 还不会织网 一只一只地从空中掉落 向瀑布 向下雨 向落脚子 无数的小蜘蛛落下 一只接一只 连成线 结成网 不变方向地飘过来 落到地面的猪网上 密密麻麻的小蜘蛛 向田文景 飞速爬来 这骇人惊魂的场景 田文景被吓得呆立原地 李诗英正艰难地 应接鬼面珠的猪毛 但却突然听到 山洞里有细细速速的声音响起来 他抽空往下方看一眼 顿时含毛倒数 发出细细速速的声音的 不是别物 正是那无穷量的小蜘蛛 它们爬行时发出的声音 李诗英从空中往下看 在亮白的光中 山洞地面变成了乳白色 那地再不断蠕动 是蜘蛛在爬 是猪网在颤动 这恐怖景象 吓得他一惊 一时不察 被鬼面珠一毛扫中 横飞出去七八米 他在半空中稳住身形 忍不住又向地上看 发现那乳白色的地 那乳白色的潮水 已经离田文景很近了 而田文景 好像已经被吓得呆立在原地了 文景 他大喊道 想要唤醒田文景 同时 他展落一道剑气 剑气从田文景身前落下 将空中零零散散飘过去的小蜘蛛隔开 将地上一如潮水的小蜘蛛阻拦 面对即将被蜘蛛巢覆盖的田文景 他能做的 就只有这么多 因为 鬼面猪已经追过来了 鬼面猪四只猪腿 在往上飞速行进 另外四根长毛一样的猪腿 向李诗英攻凡而来 叫他无半点分心的可能 空中激战在起 地面 李诗英的叫喊没有起作用 但他的剑气起了作用 剑气让同为剑修的田文景注意 他回过神 发现身前乳白色的蜘蛛巢 已近在眼前 下一刻就要爬到他身上了 而空中被风吹过来的 已经有不少小蜘蛛 在他衣服上爬来爬去了 他觉得浑身都痒 这一瞬间 恐惧在他心里爆炸 他仰天大叫 闪电 蓝色的闪电 炫目的蓝色闪光 在这山洞轰然炸开 以田文景为中心 以所有的珠网为连线 雷霆爆炸 那无量级的细小的蜘蛛 在蓝色雷霆下瞬间蒸发 那韧性极高 刚度极强的蛛丝 在蓝色雷霆下 化为焦炭 空中激战的一人一珠 也被这突然炸开的闪电阵主 停止了战斗 李诗英举着剑向下看 刺目的光叫他看不清楚 但空气中的电弧 却叫他浑身都酥酥麻麻的 毛发树立 此处桃源洞 在这雷霆爆炸中 经济好一会 才在那鬼面猪一声尖叫中 恢复寻常 十几具尸体里郁郁出的 爬出来的密密麻麻的小蜘蛛 都是他鬼面猪的子嗣 而田文景一波雷霆大爆发 将子嗣后带 电死无量术 鬼面猪暴怒 他丢下李诗英不管 八条腿齐用力 再动顶一灯 便如子弹一样 往地面弹去 他六只父眼里 全是仇恨与怨毒 他要将那女人捆住 在他活着的时候 就将卵铲在他体内 要他活着 孵化他的乖宝宝 要他活着 被他的乖宝宝们吃掉 文景小心 李诗英提醒道 赶忙锦随其后 去救田文景 毕竟可以想象 这样一波修为大爆发 威力是有了 造成的破坏也有了 但田文景现在的状态 肯定是违靡的 蓝色雷霆爆炸又收回 炫目的光收敛 露出雷霆正中心的田文景 他却以剑称帝 形状为名 鬼面猪从空中弹下 八根猪毛齐齐攻来 田文景得李诗英提醒 举剑防守 但他到底无力 拼尽全力 都只挡下两根猪毛 被六根猪毛穿身而过 文景 李诗英爆喝一声 一道紫色剑气当空披下 恐怖气势 叫鬼面猪觉得危险 连忙将田文景甩出 猪腿往地上一弹 再次将自身弹飞 这道剑气 与他擦身而过 在他体外甲铐上 留下一道剑痕 李诗英没有去追鬼面猪 身形一闪 将从空中落下的田文景接住 噗 田文景吐出一口血 与李诗英虚弱道 快走 你打不过他 他身中六疮 双臂 下肋骨两侧 双腿 浑身流血 已然失去了战力 李诗英咬咬牙 以他原来的性子 应该是要回身去跟鬼面猪 拼个你死我活 但现在的他 听了田文景的话 又记起师父的告诫 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他不再多想 打横抱起田文景 不管身后鬼面猪 是和动作 展开身法 只往洞穴外面跑去 这时天色渐晚 又是下雪天 世界阴沉的可怕 李诗英抱着田文景 飞出洞穴 下意识地往大山岭村飞去 他想的是 不论如何 要先找个地方 给田文景疗伤 但飞出去一大截 都快进大山岭了 他忽然在半空中停住了 天上下着大雪 拇指大小的雪花 砸到他脸上 他乱糟糟的脑子 忽然又想到一件事 蜘蛛 一个完全被他们忽视了的东西 此次的任务描述中 明确说了 几天前就有小蜘蛛 在村落里织网 知道整个村子都是蜘蛛网 但是 他们从村外走近 又从村里走出 却都没有见到半张猪网 那些猪网去哪里了 顺着这个思路 他继续想 这么强大的妖兽 隔得这么近 这村子里的人 又是怎么活下来的 除非 他们都死了 他们早已经死了 李时音的脑子嗡的一声响 他想起白天时候的村落 明明人群 在他身后 他却有冷清感 难怪如此 因为他们都是死人 那些人诡异地笑 那些村民的问题 他们问他 你是修士吗 你们是建修吗 你们的实力很强吗 你们是什么修为 他当时就觉得奇怪 普通百姓 在得知他们 是山里的神仙之后 就不应该有胆子 再问出后面的问题了 但如果 这些问题 不是他们在问呢 如果这些问题 是桃园洞里 那只鬼面猪问的呢 他智商极高 他甚至会固步一阵 会探听情报 会设下陷阱 会 李时音又想起那些村民 都极有礼貌 每次见面 都会行一个标准的见面礼 他们明明是最粗鲁的边疆 横断山脉外的蛮子 他们哪里会懂得理这个东西 这是一只不懂得 人类社会结构的 鬼面猪所为呢 这一瞬间 李时音全部都想明白了 明明已经寒数不清的他 偏生觉得 一股寒气从背脊升起 叫他遍体发凉 滋滋 滋呀 鬼面猪的声音 凭空响起来 刺耳的声音 叫李时音惊恐 忽然 地面开始抖动 是很有很多人 一起跑动时的抖动 他抬头去看 看见江黑的目光下 从大山岭村里 跑出来很多人 几十人 上百人 几百人 不只是大山岭村的人 他们都面无表情 只向桃园洞跑去 他们未曾开口说话 李时音却听到了 滋滋的兴奋的叫声 他知道 那是小蜘蛛的声音 好几百人 从他脚下跑过 都到他身后的桃园洞去 他听得身后 不断有奇怪的声音响起 叽叽 嘎吱 这声音叫他头皮发麻 他预感身后 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 他此时 应该尽全力逃跑 丢下田文锦 逃跑 但他没有 他回头去 于是 他这辈子都很难忘记 他此时看到的画面 夜色中 鬼面猪不知道 织了一根什么样的蛛丝 能将它凭空吊住 他头向上 屁股向下 腹腔上有一个巨大的鬼面 叫人看得清晰 心生畏惧 地面上有几百个人 他们站在山岭 站在雪地里 都抬头看着半空中的鬼面猪 脸上是木然的虔诚和狂热 鬼面猪从丝线里 喷射出几百根透明的蛛丝 每一根蛛丝 都对应着一个的人 蛛丝从地上 抬着头的人们的嘴里进去 进入喉咙 进入五脏六腑 进入四肢百孩 进入血肉肌里 然后 每一个人的嘴里 都有一只乳白色的蜘蛛 顺着蛛丝爬了出来 它们拇指大小 顺着蛛丝一直往上爬 几百个人的嘴里 有几百只乳白色的蜘蛛 都向空中的鬼面猪 会急着爬去 它们的速度很快 不用一会 就爬到鬼面猪身上 都爬到鬼面猪的腹腔处 在腹腔上 鬼面所在之处停了下来 鬼面猪是黑色的 这些小蜘蛛是乳白色的 乳白色的小蜘蛛 一只一只的 都趴在鬼面猪黑色的腹腔上 它们密密麻麻 它们趴了一层又一层 它们细微如动 看起来就像是黑色的鬼面猪 腹部 多了几百只乳白色的腹眼 待乳白色的小蜘蛛 在腹腔停稳后 地面上的人类尸体 也被蛛丝拉动 向空中鬼面猪掉去 李诗英眼睁睁地 看着那几百具人类尸体 被蛛丝引动 在鬼面猪深舟 组成了巨大的 类人的奇怪的恶习的躯体 将鬼面猪完全包裹 吱吱吱 嘶嘶 鬼面猪兴奋的叫喊声 从这个巨大的人类尸体怪物里传出来 叫李诗英手脚冰凉 尸体怪物组装完成 便向李诗英这边 慢慢地走了过来 初始他没有适应身体 走得很慢 很不协调 慢慢地 李诗英注意到 尸体怪物口鼻处 有鬼面猪的毒液流出 这些毒液会融化尸体 使尸体融合成一个整体 尸体怪物的行动 便慢慢流畅了 而尸体被毒液融化后 会变成奇怪的黏糊的黑色浓浆 由于尸体怪物表面 不时会滴一些到地面 他一路走过 一步一个浓浆脚印 看着这怪物向自己而来 李诗英抱着田文景 没游来的后退了 这尸体怪物的实力 不一定有多高 但他实在是太令人恐惧 太令人恶心了 诗英 要冷静 这时 田文景虚弱的声音传来 李诗英低头看去 只见田文景闭着眼睛 脸色苍白地与他提醒 冷静 是啊 师父说 不管面对什么意外情况 害怕 恐惧 惊慌都没有用 李诗英也闭上眼睛 只有冷静 他深吸一口气 再睁开眼睛 眼里没有一丝惊恐 只有平静如水 他便做了那个绝世女见仙 李诗英在边上 找了块平坦的大石头 将田文景放上去 然后自乾坤代理 取出一些疗伤的 驱毒的 回复法力的丹药 为给田文景吃下 再然后 他转过身 举起青星剑 在田文景身前 直面那二十几丈高的尸体怪物 九转星辰剑法 他喃喃低语 漆黑如墨的天空中 忽然有一颗又一颗的星辰在闪烁 李诗英深周 便有紫黑色的光运亮起 然后是 星辰剑起 飞仙问道 他轻驱腿 再用力 整个人往上一跳 突然消失 再出现 一致那尸体怪物的脑袋周围 太愚蠢了 他评价道 这鬼面猪 本来有巅峰三级妖兽的实力 肉身强横 能精神干扰 能放毒 能放小蜘蛛 那样的状态下 李诗英很难对付它 但 似乎自然界的生物都普遍认为 体型越大 实力越强 这鬼面猪 偏要粘合这些尸体 把自己搞成这么大一个恶心的怪物 而像这样的尸体怪物 除了在最开始能下到李诗英外 再无别的作用 等他冷静下来细想 这不过就是一个巨大的肉靶子罢了 一个有普通人尸体 粘合起来的肉身 能有多强 黑暗中 有璀璨的剑气亮起 李诗英一剑斩下 如刀切豆腐 未遇一点阻碍 便将这怪物的臂膀一剑斩落 他丝毫没有半点怜悯之心 身形不住闪动 出现在这尸体怪物深周各处 只是一眨眼间 他就将这类人形的尸体怪物 去了四肢 轰隆一声 尸体怪物摔倒在地 夜色里 悠悠星辰之光 有一女雪中持剑 其背后是一具摔倒在地的巨大怪物 李诗英在持剑回身 就要将这尸体怪物彻底切开 挖出里面的鬼面珠来 但就在这时 他分明看见 那被他斩下来的四肢 竟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拉了回去 确切地说 是被蛛丝拉了回去 他砍断了尸体怪物的四肢 但没有完全砍断 这尸体怪物内部 不仅被鬼面珠的毒液融化了 还被鬼面珠的蛛丝不满 尸段丝连 不过在他回身愣神的几个呼吸里 那尸体怪物的四肢 又回到了他身上 又有毒液粘液粘合 瞬间 他便又完好如初了 甚至 趁着他愣神 那尸体怪物 还主动杀了过来 这 这要怎么办 李诗英闪身避开 有点犯难了 他好像杀不死 斩不断 这恶心的尸体怪物 李诗英连连闪避 又多次出见 重创这尸体怪物 但没有用 不过一转眼 这尸体怪物 便恢复如初了 这样不行 他收剑回来 站在田文井边上 以天外飞仙绝命一搏 他看着那巨大的尸体怪物 连连摇头 除非天外飞仙能斩到鬼面珠本体 不然就是送命招式 但鬼面珠在尸体怪物内部的位置 一定是变化的 还有一招 他叹道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 李诗英都是不想出这一招 但 现在不出不行了 他翻手 伸进乾坤袋 从中取出一枚丹药 劫雷丹 最后一枚劫雷丹 秦然的师父 一共炼制三枚劫雷丹 秦然自己一共炼制三枚劫雷丹 但在多次使用之后 秦然那里的已经用完了 现如今 只有李诗英 这里还有一枚 这一颗是他们出去住剑前 秦然递给李诗英的 去 李诗英也不多看 直接将丹药向尸体怪物 扔去 在丹药落在尸体怪物身上的一瞬间 他开启了封印 顿时 蓝色的劫雷疯狂出现 从尸体怪物身上 匹刹一声炸开 将尸体怪物炸成几半 同时 也伤到了鬼面猪 那鬼面猪 滋滋压压压的痛苦怪叫声便响起 影响人的心智 叫人心烦 文静 看好我的肉身 李诗英与田文景说一声 旋即将清新剑插在身侧 整个人盘系在了血地里 田文景伤势有所缓和 文言强撑起身体 为李诗英护航 下一刻 便见一个异异紫光的李诗英原神 从李诗英额头飞出 他拿着木燃剑 往那炸开来的尸体怪物 碎渣中冲了过去 杰雷丹将那尸体怪物炸开 叫大部分尸体 都化作了飞灰 但还是有少部分尸体上面 闪着蓝色电弧 这些尸体被鬼面猪 以蛛丝尖难拉动 妄图重新粘合成尸体怪物 而在这漫天的尸体碎渣和大雪之中 李诗英的原神持剑而至 带着原神剑气 找到尸体正中的鬼面猪 不言不语 一剑杀去 鬼面猪还挂在半空 同样以猪毛来应敌 但这次 剑气与猪毛相碰 剑气静止斩过去 却为伤及猪毛半分 他出事一愣 但还等不到他高兴 一股被剑斩断猪腿的伤痛 就自他灵魂传了过来 猪毛未损 灵魂已伤 封尘绝念 猪邪阵魂 这是李诗英的原神剑气 不伤肉身 砖斩灵魂 李诗英的原神 在吸收了 世纪魔柳的部分 原神之力后 已经来到了 相当恐怖的地步 要比他本身的 修为境界强大得多 所以 就算这鬼面猪的灵魂 已经足够强大了 已经领悟出了 低等级的灵魂神通 但对于李诗英的 原神剑气来说 还不够看 破不了你肉身的房 还斩不了你的灵魂吗 一剑奏效 李诗英在施展飞仙问道 飘飘然如仙女红尘 出现在鬼面猪身周四处 有灵魂剑气不断 夹住在鬼面猪身上 于是此处黑暗 便有鬼面猪 鬼哭狼嚎般的 凄厉惨叫声 当所有尸体血肉 都随着雪花落地 李诗英的原神 也收剑飞回了肉身 而此时 那边湿山之上 那人一般巨大的蜘蛛 在雪中雾立 他浑身上下 见不到一丝伤口 但他的确是已经死了 这一场战斗 田文景全程旁观 那样恐怖恶心的鬼面猪 最终 还是败在了李诗英的剑下 他也与鬼面猪交战过 但被一招冻穿了身体 他知道鬼面猪有多强 于是他知道 李诗英有多强 难怪可以越极挑战 成为新一代的天骄 他是听过李诗英的故事的 但他总以为 自己不弱于李诗英 就像历经磨难的江湖强者 看不上堆砌资源的宗门弟子一样 但现在他不得不承认 或许李诗英 真的要比自己强一些 那是原神剑气吗 他盘坐在石头上 向前面站起身来的李诗英问道 对 以原神御剑 再以原神之力代替法力 施展出剑气 李诗英回声过来 如实告知 这是什么宪法 记载 田文景问道 他知道 李诗英的身法是宪法 下意识地以为 这法门也是宪法 其中暗含不服气之意 你李诗英虽然厉害 但靠的还不是资源 还不是 你有个好师父 李诗英摇头 不是宪法 是我自己想到的 前些日子 遇到一个原神很强的敌人 被逼无奈 以原神应敌 然后想到这个法门 师父给这法门起了个名字 叫封尘绝念 封尘绝念 田文景难难道 他自己领悟的剑法 师父起名很厉害 我目前想出两招剑法 都是师父给我起的名字 李诗英与田文景道 一招就是这个封尘绝念 另一招叫做天外飞仙 也很漂亮 已经误了两世剑法了 田文景神色复杂 他想起李诗英那个一件 击落送则天骄之位的传闻 莫非那一件 就是所谓的天外飞仙 你以后要是领悟了剑法 也可以找我师父起名字 田文景点了点头 不置可否 鬼面珠已经死了吗 他向李诗英确认 我感受不到他的灵魂了 应该已经死了 李诗英道 检查一下 带回去交接任务 田文景吩咐道 李诗英抬头看了看 大雪 深夜 寒风 实在不是赶路的时候 他问道 你伤势如何 我们要连夜赶回宗门 田文景这才赶知自己的情况 陈英片刻 还是摇头道 我还行动不得 他回头看大山岭村 我们去村里歇息一夜 明天一早回宗门 李诗英乘事 他过去检查了鬼面珠的情况 发现鬼面珠是确实死了 便拽着鬼面珠 一只猪腿过来 到田文景身前 他单手伸过去一抱 又把田文景抱到背上背后 他便一手托着田文景 一手托着巨大的蜘蛛 踩着极深的积雪 在雪夜、大雪纷飞中 往前面村落走去 田文景双手搭在李诗英肩上 感受着自己的腿 被李诗英一只手托着 他心里在他不注意的时候 生起一些奇怪的意味 他开始注意李诗英身上的香味 他感觉到李诗英身上的温热 他把脑袋轻轻枕在李诗英的背上 他感觉到安全 他注意到大雪落下 他们的头发一点点变白 他发现自己的无情剑意 出现了波动 村子里最熟悉的屋子 就是村长家了 李诗英背着田文景到了这里 推开门 将田文景安置在凳子上 鬼面珠被他留在了外面 他找到屋里的油灯 却找不到火折子 田文景娇弱地趴在桌子上 道 给我试试 李诗英把油灯拿过来 田文景指尖弹出电弧 将油灯点亮 文景你的法术还能这么用 李诗英惊奇 要说对法术妙用 还得是情诗书 田文景说道 这忽然想到什么 心里一时复杂难明 没有再说下去 我师父最有心机了 李诗英点头笑道 田文景趴在桌上 抬眼去看李诗英提到 情然时眼里的甜蜜笑意 眼里有落寞一闪而过 文景你伤势如何了 李诗英问道 在田文景对面坐下 耿会稍作条理 无甚大碍 田文景答道 多谢诗英你的丹药 但要是师父的丹药 我不会炼丹 李诗英道 昨天晚上 师父给了我好多东西 乾坤袋都装满了 他说着 在乾坤袋里翻了翻 翻出些便于携带的肉食 干粮 都摆在桌子上 好多好吃的 来 文景你吃 多吃点伤才好得快 他拿起一块零瘦肉自己吃 也招呼田文景吃 田文景看了看桌上的食物 闻着诱人的香味 很想说不吃 李诗英吃着肉干起身 在屋里到处打量 又走出屋去 站在这村子半山腰向下看 夜色中 大雪落下 寒风凛冽 遮盖了视线 看不清村子房屋 但他知道 村子里没有人了 哎 他叹气 嘴里的肉也不香了 我们还是来晚了 一个百余人的村子 说没就没了 这就是修仙界 田文景思文地咀嚼着干粮 陈生道 从村子派出人到宗门汇报 到宗门负责人整理成任务 到门内弟子接手任务 这中间的时间 足够试杀的妖兽 屠入好几个村落了 我原本以为是真的捕属妖猪 我们会救下很多人 没想到 像这种任务 很多时候 都是为了给死去的人报仇 如此 李诗英看着屋外的黑暗 低语道 这世界每天会有多少无辜的人 被妖兽杀死 吃了东西后 田文景打坐疗伤 李诗英裹着一张毯子 靠在门口 看着外面的雪 看着外面的黑 守着屋里一点油灯光亮 第二天清晨 两人到后山桃园洞 挖了一个深坑 将所有村民的尸体 不管完整还是不完整 都埋了进去 盖好土 立了杯 署名大山岭村木 又在桃园洞里里歪歪地检查一遍 将还活着的鬼面猪幼崽 都一一清除了 处理完一切后 他们才带着鬼面猪遗骸 回到道建门交付任务 我们需要一个解释 田文景把鬼面猪遗骸 从乾坤代 取出来放在执事大厅中 与交接任务的执事弟子说道 任务描述中说 此次任务中 作乱的妖兽 是一只一级的捕鼠妖猪 那为什么会变成一只变异了的 接近四级妖兽的 鬼面猪 你们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 四级妖兽 只是弟子打量鬼面猪遗骸 发现就算已经被斩魂灭魄了 但依然有着恐怖的气势 和迷惑心神的诡异 他浅薄的见识告诉他 这看起来 确实是有四级那么夸张 一个一级任务 突然变成四级任务 啊 不对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四级妖兽 两个奔着一级任务 去做的女弟子 哪来的能力 斩杀四级妖兽 这是你们斩杀的 他看了看恐怖的鬼面猪遗孩 又看回田文景娇嫩漂亮的脸蛋 满脸不幸 疑问道 不是去什么地方侥幸捡来的 真不是他多疑 而是这段时间以来 靠捡妖兽尸体来交接任务的弟子 实在是太多了 因是吉摩柳事件 横断山脉死伤了无数的妖兽 现如今去横断山脉 很容易捡到妖兽残骸 你们可自行派人去大山岭核实 只是 田文景眼里悲伤 大山岭的村民 都为这鬼面猪所害了 都死了呀 这直视弟子似笑非笑 那就是死无对症了 怎么核实 那里 留有大量战斗痕迹 可以此核实 田文景道 你又怎么保证 那战斗痕迹 是你们留下来的 直视弟子 盯着田文景笑道 田文景皱起眉 抬眼去这直视弟子 他反应过来了 却不知什么原因 这人 在刻意刁难 你们两个做一级任务的女弟子 敢说自己杀了四级妖兽 直视弟子看了看田文景 又看了看李诗英 两个少女都是世间罕见的容颜 他一时看不过来 所以要说这外门弟子出身的直视弟子 为什么刁难他们 不过是看他们长得好看罢了 像他们这样的角色美人 就算是道建门这样的修仙宗门 也遇不到几个 这外门弟子 还以为自己捡到漏了 脑子里开始计划 怎么利用身份 一清方泽 他笑问道 你们自己想想 是不是无法说服别人 难道是在质疑自己和世音的实力 田文景以为自己 懂了眼前这个男人的脑回路 他将自己的身份令牌举起来 是与这男人 道 剑锋 内门弟子 田文景 又把李诗英的身份令牌给他看 道 丹丰 清传弟子 李诗英 内门弟子 清传弟子 田文景 李诗英 一瞬间 这只是弟子的脸色变得很精彩 难怪是如此绝世的容颜 原来竟是那五大角色 难怪可以在一级任务中 斩杀四级妖兽 原来是那越境挑战的李诗英 心境十大天骄 其实他一直都知道 李诗英和田文景的名头 只是没有机会亲眼见到过 再加上色令致婚 心存侥幸 期盼这样的美人是外门弟子 甚至杂役弟子 能让他有所机会 哎呀 原来是 他大脑当机 一时找不到尊称 来称呼李诗英和田文景 脸上又不由控制地露出谄媚之色 终于到 两位阁下 田文景闲悟地看他一眼 世间竟是这等屈烟覆势 前居后宫之辈 他冷声做最后解释 这任务是 我们完成的 也确实 与任务情报不符 鬼面珠也是鬼面珠 也确实到了四级程度 为我们斩杀 但他提出要求 我们需要一个解释 也需要与四级任务匹配的报酬 事事事 这直视弟子的姿态 早已经不一样 他点头哈腰道 我会与长老们说明情况 给你们四级任务的待遇 田文景这才带着李诗英一起 按四级妖兽的标准 交接了任务 交接完任务 两人回单峰 临行前 李诗英忽然停下 指着鬼面珠 问直视弟子 那鬼面珠尸体 我们能带走吗 任务物品 不能带走 直视弟子摇头 道 何况你们这任务 还要进行何时查验 李诗英退而求其次 那这鬼面珠的毒线 我可以带走吗 这弟子迟疑了 终究是经不住少女的请求 点了点头 道 你搁了去吧 我回头 只说是战斗时受了损 谢谢 李诗英与他点头致谢 而后曲见过去 将鬼面珠的毒线割了 腾出一个愈合小心装好 他对我说谢谢 那只是弟子 一时呆傻在原地 朝着李诗英和田文景挥手憨笑 李诗英和田文景出直视堂 往丹丰飞去 途中 田文景问李诗英 道 你要拿毒线干嘛 师父很喜欢这些奇怪的东西 李诗英笑道 师父很喜欢做研究 然后七七也喜欢毒 哦 田文景点头 又是师父 来到丹丰外的迷雾前 李诗英以腰间践行信物 打开阵法通道 田文景随李诗英往丹丰走 看了几眼那腰间信物 知道那出自于秦然之手 自阵法迷雾中走出 两人正式来到丹丰 抬却见山上上下一片白茫茫 河里湖里都结了冰 屋外无人烟 只有一只白色的笨虎在冰天雪地 趴在猫爬架上睡觉 追风 李诗英激动大喊 一个闪声过去 在猫爬架上 一把把追风抱起 千金小宝宝 哦 追风本来正在雪里睡觉 却忽然被人抱起来 突如其来的失重感 让他惊慌 四只爪子其用力 在空中乱滑 秦然从木屋出来 看到和追风息闹的李诗英 完好无损 悬着的一颗心 总算是落到了地上 任务怎么样 他笑问 走到这边的田文景 田文景摇了摇头 道 不太好 所以 你们遇到了一只四级的鬼面猪 听了李诗英和田文景的任务讲述 秦然皱眉问道 嗯 确实是一只鬼面猪 李诗英点头道 他的衣服有些凌乱 群居被猫爪子撕开 出现了好几条 很明显 他又惹恼了单风大猫 两人大打了一架 他理着自己的头发 问秦然道 文景说 鬼面猪是普通的森林毒虫 不应该是妖兽 师父 为什么鬼面猪 会变成四级妖兽呢 秦然沉吟着 站起身来 在屋里踱步 鬼面猪与其他蜘蛛 本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同样是靠往抓捕猎物 用毒液毒杀猎物 用口气吸食猎物 被毒融化后的枝叶 他思索着 缓声说道 只有一点 概率很低的一种可能 鬼面猪之所以叫鬼面猪 一方面是 他的腹部花纹 很像民俗传说中的鬼魂 另一方面则是 他在吸食猎物的时候 是有很小的几率 会把猎物的魂魄吸走 像追风那样 李诗英问道 差不多 秦然点头 不过追风的猖鬼 是百分百的可能性 而鬼面猪的吸魂可能性 是百万分之一 千万分之一 据此推断 这只鬼面猪 就是那种吸食了魂魄的鬼面猪 他推测到 加上士级魔柳那一次 死了太多生灵 横断山脉中 会有很多孤魂野鬼游荡 种种机缘叠加 才造就了这一只 举世罕见的四级鬼面猪 你们也算是运气好 师傅竟说些风凉话 李诗英点嘴 好了好了 完成任务 最终安全回来 就是万幸 任务就让他留在任务中 秦然笑道 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 修仙界的不确定性 永远要 李诗英打断秦然的话 自己接着说道 永远要对修仙界 保持敬畏之心 要永远谨慎 我知道 他翻个白眼 天天说 我耳朵都起茧子 好好 今天不说了 你今天已经说了 秦然只得转移话题 为了庆祝咱们单风女剑仙 第一次完成任务 今天晚上 我们吃点好吃的 说 你想吃什么 李诗英眼睛一亮 举手大喊道 师傅师傅 我要吃那个那个那个 肉丸子 大肘子 卤爪子 他们身处在客厅里 追风委屈巴巴的摊坐在窗边 他眼眶周围的白毛 被人一拳打成了黑色 暂时客串了一把熊猫 李诗英坐在长椅这头 笑容满面地 与秦然商讨 晚上吃什么 秦然在长椅对面 背靠着原本的所谓电视墙 也笑着 与李诗英的要求都应下 田文景坐在长椅那头 却感觉跟着房间里的人 在两个世界 我坐在你左侧 却像隔着星河 他去看李诗英 看见李诗英如星辰一样 明亮的眼睛里 全都是他师傅 他去看秦然 看见秦然如宇宙一样 深邃的眼里 全都是关于徒弟的宠密 我不该坐在椅子上 我应该在椅子下 明明是三个人的谈话 他却始终不能有生意 也许他就是这样的命 黄飞于是这样 李诗英 他感觉自己的无情剑意 又强大了几分 可嗨嗨 这时 一连串的咳嗽声 从外面传来 田文景从窗外看出去 看见一个裹得 跟粽子一样的小人 一摇一晃地 从窗前走过 不一会 客厅的门被人轻轻撞开 龙七七的话 伴随着咳嗽声传来 秦然 你应该给我练两颗 驱寒止咳的丹药 我感觉我要感冒死了 七七 李诗英看过来 惊讶到 你怎么感冒了 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修行中人寒暑不清 能得风寒 龙七七可以算是 古往今来第一人了 哦 诗英回来了呀 龙七七像只企鹅一样摇过来 说道 我怎么知道会感冒 今天早上起来就这样了 秦然摇摇头 笑道 这也算是人才了 他再次给出建议 要不你冬眠吧 现在还不到大寒 后面温度会更低 我怕你 会有生命危险 龙七七鼓勇到椅子上坐好 认真思考起秦然的建议来 最终 他摇摇头 道 我修炼成人形 那就是人 人怎么会冬眠呢 人是不会冬眠的 你们冬眠吗 屋内三人齐齐摇头 你不是要变成龙吗 秦然戏谑道 要慢慢来 龙七七道 旋即画风一转 甩锅给秦然 我这感冒 肯定是那晚在胡心亭里受了寒 到哪里吃饭不好 非要跑去胡心亭 又冷 风又大 阿T 今晚还去胡心亭吃饭 你去吗 秦然笑问道 吃什么 龙七七回过神来 鼓起全部的勇气说道 不 不去 看到他浑身都在抖 就知道 他下定了多大的决心 秦然大笑起来 向龙七七和田文景问道 你们要吃什么 我现在去准备 我要吃 龙七七顿时来了精神 感冒好像好了大半 必要大叔特叔 但忽然 谢谢师叔 我就不吃了 田文景起身 向秦然辞行 任务我带着师英做完了 任务也给你完整地送回来了 我自己 也要回剑锋报道 秦然看向田文景 脸上的笑变淡 却没有挽留 说道 先回去报平安也好 想吃什么 下次再来 师叔与你做 田文景低头行礼 文景你这就要走了 李师英还没反应过来 田文景朝李师英勉强一笑 转身离去 文景他怎么了 田文景不对劲 连李师英都看出来了 秦然摇摇头 任他再聪明 也想不到田文景会想跟他抢徒弟 大雪纷飞 田文景遇见独行 他没有回剑锋 而是飞出了道剑门 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他只在悠悠天地间 速速大雪中 漫无目的的 孤独的前行 飞了许久 夜色降临 他停下 回头看 好像看见单风温馨的小屋内 有明亮的灯光 有热腾腾的饭菜 有欢道的笑语 他深吸一口气 拔劲而舞 在他深周 有黑暗 有寒冷 有纷纷大雪 有呼呼进风 有悲气的孤狼 在这雪夜 他悟出了自己无情建议的第一是 风中飞雪 雪断断续续地下了五六天 地面堆积起来的雪 已经可以没过膝盖了 雪这么深 追风虽然不再像最开始那样新奇 每天都很风 但他还是很喜欢雪 他仗着皮厚毛多不怕冷 在雪地里打滚 玩得不亦乐乎 而跟他比起来 龙七七可就太惨了 他不仅怕冷 嗨 他刚来担风时 追风是很小一个 还没有他大 但一转眼五六个月过去 追风已经跟头蛮牛 一样高大了 他却还是个六七岁的小姑娘 还没有追风的腿高了 追风经常好奇 为什么他不长个儿 所以 像这么深的雪 他很容易陷进去 然后找不到人 毕竟 他真的没有比雪高多少 李诗英真的很勤快 就算是这样的寒冷天气 他也没有一日停下过练剑 虽然他好像还挺喜欢雪的 比如这会 他在半空中练剑 雪花纷纷扬扬 被他以剑式聚拢 最终聚拢成一个 核爆不过的大雪球 然后 追风 砍雪球 他像趴在喜剑糊糊杯边上 睡觉的追风大喊道 有雪球 追风一击灵 眼睛亮起来 猫科动物的本能 叫他爬起来去找小球 然后他一抬头 看见了李诗英 砸过来的小雪球 雪球 追风惨叫一声 被这一雪球砸中大脑袋 雪洒了一声 顿时整个虎度清醒了 敖乌他被雪球 砸得在地上滚两圈 然后用爪子聚拢雪球 也捏出一个大雪球 用两只爪子举起来 丢向李诗英 李诗英一个闪身 嬉笑着避开了 啊 追风气死了 你躲 不公平 他丢他的时候 他都没躲 为什么他丢的时候 他要躲 笨狐 李诗英还要嘲笑他 又一个大雪球丢过来 追风跳起来 一巴掌拍向雪球 雪球散开 又淋了他一身的雪 你耍赖 他无能狂怒 便有狂风起 他猛地一扑 从地上扑向空中 他要将那个幻原 咬成十八块 虽然雪很深 将累积星号 市集抹柳焦黑的树干 掩埋了大半 但在那雪里 焦黑的树干上 有一枚嫩黄的牙顶开 覆盖在树上的积雪 长出了叶子 他那顽强的精神 勃勃地生机 想必在来年春天 会有一颗全新的 雷基星号市集抹柳 从这颗老的市集抹柳树上 长出来 那会是一颗 有着九级妖兽血脉的市集抹柳 会叫自己刘小吉 而就在这棵柳树旁 秦然搬来一个小凳子 拿来一整套钓鱼装备 又在湖面上砸出个洞 最后坐在湖地凳子上 闭着眼睛 像得老手一样 在这冰雪地里钓起鱼来 一边钓鱼 他一边运起原神 跑到市集抹柳的树心里 进入那个黑区区的山洞 在里面找到 那个叫刘小吉的婴孩 以神势安抚他 使用御兽的手段 洗脑 这是集抹柳的原神 告诉他 他叫刘小吉 他情然是他的主人 正洗着脑 情然忽然感到 手中鱼竿有大动静 他连忙睁眼 心意是有大鱼上钩了 但当他睁眼 看到的却是一个 一闪而过白色的身影 紧接着一阵汹涌的狂风 吹得他鱼竿乱摆 头发凌乱 追风 他怒吼一声 我的鱼都被你吓跑了 追风追着李诗英 绕丹风一圈回来 到秦燃身边 低着大脑袋 模样委屈坏了 他举起大爪子 指着在湖面上得意的李诗英 向秦燃告状 爸爸 他耍赖 欺负我 一一一 秦燃直接给他一个大逼兜 多大的人了 他欺负您 你不知道还回去 追不上 追风都要哭出来了 丢脸 没出现 秦燃摇头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 生理需求都不能自己控制 啊 追风哪里听得懂 叫你多读点书你不信 我看以后诗英骂你你都不知道 秦燃挟视他一眼 来 在爸爸边上坐好 做乖宝宝 他就不敢来欺负你了 其他的追风不管 但做乖宝宝这件事 他可不能错过 连忙乖巧地 蹲在秦燃身边 到底是在师父身边 李诗英暂时还不敢乱来 他从湖面冰上走过来 到秦燃另一边站着 朝追风修修脸 爸爸的乖宝宝 追风看他一眼 假装老虎听不懂你们人类的话 低头舔自己肩甲上的毛 玩到了半天 李诗英也有点累了 他就着雪 盘腿靠着秦燃坐下 师父 你要吃鱼的话 为什么不用法术抓呢 他不解地问秦燃 这样钓 太慢了 秦燃拿眼角瞥他一眼 高深莫测地说道 钓鱼也是一种修行 钓鱼算什么修行 钓鱼可以修身养性 平和心境 秦燃道 那么 师父就给你讲一个 关于钓鱼的小故事 好啊好啊 李诗英连连点头 钓鱼算不算修行 他不知道 但师父讲的故事 都很精彩 所谓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秦燃悠悠地说起古老的故事 很多年以前 有个学识极高的老头 名字叫江上 这天他在河边钓鱼 却用的是直钩 这天地一片白茫茫 山是白的 湖是白的 房屋是白的 地是白的 树是白的 唯有湖边有三点彩色 一粉红衣衫的少女 一洁白衣衫的青年 一 一雪白毛发的玄明灵虎 时有寒风吹过 吹动少女的衣衫 吹动少女的头发 她的衣襟裙带 都吹到白衣青年的衣摆上去了 她的头发 轻抚到白衣青年的脸上去了 她听着师父说话 觉得十分美好 那玄明灵虎舔完自己的毛 偏头一看 看见白衣青年的头发 被风吹得乱糟糟的 便歪头过去 伸出舌头 好心帮她理头发 那粉衣少女 一见玄明灵虎如此动作 心里不舒服 便慢慢靠到白衣青年身上 抱着她的手 不能让那笨虎一个人霸占了师父 冰天雪地 情然在湖边钓鱼 左边是心仪的女 女徒弟 右边是 是一手带到大的傻孩子 她有一种天伦之乐的感觉 甚至想说 人生如此 福福何求 一个罕见的四级鬼面珠的毒线 是李诗英这回出门 给秦燃带回来的小礼物 秦燃很开心 把毒线当宝贝一样珍藏 每次取毒素做研究时 她都谨慎小心 舍不得取多了 而当龙七七 想要借点毒素来看一看时 她也以她重感冒了为由拒绝了 这一天 秦燃正在研究楼里 研究鬼面珠的毒素时 田文景来了担风 言说直视堂让她和李诗英 去主风领任务报仇 距离他们交接任务过去五天 直视堂安排人去大山林检查情况 差不多需要这个时间 李诗英文言很开心 因为这算起来是她从小到大 从凡人到修士 正儿八经赚取的第一份酬劳 之前打累台得到的钱 她默认不算 报仇会是什么 在去到主风的路上 李诗英激动地问田文景 如果按四级任务算 田文景其实也在意这一笔钱 但她的无情建议更进一步 脸上已经不显任何感情色彩了 她语气平淡到 报仇当何一万零食 一万零食 李诗英已经开始憧憬了 能买多少 好吃的 但当他们来到直视堂时 才发现 事情跟他们想象的 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眼下直视堂这个布置 不像是要付他们任务报仇的 而是要审讯他们的 直视堂内 各个办事窗口 早已经关闭了 但大堂内 还是有许多人 他们在大堂两边 都是道见门人 或长老或弟子 或男或女 或老或少 都恭敬地站着 而在中间 直视堂大门正对着的位置 那里有一张椅子 上面 坐了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 只需看一眼 就知道 这不是个好惹的人 她的外形保持在三十岁左右 是风姿错约的淑女身段 但看她那一张脸 却没有一点成熟女人的温柔风韵 浑然透露着一股霸气 那张脸 原本或许很好看 但现在 左脸上有一道竖着疤 大约是剑伤 破坏了整张脸的美感 她的眼睛总是眯着 让她看起来凶狠 致使眼睛变成了三角形状 这是一个凶狠霸气的女人 这是 李诗英往堂内打两眼 还没反应过来 问田文景 我们走错了 田文景还没有回答 那座上女人先问话了 你 就是李诗英 明明是女人声 却有着十分的浑厚低沉 给人无形的压力 点到自己名字了 再看此处布置 李诗英意识到 事情不太对劲 她看向座上女人 沉声应道 我确实是李诗英 请问你是谁 这女人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痴声笑道 你来到剑门一年 连我都不认识 难怪会做蠢事 李诗英文言 去看田文景 却见田文景 也不动声色地摇头 显然她也不认识 这凭空冒出来的女人 而见她们脸上都是茫然 边上有眼力静好的人 立刻出声拍马屁 向她嘲笑 亏她 还是新晋十大天娇呢 连到剑门最强女弟子 天娇榜排名前三的姚清科 都不认识 真是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 道剑门的弟子 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顿时堂内好一阵喧嚣 这些人说些好听的 与座上女人 说些难听的与李诗英 李诗英仔细听了 明白了座上女人的身份 她学习秦然的思维方式 提取重点 分别是 气风 和道光弟子 宋泽师姐 十大天娇第三 经丹后期修为 性情霸道乖丽 于是 她知道 眼前这一出戏 因何而起了 无非是为气风找场子 为宋泽找面子 原来是姚师姐当面 李诗英浅浅抱拳 然后问道 敢问姚师姐有何要事 听说你接了个一级任务 任务内容 是杀一只一级妖兽 捕属妖猪 坐上姚清科 猙獰的脸上 带着一点笑 柔声问道 是 李诗英点头 原本的任务描述 确实是这样 但你交接任务时说 这个一级任务 本该是个四级任务 对 李诗英道 因为原本一级捕属妖猪 变成了四级鬼面猪 姚清科脸上的笑 突然展开 那道巴变得更加猙獰 他冷声道 好你个李诗英 竟是这等牙尖嘴利 胆大包天 肆意妄为 灭绝人性之辈 李诗英一愣 不知道这些评价 于他该如何说起 而趁着他发愣 姚清科连声说道 你这蛇蝎贱人 为了骗取宗门奖励 去横断山脉 找了一只似是而非的 鬼面猪来 又不惜残忍杀害 大山岭村 一百三十二名村民 其中不罚老人 妇女 小孩 手段残忍 令人发直 他一双危险的三脚眼 盯着李诗英 抱贺道 是也不是 颠倒黑白 捏造事实 栽赃陷害 李诗英听懂了姚清科的话 于是他一瞬间 有了冤屈和愤怒 不是 他顶着姚清科 经单后期的修为压制 怒声应道 大山岭村民 为鬼面猪所杀 鬼面猪 姚清科失笑道 还在狡辩 世人皆知 鬼面猪乃普通毒虫 不是妖兽 他如何杀人 你这愚蠢之辈 要找四级妖兽失害 也不找其他 偏偏要说是鬼面猪 简直是又残忍又愚蠢 鬼面猪具有吞噬魂魄之能 它是靠着世级魔柳杀害的生灵 而变成的四级妖兽 那就是一只四级鬼面猪 尽管有了一点智慧 但还是显得单纯的李诗英 尝试解释 我要你心服口服 姚清科隔空指着李诗英说道 他一示意 便有一男子上来 打开乾坤袋 在大唐中央 将那人高的鬼面猪尸骸放下 李诗英去看那男子 正是那天交接任务时的直视弟子 那直视弟子 又从乾坤袋里取出一物 是一只手掌大小的普通鬼面猪 两只鬼面猪 并排着放在大唐中央 一庞然大物 一系小毒虫 姚清科示意两只鬼面猪 向大唐内众人问道 两只鬼面猪都是成虫 敢问各位 这是同一物种吗 不是 唐内众人纷纷摇头 你们眼瞎吗 李诗英不可思议 他们明明就长得一样 不过是一大一小罢了 还在垂死挣扎 姚清科道 鬼面猪已毒捕食 这不知名的大只猪 却并无毒线 难道鬼面猪变大之后 就会把赖以生存的毒抛弃掉吗 他有毒线的 李诗英看向那直视弟子 只是 只是被他割走了 但他知道 这话不该说出来 只是什么 姚清科冷笑道 他就是鬼面猪 李诗英道 铁正如山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 姚清科喝道 来人 将这心性歹毒 欺失灭祖的孽徒 废除修为 逐出山门 我会想再听你狡达的孽徒 我会想再听你狡达的孽徒